第751章一败图地下 杜飞云的白玉匣子里 其中一份材料一元重水 根本就是癸水真因 这件事见于公子和云大师都心知肚明 所以他才敢肯定杜飞云炼丹失败了 可这件事偏偏不能说出来 否则的话 首先身败名列的就是他们两个 眼看着自己的控诉 竟然没有丝毫成效 安禄大师摆明了不相信 见于公子顿时气急 便彻底撕破脸皮地说道 反正晚辈绝不相信杜飞云成功炼制了丹药 不信你们检查他的药顶 他根本不是合格的炼药师 他是蒙混过关的 他刚才炼制丹药时绝对失败了 我亲眼看到他脸色苍白 嘴角一血一定是受了重伤 的确不单见于公子看到了这一幕 另外几个炼药师还有高台上的几位大师也发现了这个情况 于是众人再度生出疑心 安禄大师不得不将眼神望向杜飞云 杜飞云自始至终都一言不发 这时被安禄大师看着 他便毫不犹豫地祭出药顶 挥手射出 飞到了安禄大师的面前 安禄大师接过药顶 神识探入其中查探一番 便将药顶还给杜飞云 脸上露出一丝冷笑来 杜飞云的药顶完好无损 不可能有炼丹失败的事情发生 剑宇公子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剑宇公子愣住了 如遭雷疾 他明明看到杜飞云炼丹失败了 怎么会是这样 这一刻 察觉到安禄大师的态度明显转变 已经对他很是不满 他的心里生出一股浓浓的挫败感 既然这次斗丹大会失败了 反正我今年是无法加入炼药司了 这次回到宗门还是被师尊责罚 既然如此 那我索性就破釜沉舟算了 剑宇公子的眼神转变着 神色阴晴不定 好一阵过后才平静下来 眸子里尽是决然的冷力 诸位大师 诸位药师同道们 这世界如此不公 晚辈即便有心伸张正义 却也无能为力了 要怪 就只能怪对方的手段太高超 我剑宇公子难以揭穿 不过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我相信诸位都能明白 极品神丹那是何等珍惜的存在 甚至在某些方面来说 极品神丹出现的几率 比网品神丹都要渺茫 你们扪心自问 你们能相信一个刚刚成为 炼药师的家伙 炼制出极品神丹来吗 诚然 网品神丹在品阶上 的确比极品神丹高级 那是因为网品神丹 只有神王强者才能炼制 药效非常神奇强大 但是 但凡是神王强者 都能炼制出网品神丹 却未必有人 能够炼制出几颗极品神丹来 若是只论极品神丹 和网品神丹的几率 前者无疑更加渺茫 千万个炼药师里 也只有那么一两个人 能在毕生中 偶然炼制出一两次罢了 剑宇公子已经是完全没办法了 杜飞云的丹药材料 被换成癸水真因这件事 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出来 就算他忍其吞声 也不能把这件事暴露 否则兴建功苦心拉拢扶持的 云大师就要暴露 这是绝对不容许发生的 可是 就这样没有真凭实据的几句话 却凭借着剑宇公子的高超演技 让人听起来是那么悲愤和无助 诸多炼药师和大师们 都生出同样的感觉 他们都懂得极品神丹的珍贵 所以情不自禁地选择 偏向剑宇公子 对杜飞云仍然持怀疑态度 安禄大师虽然是执政官 却不是独裁者 在这种情况下 他也不能罔顾众人的疑惑和猜忌 直接拍板并论 于是 他忘了古大师和杜飞云一眼 心中有了决策 开口宣布道 剑宇公子 虽然你的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可这也只是似乎 这是你毫无根据的一策 炼药师形式决定必须公正 所以不能仅凭你的一策 就否认杜飞云的作品 老夫保持原有意见不便 胜利者依然是杜飞云 当然 对于你所说的问题 炼药师会展开深入调查的 一旦有结果了 就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安禄大师的话 听在众人的耳中 大家都明白了 安禄大师心意已决 这件事估计很快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至于说是给大家一个交代 那不过是句套话而已 炎帝顶礼的紫燕麒麟 也在关注着杜飞云 参加斗丹大会的事 此刻听到安禄大师的话 还不忘跟杜飞云吐槽道 这老头说话的调调 怎么那么熟悉啊 我说杜飞云 你说这安禄大师 难道跟我们天朝的 有关部门拜师学艺过 这说话的水平就是高 安禄大师最终拍板定论了 剑与公子面如死灰的 颓然跌坐在地上 喃喃自语着 不可能和我不相信之类的话语 直到现在 一辈子顺风顺水的他 也不能接受这个巨大的挫败 事情已经尘埃落定 斗丹大会即将结束 虽然并不圆满 但至少波折横生 又让众人多了许多谈资 然而 就在众人以为 安禄大师要宣布大会结束 准备退出大厅时 一直安静地站在角落里 一言不发的杜飞云 却终于开口说出了 这么久以来的第一句话 安禄大师 且慢 这件事另有引擎 晚辈也要当众说明一些情况 请大家帮忙理论一番 顿时 所有人都愣住了 面色怪异地望着杜飞云 心中暗想 这人该不是脑子烧糊涂了吧 得了便宜还要卖乖 唯独 安禄大师和古大师的眼底 终于露出一丝欣喜 一闪即逝 微不可查 首先 我必须要说明一件事 我的确找古大师 进行了炼药师考核 也的确考核通过了 但是我可以随时证明 我完全具备炼药师的条件 考核过程没有任何异常 包括 当时炼药考核时 我和剑羽公子两人交上去的答案 也可以让古大师公布 其次 刚才炼丹的过程中 我真的差一点就炼丹失败了 原因是 我的白玉匣子里 一元重水的材料 被人替换成癸水真因 如果我连神玉丹都炼制失败 那么可想而知 剑羽公子会对我进行怎样的攻击 最后 这枚极品神玉丹毫无疑问 是我炼制的 如果有谁不服气 我可以再次炼制一枚出来 让你们开开眼 长长见识 好了 我的话说完了 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 我可以立即证明 同时 我记得刚才剑羽公子说过一句话 有些人的卑鄙完全超乎想象 现在我要把这句话 原封不动地送给剑羽公子 杜飞云泰然自若地站在角落里 面带微笑地注视着高台上的诸位大师 眼神落在云大师的身上 发现他的表情和眸子深处藏着的那一抹不安时 他不由地笑了 哗 这一次 大厅里爆发出一阵比之前热烈十倍的议论声 不仅仅是二十多个炼药师 连高台上其他几位大师 也是满脸震惊之色 不可置信地交头接耳着 尤其是杜飞云的那一句 如果有谁不服气 我可以再次炼制一枚极品神丹出来 让你们开开眼 掌掌见识 简直是霸气牛逼到极点 连诸位大师都为之动容 别说是这些炼药大师了 就连神王强者境界的炼药宗师们 也绝对不敢拍着胸脯说出这句话来 这需要多么强大的自信 除了古大师和安禄大师 其他人都被这句话震惊到无以复加 他们情不自禁地就相信了 杜飞云如此自信 就真的有这个本事 而古大师和安禄大师两人 此时不由地对望一眼 眼底都流露出一丝得逞的笑意 显得有些奸诈 当然 他们掩饰得极好 别人根本看不到 而剑宇公子更是面色苍白 无声地张开嘴巴 不可置信地望着杜飞云 他没想到 杜飞云把这一切都揭穿说破了 而且还是如此的自信 竟然当众夸下海口 加入炼药司失败 以及计划被揭穿 云大师也立即暴露 这一系列的打击 让剑宇公子身躯站立 心中燃烧着滔天的愤怒火焰 几乎让他失去了理智 因为 这些惨重的损失 加起来绝对不是他能够承受的 一旦回到兴建宫 被兴建神王知道这件事 那他将会遭受极其严苛残酷的惩罚 而且 他虽然是兴建神王的敌传大弟子 可是宗门内真传弟子间争斗很激烈 这次他的失败 将会让他成为众矢之地 他毫无疑问地将会从天之骄子 跌落到一文不明 所以 在强烈的挫败感 打击和愤怒之下 他双目赤红 节节大笑 壮弱疯狂地指着杜飞云道 哈哈 哈哈哈哈 杜飞云 你这个小杂种 混账 你竟敢如此狂妄 我倒要看看 你他妈的 再炼制一枚极品神域单出来 让大家看看 剑宇公子如此反应 让众位大师 都皱着眉头 很是反感 杜飞云脸色一寒 眼中冷立之色一闪 下一刻 就见到他顺一般地出现在剑宇公子身后 高抬起右腿 就狠狠地踹在剑宇公子的后背 堂堂天神后期强者 竟然在一时不察之下 直接被杜飞云给踹翻在地 顿时让众人惊讶不已 但更让人惊讶的事情还在后面 只见杜飞云伸出脚狠狠地踏在剑宇公子的背上 将他死死地踩在脚下 然后拿出了药顶 朝众人自信的一笑 给我一刻钟时间 你们且看好了 随后 杜飞云就自己拿出炼制神域丹的材料 当着众人的面开始炼丹 一刻钟之后 他炼丹完毕 这才收工 挥手将药顶打开 取出一颗神域丹交给了安禄大师 安禄大师满脸笑一地 结果那颗神域丹 与众伟大师一起 低下头去品鉴 数十息之后 诸位大师纷纷变了脸色 一个个都如同看怪物一样望着杜飞云 目瞪口呆地说道 这竟然真的是极品神域丹 天哪 我看到了什么 大厅之内再次喧哗一片 无数人望向杜飞云的眼神都充满了崇敬和膜拜 杜飞云刚才脚踏着剑宇公子 一刻钟内炼制出极品神域丹的高大 自信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永远地烙印在他们的记忆中 剑宇公子彻底死心了 眼神绝望地望着地面 双手握紧 心中杀鸡一起 杜飞云微微一笑 低下头望着他 轻声说道 虽然很抱歉 但是我要说 我赢了 而你一败涂地 第752章争着收徒 如果说 之前在场的人们 还对剑宇公子的话 有那么一丝的相信 对杜飞云有一丝质疑 此刻 杜飞云当着众人的面 以区区一刻钟时间 炼制出一颗极品神域丹 那就是一记无比响亮的耳光 狠狠地抽在了剑宇公子的脸上 也让众人在震惊 不可置信的同时 心中感到惭愧 大多数神族 并非是大奸大恶之辈 都有着某些特定的性格 比如强者为尊的信念 磊落的思维方式 所以 杜飞云所展现出的 超凡天赋和单道造诣 使他们完全不能生出 任何羡慕和妒忌的想法 心里只有对强者的尊敬 也为自己之前相信剑宇公子的话 对杜飞云产生质疑 而感到羞愧 剑宇公子败了 彻彻底底失败了 一败涂地 论丹道造诣 他虽然炼制出上品星辰丹 可是在极品神域丹面前 相当于萤火之光与昊月争辉 杜飞云甩出他十条街 论实力修为 堂堂天神后期强者的他 被杜飞云一脚踹翻在地 死死地踩在脚下 始终都无法挣脱 爬起来 杜飞云再次甩出他十条街 论玩弄阴谋心计 他更不是杜飞云的对手 他苦心经营的阴谋计划 自以为完美无缺 而现在却成了一个 彻头彻尾的笑话 不但他自己身败名裂 连星剑宫悉心栽培 拉拢的云大师 也跟着遭了殃 直接被安禄大师 给禁锢在高台上 不但是剑宇公子 所有人都为杜飞云的 心计之深沉而感到一阵阴寒 没有人敢对他 生出一丝轻视 更遑论是敌意 因为他的隐忍和演技 都让人叹为观止 在炼丹过程中 丹药材料被替换了 他没有出生 炼丹失败了 他也没有声张 甚至到后来 安禄大师宣布 他的极品神域丹 获得斗丹大会的胜利 他依然保持着尖默 现在 众人才明白 他的尖默并非心虚 而是成竹在胸 他一直都在 以看小丑表演的模式 看着剑羽公子卖力的蹦打 表演 在最后关头 他才终于开口说话 伸手出击了 一巴掌就狠狠地 把剑羽公子拍在地上 就像是拍苍蝇 让剑羽公子瞬间跌落低谷 彻底失败 不能翻身 高 实在是高 这样一个实力强悍 单到造诣高绝 心机有十分深沉的强者 有什么理由 不能赢得斗丹大会的胜利呢 但是 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 而真正的重头戏 这才终于来临 剑羽公子 老夫很想知道 你之前为何如此笃定地认为 杜飞云弄虚作假了 难道说你早就知道 他的白玉匣子里 丹药材料有问题 还有你 云大师 白玉匣子是你安排负责的 本来应该是一员种水 却变成了癸水真音 老夫需要你给一个解释 安禄大师冷冷地望着 满脸绝望的剑羽公子 还有一脸颓然的云大师 语气森然而冷冽 谁都知道 这位据说在要神功 有着深厚背景的丹道大师 是真正的发怒了 我 剑羽公子已经站起来了 浑身仍然在速速发抖 那是堆积到极限的愤怒和屈辱所导致 今天杜飞云所做的一切 让他彻底的身败名裂 沦为一个天大的笑话 他的事很快就会传遍太玉城 只是 他却白口莫辩 完全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开脱和解释 云大师也是脸色苍白 白口莫辩 在安禄大师的犀利眼神下 心神战力不已 但是 江还是老的辣 他不愧是人老成精 事到如今仍然不放弃挣扎和狡辩 安禄大师杜飞云 这是污蔑和造谣 白玉匣子里的材料 绝对是正常的 根本不可能有癸水真因 我是绝对不会做出偷换材料 这种卑鄙事情的 况且 癸水真因如此珍贵 非常罕见 我又去哪里弄癸水真因来替换 云大师的想法很简单 虽然计划失败了 但他依然要尽量避免损失 鉴于公子身败名裂不算什么 只要他把这件事跟自己撇清关系 置身失败就行 呵呵 有些人的卑鄙超乎意料 这句话我再次送给云大师你 杜飞云开口了 他一改之前的坚默 此时显得无比自信和霸道 展现出绝对强者的气质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这是什么 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 杜飞云一声大喝 伸出右手来 在他手心中是一团金色的神力光滑 在那神力包裹中 有一滴晶莹的黑色水珠 安禄大师 古大师以及另外几位大师 都是石货之人 他们当然认识癸水真因 当即 众人的神识探查一番 立刻都是点头宣布了答案 这黑色水珠 不是癸水真因又是什么 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狠狠地抽在云大师的老脸上 方才他还说 不会做出这种卑鄙的事情 现在立刻被揭穿 这天大的羞辱 顿时让他老脸胀红 气血翻涌 安禄大师与古大师的眼神完全变了 看向云大师时充满了怜悯与冷力 很显然 云大师已经触犯了炼药司的原则与规矩 向来严厉的安禄大师会对他实行重诚 或许 云大师能够保住一条命 但是他此生的药师之路也走到了尽头 从此将会被药神功除名 在神界诸多大陆上再无立足之处 即便他还能炼药 却也只能偷摸进行 永远得不到药神功的认可 我不信 杜飞云你这个混账 爬虫 癸水真因是那等厉害的东西 你怎么可能没有被炸伤 又怎么可能将其收服 我不相信 我绝对不相信这是真的 云大师已经穷途末路 预料到了自己的下场 所以这一刻他的脸色猙獰 歇斯底里的咆哮着 而杜飞云已经失去了搭理他的心思 将癸水真因收起来 面带微笑的闭目养神 等待安禄大师宣判 现在事情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 炼药大师云蓝 罔顾药神功的律法条例 对豆丹大会进行操纵和破坏 实在是罪无可输 老夫以他誉成炼药司执政官的身份 宣布剥夺云蓝炼药大师的资格和身份 并驱逐出炼药司 勇士不能得到药神功认可 至于剑宇公子 也被剥夺炼药师身份和资格 清云大陆药神功将不再接受你的考核 安禄大师的话一锤定音 宣布了结果 将这件事当众裁决了 此事终于结束 随后 诸多炼药师们都相继离开了 临走时 许多人还沉浸在震撼之中 无法自拔 犹如梦幻般的感觉 想必 不久之后 今日所发生的奇闻去世 将会传遍太玉城 而杜飞云的名字 也立刻会轰动全城 云大师和剑宇公子两人 都是满脸绝望 失魂落魄地相互搀扶着离开大厅 临走时 两人还不忘回头看一眼杜飞云 眼神中流露出毫不掩饰的杀鸡 与滔天愤怒 这时 安禄大师的话再次响起 带着淡淡的威严 似是警告 剑宇公子 云蓝 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 兴建神王 老夫虽然不久之后 就将离开太玉城炼药司 执政官这个职位 但是只要老夫还在一天 他就休想打炼药司的主意 你们回去告诉他 兴建宫的那点小伎俩 我清云大陆要神宫 早就心知肚明 若他胆敢挑衅要神宫的威严 那就不妨接着施展阴谋诡计吧 安禄大师的话音落下 剑宇公子和云蓝两人 已经是面色煞白 如丧家之犬般逃离了大厅 一路离开了太玉城 往兴建宫的方向去了 曲终人散 尘埃落定 大厅里 只剩下安禄大师和古大师 还有杜飞云 杜飞云 老夫还真是小瞧了你 没想到你小子的手段如此高明 心机如此深沉 古大师笑吟吟地望着杜飞云 脑海里还在回想着刚才的事 心里真暗爽不已 事实上 兴建宫妄图渗透炼药丝 在安禄大师离开之后 争抢炼药丝的大权 已经不是秘闻 至少安禄大师和古大师 都是知道的 只不过 两人虽心知肚明 却不能公开撕破脸皮斗争 只能在暗地反击 排查兴建宫布置的棋子 今天杜飞云的所作所为 算是帮了炼药丝一个大忙 彻底粉碎了兴建宫的计划 同时 也揪出了兴建宫布置的重要棋子一颗 当然了 或许建宇公子霍云兰的余党 在炼药丝内还残存很多 但都已经不足为惧了 杜飞云 你今天的表现 非常出乎老夫的意料 你在担到造诣上的天赋 是老夫生平仅见的第一人 你的实力和心机也是一等一的 所以说炼药丝正需要你这种人才 在此 老夫代表炼药丝 欢迎你的加入 安禄大师和蔼地笑着 望着杜飞云的眼神 不再是平常时的古景布波 而是闪烁着莫名的光彩 似是见烈欣喜 安禄大师谬赞了 晚辈承受不起 另外 晚辈再次多谢古大师的关照 虽然大获全胜 一举扬眉吐气 但杜飞云却得胜不交 依旧表现得很谦虚 杜飞云 老夫一生苦修丹道百万年 奈何时至今日也未曾收下门徒 老夫今日有意收你为嫡传大弟子 从此跟随老夫苦修丹道 不知你一下如何 天哪 太玉成谁人不知执政官安禄大师 是出了名的眼光奇高 一辈子都没有收徒 多少天才弟子跪在他门前恳求 他都拒绝了 现在 他竟然主动开口要收杜飞云为徒 这若是传出去又将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 然而 更加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还未等杜飞云回答 古大师就坐不住了 他顿时黑着脸朝安禄大师道 安禄师兄 你太没有节操了 你这是当面挖我的墙角啊 我跟你说 杜飞云是我的固有之子 我早就收他为开山大弟子了 你别跟我抢 古义 你少装算 杜飞云之前根本不认识你 什么固有之子 你当我不知道你的小心眼 安禄大师也急眼了 杜飞云顿时愣住了 脸上带着一丝苦笑 呵呵 没想到我还变成香波波了 都要抢着收徒弟 第753章万象神规 杜飞云现在不但成功加入了炼药司 还被炼药司执政官安禄大师 炼药司实权派长老古大师看重 争相收徒 但是他有自己的打算 目前两位大师为了争夺当他师尊 已经在彼此接老底和斗嘴 这种情况太罕见了 要是让炼药司的其他炼药师 一向德高望重的两位大师 竟然为了抢夺杜飞云当徒弟 而如此失态 只怕又要惊掉一地眼珠子 这个情况就造成杜飞云 无论怎么抉择都不好 古大师与他接触在先 对他也很是看重 他当然不能拒绝 安禄大师虽然跟他接触稍晚 但是安禄大师可是执政官 而且刚才还为他出口恶气 惩治了剑羽公子和云蓝 所以他现在拒绝谁都不好 答应谁也不行 无奈之下 杜飞云也只好苦笑着朝两位大师拱手道 两位大师 且听飞云一言 对于两位大师的青睐 飞云倍感荣幸 但飞云另有钥匙在身 或许不能成为两位大师的关门弟子 陪伴在大师左右精修单道 还望两位大师海涵 听他这么一说 正在争执的两位大师顿时住口 齐齐扭头朝他望来 都是满脸笑意 和蔼地说道 哎呀 飞云你不要着急 我们知道这样让你很为难 不过我们有个办法可以让你不为难 不如 你就做我们两人共同的弟子吧 我们俩都来做你的师尊 教导你修炼单道 古大师呢精通要理和分析 他注重理论和研究 而我呢精通炼单手法和制药 我比较注重实干 而且飞云你的单道造诣 如此超绝 天赋也是一流 想必成为我们两人的弟子也是实至名归的 对的 换做其他炼药师 就算天赋再怎么高 也是不可能有这个待遇的 安禄大师和古大师两人 都眼巴巴地望着杜飞云 生怕他难以抉择之下 都不选择 那可就是他们俩的损失了 这杜飞云顿时犯难了 当然他也知道只要答应了两位大师 那他立刻就能成为炼药师炙手可热的人物 以后在太狱城也能混得风生水起 但是他现在的心思暂时不在这上面 想方设法得到九阳金丹的单方 炼制出九阳金丹来 为紫燕麒麟疗伤才是正事 两位大师不如你们先给晚辈一些时间 让晚辈仔细考虑一下吧 实不相瞒 晚辈有一位好朋友身受重创 急需九阳金丹来疗伤 但这九阳金丹的单方太过于稀缺 所以我才想到加入炼药司 以求能够得到九阳金丹的单方 这件事古大师是知道的 前天杜飞云来炼药师报名参加考核的时候 就跟古大师说过 安禄大师倒是刚才知道 不过他丝毫不感到惊讶 九阳金丹的单方是何等珍贵 他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普通外部人员 哪怕花费多少神石 也买不到九阳金丹的单方 如果是内部人员 或者有太玉城城主这等大人物的引荐 炼药师倒是能以八千万神石的价格 将九阳金丹的单方出售 可偏偏杜飞云现在只有三百多万神石在手 想要弄够八千万神石 还不知要到猴年马月 就算他想炼制极品神玉丹来卖神石 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个任务 毕竟一颗极品神玉丹虽然非常珍贵 无比少见 但是撑死也就值一千神石 好在 这个问题对安禄大师来说 那完全就不算个问题 他直接拍着胸脯跟杜飞云打包票 杜飞云你放心 现在你也是我们炼药师的内部人员了 而且你的丹道天赋我们都看在眼里 九阳金丹的单方这件事 老夫还是能够做主的 你就放心吧 真的 那真是太好了 太谢谢安禄大师了 杜飞云顿时一喜 微笑着朝安禄大师鞠躬致谢 炎帝顶内紫燕麒麟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忽然间觉得鼻子酸酸的 不知该说什么好 一生孤独的他几乎没有朋友 好不容易在神界遇到一个红颜之急 没想到却是居心叵测 伤他最深的韩月妖狐 如今 他亲眼看到杜飞云这个老乡 为了他的伤势奔波操劳 甚至有些委屈求全的意思 心里感觉暖暖的 被人关心和在乎的感觉 真好 这一刻 紫燕麒麟情不自禁地 对杜飞云高看一眼 把他的情意都记在心底 已经默认他为最好的朋友了 不过吗 这九阳金丹的丹方 炼药司里虽然有一份 但那可是顶级丹方 老夫也不能平白送给你 那样的话 老夫也没办法跟药神功交代 所以 老夫可以帮你弄到丹方 但是你要答应老夫一个条件 安禄大师依然是和蔼地微笑着 望着杜飞云 眼神充满了西迹 只不过 他的话语再加上他的表情 让一旁的古大师微微醋眉 似乎有些哭笑不得 而杜飞云则产生一丝不妙的预感 大师您 您不会让我拜您为师吧 嘿嘿 正是如此 你可答应 只要你拜我为师 那我将九阳金丹的丹方交给你 也是人之常情 我也好跟药神功交代 安禄大师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 一副成竹在兄的自信微笑 望着陷入沉思的杜飞云 心里充满了期待 既然杜飞云在慎重考虑这件事了 就表示这件事很有希望 但是有人不同意了 安禄师兄 你好baby 我们明明说好的 让飞云拜我们二人为师 你怎么变卦了 咦 有这回事吗 对了 想要身为人师 最起码要给弟子排忧解难吗 我可以帮飞云弄到九阳金丹的丹方 你呢 你呢 给他排忧解难吗 如果不能的话 那你怎么做人家师尊呢 安禄大师一脸的戏谑笑意 望着古大师的表情连连变化 顿时开心的大笑出声 古大师黑着老脸 吃了瘪很不高兴 原本两人协商好了 站在一条战线上 没想到安禄大师转身就把他给卖了 可偏偏安禄大师就掐中了他的死穴 让他无可奈何 他的确拿不出比九阳金丹的丹方更珍贵的宝物了 他猝着眉头 考虑了好一阵 才下定决心 一脸坚定的对杜飞云开口说道 飞云 老夫没有九阳金丹的丹方那般贵重的事物 但是老夫有一样东西 你绝对会感兴趣 杜飞云愕然地抬头 心中暗暗苦笑 没想到两位大师又逗起来了 但是 古大师接下来的话 立刻就让他心跳加速 瞳孔中闪过一丝期待和兴奋 飞云 想必你应该听过一个传说 太古时期曾有一位操纵火焰的大帝至尊 名为炎帝 他曾排出十大天地灵火榜 那十大天地灵火乃是非常特殊的力量 尤其对于我们炼药师来说 更是梦寐以求的无上宝物 后来 太古时期结束 炎帝从此不知所踪 而那十大天地灵火的信息 也被人记载在万象神规的假窍上 只不过万象神规的假窍 也在争抢厮杀中化作残片 散落在诸天万界 天地灵火的信息也成为绝刹 但是老夫以前在机缘巧合之下 以十万神石的价格 从某位神族的手中买下了一块神规假窍 老夫觉得那很可能就是万象神规的假窍碎片 只可惜 这块碎片上描述的东西 老夫看不懂 所以一直保留至今 现在 只要你能拜我为师 这块神规假窍 老夫便可赠送于你 而且 老夫还能帮你弄到绝大多数常见神丹的单方 另外传给你一尊极品神奇药顶 你一下如何 古大师侃侃而谈这么久 每一句都勾动着杜飞云的心弦 那神规假窍的消息对他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安禄大师也是明显吃了一惊 不可思议的望着古大师 醋梅说道 古义 好你个老小子 为了飞云这个弟子 你可真是舍得下本钱啊 连神规假窍你都要赠送 我安禄佩服你 古大师抬起头 挑衅的望了安禄大师一眼 怎么 就许你用重宝收买人心 还不能让我这么做啊 那个神规假窍虽然珍贵无比 但是对我来说毫无用处 还不如留给杜飞云去寻找 他这样的年轻人才能有无限的可能和成长空间 而你和我都垂垂老矣 风烛残年 带炼药司的内部清理完成 我们也要回药神宫去一样天年了 这个世界终究是年轻人的天下 古大师的一席话说出 安禄大师也安静下来 神色有些颓然和失落 似是在感叹流年一世 众人好一阵沉默 过了一会儿 古大师和安禄大师两人 才满脸凝重和期盼地望着杜飞云 开口解释了这一切 飞云或许你会疑惑 我们两人怎会对你如此器重 为了收你入门墙而不惜赠送重宝 我们要告诉你的是 或许你还无法体会我们两人的心情 我们这种药神功弟子 一辈子为丹药之道奉献牺牲 最大的愿望和任务 就是保证炼药司和药神功的昌盛 在神界永世长存 只可惜 炭玉成炼药司如今已是腐朽不堪 诸多外部势力都虎视眈眈 比如那兴建功 早就想渗透炼药司暗中掌控实权 我们两人虽不屈抗争十万年 奈何人丹力薄 垂垂老矣 炼药司又迟迟不能吸纳新鲜血液 我们也找不到合适的传人 所以我们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炼药司每框愈下 为小人坚定所获害 幸好你出现了 一出场就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而且你所表现出的炼药天赋 是我们生平仅见的 这短短几日的接触 也让我们对你的性格和计谋有所了解 所以我们才要铁了心收你为徒 不为别的 只为了我们一颗捍卫炼药司和药神功的心 飞云 希望你能理解我们两个老头子的苦衷 接受我们的建议 败入我们二人的门下 面对两位大师如此诚恳 如此掏心掏肺的话语 杜飞云还能说什么呢 第754章南山玉席 杜飞云终究还是答应了两位大师的恳求 毕竟能够拜两位大师为师 是无数炼药师求之不得 梦寐以求的大好事 而且人家都把话说到那个份上 而且还拿出了足够珍贵的宝物赠送给他 他要是还拒绝 也太不尽人情了些 不过他虽然答应了拜两位大师为师 却也在两位大师的兴奋和激动中 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他不会像其他炼药师那样 待在炼药司内专心致志地研究炼丹之道 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安禄和古义两位大师 对于能够收杜飞云为徒 已经是非常满意之足了 便很爽快地答应了杜飞云 并且保证不会约束杜飞云的行动 当然了杜飞云作为他们的弟子 炼药司的成员 在炼药司有大事发生时 还是要保证尽量到场的 于是双方就在很和谐的气氛下 商定了这么一件堪称重大的事 三天之后 在太玉城炼药司内部 诸多炼药师和大师们的见证下 杜飞云正是败若安禄和古义两位大师的门下 成为二人共同的嫡系大弟子 当然了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嫡系大弟子 也许是两位大师此生唯一的弟子了 很多羡慕杜飞云 甚至也有人暗暗妒忌 竟然能够得到执政官大人和古大师的青睐 同时拜两个大师为师 这种天大的好事简直罕见至极 不过 每当他们想起自己所听到的传说 杜飞云在区区一刻钟内 炼制出一颗极品神玉丹的时候 他们心里的妒忌和羡慕 就纷纷消失了 毕竟杜飞云这样的单道天赋 已经不是什么天才 而是妖孽级别的了 他们根本没有极度的资格 虽然杜飞云一再要求拜师一事 不要声张宣扬 只在炼药司内部举行 但是不久之后 杜飞云拜两位大师为师的事情 还是迅速传遍了太育城 成为太育城中近万年来 最耀眼夺目的人物 所有人在得知他超觉的单道天赋 和拜两位大师为师的事情后 都是震惊到无以复加 同时又无比艳羡 于是 整整好几年的时间 杜飞云的事迹都在太育城的街头巷里 传唱不衰 为亿万神族所敬仰和羡慕 而身为当事人的杜飞云 却显得异常低调 在拜师一事之后 便立刻进入密室 开始苦修单道去了 而且一闭关就是三个月时间 根本就不露面 得知这个消息 许多炼药师也不得不感慨 成功果然没有侥幸可言 杜飞云能有如此超觉天赋 和丹道造诣 与其对丹道近乎狂热的追求和苦练 有着莫大的关系 当然了 众人并不知道 杜飞云这一次要炼制的神丹 同样是能够制造出惊涛骇浪 让整个太育城都为之震惊的绝品神丹 在神界 所有蕴含神力 以神力炼制的丹药都可称之为神丹 只不过神丹也分为普通的 常见的 珍贵的和罕见的 同时 神丹的品阶也分为返品 上品 极品和网品 像神玉丹这种神丹 几乎每个神族都会服用 这就是最普通的 像星辰丹那种价值连城的神丹 就是珍贵的 一颗返品星辰丹 就能轻易卖出数十万神石的天价 可是在这之上 还有少数极其罕见的神丹 寻常神族别说是见过 恐怕一辈子都没听说过的 都大有人在 比如这九阳金丹 就是非常罕见的神丹 丹方向来都是万金难求的 八千万神石的天价 那还是在特殊情况下 才能达成的 杜飞云在密室内 闭关炼丹的这三个月 就是在参悟九阳金丹的丹方 在当日他答应 做两位大师的弟子之后 安禄大师就很痛快地 把九阳金丹的丹方 从炼药司的宝库里取出来了 事后杜飞云才知道 安禄大师之所以如此痛快 是因为这九阳金丹的丹方 虽然价值昂贵到离谱 但是对普通炼药师 等同于一张昂贵的废纸 因为一张丹方都价值八千万神石 那炼制九阳金丹所需的材料 其价值之昂贵 简直堪称精士害俗 九阳金丹的丹方里 总共需要用到十二种药材 每一种都是神界的极品药材 有价无事的存在 许多都存在于传闻之中 这十二种药材 随意一种都是价值数千万神石的存在 如果真的有一颗九阳金丹被炼成了 那么卖出数亿神石的天价 绝对是轻轻松松的 杜飞云现在虽然拿到了丹方 但是以他的财力 连一种药材都买不起 所以根本不能炼制 不过 他还是需要先将丹方都参悟透彻 把丹方中记载的药材 炼药手法和程序都记下来 并且参悟理解透彻 牢记在心中 然后 他用了三个月时间 终于把这张丹方参悟透彻了 对炼制九阳金丹的方法 也是了若执掌 这才将丹方还给了安禄大师 安禄大师是执政官 的确有权利把丹方送给杜飞云 可那样还需要给要神功一个交代 甚至要自己掏天价神石来弥补损失 杜飞云知道这一点 所以也就没有给安禄大师添麻烦 参悟三个月之后就还给他了 三个月之后的今天 杜飞云终于出关了 现在的他已经是炼药司 甚至是整个太育城的焦点 所以他的行踪 立刻就被众人所掌握 不多时 炼药司的人们都知道了 杜飞云出关之后 跟两位师尊去问安一次 密谈了一阵 然后就离开炼药司 出了太育城 一路往南行去了 这次 杜飞云打算离开太育城 前往遥远的莽兴海去探险历练 具体时间长短 他跟安禄大师两人约定的是一百年 一百年后 无论事情如何 他都会返回太育城炼药司的 神界中有五个大陆 也有十大险地 这是无数神族都知道的事情 那十大险地 是神界中最神秘莫测 也最凶险的地狱 其中蕴藏着恐怖的杀鸡 古往今来 有诸多神族强者 都葬身于险地之中 可饶是如此 每时每刻 神界中依然有无穷多的神族 前仆后继地钻进十大险地之中 因为 这些地狱不仅是神界最凶险的地狱 也是最神奇莫测的地狱 充满了死亡气息的同时 也有着莫大的机缘 蟒星海就是其中之一 位于青云大陆的西南边陲 和苍云大陆相邻 在十大险地里排名第八 据说每年都要吞噬 数千万神族强者的生命 不过 这个数字依然在持续增加 不曾减少 因为蟒星海内 有着无穷尽的神奇景象 比如拥有强大血脉的神兽 无数奇花异果和药材 上古 远古和太古时代 遗落于此的神器宝物等等 杜飞云既然明知 蟒星海内危机重重 却还要执意前往 当然有它飞去不可的理由 九阳金丹的单方 它已经参无透彻了 只可惜那十二种药材 它一样也没有 而且这些药材价值昂贵到害人 它根本不可能买得起 于是 当它向安禄大师打听这些药材的信息 得知其中绝大多数药材 都能在蟒星海内找到的时候 它就毅然决然地定下了行程 去蟒星海内寻找药材 这是它来到神界之后的第二次历练 不过这一次的行程将会十分漫长 仅仅是从太育城到达青云大陆西南边陲的蟒星海 就需要跨越上百个城池 即便它全力飞行也要两个月时间 好在 它有极品神器穿星梭 这个飞行法宝为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可以使它在一个月内就到达蟒星海 出了太育城之后 它就将穿星梭寄出 钻进了川星梭里 一路向南飞池 速度快如闪电 翻山越岭只在瞬间 而这个时候 太育城内的某个地底密室之中 有一位神族强者打开了密室大门 恭敬地对密室内盘膝端坐的一个黑影会报道 禀告知事大人 刚才本门师兄传来信息 杜菲云纳斯已经离开太育城 正急速往南方飞去 不久之后将经过南山 知道了 你退下吧 密室内的黑影挥挥手 嘶哑的声音响起 片刻之后 密室大门被关上 恢复了幽暗寂静 那黑影拿出一枚传讯预检 输入了信息之后 化作一道白光射出密室 消失在天地间 与此同时 杜菲云已经离开太育城五万里距离 面前出现了一片 巍峨高耸的巨大山脉 那山脉虽然与苍雪山脉相隔不远 但是外形上看起来 确实迥然不同 这条山脉高耸入云 非常雄奇险峻 而且山中生满了参天的巨大树木 远处看上去青黑一片 杜菲云如今对太育城附近的地形 已经很了解 甚至他还揣着一张 古大师赠送的青云大陆的地图 对整个大陆的情况都不算陌生 所以他知道这座山脉便是南山 太育城的南大门 一道天然的门户屏障 他飞速地在高天上驰骋 很快就来到南山山脉的上空 犹如一道流光 跨越南山山脉 继续向南飞去 而就在他的身影 经过南山山脉某一座山峰的上空时 晴朗的天空却陡然间风云变色 一片有黑的天幕遮蔽了阳光 从高天上都头照了下来 把杜菲云笼罩起来 与此同时 下方的八座山脉 陡然爆发出璀璨的神力光滑 一道道震天界的大鹤声响起 无数道高大的神族身影飞上了高天 持着神兵利刃 挥洒出神力光滑 齐齐地朝他扑杀而来 不好 有埋伏 看样子还是专门设伏来伏击我的 瞬间 杜菲云就反应过来 对方是冲着他来的 而且蓄谋已久 连大阵都准备了 显示出是在必得的气势 第755张幽冥剑 面临危险 杜菲云却临危不乱 立刻就做出了反应 四面八方的八座山峰 都被布下了大阵的阵击 连接起来就是一座浩大的阵法 形成一道天幕 将这里全部封锁 杜菲云驾驭着川星梭 想也不想地就朝后退去 与此同时 他运转毕生神力 灌输到极品神器川星梭中 使其爆发出璀璨的神光 在川星梭的头部 凝聚出一道灵力的锋芒 朝那黑色天幕狠狠地刺去 波 一声闷响 速度极快的川星梭 狠狠地撞击在那笼罩而来的 黑色天幕上 川星梭上的锋芒 顿时将黑色天幕给刺出一道窝口 犹如水泡破裂的声音顿时响起 然而 黑色天幕刹那间被川星梭刺破 却又于千分之一刹那中凝聚 恢复如初 再次把川星梭给挡住了 根本不能逃出去 没想到 连几品神器川星梭都无法穿透这古怪的天幕 看来这个阵法很强大 我要小心应付了 杜飞云心中警惕 知道自己暂时是无法突破出去 便将川星梭收起来 寄出了几品神器宝剑 傲立于空中 冷眼看着四面八方涌来的神族 自八座山峰之中 涌出来的神族几近上千人 每一个都有着魔神后期的实力 其中更有十几人的实力达到天神境界 这些神族咆哮嘶吼着 汉不畏死地冲杀而来 将杜飞云牢牢地包围着 魔神境界和天神前期实力的神族 杜飞云压根不放在心上 就算是来十个八个 也不够他一招解决的 但是 当对方的数量多到一定程度时 其力量就非常强大了 上前个神族齐齐出手为杀他 饶是他实力非凡 也要小心应付 杜飞云 那命来 杜飞云 受死吧 那些神族冲杀到距离他不足千丈距离时 便整齐划一地挥动手中的神器兵刃 释放出最强悍的杀招朝杜飞云攻来 同时 有十几个天神强者 明显是这些神族的头领都咆哮怒吼着 杜飞云顿时精神绷紧 全力防御戒备 与此同时 他心思一转就猜测到大概 他来到太育城的时间还不足一年 所认识的人很少 得罪过的人就更少了 所以 对方到底是哪方势力 就很容易判断了 猜测到对方的来历 杜飞云就安心得多 即便面对上千个神族 也是毫不畏惧 只见他的身周笼罩着赤红色的护体神光 左手赋于身后 右手握着极品神器宝剑 挥手劈出数百道赤红色夹杂着紫色神光的剑芒 口中轻鹤道 幽冥剑 上千个神族 包括那十几个天神强者的攻击 汇聚而来的威力非常恐怖 足以将方圆万里都移为平地 可是 这些攻击来到杜飞云深周 却无一例外被他的护体神光挡了下来 当然 一次性挡下上千道攻击 他的护体神光也瞬间崩溃破碎 但那些攻击的威力也实不存一 打在他的身上也如同挠痒痒一样 毕竟他还穿着上品神奇护甲呢 可是 反观他所施展的剑道绝学 发出的那数百道剑芒 其中以赤色火焰神力为主 竟然还夹杂着一缕紫色的火焰神力 那赫然是幽冥紫燕的力量 幽冥紫燕乃是天地灵火 威力何等害人 连天神都不能抵达 更遑论是那些魔神们 只见 顷刻之间 那些躲闪不及的魔神们 便被剑芒劈中 蕴含着幽冥紫燕力量的剑芒 瞬间把众多魔神的护体神光和护甲都破开 如热刀入黄游一般 催枯拉朽的把诸多魔神的身躯给劈成了两半 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顿时在黑色天幕下爆出 同一时间 有三百多个魔神都遭了殃 直接被一剑劈成了两半 遭受了重创 这些魔神们在强烈的痛楚下发出惨嚎 也顾不得去治疗伤势 纷纷以神魂献身 带着残破的身躯 就要往四周的山峰逃走 这一招幽冥剑 是杜飞云炼化了幽冥紫燕之后 将其融入到剑道绝学中所悟出的神术 威力强大 神鬼屁翼 见那些魔神要逃走 杜飞云怎会让他们如愿 只见他心意移动 身前便出现一尊黑色的药顶 药顶顿时神光大作 献出一道门户 从那门户中 鱼贯走出十几位天神强者 正是李都统 颜统领等人 去吧 收割他们的神魂 清理战场 一个不留 得到杜飞云的命令 众多信徒们顿时恭敬的领命 玄机就如凶神恶煞般扑向了人群 直奔那三百多神魂而去 对于神族来说 吞噬炼化别人的神魂 那可是绝佳的补品 能够最快速度的提升实力 凝炼神术 不过 杜飞云可看不上这些魔神的神魂 对这十五位强者而言 这些神魂也派不上用场 杜飞云之所以这么做 其实还是要擒拿这些魔神 将他们收服在炎地顶的八级世界里 做他的信徒 为他提供信仰之力 诸位信徒们当然明白他的意思 如猛虎一般扑到人群里 就开始大肆收割 擒拿那些仓皇逃命的神魂 在他们这些天神强者面前 魔神的神魂弱小得如小鸡子一样 根本不能逃脱他们的魔爪 请客间就都被擒拿回来 杜飞云这一招之间 就重创了三百多个魔神 顿时引起了巨大的恐慌 剩下的八百多魔神们 人人自危 一个个眼中都现出恐惧和犹豫的神色 迟疑着不敢上前进攻 开玩笑 人家一剑就灭了三百多个魔神 他们剩下的这八百魔神 还不够人家三剑就搞定的 但是 看到众多魔神们士气低沉 位居不前 那领头的十几位天神们顿时急了 便立刻声如红中的怒吼道 都给我杀 联手杀了这个蛆虫 就算他实力再强 难道还能与我们兴建宫抗衡吗 大家一股作气的进攻 只要支撑片刻 大师兄便可赶来 到时候你们都立了大功 大师兄重重有赏 听到那些天神们的话 杜飞云的嘴角不禁露出一丝笑意 暗道 我果然没猜错 这些人真的兴建宫的 想必他们口中的大师兄 就是剑羽公子了 那些天神们也是心中畏惧 根本看不透杜飞云 却碍于剑羽公子的命令 不得不坚持守在这里支撑着 等待剑羽公子到来 剑羽公子给他们的命令不是灭杀杜飞云 而是将杜飞云抓起来 等到他来了再好好折磨杜飞云 现在看来他们想抓住杜飞云的愿望要落空了 能够支撑到剑羽公子就很不错了 想到这里 这十几个天神们也是暗暗神商 十分的忧虑 他们相互对望一眼 暗中传音商谈一番 便做出了决定 下一刻 只见这十几位天神头领 悍不畏死的冲杀而来 他们的表现鼓励了剩下的八百多魔神 也都汹涌而来 但是 在即将冲到杜飞云附近时 他们却悄然间引入人群中 朝着远处退走 站在高空中的杜飞云亲眼目睹这一切 嘴角不由地露出一丝笑意 心神一动便给李都统等人传音 让他们去截杀那十几个天神 同时 他再次施展出真武剑道的绝学 以神剑挥洒出上千道剑芒 狠狠地朝那些魔神们披下 刹那之间 带着幽冥紫燕力量的剑芒 就重创了数百个魔神 他们的下场 与之前的那些魔神一样 也被毁掉了肉身 这时候杜飞云又一挥手施展出天神之手神术 以一张巨大无比的手掌横扫当场 把剩下的那一百多个魔神都打得屁滚尿流 最后 他又以一招吞噬天地神术 释放出一道黑色深渊 在天幕下来回移动 将那些魔神们都吞噬掉 镇压在炎帝顶中 接受八级世界的信仰之力的洗练 杜飞云在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将八百魔神给击败镇压 这才扭头望向剩下的最后十几个天神 哼 你们让属下来送死 自己却逃之夭夭 妄图逃离这大阵 将我困在里面 你们真是痴心妄想 那十几个天神的意图 他早已看穿 便当众说了出来 令得那十几个天神都满脸羞愧 而且心中充满了绝望 本来 接到剑宇公子的命令 让他们在太玉城外围的八个方向之一 设伏 就是为了堵截一个叫杜飞云的家伙 他们也听说过杜飞云跟剑宇公子的恩怨 所以他们知道 杜飞云虽然实力很强 最多也不过是个天神强者罢了 绝不可能是神王巨头 只要不是神王巨头 他们上千人在此设伏 联手为公 而且还有大阵为倚仗 杜飞云就必败无疑 可是 短短百息时间发生的事情 却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此刻他们对杜飞云充满了畏惧 他们难以想象 杜飞云究竟有着什么境界的实力和底蕴 竟然如此强大恐怖 短短百息时间就灭了上千个魔神 还让他们也走投无路 能够轻易做到这个地步的 也就只有神王巨头了 难道说杜飞云他其实是神王巨头 这一刻 幸存的十几个天神们 心里都冒出这个古怪的猜想 第756章 剑神傀儡 杜飞云当然不可能是神王巨头 如果他是神王巨头 还会吉吉无名吗 还会去太育城炼药司参加什么考核 他们的这个想法 当然是无稽之谈 他们也知道杜飞云绝不是神王巨头 也正因为如此 才对杜飞云更加感到神秘莫测 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李都统等人 狂热虔诚的模样 心中的震撼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杜飞云最多就是个天神强者 却有十几个天神后期强者是他的信徒 这是何等神奇 何等诡异的事情 他们不敢想象杜飞云有怎样神奇的手段和底蕴 现在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要么死 要么臣服于我 杜飞云踏步而来 一头银发随风飘舞 手里拎着宝剑 眼神凌厉的在十几个天神强者的脸上扫过 天神强者当然有自己的自尊和傲气 尤其是他们出自于兴建宫乃是地位尊崇的存在 如今落到生死两难的境地 就愈发不甘心 其中一人愤怒地咆哮着 杜飞云 你羞得猖狂 大师兄马上就会赶到 你敢跟我们兴建宫作对 你会死得很惨的 杜飞云嘴角一挑 露出一丝冷笑 威胁我 下一刻 不用他动手 李都统等十几位狂热虔诚的信徒 就蜂拥而至 把那个天神给轰成了渣子 连神魂都被吞噬炼花了 一看到同伴的凄惨下场 肉身被毁 连神魂都没能留下来 那些天神强者们顿时风声鹤唳 战战兢兢 几个胆小怕死的便立刻跪地求饶 向杜飞云臣服 而剩下的几个还在顽强支撑 不肯求饶的天神强者 也很快被镇压擒拿 一个都没能逃掉 至此 在此地埋伏杜飞云的所有人 都被他镇压在炎帝顶内 很快被信仰之力给度化成了他的信徒 半课中之后 杜飞云又把这些已经成为他信徒的魔神们放出来 让他们在黑色天幕内 和李都统等人相互争斗厮杀 装出一幅喊杀阵阵 战况激烈的情况 而杜飞云自己则隐匿在一旁静静地等待着 果然 那位被轰尘扎的天神强者说得没错 远处的天际很快就出现一道顿光 犹如雷霆闪电般快速 风驰电掣地飞来 远远的 还隔着数百里的距离 那顿光里的人便看到 南山山脉中的黑色天幕 隐约听到其中传来的阵阵喊沙声 不由地露出了狂喜的神色 再次加快速度赶来 当这道顿光来到黑色天幕千丈之外时 便停了下来 顿光散去 自其中走下来十二个神族 为首的是一个气宇轩昂的年轻人 和一个须发揭白的老者 那气宇轩昂的年轻人将飞行神器收起来 便朝黑色天幕望来 只可惜黑色天幕的这个阵法非常强大 连杜飞云极品神器都无法动穿 他当然也看不清里面的景象 杜飞云当然不在天幕内部 他躲在万丈之外的一处山峰里 正观察着这里的情形 立刻他就看清楚了 那十二个神族里为首的年轻人 正是剑羽公子 他身边的老者便是被炼药司驱逐的炼药大师云兰 此刻两人一脸的兴奋表情 赵运成 你们可是抓住了杜飞云那个爬虫 剑羽公子接到传讯之后就立即赶来 奈何兴建宫距离南山山脉还有些距离 所以来得比较晚 他看不清天幕里的情况便开口发问 赵运成是埋伏在这里的兴建宫弟子头领 也是兴建宫里一位地位较低的真传弟子 大师兄 你们可算来了 我们正在围攻杜飞云和他的党羽 此人实力非常强悍 大师兄你快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天幕内部被换作赵运成的天神强者 一边打斗厮杀着 一边语气急切地呼唤剑羽公子前来帮忙 哈哈真是太好了 杜飞云这个混蛋终于被抓住了 这下看本公子怎么玩死他 得到赵运成的答复 剑羽公子顿时满脸兴奋地大笑起来 脸上露出猙獰而失血的表情 这三个多月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经历 他不单失去了师尊兴建神王的宠信 还被撤除了首席弟子的席位 在兴建宫内更受到无数真传弟子的飞翼和排挤 这一切都要归咎于杜飞云 他做梦也想杀了杜飞云 但是痛恨杜飞云的还不仅仅只有他一个 还有云兰 他本来是炼药大师 在炼药司内作威作福 德高望重 现在却被炼药司驱逐 此生都不能加入药神宫 更成为兴建宫的弃子 论及对杜飞云的仇恨 他丝毫不比剑宇公子差 听到剑宇公子的话 他的脸上也露出残忍的冷笑 剑宇公子就这样杀了杜飞云 岂不是太便宜他了 老夫一定要把他的神魂抽出来 永生永世的煎熬 还要把他变成猪狗不如的畜生 让他每天在太狱城里招摇过世 让他身败名裂 永远地被折磨 对 就这样做 剑宇公子重重地点头 觉得云兰这个提议非常的好 只有这样折磨杜飞云 才能消解他心头之恨 走 我们去把杜飞云擒拿镇压 然后再好好地折磨他 此刻绝对是剑宇公子近三个月来最扬眉吐气的一天 只要抓住杜飞云 他这三个月来受到的屈辱才算值得 一行十二个神族 在剑宇公子的带领下 很快就来到黑色天幕的边缘 那赵运成一声令下 就有几个天神强者主持八座山峰上的阵机 将黑色天幕开启 剑宇公子等人才迫不及待地进去 刚一进入黑色天幕 剑宇公子和云兰两人 就迫不及待地以神识搜索全场 口中还在满怀期待地询问着 杜飞云呢 杜飞云在哪 本公子现在就要见他 我要看到他跪在我脚下求饶的惨样 起料 剑宇公子的话音落下 却发现天幕内一片寂静 气氛非常的怪异 他和云兰带着十位天神强者 站在天幕的边缘 满怀期待地搜寻杜飞云的踪迹 而赵运成等十几位天神强者 还有那上千个魔神 都在不远处聚集在一起 排列成一个战阵 正齐齐地望着剑宇公子等人 正齐齐地望着剑宇公子等人 赵运成 你搞什么鬼 杜飞云人在哪里 剑宇公子就算再笨 现在也发现情况不对了 他们进入天幕之前 天幕内还打得十分激烈 喊杀阵阵 现在却看到众人叙事待发 非常的安静和整齐 而且 他和云兰两人的神石搜索了好几遍 也没能找到杜飞云的踪迹 这天幕笼罩的范围 八座山峰的中间 也就不过区区数十里方圆罢了 杜飞云怎么可能藏得住 两人瞬间就想到了一个可能 杜飞云根本不在这里 而与此同时 他俩惊讶地发现 在那上千个魔神中 竟然有十几个魔神的天神强者 这一连串的发现 不但让剑宇公子和云兰两人 预料到不妙 也让他们带来的十个护卫 神色大变 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赵运成滚过来见我 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剑宇公子怒了 赵运成平时在 星剑宫真传弟子里地位低下 对他非常的巴结和谄媚 现在竟然敢耍他 他当然怒火暴涨 然而 没人回答剑宇公子的话 对面不远处那一千多个魔神们 表情狂热而虔诚 眼神灼灼 带着凛冽的杀鸡盯着他 陡然间 就听到一声冷喝响起 此人对神主不敬 罪该万死 杀了他 剑宇公子寻声望去 就看到说话之人 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神族 他根本不认识这个天神强者 不过 这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剑宇公子惊骇地看到 那上千个神族顿时其声领命 咆哮怒吼道 杀 杀了他 大阵内 天幕之下 风云陡遍 连空气中都充满了铁血速杀的气息 上千个神族 齐齐举起了神器兵刃 疯狂地爆发自己的神力 以毕生最强实力施展出绝血神术 全部朝剑宇公子等人轰了下来 赵运成 你们他妈的这是怎么回事 我草 你们敢对我动手 数千道璀璨的神光袭来 顿时将天幕内的空气都变成虚无 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威力 劈头盖脸地砸过来 剑宇公子顿时怒火冲天 双目都一片赤红地怒吼着 剑宇公子不对劲 他们已经迷失了神志 他们叛变了 肯定是杜飞云搞的鬼 我们快逃 云蓝果然不愧是老狐狸精 经验比剑宇公子多 马上就察觉到不对劲 拉着剑宇公子就朝后退去 可惜 他们的后面就是天幕边缘 即便他们反应很快 连忙祭出神器兵刃来攻击天幕 也没能将天幕攻破 轰隆隆 数千道神术光滑 犹如倾盆暴雨一般砸落下来 将剑宇公子等人淹没 爆发出如雷霆轰鸣的声响 激荡出肆虐的音波 冲击波的鱼威 顿时将下方的山峰统统摧毁 崩塌成一片废墟 好半场漫天神光才逐渐散去 众人再往爆炸区域看去 就看到了剑宇公子等人凄惨的模样 他们带来的十个护卫下场最惨 直接被众人的神术给轰碎了肉身 只剩下残破不堪的神魂 奄奄一息 剑宇公子和云蓝两人实力最强 只是受了轻伤 脸色煞白 嘴角一血 在他俩的身前 站着两尊千丈高下的巨人 拿着黑色巨剑 正微风凛凛 锋芒毕露的与上千神族对峙 刚才就是这两尊巨人 替剑宇公子两人挡下了绝大多数攻击 才让他们没有当场重伤 剑宇公子满脸惊骇 一脸煞白之色 他现在终于明白了 他布置在这里的棋子竟然临阵倒戈 开始攻击他 上千神族足以将他们斩杀十次 他绝对不能留在这里 否则必死无疑 剑神傀儡 快撕开天幕 让天幕逃出去 剑宇公子连忙掐出玄傲的法爵 口中命令着 那两尊巨人就是剑神傀儡 得了剑宇公子的命令 立刻挥舞着巨剑 劈砍着天幕 很快就劈出一道裂缝 剑宇公子两人顿时如获心生 仓皇的就从裂缝中逃了出去 然而 他俩刚逃出天幕 看到外面的艳阳高天 就发现身前正站着一个白发男子 笑隐隐地望着他俩 剑宇公子和云兰一愣 看清那人之后顿时勃然变色 那不是杜飞云又是谁 第757章 我很讲信用的 杜飞云的出现 彻底打破了剑宇公子和云兰两人心中 仅存的一丝侥幸 让他们虽置身于艳阳之下 却浑身冰凉 杜飞云 你是怎么做到的 剑宇公子非常愤怒 不甘 但是事到如今 他也知道局势已不可扭转 便眯着眼睛 沉声询问杜飞云 什么怎么做到的 杜飞云与他们两人隔着千丈距离 正坐在一团白云上 手里端着一杯美酒 细细的品尝 赵运成他们 1080个兴建工弟子 竟然全都临阵倒戈 成了你的帮凶杜飞云 你的神奇能力让老夫非常好奇 云兰也是冷着脸 替剑宇公子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想起刚才的事 他仍然一阵后怕 若不是有剑神傀儡的存在 他和剑宇公子 现在恐怕早就当场死掉了 哦 这个问题吗 你该去问赵运成他们 杜飞云端着美酒 饮了一口 朝剑宇公子两人灿烂的一笑 又接着说道 我觉得吧 可能是他们觉得跟着我混 比较有前途 又或者是你剑宇公子太卑鄙无耻 他们羞于与你为伍 所以他们就弃暗投明 都跑来对我跪地拜扶 哭着喊着要我收下他们 你们都知道 我是个很仁慈的人 他们知错能改 弃暗投明 还要大意灭亲 我当然要收留他们了 你放屁 剑宇公子顿时铁青这脸破口大骂 他见过无耻的 可没见过杜飞云这么无耻的人 连黑的都能说成白的 哎 我不是说过吗 不信你去问赵运成他们好了 杜飞云白白手 不理会剑宇公子 又接着喝酒 剑宇公子和云兰两人 都被气得脸色铁青 尤其是剑宇公子 一想起往日里 赵运成把他当成祖宗一下供着 八戒侍奉他的模样 再看看现在赵运成 对他如杀父仇人一样的恨意 他更是愤怒的身子都在站立 赵运成 这么多年里 你像条狗一样围在本公子身边打转 朝思暮想 日夜期盼的就是本公子高兴之下 赏你点骨头 本公子真没想到 你今天会临阵倒戈 竟然敢向本公子出手 还有你们 你们这群低贱的外门弟子 卑微如爬虫一样的东西 竟然也敢向本公子出手 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那天幕已经消失了 阵法被撤掉 上千神族都走出来 列成战阵 对剑宇公子两人虎视眈眈 剑宇公子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们 仍然有着跋扈的骄傲 看向这群叛徒的眼神 分外不屑 剑宇小贼 修得在扩造 赵运成是个中年男子 资质一般 实力一般 勉强成为兴建宫的真传弟子 只因他达到了天神境界 可惜 以他的资质和条件 除非有天大的机缘 否则一辈子也就止步于此了 而此时 被剑宇公子当众羞辱唾骂 他顿时目露寒光 杀鸡凛然地瞪着剑宇公子 以前那些年 是我赵运成糊涂无知 竟然瞎了狗眼 去巴结你这个卑鄙小人 幸好 今天我赵运成遇到了神主大人 是他的点拨开启了我的智慧 为我指明了方向 让我看到了剑宇小儿 你的丑陋面目和龌龊手段 现在我赵运成迷途之反 当然要弃暗投名 协助英明神武的神主大人 诛杀你这个用心险恶 手段卑鄙的小人 鉴于小儿 你乖乖地束手就勤吧 只要你跟神主大人求情 以他老人家的宽宏大量 或许不会跟你这种蝼蚁计较的 赵运成自信地抬头挺胸 目光不屑 怜悯地望着剑宇公子 话语信心十足 一副予有荣烟的姿态 顿时把剑宇公子给气得双眼发黑 气血翻涌 差点就要吐血 讽刺 绝对的讽刺 以前赵运成对剑宇公子为命侍从 现在却对他的仇敌杜飞云 失落神明 反过来如此唾骂他 这让剑宇公子怎能忍受 剑宇公子不要和他们多费口舌了 这个赵运成和其他弟子们 都已经被杜飞云收服成信徒了 我们还是想办法逃走吧 云兰在一旁仔细地观察了好一阵 终于让他看出了端倪 心中不由地充满了惶恐 他们都是天神强者 拥有自己的世界和信徒 所以他们非常清楚 那些信徒们是有多么狂热和虔诚 尽管剑宇公子和云兰都对此感到难以置信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 再不想办法脱身 他们就要命丧于此了 就算有两尊剑神傀儡保护他们 可是傀儡中的神石 只能支撑他们战斗不超过一个时辰 杜飞云 算你狠 不过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剑宇公子满心的挫败感 眼神灵力地瞪了杜飞云一眼 心神一动 便命令两尊剑神傀儡朝杜飞云扑去 现在他俩被包围了难以脱身 赵运城等一千个神族 绝不是他们能突破的 所以剑宇公子只能将突破口放在杜飞云身上 至少他虽然实力强悍 神秘莫测 至少不是神王巨头 这两个剑神傀儡 是星剑神王亲手炼制的极品神器 赏赐给剑宇公子的 剑神傀儡不单速度极快 防御非常强大 而且精通玄妙的星辰神音剑术 再加上他们都是傀儡神器 而不是神族 丝毫不会畏惧痛楚和死亡 所以在神王巨头之下堪称无敌 有剑神傀儡的存在 就算杜飞云再怎么强悍 也绝对不能困住他们两个 这也是剑宇公子到现在还不放弃抵抗 还心存侥幸的原因 但是很快 残酷的事实就打破了他的幻想 击碎了他最后的一丝侥幸 只见 两尊剑神傀儡如闪电一般扑向杜飞云 来到他的头顶 联手施展出星辰神音剑术 将蕴含星辰光辉的剑芒洒下 披下杜飞云的头颅 杜飞云也感受到了剑神傀儡的不凡 面色一领 丝毫不敢怠慢 他知道 这两尊剑神傀儡 比天神后期强者更加难以对付 可是 就算如此 剑神傀儡也依然无法威胁到他 再者 他看出了剑神傀儡的不凡 又见他们施展出玄妙而强大的星辰神音剑术 于是心中就生出一丝好奇和期待 他产生一个想法 他决定不以暴力抵抗 以免将剑神傀儡破坏 他要把这两尊剑神傀儡给收服为己用 还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两个剑神傀儡 最好是从他们身上学到那星辰神音剑术 杜飞云知道 星辰神音剑术是星剑宫的真传绝学 一门极其厉害的剑术 乃是星剑神王所创 非常的玄妙 他虽然领悟了完美的真武剑道 但是他对剑道的追求是无止境而且执着的 能多学到一门神奇剑术 还是很有用的 于是当剑神傀儡联手披下那一杀 杜飞云没有持出极品神器宝剑反击 而是身躯挺拔的傲力于空中 双手托起岩地顶 高举过头顶 运转毕生神力 发动了顶内的九九皈依大阵 施展出吞噬天地神术 一道黑色的深渊漩涡陡然出现 足足有万丈方圆 将两尊剑神傀儡都笼罩其中 磅礴无比的吞噬之力勃然迸发 朝那两尊剑神傀儡席卷而去 虽然他们察觉到不妙 及时的要抽身后退 但为时晚已 那无比的吞噬之力传来 顿时让他们如现泥沼 难以自拔 根本不能脱身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朝深渊下方坠去 短短刹那之间 两尊剑神傀儡就被黑色深渊给吞噬掉 镇压在岩地顶中 再没有丝毫动静 这时候天空中恢复了平静 剑羽公子和云蓝两人 也一脸苍白地待在原地 眼中浮现出绝望的神色 剑神傀儡是由剑羽公子 以心神操控的 他当然知道刚才发生的一切 也见识到了杜飞云的强大之处 是已失去了剑神傀儡的庇护 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是穷途末路 杜飞云 你竟然收了我的剑神傀儡 我要杀了你 剑羽公子彻底绝望了 心智都变得不正常 而云蓝则要老奸俱滑得多 也或许是贪生怕死 总之他立刻变了一副脸色 换上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 惨媚的对杜飞云说道 阁下真是抱歉 之前我们对您不敬 竟然妄想与您为敌 那是我们狗眼看人低 全是我们的错 您的实力真是强大的出人意料 这实在是太好了 我云蓝身为炼药大师 一直想依附于一个强大的势力 为对方效力的同时 自己也能安心地修炼丹道 现在终于让我遇到您了 求您不要杀我 我愿意臣服于您 为您效力 云蓝 你剑羽公子顿时被气歪了鼻子 他没想到云蓝竟然如此没有骨气 当场就要暴怒 先出手杀了云蓝再说 但是 他马上就听到云蓝在他耳边传音说道 剑羽公子 行事不如人 我们逃不走了 不如先跟杜飞云虚与威仪 假装沉浮于他 再找机会杀了他 或者逃回兴建公 剑羽公子一听 也觉得有些道理 若是还有挣扎的机会 他当然不想死 于是 他便答应了这个提议 只不过他心高气傲 却不可能像云蓝那样 恬不知耻的拍杜飞云马屁 杜飞云 我们认输 你赢了 但请你不要杀我们 我们会跟随你协助你的 恩 这就对了吗 迷途知反都是好孩子 杜飞云顿时笑咪咪的点头 夸赞两人懂事 然后便祭出了炎地鼎 释放出万丈金光 将两人笼罩其中 那万丈金光 赫然是八级世界内 亿万万生灵聚集的信仰之力 啊 你这是要收服我们为信徒 杜飞云 你这个卑鄙小人 你不讲信用 剑羽公子和云蓝两人 顿时察觉不妙 脸色大变 骇然地咆哮着 我当然很讲信用了 是你们迷途知反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决定重新做人的 我这么善良的人 当然会给你们机会的 杜飞云和煦地微笑着 心神一动 脑海里信仰之力凝聚的 金色小人 顿时爆发万丈金光 信仰之力的吞噬和镇压 陡然暴增已被威力 剑羽公子和云蓝 再也无法支撑 立刻陷入魂恶之中 片刻之后 两人神志恢复清醒时 已经跟赵运城等人 毫无两样了 也成了杜飞云的虔诚信徒 第758章女贼 剑羽公子和云蓝两人 变成杜飞云的信徒之后 便立刻愧疚地 陈述自己的罪孽 深深地为此而感到自责 决定痛改前非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同时 杜飞云又盘问了几个问题 了解了一下星剑公的情况 两人对此当然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同时 剑羽公子还告诉杜飞云一个消息 他现在已经是太玉城的风云人物 来到这里不足一年 就得罪了太玉城周边的两大势力 北山妖蒙和星剑公 剑羽公子告诉他 北山妖蒙的盟主隐悦天狼神王 也就是孝悦天狼的祖兄 得知了弟弟孝悦天狼的死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之后 查清了是杜飞云将孝悦天狼镇压杀害 所以使之要灭杜飞云替他弟弟报仇 另外 星剑公图谋炼药司的事也被杜飞云搅黄 还损失了一枚重要的棋子 这让星剑神王无比震怒 也势必要将杜飞云斩杀 杜飞云知道了这两个消息 不由的一笑道 看来我还真是不安分了 太能惹事了 才来到太玉城不到一年就惹出了这么多事 还得罪了两个大势力和神王巨头 不过我已经离开太玉城了 要去莽星海里历练个几十年 那时候再回到太玉城 还指不定谁找谁麻烦呢 他这么说当然有道理 以他现在的实力 神王巨头之下堪称无敌 即便是真正的神王强者来了 他也有信心一战 虽然战胜神王的希望不大 不过也绝对不会落败 更不会有性命之忧 当然了 北山妖蒙和星剑公都要杀他 他却不会放在心上 也不会浪费时间去跟他们周旋 现在他还要办正事 好了 孩子们 我们该启程了 要知道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杜飞云把手一挥 那上千个神族 剑宇公子和云兰等天神强者们 齐齐弯腰鞠躬 神色虔诚的达道 谨遵神主御令 然后杜飞云将炎帝顶打开一道门户 一道璀璨的金光绽放出来 笼罩着场中的众人 片刻之后 天空中的众人都消失了 只剩下杜飞云自己 那些信徒们 当然是回到炎帝顶内的八级世界里 继续去修炼 提供信仰之力了 他拿出穿星梭 让李都统为他驾驶着 一路往南方飞行 而他自己 则跑到炎帝顶里 去研究那两尊剑神傀儡去了 这剑神傀儡 是名副其实的极品神器 是星剑神王的心血结晶 他一共也才炼制了八个 都赏赐给星剑宫中 潜力卓绝 或者贡献巨大的弟子 有这两尊剑神傀儡护身 只要不碰到神王巨头 完全可以在神界里横着走 毕竟他们有着超凡的战斗意识 强大的防御和悍不畏死 不惧痛苦的特点 一旦展开权力厮杀 如果杜飞云不动用炎帝顶 也会很头痛的 这样两个宝贝 落在杜飞云的手里 他当然要让其发挥最大的作用 为他战斗 那只是大财小用罢了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 先把这两尊傀儡的星辰神音剑术 给学到手 这两尊剑神傀儡 一旦使用都会消耗大量的神石 每次启动都至少要用掉上万颗神石 如果是战斗厮杀的话 就算是动用十万颗神石 也只能让他们支撑半个时辰而已 简而言之 这玩意超级费钱 没有巨额的神石支撑 根本玩不起 好在杜飞云现在也算是百万富翁了 身怀价值数百万神石的资源 拥有一百多万颗神石 还是能支持者两尊傀儡行动很久的 他也不干别的 就让其中一尊傀儡 为他演示星辰神音剑术 他在一旁仔细观察 慢慢研究 这无疑比给他拿一份星辰神音剑术的秘籍 来修炼更加直观 而且领悟的更加透彻和便利 要知道 即便是同一部剑术功法 每个人的理解也是有所偏差的 施展出来的星辰神音剑术 都会有些瑕疵或者缺陷 而这两尊傀儡是星剑神王亲手炼制的 星辰神音剑术也是他自创的 这两尊傀儡的剑术 当然是最标准最正确的 杜飞云又是剑道宗师 将真武剑道修炼到完美的存在 所谓畜类旁通 他在学习这个星辰神音剑术就要更快 更容易 十天 仅仅十天时间 剑神傀儡耗费了六十万神石之后 为他演练了数百遍星辰神音剑术 他终于将这套剑术的十八招都学到手了 虽然 他只是刚刚学会 还不能领悟到这套剑术的真谛 不能发挥出真正的威力 可依然是实力大增 对剑道的感悟有极大的提升 神王所自创的压箱底绝学 果然不同凡响 不愧为王品神术 这套剑术非常霸道伶俐 而且又很飘逸出尘 杜飞云非常喜欢 趁着赶路的时间 他也没有露面 就安心地待在炎帝顶里 反复地修炼参悟这套剑术 力争将其融合到自身的真武剑道中 其实 现在他所修炼的真武剑道 与当年那个真武大帝的真武剑道 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其中加入了太多他自己的感悟和创新 这已经是他自创自物的剑道了 很快就是29天时间过去了 穿兴梭也跨越了95个城池 距离满兴海还有一天的路程 此时 穿兴梭已经来到了距离满兴海边缘最近的城池 县赤城 这一个月中 杜飞云忙着赶路 穿兴梭一直在万丈高空里飞行 也没跟其他神族接触 也不曾在城池中降落下来 现在 终于来到了县赤城 跨过县赤城就能进入满兴海的范围 杜飞云决定在城池落脚 做一番准备 首先他需要补充一下神丹 这些日子他每日苦修剑术 丹药的消耗很大 神域丹已经不足一万了 其次 他还需要准备一些药材 炼制一些丹药给信徒们服用 比如那些魔神后期的神族 有很多都即将进阶到天神 他要想办法帮助他们进阶 最后 他还得弄一份满兴海的大略地图到手中 免得进入满兴海了两眼一抹黑 不知该往哪走 眼看着 前方千里之外 就是规模浩大 人口鼎盛的县赤城 杜飞云已经结束了修炼 来到穿兴梭中 由他来亲自驾驭 很快他就来到了县赤城的北城门 因为城池内不允许驾驭飞行神器 他不得不在城门外降落下来 将穿兴梭收起来 整理了一下衣衫 便往城门下走去 县赤城的城门非常高大 城墙足有千丈 是以不知名的黑色巨石累气的 看上去非常沧桑古朴 城门也有百丈高下 在城门两侧 排列着二十多个穿着蓝色铠甲的城卫军 城门口则有一队城卫军 正在收取入城费 同时盘查进出的神族 青云大路上 每座城池的入城费几乎差不多 都是十颗神石 杜飞云心神一动 取出了十颗神石 便走到城门下 在长长的队伍后方排起队来 现在他锋芒内敛 看上去很不起眼 而且他形势也愈发低调了 当然了 因为他异于普通神族的身高和体型 以及那一头银发 还是让他显得很特别 许多神族都朝他撇来 打亮一下又望向别处 终于 等了百息时间 排在他前面的几十个神族才进城 终于轮到他了 他走到两个城卫军面前 刚拿出十颗神石 正准备登记自己的信息时 城门内不远处 却传来一阵激烈的神力波动 还有数道呼吓声远远的传来 站住 飞红衣你站住 快 关城门 抓住这个女贼 不要让他逃跑了 前边的人让开 快闪开 杜飞云下意识地抬起头 就看到城门内的那条笔直的大道上 正有一团火红色的影子 在空中风驰电掣的招城门口冲来 下方大道上原本不紧不慢的行人 纷纷四处躲避 那仿佛是一团火焰 非常的显眼 速度更是快到极点 直奔着杜飞云而来 在那团火红色影子后方的牵杖之外 有一对足足上百个穿着蓝色铠甲的成卫军 正在空中飞驰着 显然是在追赶前方的火红色影子 而刚才那几道呼吓声中 前面几句当然出自于成卫军之口 而最后一句就是那个火红色影子所发出的 声音婉转清脆而动人 其中还含着几分急切 显然是个女子 见此情景 杜飞云不禁眯起眼睛 朝那火红色影子看去 虽然她的速度极快 寻常神族只能看到一道火红色影子 但她却能看得清楚 那是一个身段火爆 面容妖娆妩媚的美女 她有着一头火红色长发 穿着一身火红色的长裙 露出胸脯的大片雪白肌肤 高耸的双风非常壮观 她斥着一双晶莹剔透的狱卒 一双雪白修长的美腿 也从火红色长裙的分叉处露了出来 看上去非常诱惑 令人心动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能令任何雄性 都感到惊艳的妖娆美女 当然 以那些成卫军的反应来看 这个女子的身份可能不太光彩 女贼 第759章 一路飞驰而来 大批城卫军在后方追赶 这幅阵仗当然让城门口的许多神族不敢靠近 纷纷退到城门两边 生怕殃及持鱼 惹祸上身 虽然杜飞云对这个红衣女子感到惊艳 这件比较稀奇的事情也让她感兴趣 但她的时间紧迫 还有正是要办 当然不会去多管闲事 免得在线赤城浪费时间 她虽然不怕事 但也不会主动惹事 免得无端地耽误她进入莽星海的时间 只可惜有些时候人倒霉了 某些事情想躲也躲不掉 城门中间只剩下三个人 两个城卫军和杜飞云 那两个城卫军已经反应过来 抽出了神器兵刃 施展出神术朝那红衣女子宫去 意图阻拦她逃窜出城门 毕竟那女子的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来到城门下 想关上城门拦住她是不现实的 他们只好全力攻击 拖延一下时间 两个城卫军动手的那一刹那 杜飞云就预料到了结果 红衣女子的实力绝对有天神后期境界 而这两个城卫军 不过是魔神后期实力罢了 结果当然不出她所料 就看到红衣女子两只白皙手臂扬起 便有两道赤红色利刃袭来 肩部绒发地刺在两个城卫军的头上 直接把他们的护体神力和头盔都击溃 两个城卫军砰的一声 就倒飞出去 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了 而这时 城门口只剩下杜飞云一个人 还站在大岛中间 而那个红衣女子 已经冲到了她的面前 让开 那红衣女子的声音在杜飞云的脑海中响起 她是用了传音之法 其中蕴含着新神震慑的神术 如果是普通神族 这一下就要被红衣女子给震晕新神 当场就会昏迷倒地 只可惜 她面对的是杜飞云 以杜飞云的实力之强大 新神之雄魂 红衣女子新神震慑的传音 不过是恼痒痒罢了 下一个刹那 红衣女子已飞掠到杜飞云身前 即将与她擦肩而过 原本 她自以为凭她的实力 杜飞云肯定要被震晕过去 但是这时她才看到 杜飞云微微抬着头 眼神清明而犀利地望着她 根本没受到丝毫影响 红衣女子愣神了一瞬间 显然她也没想到自己的震慑之音 对杜飞云无效 但是 旋即她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念头 想到了一个办法 只见 当她的身影飞掠到杜飞云头顶时 竟然顿了一顿 她伸手打出一道红光 朝杜飞云的双手中射去 那道红光旋即便落在杜飞云的手上 她低头一看 这道红光之中 赫然包裹着一个紫色的木匣子 赶紧带着宝物分头逃走 我们在老地方会合 红衣女子的话音响起 虽然声音不大 但是足够被城门口其他的城卫军们听到 说完这句话 红衣女子就投也不回地飞出了城门 化作一道赤红色流光 消失在天际 城门下 只剩下杜飞云站在大道上 手里捧着那个被红光包裹着的木匣子 脸上还带着一抹苦笑和自嘲 他妹的这不是坑爹吗 这美女的心肠真是歹毒 竟然玩祸水东吟这一手 可问题是难道我看起来很笨很好欺负 杜飞云很聪明 他马上就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一定是这个女贼在县赤城里偷到了宝物 所以被城卫军追杀 然后他为了自己能顺利逃脱 于是把这个木匣子塞到杜飞云手中 玩了一手栽赃嫁祸 根本无需打开木匣子去看 杜飞云也知道 这个木匣子肯定是空的 但是 他知道这是红衣女子的诡计 那些城卫军们却不知道 于是他就倒霉了 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快 抢回那个木匣子 格杀勿论 就这么片刻时间 之前追赶红衣女子的上百个城卫军 也赶到城门下 于是 在众多城卫军的呼吓声中 一百多个城卫军齐齐怒吼着 持着神器兵刃 施展出最强悍的绝学神术 全部朝杜飞云 轰击而来 他们的眼中 只有那个木匣子 只要把木匣子夺到手 就是完成任务了 而木匣子 在杜飞云手上 所以众人的目标就是他 我草 你们这群笨蛋 你们被他耍了 不信你们看 杜飞云背弃的鼻子都要歪了 这群城卫军的智商简直让人捉急 这么简单的障眼法都看不出来吗 他顿时愤怒地吼叫着 还要为自己的清白辩解 但是很可惜 没人听他的解释 成卫军们也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漫天的神树光滑 顷刻间便泼洒下来 将他笼罩 杜飞云也是怒急 极品神器宝剑出现在手中 灰手就泼洒出数千道剑光 瞬间就把成卫军们的神术破去 然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他刚化解了对方的攻击 正在开口解释 就发现县赤城内有更多的成卫军赶来 城墙上也有数百个成卫军跳了下来 这一下子 整整上千个成卫军聚集在城门附近 都是同仇敌忾的施展神术 朝杜飞云轰杀而来 他娘的 老子真是到了大梅 还没踏进县赤城 就要被逼走 那个什么飞红衣 老子跟你没完 杜飞云心里暗骂一声 非常郁闷地掉头就跑 这下他也不敢进县赤城了 只能撒鸭子往城外逃跑了 虽然 这千把个成卫军 几乎不可能对他造成威胁 但是他现在百口莫辩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如果他动手把这一千个成卫军制服了 马上就会有上万个成卫军到来 甚至县赤城的成主府也会被惊动 都会全力缉拿他 他就算再怎么厉害 也不想跟整个县赤城的高手为敌 那样就算他能自保 也会陷入越来越深的麻烦力 而最简单的办法就只有逃走了 反正他逃跑的速度 那些成卫军也追不上 果然 他一口气朝县赤城南方奔出了一刻钟 已经飞驰了六万里 来到一片巍峨雄壮的山脉附近 这时 成卫军们已经追丢了 根本找不到他 他才在山脉中落下来 找了一个地方歇脚 他神识一扫就找到一个山洞 连忙闪身进去 盘膝在地拿出几颗神域丹 服下恢复神力 然后就抱着手中的木匣子细看 这个木匣子包裹在一片红光之中 这红光乃是精纯到极点的火系神力 这神力气息杜飞云认识 就是那个红衣女子的气息 想到这里 他不由的一阵气恼 又是愤怒又是好笑 你妹的还老地方见面呢 鬼知道你压说的老地方是哪 你这个女贼 这下可把小爷害苦了 算了 还是看看这木匣子到底是不是空的 虽然杜飞云认定 那个红衣女贼肯定把真正的宝物拿走了 这个木匣子只是个山寨货 但她还是要打开看看 确认一下 她挥手破除了木匣子表层的红光 伸手要打开木匣子 却发现木匣子纹丝不动 她再仔细一看 才发现这木匣子上还刻画着阵法烙印 显然是被阵法封印了 无法打开 咦 难道这个女贼为了栽赃陷害我 还费了一番心思 把这木匣子用阵法封印了 杜飞云猝起眉头 很是疑惑 但是她研究了半个时辰之后 终于肯定 这木匣子上的阵法 绝对不是红衣女贼布置的 以她天神后期的实力 很难布置出这种高级的阵法 除非她是阵道大师才有可能 不过 阵道大师和炼药大师一样稀少 杜飞云觉得那红衣女贼 不太可能有那个本事 紫燕 来 交给你件事去办 这个木匣子上的阵法 有点古怪 你研究一下 杜飞云对阵道不精通 但是她很快想到一个阵法造诣不俗的家伙 那就是自称研究过落水河土 以及华夏所有古老阵法的紫燕麒麟 紫燕麒麟正在炎帝顶里疗养 没事就参悟那个血月神丹 最近过得很无聊 听到杜飞云的话 看到那木匣子 她顿时两眼放光 来了兴趣 神界里半个时辰过去 炎帝顶中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杜飞云正在无聊地等待着 就听到紫燕麒麟兴奋地呼喊了一声 哈哈 终于打开了 这个阵法虽然有点奇特和古怪 但是怎么难得到我这个阵法天才 杜飞云也是一喜 便伸手将木匣子从炎帝顶中取出来 捧在手里一看 果不其然 木匣子外部那光滑流转的阵法烙印 已经逐渐暗淡下去 阵法的封印之力 也慢慢消失殆尽了 她伸手用力一掰 就听见咔嚓一声 木匣子应声而开 顿时就有一道刺眼的赤白色火光 充满了整个山洞 杜飞云一看 那木匣子中间赫然有一颗透明的水晶球 水晶球里包裹着一缕微弱的赤白色火苗 那火苗微微闪烁着 显露出不平凡的气息 在水晶球的旁边还摆放着一块玉碱 杜飞云顿时一愣 脸色有些古怪 不会吧 那个红衣女贼不会把真的宝物给我了吧 可是这不对啊 她不是应该给我个空匣子吗 她心里正在嘀咕着 对这件事感到很奇怪 但是马上就是脸色一变 将木匣子合起来收进炎帝顶里 抬头望向洞口处 山洞的入口处走进来三道身影 确切地说 是三道窈窈窕玲珑的倩影 为首的正是一身火红色长裙的红衣女贼 杜飞云记得 当时成卫军们似乎喊她飞红衣 杜飞云明白了 飞红衣当时是真的把宝物给她了 不过现在她又上门索取来了 第七百六十章更过分的还在后面呢 妩媚妖娆的飞红衣 依旧是一袭红色长裙夜地而来 薄薄如缠纱的抹胸 难以掩盖她的伟岸波涛 露出惊人的曲线和轮廓 胸前露出的大片白皙肌肤 还有长裙下脉动的修长玉腿 使得她在这狭窄的山洞内 愈发明艳照人 在她身后跟着的 也是两个貌美的神族女子 不过她们只是普通的神族美女 虽然很养眼 可是跟飞红衣比起来 就相距甚远 这两个女子寸步不离地 跟在飞红衣身后 像是她的侍女 果然不出我所料 你还真的逃出来了 飞红衣来到杜飞云身前三丈外站定 白皙而妩媚的翘脸上 露出一丝微笑 一双大眼水灵灵的 带着勾魂射破的气质 似笑非笑地望着杜飞云 好了 现在你可以把那个木匣子拿出来了 飞红衣见杜飞云仍然坐在地上 不曾起身 脸上的笑意更甚 轻轻地抬起如脸偶般的雪白手臂 伸出葱白的千千玉指 贪长呈现在杜飞云面前 她此时的模样 不像之前逃出城门时那般的女贼气质 显得一态万千 妩媚妖娆 从容而且自信 只是杜飞云却无动于衷 丝毫没有交出木匣子的打算 她仰起头微笑地望着飞红衣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 哦 小妞你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呢 大胆 混账 竟敢对大王不敬 无耻小子 你少装蒜 实相地赶紧把宝物交出来 否则有你的苦头吃 飞红衣还未说话 她身后的两个妙龄女子 就同时兴演圆瞪 怒气勃发地训斥着杜飞云 其中一个还满脸杀气地威胁她 听到那两个女子的呼吓声 杜飞云的嘴角不禁勾起一抹戏谑的笑意 表情玩味地盯着飞红衣打量着 嘖嘖有声 嘖嘖 没想到啊 看上去这么娇滴滴的小美妞 竟然是个盗贼头目 还占山为王 自封山大王 站在她身边 成神魂状态的紫燕麒麟 还没回到炎帝顶里去 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此刻也配合杜飞云 摆出一副威武的姿态 口中喊着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 我就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胞胎的美女山大王 飞红衣视野 小妞 是这样吧 一大串飞红衣三人 根本听不懂的话 从紫燕麒麟嘴里冒出来 莫了她还不忘 朝飞红衣露出一个 欠揍的笑容 该死的混蛋 你找死 大王 这个胖子竟敢调侃您 让我们杀了他 给您出气 飞红衣身后的 两个神族美女 再一次被气得 翘脸发红 美眸中流露出 寒霜般的杀气 说着就要动手 拔刀就要砍紫燕麒麟 算了 这时 飞红衣却伸手 止住了两个侍女的动作 收敛了 妩媚的表情和笑意 眼神中带着一抹庄重 小兄弟 名人不说暗话 你也是聪明人 我就不多费口舌了 之前我在城门口 交给你的那个木匣子 你现在立刻交出来 我飞红衣可以当这件事 没发生过 对你们的罪行既往不救 放你们离开这里 飞红衣虽然表情 还带着一丝微笑 语气也非常的诚恳 可是那话语却非常的自信 在杜飞云和紫燕麒麟眼里 这就是自信的狂妄 呵呵 小妞 那个木匣子我交给城卫军了 有本事你自己去拿 另外 我们不需要你放我离开 你没那个能耐 其次 你栽赃陷害我 害我被城卫军追杀 这件事我要跟你算算账 现在不是你既往不救的时候了 是我要跟你算账 一边说着 杜飞云嘴角带着玩味的笑意 缓缓地起身 目光在三个女子的身上扫过 双手陡然伸出 打出一片黑色的光影 只见 这团黑色神光 陡然扩散开来 将山洞四周都完全笼罩 把山洞与外界隔绝开来 任何人的神识与神力都无法探查 我是个很有风度的男人 不太喜欢向美女出手 所以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老老实实地认错道歉 并且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就可以放你们离去 否则的话 我是不介意跟你们三个小妞 来一些亲密接触的 飞红一自信 杜飞云比她更自信 更狂妄 她双手抱在胸前 以一副审视的眼神 居高临下地打量着飞红一三人 语气是相当的云淡风轻 就像这件事如同吃饭喝水一样 简单 这次不仅是飞红一的两个侍女 连飞红一也动怒了 她已经彻底被杜飞云的态度激怒 怒急反笑起来 哈哈哈哈 真是开眼界了 多少年了 在县市城周边 还没人敢跟老娘这么说话的 小子 你是老娘见过最狂妄的人 这一怒之下 飞红一顿时就恢复了本来性格 连老娘这种自我称谓都冒出来了 十足的山大王脾性 没事 你以后会习惯的 杜飞云微微一笑 话音未落 便陡然伸出右手 横挡在胸前 伸出了十中二指 钉的一声翠响 就看到杜飞云的手中 不知何时多出来一枚赤后 赤红色的长针 正被他夹在十中二指中间 杜飞云笑着摇摇头 五指一番动作 便以强横的神力 将那根赤红色长针 给融化成一缕火红色精气 凭空消散掉 哎 果然是最独富人心 看来小妞 你已经很久没受到过教训了 我呢 是个善良正直的人 不如就由我代劳 教训一下你好了 你不用谢我的 我这个人很乐于助人的 一番叠叠不休的话音落下 杜飞云不顾飞红衣三人 惊讶和震撼的眼神 顿时双掌伸出 朝三个女子狠狠地拍出去 只见三只无色透明的大手 凭空形成 出现在三人的身周 朝他们狠狠地抓下去 飞红衣的两个侍女 都不过是天神前妻的实力罢了 方才还在为杜飞云轻易毁掉火红色长针而震撼 此时陡然遇袭 等他俩反应过来要闪躲的时候 却为时已晚 顿时就被大手给抓了个正着 而飞红衣的确有些手段 竟然在杜飞云的天神之手发出那一杀 就察觉到不妙 身躯凭空横移出五丈远 贴在了山洞墙壁上 杜飞云的那一只天神之手 顿时就抓了个空 啊啊 混账王八蛋 你快放开老娘 大王 快救我们 那两个神族美女 顿时被杜飞云给抓住 天神之手禁锢着他们 不能动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被带到杜飞云的身边 像丢垃圾一样被丢在地上 顿时大惊失色 破口大骂的同时 还不忘朝飞红衣呼救 仅仅一招 飞红衣的两个侍女就被擒拿 她也险些被抓住 这个事实立刻就击溃了 她的自信和骄傲 使得她脸色一变 心中暗道糟糕 她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又怎么救你们呢 真是说笑 杜飞云瞥了那两个泼辣的神族美女一眼 又扭头望向贴着墙壁 满脸戒备的飞红衣 说吧 是你自己承认错误道歉 还是我打到你道歉为止 淡淡的语气 自信的气质 一句话落入飞红衣的耳中 顿时使她脸色巨变 心中正迅速思量着对策 好吧 小子 算你赢了 是我飞红衣看走眼了 今天的事 我认栽 那个木匣子我不要你 你只要交出我的两个侍女 放我们离开这里 我保证不跟你为难 飞红衣的脸上露出挫败的沮丧 她静心策划准备了十几年 好不容易潜入城主府 将这个木匣子偷了出来 现在却要便宜杜飞云 她当然满心不甘 可是这也没办法 她实力不如人 而且两个好姐妹也被杜飞云擒拿 她只能为救两姐妹而放弃木匣子 哦 不不不 小妞你搞错了 现在的决定权在我 不是吗 那个木匣子当然是我的 同时你还得跟我道歉认错 还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否则你们今天是走不了的 小子 你别欺人太甚 我们拒一蒙可不是好惹的 飞红衣的眉头促起 发怒的模样也别有风情 哦 这就叫欺人太甚了 更过分的还在后面呢 你要不要看看 杜飞云玩耳一笑 一边说着 朝紫燕麒麟使了个颜色 紫燕麒麟顿时露出色迷迷的笑容 十分猥琐地伸出手来 在地上那两个神族美女的脸蛋上抚摸着 嘴里还嘖嘖有声地呻吟着 哇塞 真是嫩滑 这两个小妞太正点了 大哥 今晚我就要她俩服侍我了 那个红衣服的大美妞 就交给你享受了 哈哈哈哈 不得不说 紫燕麒麟此刻是个胖子 如此色迷迷的笑容 如此猥琐的动作 还有那无耻的话语 对飞红衣等三个女子的杀伤力 是无比巨大的 尤其是那两个神族美女 顿时吓得花容失色 几乎都要哭出来了 破口大骂紫燕麒麟 飞红衣的美眸中喷着粪火 恶狠狠地瞪着杜飞云 最终还是低下了头 忍下了这口气 好 我认栽 对不起 我飞红衣不该栽赃嫁祸给你 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过我们三人 你想问什么 就赶紧问吧 只要你能放了我和我的两个姐妹 你问什么 我就告诉你什么 恩 这个态度才对嘛 女孩子嘛 就不要打打杀杀的了 我们和和气气地坐下来谈 不是更好吗 杜飞云又是自信的一笑 凭空变出一张白玉凳子来 大马金刀地坐在凳子上 开口询问飞红衣 这个木匣子是不是你从城主府偷来的 你可知道这件宝物是谁送给县斥城主的 第七百六十一章 小妞你想多了 这个木匣子的确是我从城主府里偷来的 不过 到底是谁把木匣子送给县斥城主的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听说是猎人倒的送上去的 飞红衣别无选择 只能将自己所知道的对杜飞云完全坦白 但是很可惜 他对这件事也不太了解 猎人倒 那是什么事例 在哪里 杜飞云的眉头一簇 心中正在琢磨着 刚才他已经看过了木匣子里的预检 预检里有简单的几句话 他大概能够了解到一些情况 无非就是 一个自称流星的人 为了巴结县斥城主 想在县斥城内占据一些地盘 所以送给了县斥城主一份礼物 木匣子里装着的那一缕赤白色火焰 据流星说 那是一种不知名的天地灵火 送给县斥城主修炼提升实力的 另外 如果县斥城主愿意和流星 进行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的话 他可以提供一道天地灵火的信息 给县斥城主 这个天地灵火 就是灵火榜上排名第十的汉海心炎 正因如此 杜飞云在打开木匣子之后 才会如此的惊讶和兴奋 同时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他还得试探一下 飞红一是否知道这个消息 他很清楚灵火的吸引力有多大 一旦这个消息泄露出去 恐怕他和飞红一 都会陷入无止尽的追杀之中 现在看来 情况还好 至少飞红一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你连猎人岛都不知道 听到杜飞云的询问 飞红一顿时露出古怪的神色 显得很是惊讶 打量着杜飞云 片刻后才恍然大悟 哦 我知道了 你小子是外来的 嗯 你说的没错 我的确是外来的 但是你现在要回答我的问题 猎人岛是什么玩意 飞红一原本心中一喜 正想着杜飞云既然是外来的 那么他就可以虚张声势 把巨一蒙的势力夸大 以此来威胁杜飞云 让他不敢对自己和姐妹们怎样 甚至他还想过 以巨一蒙的名号 来恐吓杜飞云交出木匣子 但是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个打算 因为他想到了一个令他绝望的关键 杜飞云是外来的 就更加不知道巨一蒙的实力强弱 而且以他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多半不会受到威胁 很可能会变本加厉 到时候 飞红一和两个侍女不但要深陷囹羽 恐怕连某些珍贵的东西 比如真操 都有可能丧失在杜飞云这个恶棍的手下 虽然飞红一外表妩媚火辣 但是他却一直保持着原音处子之身 对真操更是看得极其重要 而杜飞云和紫燕麒麟刚才的灯图子表现 已经让他有所畏惧 他不得不考虑到这个严重的后果 好吧 我说 最终 他仍然选择了妥协 尽管这并不符合他数万年来的一贯风格 但是遇到杜飞云这种刀枪不入的混蛋 他还真是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猎人岛位于满星海中 那是一个有许多探险者和逃犯 不得志的神族们所组成的一个联盟 大约有十几万人 不过个个都是天神境界的强者 据说 猎人岛的岛主还是个神王巨头 似乎被称为流星神王 满星海内危机四伏 猎人岛的人住在满星海深处 终日游荡于满星海里 在里面探险寻宝 猎杀一切可以获得利益的生灵 不管是其中的神兽 还是探险的神族 他们都不会放过 所以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猎人岛这个臭名昭著的势力 也是满星海周围最大的毒瘤 县赤城和附近的几个城池 都对这个猎人岛深恶痛绝 曾几次派出大军围剿 但是奈何满星海内危机四伏 非常险恶 几大城池派出的大军 都是还未找到猎人岛 就已经伤亡过半 于是只能放任猎人岛继续逍遥法外 飞鸿一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终于让杜飞云对猎人岛的了解 更加深刻 使得他满意的点点头 望向飞鸿一的眼神 也多了一丝赞赏 当然了 事实上这些消息是附近几座城池 大部分神族都知道的 飞鸿一只是随口说说 杜飞云就满意的点头 这让他心里暗暗窃喜 觉得有机可乘 可以找机会哄骗一下 杜飞云这个外来人 好了 看在你这么配合的份上 我决定再问你最后两个问题 然后就可以放你们离去了 飞鸿一 想必你对蟒星海是很了解的 那你能不能给我弄一份蟒星海的地图 还有 我需要大量的神域单 你就把你的神域单交出来吧 我想 我的要求应该是很简单的 这也算是对你的小小惩罚 你应该不会拒绝吧 杜飞云似笑非笑地望着飞鸿一 虽然眼神是在欣赏地打量着他窈窕动人的身段 但是眼底深处却一片宁静 丝毫没有任何色欲的成分 不过 在飞鸿一看来却不是这么回事 他立刻下意识地后退两步 生怕杜飞云兽性大发 对他做出什么坏事 神域单我可以给你 我这里还有八千多颗 但莽星海的地图我没法给你弄到 其实这些你可以花高价在献赤城里买到 飞鸿一漫不经心地这么一说 杜飞云的表情不由得更加笑意浓郁了 眉头一挑 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哦 让我去献赤城里买 呵呵呵呵 你觉得我现在还能进献赤城吗 飞鸿一顿时一愣 神色有些善善 他倒是忘了这一茬 他栽赃陷害杜飞云 现在杜飞云肯定被献赤城的成卫军通缉了 他又怎么能自投罗网 好吧 这是事我不对 可是 我身上真的没有莽星海地图 那怎么办 飞鸿一也有点焦急 心里暗骂自己 怎么这个关键的时候 竟然没把莽星海地图带在身上 真是失策 区区一份地图而已 最多价值上万神石 就可以换来他和两姐妹的自由 这无疑是很划算的 但是现在 他连这个小小的要求 都不能满足杜飞云 后果无疑就有些令人担忧了 哦 既然这样 那就算了 反正我有办法 杜飞云的脸上 有一丝诡异的笑意一闪即逝 不以为然的白白手 就将天神之手的神术解除 把那两个神族美女给放了 好了 你们两个可以走了 说完 杜飞云又一挥手 把山洞四周的黑色光照也给解除 撤掉了这里的封印 那两个神族美女恢复了行动自由 顿时大喜 恶狠狠地瞪了紫燕麒麟一眼 便欢快地跑到飞红衣身边 拉着她就要离去 不不不 你们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 这两个侍女可以走了 而你飞红衣还不能走 三女正转身准备离开山洞 杜飞云的声音却忽然传来 顿时让他们止住了脚步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讲信用 你这个无耻的混蛋 飞红衣一愣 带得看到杜飞云满脸的微笑 她顿时满心怒火迸发 以为杜飞云要出尔反尔 对她行不轨之事 无耻 嘿嘿 更无耻的还在后面呢 你要不要看看 杜飞云嘿嘿一笑 这幅熟悉的表情 顿时让飞红衣的心中一咯噔 不久之前她说这句话之后 紫燕麒麟就色迷迷地 飞理了她的两个侍女 现在 杜飞云再一次露出这种表情 她的心顿时沉落谷底 预料到了极坏的结果 难道这个混蛋小子要对我 飞红衣的心里 陡然想到这个可能 顿时身躯一将 一双美眸中流露出强烈的杀气与恨意 数万年来 她身为巨一盟的大当家 一直都是女中豪杰 人称红衣女王的豪迈之人 现赤城周边和人敢对她不敬 就算她风华绝代 妩媚妖娆 垂涎她美貌者不计其数 但是从未有人敢这样对她 杜飞云的表现 无疑是对她极大的侮辱 她此刻已做好了玉石巨坟的打算 就是死也不会让杜飞云得逞的 飞红衣的两个侍女也是一样 他们看过太多男人 卑鄙无耻地想要得到飞红衣 此时见杜飞云出而反而 顿时也是悲愤交加 奈何 杜飞云实力强大 他们三人根本不是对手 眼看飞红衣就要落入魔掌 这可如何是好 好了 咱们该办正事了 杜飞云微微一笑 便起身挥手拍出双掌 以漫天的黑光朝飞红衣三人笼罩下去 那一杀飞红衣面色惨白 心中一片绝望 完了 这个卑鄙无耻的混蛋小子 终究还是要对我用墙 不行 我就是死 也不会让他玷污我 可惜 虽然飞红衣心中死至已明 奈何神魂却逐渐地陷入了沉睡 连一丝一毫的动作都无法做到 更别提反抗或者自尽了 光影流转 时空交替 许久之后 当飞红衣逐渐清醒过来 才发现已经天黑了 而他正躺在茂盛柔软的草丛上 不远处大树下 有个年轻白发男子正盘膝修炼 显然是杜飞云 啊 你这个混蛋登徒子 我要杀了你 清醒过来的瞬间 飞红衣的第一反应 就是一跃而起 持着长剑朝大树下的杜飞云袭去 此时 盘膝端坐在大树下的杜飞云 陡然睁开双眼 表情古怪地望着飞红衣 直到飞红衣的长剑刺到他面前时 他才伸出十中二指 坑的一声将剑锋夹住 皱着眉头问道 小妞 你发什么疯 宝剑被杜飞云锁住 无法动弹 飞红衣拔了几次都没拔出来 顿时恼怒地唾骂道 你这个该死的色狼登徒子 你竟然玷污了老娘 老娘让你不得好死 玷污你 杜飞云顿时满脸惊奇 双眼瞪大 上下打量着飞红衣 惊讶地说道 哇 原来你做梦都想着被我玷污啊 继而 不等脸色被气得发白的飞红衣说话 杜飞云又接着笑道 只可惜 小妞你想多了 飞红衣一愣 稍微以神识感应一下自身 顿时发现 她的真操还在 杜飞云似乎没对她做什么坏事 这才知道自己误会了 但是她低头看到自己凌乱的衣衫 大片大片的雪白肌肤都露出来 连大腿根和胸口的半只玉兔都暴露在空气中 她还是不解气地咬牙骂道 就算你没玷污我 那你也肯定趁机飞离我了 你这个色狼 小妞 你这穿着打扮 本来就透着一股大哥快来飞离我啊的骚情 你自己穿成这样能怪我吗 哎 女人心海底针 真是看不透摸不清啊 第762章 汉海新言的消息 被杜飞云怎么一说 飞红衣也当场愣住了 心里仔细回想一下 似乎还真是这么回事 她虽然被杜飞云以不知名的办法弄晕过去了 醒来后出现在草丛中 但是本身并没有受到伤害 而且她的火红长裙本就比较暴露 失去知觉躺在那里弄得乱糟糟的 当然会露出一些香艳的部位 似乎 这件事还真的不怪杜飞云 可是 她却依然难以平息怒火 心里还是觉得很憋屈 混蛋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这个混蛋色狼登徒子 太可恶了 简直是太可恶了 这个混蛋竟然说我故意穿着暴露勾引男人 简直是该死 飞红衣咬牙切齿地瞪着杜飞云 一双白嫩的小拳头捏得紧紧的 杜飞云抬头看了她一眼 嘴角露出一丝好笑的表情 看什么看 就算你忘穿秋水 深情注视我一百年 我都不会对你有兴趣的 小妞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我有两个老婆三个红颜知己 她们每一个都比你漂亮 所以你是没机会的 所以还是趁早死心吧 一听杜飞云这话 飞红衣顿时怒目圆争 翘脸又被她气得煞白 饱满火爆的胸脯又急剧地起伏着 你这个无赖 混蛋 你少自作多情 老娘才不会看上你这个色狼 嗯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杜飞云连忙拍拍胸脯 一副忠于放心的表情 又把飞红衣气得一阵无语 小子 你言而无信 出而反而 抓我到这里来 到底想干什么 沉默了一阵 见杜飞云闭着眼 又开始修炼了 飞红衣沉不住气了 决定先问清楚情况 实际上 她本来想的是 既然你不是贪图我的美色 不是想玷污我 那你抓我来干嘛 但是 想是这样想的 话却不能这么说 否则她又要被自恋的杜飞云 给打击一顿 何必自找苦吃呢 嗯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既然你没有 芒星海的地图 那我就只好另想办法了 办法就是 你来给我当向导 我想 你既然生活在 县赤城周边 对芒星海 肯定不陌生的 什么 你还不放我走 你让我给你当向导 飞红衣怒了 没想到她竟然成了 杜飞云的俘虏 杜飞云还是不放过她 而且还让她当向导 小子 你这么言而无信 一定会遭报应的 飞红衣 愤愤地唾骂一句 心中暗暗想着 一定要找机会 把杜飞云 带进最危险的地方 让她惨死在里面 到时候 她就有机会逃跑了 别说什么言而无信的 我可没说过 一定要放你走 我是说 只要你回答我几个问题 帮我办几件事 我才放你走 可惜 我要一份芒星海的地图 你都办不到 那我只能让你亲自来当向导了 当然 你也别想着忽悠我 去危险的地方送死 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 如果我被你带进险境了 那你一定比我先死 杜飞云的话传来 让飞红衣一阵心惊 没想到自己的想法 竟然被杜飞云看穿了 这让她不得不忌惮 不敢胡思乱想什么坏主意了 她现在对杜飞云的恨 已经是达到了顶点 奈何她的实力太强大莫测 她想了好久才冷静下来 决定先妥协服从 好吧 算我倒了大霉 我认输 飞红衣无奈地垂下头 沮丧地坐在草地上 与杜飞云隔着十丈距离 无精打采地询问 你叫什么名字 你来莽兴海是为什么 刚才这一会儿时间 飞红衣已经冷静下来 杜飞云说的没错 她对莽兴海内部的地形 还真的挺了解 她观察了一下四周的情况 就发现这里是莽兴海范围内 估计离莽兴海边缘 第一座山脉 落日山脉不远 我叫杜飞云 你也可以称呼我为 飞云哥哥什么的 反正我也不介意 名字只是个代号罢了 我来莽兴海也是来探险的 只是为了采集几种药材罢了 这点你放心 不会让你跟我去闯龙潭虎穴的 见飞红衣彻底没脾气了 似乎已经默认了当向导这个事实 杜飞云不游的一笑 态度也温和许多 将自己的目的告诉了飞红衣 同时 为了不让飞红衣感到畏惧和担忧 他没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 当初古大师曾赠送给他一块 万象神规的假鞘碎片 其中似乎记载着天地灵火的消息 他最近几个月时间里 有空就研究那个假鞘碎片 终于让他摸索出一些门道来 经过反复的研究 他发现这块假鞘碎片里 记载的应该是灵火榜上排名第六的 星辰灵火 他又将万象神规中隐藏的残坡地图 给发掘出来 经过反复的对比筛选 最终确定那处有星辰灵火的地点 就在青云大陆的西南角落某地 而青云大陆西南角上 一大半的地域都被蒙星海占据着 所以这星辰灵火很有可能就在蒙星海内部 他这次来蒙星海的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采集药材炼制九阳金丹 另一个就是打听星辰灵火的下落 但是现在 他还要再加上一个任务 那就是打探汉海新颜的消息 得到木匣子这件事 纯粹是一个意外 若不是飞红衣故意栽赃陷害他 他也不可能得知汉海新颜的消息 现在他的第三个目标就是 找机会混入猎人岛 或者找到猎人岛的岛主流星神王 去打探出汉海新颜的下落 当然了 他知道这个任务 或许需要很久很久才能完成 毕竟猎人岛势力极大 对方又是神王巨头 不可能轻易让他得到汉海新颜的消息 总结来说 他来莽星海的目的 一个是为了采集药材 另一个就是打探两种天地灵火的消息 前者可以告诉飞红衣 但后者绝对不能透露出去 你真的只是来探险寻宝 采集药材的 飞红衣对杜飞云的话持保留态度 他不太敢相信这个狡猾奸诈的家伙 当然 杜飞云肯定地点点头 旋即又沉沿了一阵 满脸温和微笑地接着说道 我要寻找十一种药材 这些药材在莽星海应该都能找到 但是我对莽星海内部不熟悉 所以迫不得已才找你当向导 当然了 我可以跟你保证 只要我找齐了这十一种药材 就一定会放你离开的 在此期间我绝对不会伤害你 怎么样 听到杜飞云这么一说 飞红衣这才稍稍心安 觉得杜飞云似乎也不是那么穷凶极恶的 他的心情好起来 看向杜飞云的眼神也温和许多 不就是十一种药材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最多几个月就能找到了 到时候你可要信守承诺 一定要放我离开 虽然对杜飞云没那么痛恨了 但是飞红衣还是对他的信用感到怀疑 毕竟之前他已经吃过亏了 嗯 你能这样想就好 杜飞云微笑着点点头 然后将一块玉碱递了出去 诺 这是我要找的十一种药材 你看看吧 哪些你能够找到 我们挑一个距离最近的 就作为我们出发的第一站了 飞红衣接过凌空飞来的玉碱 神识进入其中查看一番 顿时脸色就变了 变得越来越难看 饱满风挺的胸脯 也开始急剧起伏着 片刻之后 他一把将玉碱摔了出去 愤愤地大骂道 杜飞云你这个混蛋 你这些都是什么药材 这都是珍稀名贵 万金难求的极品药材 老娘怎么会知道在哪里 你他娘的竟敢耍我 啊 杜飞云一招手 把玉碱接了回来 神色善善地摸了摸鼻子 似乎也有点尴尬 毕竟 这些药材太过于珍贵 有好几种飞红衣都没听说过 更别提上哪里去找了 哼 这个混蛋太卑鄙了 如果我给他当向导去找这十一种药材 只怕几百年都找不到 那老娘岂不是冤死了 飞红衣背过去不理杜飞云 双手抱着白皙晶莹的脚丫子 一双大眼眨动着 心里也在盘算 不行 老娘要找机会 给往山上发个讯息 让弟兄们来救我脱离火海 要不然老娘以后的日子 就太苦了 嗯 就这么办 只要找到机会 召集我们巨一蒙的十万弟兄来救我 我就能逃出杜飞云的魔掌了 到时候 老娘一定要让杜飞云跪在地上求饶 让十万兄弟们轮流抱他菊花 哈哈哈哈 老娘想想都觉得爽啊 飞红衣正坐在草丛上 心里非常爽快地 一吟着折磨杜飞云的场景 这时却觉得脖子痒痒的 有一股热气吹来 与此同时 他的耳边却传来一道声音 近在咫尺 在想什么龌龊事呢 笑得这么淫当 是不是又在打我的主意 飞红衣被吓了一跳 顿时站起身来 扭头一看 赫然是杜飞云 不知何时结束了闭目养神 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他身边 没 没有 被杜飞云的话戳中了心思 飞红衣吓了一跳 心里只骂这小子 是不是会读心术 怎么鬼经鬼经的 嗯 没有就好 杜飞云满意地点点头 旋即便当先迈步远去了 走吧 现在我们就要踏出 蟒星海内探险的第一步了 你这个向导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飞红衣撇撇嘴 朝杜飞云的背影 比了比小拳头 一脸愤怒的表情 心里还在咒骂着 哼 先让你小子嚣张几天 等老娘的十万兄弟来了 有你好看的 随后 飞红衣便整理了衣衫 快步跟上去 而这时 她听到杜飞云的声音 从前方传来 小妞 有件事我没告诉你 你的储物戒指里 那些传心预检 和传心金剑之类的玩意 我已经都拿过来了 这段时间里 你应该用不着跟谁传信吧 如果是的话 那就先借我用用吧 正凌空飞行的飞红衣 顿时脸色一变 只觉得胸口一股气 堵着差点没上去 一双美眸又喷出粪火来 杜飞云 你这个王八蛋 你太卑鄙了 第763章山谷里的围杀 刚才还因为被夺走了 传心预检和传心金剑 而对杜飞云咒骂不已的飞红衣 下一刻却是陡然止住脚步 声音戛然而止 因为他书的发现 他和杜飞云所处的这个小山奥里 已经变得不再平静 也不再安全 当然 应该说是非常危险才对 此时已经是深夜 高天上有翼翼星光在闪烁 山奥四周的山峰也变得隐隐绰绰 全是一片有黑的影子 但现在 飞红衣陡然发现 四周山峰上都闪动着神力光滑 一道又一道身影此起彼伏 密密麻麻地排列起来 朝山傲下俯冲下来 有敌人来了 杜飞云快躲起来 飞红衣顿时大惊失色 他清楚地感应到那些神力光滑的强大 所以他非常明白 那约莫上千道神光意味着什么 所以这一刻他虽然内心震撼担忧 却不敢大声呼喊 只能压抑着声音呼唤杜飞云 事实证明 他多虑了 在他话音还未落时 就看到身边站在一个白发男子 正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正是杜飞云无疑 喂 你这人怎么无声无息的 想吓死人啊 飞红衣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尽管之前还对他恨之入骨 但是现在却不是发脾气的时候 他能够猜得到 四周那上千个神族都是冲他们来的 所以他们是一条战线的 小妞你看这又是你惹的麻烦 人家县赤城的成卫军来抓你回去了 杜飞云不以为然地笑笑 表情看不出丝毫的紧张 反而还调侃打去飞红衣 去死吧你 你怎么知道不是你惹的麻烦 飞红衣虽然知道杜飞云说得很对 但还是不服气地狡辩着 玄机他立刻疑惑地簇眉问道 你怎么知道这些人是现赤城的成卫军 难道就不能是其他势力的 对于飞红衣的疑问 杜飞云扭过头 颇为同情地望着他的俏脸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哎 我一直以为你只是脑子不好使 没想到你的眼睛也不灵光 难道你看不到他们都是 清一色的成卫军铠甲吗 飞红衣心里暗暗赋飞 这个杜飞云简直讨厌到极点 每次说话都要狠狠地打击他 没办法 他发现四周情况不对劲 就赶紧屏住呼吸 收敛了神识和气息 生怕对方提前发现他的踪迹 哪里还敢以神识去观察对方的身份 山奥下方距离山峰四周 隔着数万丈距离 只有神识才能观察对方的情况 用肉眼是不可能在黑夜里看清楚的 他飞红衣当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那怎么办 我看这些成卫军起码有上千人 而且都是天神实力的强者 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飞红衣想拉着杜飞云找个地方躲起来 奈何他根本纹丝不动 于是飞红衣就急了 一边紧张地观察四周 一边出声提醒杜飞云 让他千万不能大意 毕竟他是巨一蒙的大当家 而巨一蒙从组建到现在有十万年时间 他一直都是县斥城主的眼中钉 如果他被成卫军抓住了 下场绝对是凄惨无比 哎 都怪老娘当初年少无知 凭着一腔热血就组建巨一蒙 要搞什么狭盗组织 玩什么劫富济贫 现在惨了 老娘被杜飞云这个混蛋害死了 被成卫军包围在这里 绝对是死路一条啊 看杜飞云仍然不慌不忙 飞红衣却非常焦急 如果不是杜飞云控制着他 他当然有各种办法应付成卫军的追杀 甚至根本不会让对方把他包围在这里 可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眼看着上千的成卫军强者 已经驾驭着顿光 自四周的山峰上朝小山奥里俯冲而来 飞红衣顿时急地跳脚 喂 杜飞云你快想想办法 我们怎么逃出去啊 不要浪费时间了好吗 他们已经冲下来了 的确 面对上千个天神境界的强者 飞红衣找不出任何可以活下来的理由 他知道 只有想尽一切办法逃跑 才有可能获得一线生机 他知道杜飞云实力很强悍 但是他更明白 他实力再强也是有限的 只要没有达到神王巨头的境界 面对一千个天神强者 都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逃 干嘛要逃 那不是白费力气吗 我们在这里等他们下来 岂不是更好 杜飞云扭头 疑惑地望着他 啊 不逃跑难道在这里等死啊 飞红衣顿时大吃一惊 旋即又被气得脸都轻了 没想到看你杜飞云之前那么嚣张狂妄 现在却吓得连逃生的勇气都没有 真是个欺软怕硬的软蛋 老娘算是看错你了 好 你不逃是吧 老娘自己逃 要等死你自己在这里等着吧 说完 飞红衣就愤愤地咬牙一跺脚 身形化作一道火红光滑 就要顿地逃走 然而 他双脚刚刚离地 就发现自己完全动不了 犹如陷入一张无形的大手之中 被牢牢地禁锢着 咦 我说让你走了吗 杜飞云的声音传来 还带着一丝戏谑的笑意 这是是你惹出来的 我干嘛要逃走啊 成卫军们是来抓捕你的 可不关我什么事 飞红衣扭头一看 杜飞云正施展着天神之手的神术 将他牢牢地禁锢着无法逃走 听到杜飞云的话 他顿时大惊失色道 你 你想干什么 难道你想把我交给他们处置 呵呵 我以为你脑袋很笨呢 现在看来也有偶尔开窍的时候吗 杜飞云嘿嘿一笑 说出了这句让飞红衣咬牙切齿的话 旋即便扯着嗓子朝那些扑过来的成卫军们大喊道 喂 你们要抓到红衣女贼 飞红衣就在这里 快来啊 杜飞云这一嗓子喊的是中气十足 声震还雨 估计方圆百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连四周山峰都被震得一阵摇晃 果不其然 四周那些还在暗中前行 悄悄地俯冲下来的成卫军们 听到杜飞云的呼喊声之后 顿时奇奇地止住了脚步 片刻之后 他们似乎是得到了什么命令 陡然加速地冲到山坳里来 再也不隐藏行踪和气息了 杜飞云 你这个混蛋王八蛋 你这个卖有求荣的胆小鬼 软蛋 我恨你 我诅咒你 我诅咒你生儿子没鸡鸡 生女儿没咪咪 诅咒你被十万个大汉轮流抱菊花 一看山坳四周围满了成卫军 这里彻底变得水泄不通 他自己又被杜飞云禁锢着 完全没有逃走的机会 飞红衣顿时抓狂了 爆发出有声以来最浓烈的怒火 声嘶力竭地咒骂着 杜飞云却丝毫不动怒 对飞红衣的咒骂声充耳不闻 只是笑吟吟地站在草丛中 一手拎着不能动弹的飞红衣 眼神扫过四周 脸上挂着一抹神秘莫测的微笑 喂 你们都是县赤城的成卫军吧 我想你们应该是来抓捕飞红衣这个女贼了 诺 现在她已经被我抓住了 你们之中谁是头领 站出来跟我说话 事实上 杜飞云当然知道谁是头领 因为这足足上千个成卫军 都是穿着冰蓝色的铠甲 只有一个中年大汉穿着黑色的精致铠甲 一看就是极品神器级别的宝物 他就是成卫军的头领队长 那成卫军队长 让属下近千人围拢了小山奥 全力戒备着 却并不轻举妄动 显得很是谨慎 听到杜飞云的话 成卫军队长 醋眉沉思片刻 打量了杜飞云和飞红衣两人好一阵 似乎是在思索两人的关系 旋即才踏步走上前来 语气威严地开口了 小子 你不要以为你们两个人演戏 就能逃过一劫 当时在城门口 我的兄弟们亲眼看见飞红衣 把宝物交给你的 你们两人就是一伙的 小子 识相的话就赶紧交出宝物 大爷我一高兴 或许会让你死得痛快点 啊 宝物 什么宝物啊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啊 杜飞云露出一副疑惑惊讶的表情 一旁的飞红衣也停止了咒骂 倾听着两人的对话 成卫军队长看杜飞云装糊涂 顿时眉头一挑 眼中寒光一闪 沉声喝道 兄弟们 上 给我把这两个盗贼都抓起来 顿时 上千个成卫军 文令而动 齐齐持着神器兵刃 施展出强大神术 朝杜飞云和飞红衣公来 这一刻 一直处于暴怒中 咒骂不休的飞红衣 陡然露出了幸灾乐祸的大笑 指着杜飞云笑得前仰后合 哈哈 杜飞云啊杜飞云 你他娘的真是活该啊 你以为你出卖我就能逃生吗 现在你也要死了 我们要共赴幽冥 你一定很开心吧 飞红衣此刻的心情 真的是痛快至极 虽然他知道自己今天活不成了 可是有杜飞云陪葬 他觉得十分解气 他相信 自以为聪明的杜飞云 此刻一定会懊恼万分 痛哭流涕 说不定会卑躬屈膝地 跪在成卫军面前求饶 到时候 他又可以肆无忌惮地 嘲笑杜飞云一番了 能够在临死前 看到这个一直欺压他的混蛋 最懦弱狼狈的一面 还能有他为自己陪葬 飞红衣觉得也值了 然而 他却失望了 他满心期待地以为 杜飞云会大惊失色 可是 他看向杜飞云时 却发现他脸上 没有丝毫不安 有的只是一片自信 以及阴谋得逞的冷笑 这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杜飞云还有后招 那一刻 飞红衣似乎忽然明白了什么 第764章 你不会以身相许吧 那一杀 黑暗的夜空下 漫天的神树光滑 将杜飞云的身影映照 他的俊朗脸庞上 挂着的那一抹自信的微笑 让近在咫尺的飞红衣 看得分外清楚 那一刻 不知为何 飞红衣的心弦 陡然间被拨动了 如果不是他这个家伙太可恨 太卑鄙无耻的话 飞红衣都不得不承认 他的样貌气质 真的是万里挑一的俊艳 而且他自信微笑时 那胸有成竹的模样 对任何一个女人 都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程卫军队长 也是天神后期的强者 杜飞云的表情变化和反应 他当然也看在眼里 那一刻 他也陡然觉得心跳漏掉半拍 心里隐隐觉得不安 可是他又无法揣测到 这股莫名其妙的不安 究竟来源于什么 我们有上千个天神境界的兄弟 只要这小子不是神王巨头 他就一定会死 或许是为了抚平心中的悸动和莫名其妙出现的不安感觉 程卫军队长在心里这样自言自语 安慰自己 给自己增加信心 然而 直到百分之一刹那后 数千道神树光滑降临 将杜飞云完全笼罩的那一刻 程卫军队长才发现他错了 而且错得非常离谱 突然出现的场景 让他情不自禁地瞪大了双眼 露出了见鬼了的不可置信表情 只见 数千道威力浩荡的神树 全部汇聚在杜飞云四周 狠狠地朝他攻来 而他依然安静地站在草丛上 面带微笑 胸有成竹 当攻击即将临体那一刻 他才不慌不忙地抬起右手 高举在头顶 无数人都看到 在他的手心中 有一尊黑色的药顶 看上去非常古朴 沧桑 有着属于太古时代 特有的沉重气息 那黑色药顶被他举在头顶 虽然只有一尺大小 却散发出万丈有黑如墨的光滑 那是一片犹如漩涡 能够吞噬任何东西 包括光明都不能幸免的 黑暗之光 纯粹的黑暗 数千道威力骇人 升危浩荡的神术 在这一刻 全都不受控制的 偏离了方向 变得摇摇欲坠 然后犹如圈鸟归零 全都钻进了 那黑色药顶 发出的黑色漩涡里 消失了 消失了 上千个天神境界的强者 联手发出的数千道神术攻击 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或者说 这数千道神术攻击 全都被那黑色药顶发出的漩涡给吞噬了 连一点神力气息 一丝神术光滑都没能剩下 嘎 全场的人 顿时都呆住了 不但是那上千个程卫军 程卫军队长 也在这一刻 目瞪口呆 满脸骇然地望着他 以及他手中的那尊黑色药顶 那是什么东西 那他妈的是王品神器吗 那一杀 程卫军队长陡然间明白了 他之前的不安和躁动 来源于哪里 没错 就是那个黑色药顶 他想不到 究竟怎样强大的神器 才能一招吞噬数千道神术的攻击 似乎除了神王强者炼制的王品神器 他再也想不出其他原因了 想到这一点 他心中陡声退役 浓浓的畏惧瞬间充满了他的心 让他的战意如冰雪消融 再也没有丝毫练战的意思 下意识地就朝属下 上千个成卫军们吼道 退 撤退 作为成卫军队长 他有着远超其他神族的见识 他非常清楚一件王品神器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 只要有这件王品神器存在 他们在场的上千个强者 都拿杜飞云毫无办法 甚至杜飞云还能仗着王品神器的庇护 将他们成卫军斩杀进半 但是虽然他下令让众人撤退 却为时已晚 山奥四周陡然亮起无数道金光 那纯粹而浓郁的金光 瞬间就将整个山奥照亮 形成一道金色的光照 将山奥都完全封锁起来 在场的众人都是天神强者 他们对这金光的气息都很熟悉 因为这赫然是信仰之力 紧接着 在众人还在震撼 不可置信 畏惧彷徨 不知所措的时候 那尊黑色的药顶陡然间 绽放出万丈金光 一道金色门户陡然打开 从其中鱼贯而出上千个神族 这些神族并不强大 绝大多数都只有魔神境界的实力罢了 其中只有二十多个天神境界的强者 但是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成卫军们 却依然是后背一阵发凉 头皮直冒凉气 因为他们看出来了 这上千个神族 浑身都沐浴着金色的信仰之力 他们的表情狂热而虔诚 那正是信徒的模样 也就是说 面前这个白发男子 有上千个魔神境界的神族 和二十多个天神境界强者做信徒 这代表着什么 所有人的心里立刻就有了答案 小子 你想赶尽杀绝吗 成卫军队长 已经是满腔的绝望 他已经预料到了败王 因为他深深地知道王品神器的强大 更知道一个拥有天神强者 做信徒的人 会是怎样的强悍 呵呵 我也是没有办法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 在满星海里探险寻宝而已 是你们追着不放 非要打扰我的清静 所以 我只能把你们全都留在这里了 因为我不想继续 被你们无穷无尽地追杀 而骚扰了性质 没办法 我也是被逼的 杜飞云微微苦笑一番 那表情那模样那语气 简直是逼真到了极点 似乎真的是被逼无奈才这么做 可是 谁都不是傻子 不管是飞红衣 还是成卫军队长 没有人会相信他的鬼话 尤其是飞红衣 此时早已忘记了出生 望着杜飞云正正出神 心里早已被震撼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也不能怪他心智不坚定 要怪就只能怪杜飞云 前后转变太大 前一刻还要出卖他独自求生 而这一刻却威武道报 一个人要干掉上千个成卫军 飞红衣知道 一人干掉上千个天神强者 这种壮举在神界无穷年月的历史中 根本没有出现过多少次 即便偶尔出现的那几次 凶手也都是神王巨头 小子 我承认我们低估了你的实力和底牌 但是你要想赶尽杀绝也是痴心妄想 我们这一千个弟兄若是拼死反击 你不死也要重伤的 而且 你要跟整个县赤城为敌吗 以县赤城的底蕴和实力强大到你不能想象 你若敢这么做 你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就算你逃到神界的任何角落 你都难逃一死 见杜飞云铁了心 要把这上前承卫军留下来 他的上千个信徒们 也围拢在山澳四周 对承卫军们虎视眈眈 承卫军队长也知道 这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所以 他只能选择出言恐吓 抬出现赤城来让杜飞云有所忌惮 至少可以暂缓局势 但是 他再次错了 错得非常离谱 非常可笑 因为 他根本不了解杜飞云的脾气性格 有多么的无法无天 恩 你说得对 先赤城很强大 我的确惹不起 但是 很可惜 我就算被干掉 那也是以后的事情 你们是肯定看不到的 现在要死的是你们 还有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 尤其是想杀我却没能得逞 还敢威胁我的 那就更该死 当然了 我是非常善良和仁慈的 一次屠杀上千人这种凶残的事 我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 我决定饶恕你们的性命 给你们一个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的机会 让你们好好洗刷一下 自己的罪恶和血腥 来吧 我的孩子们 伟大的神主在向你们招手 我需要你们的服饰 跟随我 信仰我 你们将会得到解脱 这一刻杜飞云 充满了悲天敏人 温和慈祥的气质和表情 看上去像极了普救世人的救世主 形象简直光辉到了极点 但是 在那上千个成卫君的眼中 他的这幅模样 却比那来自九幽魔狱的索命魔神 更加恐怖 比修罗和血魔都要可怕 随着杜飞云的话音落下 黑色的药顶 陡然绽放出浓烈到极点的金光 那是倾尽八级世界 亿万万生灵的信仰之力 全部释放出来 狠狠地朝上千个成卫君 镇压下去 与此同时 他的上千个信徒们 也纷纷狂热地 扑向了成卫君的人群 施展出最强悍的底牌神术 此时的成卫君们 正是内外忧患之际 一边要承受 那浩瀚磅礴的信仰之力的镇压 一边还要承受 诸多信徒们的围攻 可谓是苦不堪言 苦逼到了极点 仅仅十个呼吸时间 那上千个成卫君们就坚持不住了 纷纷露出迷茫和自责的表情 神志已经不再清醒 逐渐地要被信仰之力度化 唯独成卫君队长和几位小头目 实力比较高强 达到了天神后期的境界 还能勉强支撑一下 这时 杜飞云再次一声轻贺 石海里的 由信仰之力凝聚的金色小人 陡然运转 缓发出更加澎湃的信仰之力 狠狠地招成卫君们 镇压而去 顿时 上千个成卫君们纷纷坚持不住了 神色立刻陷入了浑恶之中 当当当 一把有一把神兵力气被丢弃在地上 一个又一个成卫君们 纷纷地抛弃了手中的武器 神色虔诚而恭敬地跪倒在地上 满脸愧疚和真诚地朝杜飞云呼唤道 尊敬的神主大人 谢谢您的指点和度化 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深重罪念 感谢您给予了我们获得新生 重新做人的机会 从此以后 我们就是神主大人您做下最虔诚的信徒 顺时之间 上千个成卫君纷纷被度化 都变成了杜飞云的信徒 成卫君队长和几个强者 也坚持了仅仅不足实习时间 就被更加澎湃强大的信仰之力 给直接度化成了信徒 与其他成卫君也没什么两样 做完这一切 杜飞云才露出温和的满意笑容 挥手一招 漫天金光便裹着山奥里所有的信徒 都回到了炎帝顶中 这时 山奥里才终于恢复了平静 杜飞云不费一刀一枪 不见一滴鲜血 就将上千个成卫君全部解决了 整个过程 飞红衣都完全地看在眼里 此时他早已震惊地目瞪口呆 哑口无言 嘴巴喃喃地动着 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直到山奥里再次陷入黑暗 他察觉自己早已恢复了自由时 才眼神古怪地望着杜飞云 结结巴巴地道 你是故意的对吧 你故意装作要出卖我 就是为了引成卫君们上当 你好一网打尽对吗 没错 飞红衣就算再笨 此时此刻也完全明白了杜飞云意图 之前他还以为杜飞云是个胆小怕死的软蛋 为了求生而出卖他 现在想想他觉得自己真是傻到了极点 以杜飞云那么狂妄自信的性格 又怎么会向成卫君妥协 这一切都是杜飞云的阴谋 他是为了尽快解决这些成卫君 才开口喊出飞红衣在此的话 为的就是让成卫君们尽快来到这个山谷 而山谷的四周早就被杜飞云布下了阵法陷阱 从发现成卫君的行踪开始 杜飞云就已经选择了灭掉对方 而不是妥协和投降 从最开始他就开始了精密的谋划 而抓住他引来成卫君们 也只是他计划中的重要一步 现在 飞红衣完全明白了这一切 都是杜飞云的计谋 他顿时无比自责和惭愧 刚才 他还在咒骂杜飞云是个欺软怕硬的胆小鬼 现在看来真正胆小懦弱的是他 因为面对成卫君强者们 他只知道逃跑 而杜飞云选择了以计谋歼灭对方 这是本质上的差距 恩 没想到你这个傻妞 也有开窍的时候 杜飞云刚刚将炎帝顶收起来 就看到飞红衣正站在他身边 像个好奇宝宝一样打量着他 仿佛要把他看穿 又听到他那一连串的提问 便笑着伸手弹了弹他的脑门 混蛋 你这个色狼 你竟敢摸老娘的额头 刚才还满心自责的飞红衣 顿时一手摸着自己的额头刘海 一双妩媚的丹凤眼狠狠地瞪着杜飞云 一副要拼命的架势 哎 傻妞就是傻妞 那叫刘海 杜飞云笑着摇摇头 便又迈步朝山谷外面走去 飞红衣也连忙跟在他身后 小妞 现在知道哥的厉害了吧 放心 这段时间你就跟在哥的身边 哥保证现赤诚拿你没办法 嗯 谢谢你 飞红衣默默地点点头 小声地说了一句 哼 看在你还算聪明 还算霸气的份上 老娘就不跟你计较以前的事了 小妞 有没有觉得哥刚才特别英明神武 特别霸气 特别有救世主的气质 嗯 好像是有点 飞红衣老实弟点点头 这个当然是的 放眼整个神界 也没几个人能做到杜飞云这么嚣张的 一下子就把上千个成卫军给收编成信徒了 这是王死里得罪 献赤诚主啊 话说 我这么卖力地救你 替你解决仇家 小妞 你是不是特别感动 嗯 谢谢你 这次是真心的 虽然你这个家伙很讨厌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 你的确是个好汉 我飞红衣打心眼里佩服你 现在 老娘看你顺眼多了 甚至有点欣赏你了 啊 神马 小妞 你该不会是感动得要以身相许吧 顿时 杜飞云赫然转身 一脸戒备地望着飞红衣 满脸警惕的表情 双手抱着胸前做出防范的模样 好像飞红衣要飞理她一样 啊啊啊杜飞云你去死啊 沉默了片刻 山谷里顿时爆发出飞红衣的怒吼声 第765章 碧水寒潭 对于杜飞云这种不打击人不舒服司机的家伙 飞红衣表示相当的鄙视 你一个大老爷们 犯得着跟我一个小女子斤斤计较吗 我不就是在县赤城门口坑了你一把吗 至于这样一直挖苦 打击 挑衅 调侃我吗 很显然 在刚才短暂地对杜飞云印象改观之后 飞红衣果断地将这段记忆抹去 对杜飞云的不满和愤懑再次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因为这家伙实在太可恨了 根本就没有拿他当朋友看待 他所遭受的就是俘虏和庸人的待遇 小妞 我饿了 你去找点吃的回来吧 小妞 我很渴 你快弄点神水来喝 咦 那边貌似花草茂盛啊 小妞 你去看看有没有珍贵的药材 诸如此类的话语 在这三天时间里 不断地从杜飞云嘴里冒出来 他不断地指使飞红衣干这个干那个 杜飞云 你这个混蛋 老娘几万年没吃过饭没喝过水了 你现在要像凡人一样吃饭喝水 你到底是想闹哪样 诚然 飞红衣这样发火 朝杜飞云怒吼 是有理由的 毕竟 除了凡人之外 连刚刚达到壁谷的凡间修士 都不会吃饭喝水 所以他可以绝对地肯定 杜飞云就是故意消遣他 可是 结局是很令飞红衣无奈的 杜飞云完全是我行我素 丝毫没有停止继续消遣他 而他现在又是身不由己 不得不遵从杜飞云的吩咐 于是 在离开山澳之后三天的今天夜晚 两人在一处大雪山的山脚下休息时 飞红衣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 决定跟杜飞云摊牌 推心致富地讨论一些 关于他行动自由的问题 杜飞云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好好的聊聊 聊什么 难道你要跟我聊聊人生 谈谈理想 顺便探讨一下人生的奥秘 啊 不过很抱歉 这些我只跟我老婆们聊 杜飞云正在篝火堆前 用极品神器宝剑穿着一只神兽香猪 把肉烤得香喷喷的 头也没抬的就是一通胡粥 飞红衣翻了个白眼 对杜飞云的话表示相当的鄙视 他当然听得出来话里的奇异 当然了 他这种妩媚性感的火辣美女 就连翻白眼的时候也是风情万种的 可惜杜飞云却没看到 或许他压根就不在乎 杜飞云说真的 一开始我非常讨厌你 也很恨你 但是现在我发现 其实你也不是那么可恶的 至少我知道你是个有担当的正人君子 虽然你总是口花花的说些流氓话 但是这几天你对我从未有过愉悦的举动 所以我确定我的判断没错 飞红衣已经想好了 今晚要彻底地跟杜飞云摊牌 好好聊聊 就算他胡言乱语 他也要忍住 一定要克制 然后把这些问题解决掉 别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杜飞云连忙扭头 脸色古怪地望着他 四世警告地说道 你还是继续讨厌我吧 我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你看我三妻四妾还有众多红颜知己 就应该明白我对美女的抵抗力很弱的 最关键的是 你刚才的话让我不得不怀疑 你是不是慢慢地开始爱上我了 哇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真是太不幸了 我是个很恶劣 很随心所欲的人 而且我对你不感兴趣 所以你还是死心吧 最关键的是 哥已经有老婆了 你来晚了 你 飞红衣顿时心头 一股无名火起 白皙的翘脸上浮现出一抹生气的红韵 丰满高耸的胸脯 又开始急剧地起伏着 显然被杜飞云填补支持的话 气得不轻 呼 飞红衣决定不能自乱阵脚 千万不能被他三言两语挑起怒火 要不然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谈判 就又要因为愤怒而提前流产了 于是飞红衣沉默了一阵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杜飞云 现在我已经不恨你了 而且我已经答应你 陪你去寻找那些药材了 所以 我也真心地希望 你能够把我当作普通朋友看待 至少你不要总是以武力欺负我 逼着我去干那些毫无意义的琐事 我觉得 你是个大男人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你应该不会小度鸡肠 还为了生我的气而故意消遣我 更何况 一个大男人 总是以武力欺负我这个弱女子 我觉得这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 这会玷污了你的英明 难得见到飞红衣这么冷静 条理清晰地将出这么多心里话 杜飞云也是愣了愣 微笑地望着飞红衣 打量了一阵才忽然玩耳 又低头接着烤肉 漫不经心地说道 原来你是想和我交朋友啊 哎 想和我交朋友就直说吗 干嘛找那么多理由呢 另外有个问题我要纠正一下 我让你做的事绝不是消遣你 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至于这些事如何重要 以后你会明白的 最重要的是我身边只有你 这些事情你不去做 难道还要让我亲自去做吗 你既然说要和我交朋友 那好 作为朋友 难道你连这些小事都不愿意帮我做 杜飞云的一番反问 顿时让飞红衣 目瞪口呆地愣在原地 好半场都哑口无言 想要反驳 却无从说起 在他看到杜飞云低头烤肉时 嘴角挂着的那一抹脚侠笑意时 顿时明白了 杜飞云又在欺负他 消遣他 啊啊啊 杜飞云你这个混蛋 你没有风度 你不是爷们 你就是个小人 强行忍了这么久 飞红衣的怒火终于无可遏制地爆发出来了 老娘好歹也是具一盟十万兄弟的大当家 在县赤城周边也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 再怎么说老娘也是大势力的头领了 身份何等的尊贵 你竟然让老娘给你当庸人 去干那些琐碎的事 你这混蛋懂不懂什么叫怜香惜玉 你这混蛋就不能给老娘留点面子吗 你这个 飞红衣坐在雪地上 一双晶莹的小脚因为激动而踢弹着 溅起一蓬蓬雪花 他正在大声控诉着杜飞云的罪行 却忽然察觉一道黑影袭来 以极快的速度击中了他 然后 他那烟红性感的嘴唇 就被一根小香猪的骨头给堵住了 要说的话也戛然而止 他顿时愣在原地 好一阵才反应过来 低头一看 这根骨头赫然是杜飞云刚才啃过的 我操 老娘这是跟他见接地接吻了吗 混蛋啊 呜呜呜呜呜 杜飞云你这个混蛋 老娘的出吻啊 飞红衣顿时脸色大变 不过这次却没敢吼出声 只能在心里疯狂地咒骂着 他怕吼起来 杜飞云又要拿骨头塞住他的嘴 而正在这时 他看到杜飞云身影一闪 就来到他的身边蹲下 他下意识地就要躲开 却被杜飞云伸手按住了肩头 不能动弹 嘘 小声点 别闹出太大动静 杜飞云的嘴 靠近他那白皙粉嫩的脖梗 贴在他的耳边说着悄悄话 热气吹到他的脖子里 让他的耳根和脖子都悄然爬上一层红韵 心跳没来由加快几分 听到杜飞云压低了声音 跟他说话这么谨慎 飞红衣也觉得其中或许另有隐情 但他不敢回头 生怕一扭头就碰到杜飞云的嘴唇 那他的初吻可就真的没了 于是便低着头小声地询问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杜飞云见他冷静下来 没有大吼大叫 这才稍稍心安 松开了按在他乡间上的手 低声跟他说道 看到前面那座大雪山了没 山顶上有一座千丈方圆的寒潭 那寒潭里的水都是青阳碧水 寒潭上飞鸟不能渡 鹅毛不能浮 那个寒潭就是我们寻找药材的第一站 冰晶青莲就是生长在这种寒潭里的 等到今夜子时就会出现 而且只会出现数十夕时间 你小声点别把他吓跑了 否则我们就功亏一篑了 又要等一个月时间才行 听到杜飞云说的这么神奇 飞鸿衣顿时愣了愣 有些疑惑的难难自语 为什么要等一个月呢 一边纳闷 他抬起头仰望高天 顿时就看到 高天之上挂着一轮圆月 将皎洁的月光洒下 今晚是月圆之夜 这一下他顿时明白过来 这种冰晶青莲 极有可能是每个月的月圆之夜 才会出现 这样一想他有明白一件事 难怪杜飞云今天带着他 在大雪山附近 转悠了一天也没离开 原来就是为了等待 那冰晶青莲的出现 对了 你刚才我如果闹出动静了 就会把冰晶青莲吓跑 难道 那冰晶青莲已经成腰了 见飞鸿衣扭头 满脸好奇地望着他 他那白皙而精致妩媚的脸庞 在月光下散发着迷人的光泽 他雪白的颈子和胸口露出的一抹沟壑 此刻都分外的诱人 杜飞云这个角度 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 他胸口的两个雪白的大白兔 这让他忍不住有点小尴尬 悄悄别过头去 点点头说道 也可以这么说 毕竟那冰晶青莲是药材中的极品 就算是神王强者们炼制王品神丹 也时常会用到 而他这种极品的药材 都是天地精灵孕育而生 天生就有极高的灵性 生长成熟之后 如果还不被采摘掉 就会化形成腰 拥有极强的法力 哦 那我们要怎样才能抓住他 不让他逃跑啊 终于要找到第一种药材了 距离逃脱杜飞云的魔掌 获得自由就更近了 飞红衣当然也希望杜飞云 能够成功得到冰晶青莲 冰晶青莲非常喜欢白月草 和冰灵花混合时发出的气息 到时候我们把白月草 和冰灵花混合起来 带在身边 就可以让它停留更多时间 我们就能悄悄接近 将它采摘掉 听到杜飞云的话 飞红衣的脸色 忽然间变得有些古怪 似乎有点小尴尬和愧疚 啊 你说的白月草和冰灵花 是不是前两天 你让我去采摘的那些花草药材啊 第766章 寒冰神龙 在这之前 飞红衣一直都认定 杜飞云是故意消遣她 才会让她去做那些 看上去毫无意义的事情 比如 爬到万丈高峰上 去采摘一些不值钱的药材 比如钻进大雪山里 去收集冰灵花 可是 直到刚才 听到杜飞云的话之后 她却陡然发现 似乎她错了 而且错得很离谱 杜飞云根本没有故意消遣她 她让她做的这一切 都是有意义的 她误会了杜飞云 所以 此时此刻 飞红衣的心里 才会如此愧疚和自责 甚至不敢去看杜飞云 表情也有点尴尬 当然了 对此她的心里 也是有些埋怨的 这个混蛋 干嘛不早点跟我说明 如果她直接告诉我 做那些事的意义 难道老娘还会拒绝吗 那样的话 老娘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内疚吗 不过 这些她也只是在心里想想而已 她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这只是她死不认输的性格 还在妄图为她的自责 和愧疚狡辩一下而已 她心里 其实早已原谅了杜飞云 不知不觉间 皎洁的明月已经升上了高天 时间已经来到了紫夜时分 夜晚的冷风吹来 大雪山下有纷纷扬扬的雪花 在持续不断的洒落 这时杜飞云终于带着飞红衣行动了 两人隐医了气息 像一道无声无息的寒风 顺着大雪山脚下 向顶端的碧水寒潭爬去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山峰顶端 隔着老远飞红衣 就看到了那座方圆千丈的寒潭 在黑夜里 挨挨白雪的映照下 犹如一个圆形的黑色小点 点缀在白茫茫的山峰上 寒潭四周一片死寂 没有任何妖兽飞鸟之类的活物 诸多生灵根本不敢靠近这里 暂且不提避水寒潭里 那恐怖的吞噬之力 任何生灵靠近都会被吸进去 但就说寒潭四周那彻骨的含义 也足以让普通天神强者 都被冻僵身子 距离寒潭还有万丈距离 飞红衣便情不自禁地 缩了缩 晶莹剔透的小脚 色缩地抱着膀子 脸色有些泛青 那寒潭的气息实在是太阴寒霸道了 连他这个天神后期强者 都有些扛不住打哆嗦 杜飞云察觉到他的异样 扭头望了他一眼 表情平静 并未说话 只是伸出大手握住了他那血白柔软的小手 将他的柔体握在手心里 一道精纯磅礴的神力输送过去 飞红衣顿时一正 身躯有些僵硬 惊讶地抬头望着杜飞云 眼神中带着一抹不可思议的神采 当然 更多的则是慌乱和修难 虽然他平时一直都是一副火辣女王的性格脾气 但是没有人知道自他记事起就从未有男人与他如此亲近过 尤其是杜飞云的那一丝神力迅速游走他的全身 使他身体内彻骨的寒意瞬间被驱除 整个人都温暖多了 心里也暖暖的 不知为何 即使飞翔在高空中迎着凛冽的寒风 这一刻他的心中也有暖流躺过 看向杜飞云的眼神温柔了许多 只是那令他感到安逸和眷恋的暖意 请客间便离开了 杜飞云温暖的大手也放开了他的柔体 他依然脸色平静地望着前方 紧盯着寒潭里的动静 根本不曾去看飞红衣的反应 一股淡淡的失落充斥着飞红衣的心 但是他很快便察觉到自己的异样 顿时翘脸一红 心中暗骂自己不知羞耻 哼 这个可恶的家伙一定是故意讨好我的 我才不要上他的当 坚决不能被他的小恩小惠感动 这时 飞红衣察觉杜飞云陡然停了下来 悬浮在空中 周身以风雪之力掩盖了两人的气息 跟寒潭保持着千丈距离 一动不动地观察着寒潭里的动静 飞红衣知道 关键的时候来了 他连忙收敛了心思 顺着杜飞云的目光 朝寒潭里望了过去 皎洁的月光洒落下来 使得两人的身影显得十分静谧 和谐 点缀着淡淡的光辉 飞红衣紧挨着杜飞云 两人都是神情专注地望着寒潭 这一刻出奇的和睦 逐渐地 一片碧绿而死寂的寒潭里 终于有了一丝动静 纹丝不动的水面 终于现出一丝丝波纹连衣 自寒潭下方 有一股股水流涌上来 飞红衣知道 这就是冰晶青莲出现的前兆 很快就能看到杜飞云 梦寐以求的药材 他不由地屏住呼吸 心中紧张 寒潭里的动静越来越大了 水面下逐渐地冒出 大股大股的水花 一道道巨大的暗流涌上来 在整个寒潭的水面 搅起一道道涟漪和微浪 飞红衣正在感到疑惑 那冰晶青莲出现的动静 怎会这么大 这让他感到费解 他扭头一看 就看到杜飞云 也是皱着眉头 眼神死死地盯着寒潭水面 似乎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情况 下一刻 寒潭中间的水面 陡然溅起一大棚水花 一个冰蓝色的巨大身影 陡然从水面下浮了出来 暴露在月光的映照下 杜飞云和飞红衣两人 顿时瞪大双眼 认真专注地望向那个巨大身影 双眼陡然瞪大了起来 只见在寒潭的水面上 显露出一条长约百丈 脊背宽阔还带着 道次的巨大妖兽 那妖兽浑身布满了 冰蓝色的晶片 一颗头颅很是硕大 头顶长着一根有黑的独角 在月光下散发着 悠悠的寒光 而此时 这个形状犹如鳄鱼一般的 巨大妖兽 平静地躺在水面上 享受着月光的沐浴 像是在晒月亮 在它头顶上 还顶着一个 一丈方圆的碧绿色水泡 水泡里充满了 丝丝缕缕 如雾气般的水气 在水气的包裹中 有一朵碧绿 晶莹欲滴的莲花 正悬浮在水泡里 这朵碧绿的莲花 只有八丈大小 花瓣下却奇怪地 生着诸多根须 散发着盈盈光滑 水泡里那些如水雾一般的碧绿色水气 纷纷向青色莲花的根须 汇聚而去 被莲花吸收 与此同时 高天上圆月洒下的月华 也在寒潭上方汇聚成一缕缕银色月光 纷纷汇聚到水泡里 被那朵青莲所吞噬吸收 躺在水面上的那个巨大妖兽 也陷入了平静 非常惬意地享受着月光的洗礼 发出平稳而悠长的呼吸 没想到 那鳄鱼一般的妖兽和青色莲花 竟然同时在吸收月光的精华 这个神奇的发现 让杜飞云和飞红衣两人 都感到好一阵恶然 两人都很怀疑 那妖兽 怎会跟冰晶青莲生长在一起 又怎么会相安无事 一起吸收月光精华 想不通 飞红衣促着秀眉想了许久 依然觉得很好奇 而这时 一直在观察那鳄鱼般的妖兽的杜飞云 忽然眉头一挑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以神识传音对身边的飞红衣说道 小妞 我们这次可能要发大财了 那个妖兽看到没 那就是寒冰神龙 啊 真的吗 飞红衣顿时一愣 一双勾人的凤眼也立刻瞪大 闪烁着兴奋和喜悦的神采 他当然知道寒冰神龙这种神兽意味着什么 在神兽中 血脉越是高贵 其实力就越强大 将来的成就也更加不可限量 而凤凰 神龙 麒麟 大鹏等等神兽 正是神兽血脉中最高贵的几个种族 一旦杜飞云能够抓到这条寒冰神龙 将这头强大的神兽变成宠兽 那就将收获极大的助力 从此战斗力倍增 杜飞云你快看 他们是不是要结束吞噬月光了 看样子那个寒冰神龙 要带着冰晶青莲潜入寒潭了 过了数十截时间 飞鸿依旧发现 那寒冰神龙逐渐的有了动作 像是要潜入寒潭下方 他连忙提醒杜飞云 嗯 不过不要紧 我已经把冰灵花和白月草混合起来 释放出气息了 用来麻痹那个冰晶青莲 不过现在多了一头寒冰神龙 事情有点麻烦 杜飞云这么一说 飞鸿依也稍微有些担心 亲眼见识到冰晶青莲和寒冰神龙之后 他也产生了和杜飞云一样的心理 迫切地想要将这个神兽和药材都收入囊中 所以杜飞云说事情有些麻烦 这让他有点担心 果然 冰灵花和白月草的气息顺着寒风飘散出去 笼罩着寒潭 那正准备潜入寒潭下方的寒冰神龙 又渐渐安静下来 看样子暂时还不想离去 接着贪婪的吞噬月光精华 然而就在这时 飞鸿依心中正感到期待和欣喜的时候 却发现寒潭四周的气息陡然一变 有一道璀璨的神光猛然爆发出来 从万丈之外的某处雪地下方 骤然窜出来一道冰蓝色的神光 以超越光速的速度朝寒潭中间射去 那一杀 飞鸿依的神石顿时看到 那道神光里包裹着的 赫然是两个年轻的神族男子 他们面色冷峻 双眼中透露着贪婪和兴奋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寒潭中的寒冰神龙 这两个神族男子陡然出现 犹如一道信号 与此同时 寒潭四周十里范围内 顿时又冒出四五道颜色各异的神光 又有十几个神族显现出身影来 以极快的速度朝寒潭冲去 飞鸿依顿时大惊 刹那间就明白过来 不但他们在打寒冰神龙和冰晶清廉的主意 还有其他神族也在此埋伏 此时他们终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迫不及待地出手了 该死 这些混蛋 这下要打草惊蛇了 杜飞云顿时脸色一变 眼神中透露出凛冽的杀鸡 第七百六十七章金牌猎人 看来 盯上冰晶清廉的人 不仅仅有杜飞云 还有刚才出现的那六个神族强者 飞鸿依完全没有料到 眼看着杜飞云即将把寒冰神龙和冰晶清廉弄到手 却半路杀出了这些神族 而且杜飞云用冰灵花和白月草 已经诱惑和麻痹了寒冰神龙与冰晶清廉 只要再等上片刻 时机一到 他就能够出手把这两样东西都弄到手 但是 埋伏在一旁的那些神族们 却是如此的可恨 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刻出手抢夺 如此一来就把杜飞云的计划完全破坏 果不其然 那寒冰神龙和冰晶清廉 察觉到璀璨的神光出现 以及其中蕴含着的磅礴神力气息 寒冰神龙顿时一惊 一双乌黑的大眼顿时睁开 并射出骇人的立芒 嚎叫一声 敖乌 三道神光一闪极致 其中的六个神族都释放出强大的擒拿神术 朝寒潭中的寒冰神龙照去 他们的目标正是寒冰神龙 在此埋伏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擒获那寒冰神龙 然而 寒冰神龙早已警觉 察觉到了极其危险的气息 当即便仰天咆哮一声 巨大的身躯扭动起来 搅起了漫天的阴寒水花 把一大团刺骨的避水气息 朝那六个神族飙射而去 与此同时 他非常谨慎地收回了那个巨大水炮 似乎生怕其中的冰晶清莲受到一点惊吓 将水炮卷在庞大的身躯中 一扭头就朝寒坛下方钻去 正是要逃跑 好个伶俐的畜生 竟然知道玩拖延战术 方便逃跑 三道神光里 六个神族中为首的年轻男子 是一个满头冰蓝色长发的英俊少年 看到寒冰神龙的动作 他当即冷笑一声 周身绽放出璀璨的冰蓝色金光 以磅礴无匹的神力 直接将整个寒坛笼罩 原本波浪滚滚的寒坛里 顿时风平浪静 所有鼓荡汹涌的潭水 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短短瞬间就凝结成碧绿色的尖冰 竟然要将寒冰神龙给冰封在其中 其他五个神族也立刻动手 施展出磅礴神力 协助纳兰发男子进行封印 以防寒冰神龙逃跑 看那架势 他们对寒冰神龙是势在必得 杜飞云 我们该怎么办 这时 看到那六个神族在激烈地争抢 对付寒冰神龙和冰晶青莲 飞红衣有些沉不住气了 然而 他扭头一看 却发现杜飞云早已不知去向 根本不在他的身边 他再朝寒潭中望去 就看到杜飞云不知何时 竟然出现在数千丈之外 正追着那潜入潭底的寒冰神龙而去 飞红衣看清楚他的身影那一刻 正好看到他浑身裹着一团黑色光滑 没入了寒潭 向潭底潜下去 六位神族联手施展的封印 刚刚将寒潭封印住 就发现那寒冰神龙的强大超乎想象 竟然挣脱了他们联手布置的封印 顽强挣扎着朝潭底前去 而这时 一道骤然出现的火红色身影 也爆发出无与伦比的烈火力量 瞬间把寒潭中的尖兵都蒸发了十丈深 那火红色身影是个白发的年轻男子 他骤然出现在场中 一出手就展现出自己的立场 跟寒冰神龙一方 六位神族一方都是敌人 哪里来的混蛋 你找死 察觉到自己几人联手施展的封印 竟然被寒冰神龙破除了 这个火红身影的男子 也要横插一脚 抢夺他们图谋已久的寒冰神龙 那冰蓝色长发男子 顿时勃然大怒 开口怒喝着 毫无疑问 这个突然出手的白发男子 正是杜飞云无疑 之前杜飞云没能察觉到 他们埋伏在一旁 他们也没有察觉到 杜飞云和飞红一的存在 现在杜飞云现身了 他们才会如此吃惊 当真是又惊又怕 因为杜飞云 你刚才展现的实力非常强大 让他们不得不忌惮 不过杜飞云却没理会他们 他浑身爆发出璀璨的赤红色火焰 如披荆斩棘一般 破开层层尖兵 朝寒潭下方潜入 在他下方不足百丈外 就是那仓皇逃窜的寒冰神龙 杜飞云现在是完全放任那六个神族 不去理会 一心只想抓住寒冰神龙 天神之手 杜飞云一声怒吓 体内法力陡然爆发出来 施展出一道无形无影的巨大手掌 朝那寒冰神龙擒拿而去 一进入寒潭 他就察觉自身速度陡降 四周压力大的出奇 而那寒冰神龙却如鱼得水 十分滑溜 眼看着就要逃远了 迫使他不得不立即出手擒拿 在寒潭下方战斗 跟在空中和陆地上完全不同 需要承受极强的阴寒水力的侵蚀 而且这寒潭避水 比起山石 金铁都要重无数倍 在其中穿行比土盾还要艰难百倍 寒冰神龙的速度极快 但是天神之手的速度更快 请客间就降临到他的身后 把他完全笼罩起来 巨大的压力从四面八方传来 使得寒冰神龙的速度 陡然下降到极慢 立刻就陷入天神之手的包裹中 眼看着就要被擒拿 寒冰神龙大惊失色 焦急地咆哮扭动着 奈何根本敌不过杜飞云的强大实力 无法逃脱天神之手的掌控 不由地惊叫连连 浑身都蹦射出无穷无尽的水箭 那些碧绿的水箭 拥有极强的威力 普通的防御神器都要被轻易洞穿 只有上品防御神器才能挡住 由此可见 那寒冰神龙的实力也是非常厉害的 虽然还只是天神中期的境界 但是比绝大多数天神后期的强者 都要厉害得多 只可惜 他遇到的是杜飞云 这就注定了他的攻击是无效的 杜飞云不仅有上品防御神器 自身实力更是强悍的离谱 那些黑色水箭堪堪飙射到他身前不远处 就被他的护体神力给挡了下来 与此同时 他再次爆发出一股更强的神力 使得天神之手的威力再次暴增一倍 噢 寒冰神龙瞬间被天神之手束缚禁锢住 浑身都被无形无影的大手给擒拿 巨大无匹的力量压迫他的身躯 使得他的骨骼与鳞片都爆出一阵阵 咔嚓咔嚓的脆响 蹊跷更是流淌出许多乌黑的血来 给我收 看你往哪里跑 杜飞云一声轻贺 天神之手顿时将寒冰神龙擒拿 抓着往上提起来 炎帝顶早已被他打开 绽放出一道璀璨的金光 打开了一道通往顶内的通道 只要杜飞云把寒冰神龙往上提200丈距离 就能将其收到炎帝顶中镇压起来 到时候不单寒冰神龙 连冰精清廉也会一同到手 寒冰神龙当然知道自己的命运 顿时愤怒而惊恐地挣扎咆哮着 奈何天神之手的力量太强大 他根本无可奈何 然而就在这时 碧水寒潭的上方陡然传来一阵剧烈的神力波动 还有一道道咆哮声和喊杀声 察觉到异样情况 杜飞云顿时眉头一蹴 心中按道一声糟糕 因为他想起来飞红一海在上边 于是 他顾不得去慢慢收服镇压寒冰神龙 直接以天神之手将他擒拿着 身躯快速地上浮 很快就来到寒潭水面上 刚刚出了碧水寒潭水面 杜飞云的神石瞬间释放出去 立刻就看到了让他怒火喷涌的一幕 只见 在寒潭水面上 那六个神族男子正在围攻飞红一 战斗已经到了尾声 那六个年轻男子都是天神后期的强者 实力非常强大 每一个都不弱于飞红一 此时六人齐齐动手围攻他 飞红一当然无法招架 双方动手不过数十息时间 飞红一手段进出也没能幸免 很快就被那六人给镇压齐拿住了 这时候 杜飞云浮出水潭时 就正好看到六个神族中 围首的冰蓝色长发男子 挥手发出一道幽蓝光滑 打入飞红一的脑袋内 那是一种强大的封印 直接把飞红一的战斗力瓦解 封印住了 混账 你们找死 杜飞云是急怒攻心 之前情势危急 他只顾得去抓捕要逃走的寒冰神龙 却没顾及到飞红一的安危 当然 飞红一如果继续保持原地不动 潜伏在一旁的话 应该也不会有危险 只是不知道他为何主动现身 结果被那六个神族给擒拿 混蛋爬虫 你好大的狗胆 竟然连我们六人看中的寒冰神龙也敢抢 你真是不知死活 那六个神族也看到了杜飞云去而复返 顿时朝杜飞云围过来 流露出阴寒的杀机 那寒冰神龙他们早就发现了 一直在等待时机抓捕 却没想到被杜飞云给杰族先登了 杜飞云 你快走 不要管我 这六个人都是猎人岛的金牌猎人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快带着寒冰神龙走啊 飞红一虽然被封印了神力 犹如普通一样 没有任何战斗力 但是他的嘴巴还是能动的 看到那六个神族男子将杜飞云围起来 他顿时又惊又急的大声喊叫着 让杜飞云赶紧逃跑 飞红一对猎人岛很了解 尤其是这些猎人们的行事手段 他更是在清楚不过 那是绝对惨无人道的血腥 哎 傻妞 你怎么不老老实实待在原地 干嘛要跑到寒潭中来 杜飞云却没有丝毫逃走的意思 而是微微叹口气 眼神复杂地望着满身狼狈的飞红一 我 飞红一顿时惭愧地低下头 显得非常惭愧和自责 对不起 杜飞云 是我连累你了 我看到你下水潭里去找冰晶清廉 我怕你一个人应付不来 所以想给你帮帮忙 听到他的话 杜飞云的嘴角露出一丝莫名的苦笑 心中暗叹 果然不出我所料 哎 这傻妞还是太善良了 第768章要挟 虽然飞红一总是满口粗话 有时候说话像个女汉子 但这是她的身份注定的性格 占山为王的女土匪吗 而且还是匪盗的大王 会养成这样的性格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杜飞云又怎会看不出来 这个彪悍的女汉子 火辣的外表下 其实藏着一颗纯粮细腻的心呢 所以 当她发现飞红一 竟然在水潭上被六位神族围攻的时候 她就猜到了 肯定是飞红一怕她遇到危险 才情不自禁地现身 潜入寒潭去帮她 如果她趁机逃走 脱离杜飞云的掌控 那就不存在被擒拿封印的事了 如果她待在原地不动 不关心杜飞云的死活 大概也不会陷入危险 可偏偏她就是没忍住 下意识的第一反应 就是跟随杜飞云潜入水潭 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一幕 现在 她的心情更加糟糕了 这比她自己被擒还要糟糕透顶 杜飞云 你这个傻鸟 你知不知道金牌猎人的厉害 你还不逃走 难道要在这里等死吗 你想给老娘陪葬吗 金牌猎人 是猎人岛中最高级的猎人 也是地位和实力仅次于岛主的强者 每一个金牌猎人 都是经过亿万次生死搏杀 完成过无数艰巨任务才晋升的 他们必定是天神后期强者 而且还是天神后期强者中 百里挑一的存在 毫不夸张地说 他们每一个人的战斗力 都相当于至少三个同境界强者 飞鸿一知道杜飞云很厉害 可是再厉害 难道还能跟六个金牌猎人 相提并论吗 只是 他费尽心思要把杜飞云赶走 却没想到 那六个金牌猎人 却抢占了先机 为首的冰蓝色长发男子 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恶狠狠地朝杜飞云 提出了要挟 该死的小子 你叫杜飞云对吗 现在你的女人在我们手上 他的下场是生是死 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冰蓝色长发男子 表情戏谑地盯着杜飞云 眼神中充满了杀鸡 杜飞云 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女人 惨死在你面前的话 那你就把寒冰神龙交出来吧 自始至终 从杜飞云浮出水面那一刻 几位金牌猎人的眼神 就一直盯着 那被杜飞云抓捕的 寒冰神龙 眼神赤裂而贪婪 哦 那是不是我把寒冰神龙 交给你们了 你们就会放开他 杜飞云被那几位金牌猎人威胁 却丝毫不动怒 想也不想就反门出口 杜飞云 你这个笨蛋 我值得你这么做吗 值得你放弃寒冰神龙 和冰晶青莲吗 飞鸿一完全没想到 他一直以为 自己在杜飞云眼里 就是个俘虏罢了 现在杜飞云 却要以他梦寐以求的 冰晶青莲和寒冰神龙 来换取他的自由 这让他有些始料未及 只是 他还想说些什么 却看到杜飞云表情坚定地 朝他微微一笑 那一抹微笑 是那么的干净 真诚 犹如一道暖流 瞬间冲进了飞红衣的心里 肆无忌惮地撕开了 他心灵的防御 他顿时陷入沉默 眼神定定地望着杜飞云 心中涌出复杂难明的感觉 一股叫做感动的情感 瞬间弥漫了全身 那当然 我们的目标只是寒冰神龙 对你的女人不感兴趣 只要你交出寒冰神龙 我们就可以饶他不死 得到冰蓝色长发男子的答复 杜飞云才微微汗手点头 好 记住你的话 说完 他想也不想 便抬手将被禁锢的寒冰神龙 扔了出去 天神之手裹着身躯巨大的寒冰神龙 呼啸着从水面下飞出来 有如一座小山朝那几位金牌猎人砸去 其中两位金牌猎人顿时双手间绽放出璀璨神光 以擒拿之术将小山包一样的寒冰神龙接住 连忙施展封印之术 去封印寒冰神龙 而这时 飞红衣依然被那个冰蓝色长发男子拎在手中 他丝毫没有放走飞红衣的意思 阁下 我已经交出寒冰神龙了 该履行你的诺言了 杜飞云的表情逐渐变冷 眼睛也微微眯起来 哈哈 诺言 什么诺言 我说过会饶这个女人不死 可我没说过要放过你啊 再说了 就算我们要放这个女人一命 那也要先和他云语一番才行 谁让他生得如此貌美动人呢 哈哈哈哈 得到了寒冰神龙 那六个金牌猎人的表情顿时就变了 神色间充满了对杜飞云的蔑视和怜悯 表情非常嚣张和自信 飞红衣的话果然没错 这些金牌猎人果然都是人渣 血腥而无耻的混蛋 这一刻 杜飞云的脸色陡然转寒 双眼眯起露出了灵力的杀鸡 这是你们自己找死 低沉而肃杀的声音 自杜飞云的口中一出 山峰上 有凛决的狂风吹来 他那满头的白色发丝 在脑后肆意地飘扬着 什么 那冰蓝色长发的男子 正目光贪婪而炽热地打量着飞红衣 那婀娜魅人的身段 却忽然察觉到周围的气息变了 从杜飞云的身上 爆发出一股冲天的杀气 不单是他 其他五个金牌猎人 也顿时察觉到不对 心中猛然一惊 下意识地扭头望去 对面却早已失去了杜飞云的身影 与此同时 他们的耳朵听到了一道低沉的声音 很短也很有力 只有一个字 爆 果然 杜飞云刚刚喊出这声爆 那被封印镇压的寒冰神龙 就真的爆炸了 当然 并不是寒冰神龙爆炸了 而是他周身被几位金牌猎人 施加的镇压和封印 在这时瞬间爆碎崩溃掉 一团无比精纯 威力强悍到恐怖的寒冰气息 犹如一团蘑菇云一般 从寒冰神龙的身上爆发出来 两个金牌猎人距离寒冰神龙最近 刚才就是他俩将寒冰神龙接下来 并且施加了封印之术 此时 那一团寒冰之力爆发出来 他俩手当其冲 直接被震飞了出去 人还在半空中划过弧线朝寒潭衰落 就是大口一张 哇的一声吐出一溜血溅来 骤然发生的变故 让几位金牌猎人都是一惊 但是他们并没有自乱阵脚 显现出身经百战的强悍心理素质 尤其是冰蓝色长发的男子 看到杜菲云消失 他就知道不对 下意识地拎着飞红衣朝后退去 只可惜 就算他反应再快 也为时已晚 一道极其恐怖的火焰力量 带着来自幽冥的呼唤 含着震慑人心的阴寒力量 瞬间席至他的后背 他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抵挡 护体神力就被那紫色的火焰给击穿 贴身穿着的上品神奇护甲 也直接被紫色火焰给烧成灰烬 啊 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其他几位金牌猎人 骇然地转头望去 就看到令他们胆寒的一幕 他们的领头者 那个冰蓝色长发男子 此时浑身沾满了紫色的火焰 整个人都在剧烈地燃烧着 连神魂都无法逃出来 在短短片刻时间 就都被那紫色火焰给烧成了虚无 连一点渣子都没能剩下 天哪 那是什么火焰 怎会如此厉害 那一杀 其余五位金牌猎人 都是满腔惊骇 双眼瞪大 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们的头领 凄惨死去 领头的金牌猎人 被幽冥紫燕灭杀了 飞红衣也从他手中掉落 朝下方的寒潭落去 现在他被封印了神力 就像个普通人一样 一旦掉进碧水寒潭里 就算不会丧命 肉身也会被寒潭水给冻坏 但是就在飞红衣满心担忧的那一刻 却察觉下坠的趋势一缓 腰间有一股有力而坚强的触感 那是一只虽不强壮但却非常安全的胳膊 杜飞云一把将飞红衣楼主 揽着他的牵牵细腰停留在空中 左手闪烁着赤红色神力 在飞红衣的身上点点拍动 以剑指点过几处穴位 终于将他的封印解除 使他恢复了自由 这时候已经是两夕时间过去 那五个金牌猎人也从震撼中醒来 寒冰神龙的封印已经破碎崩溃 爆发出一团寒冰之力 将两个金牌猎人打伤之后 他就毫不犹豫地潜入寒潭 朝下方疯狂地逃窜 那五个金牌猎人 看到头领被杜飞云干掉 也立刻意识到不妙 个个都是惊呼一声 便转头朝不同的方向逃走 给我死回来 杜飞云一声怒吼 以幽冰紫燕的力量 施展出天神之手 朝那逃窜的几个金牌猎人抓去 那两个受伤的猎人最惨 逃得最慢 直接被天神之手抓住 浑身都被幽冰紫燕给燃烧 神魂也被禁锢在肉身内 随着肉身一同被幽冰紫燕烧成虚无 另外三个猎人的下场 也好不到哪里去 三人都被天神之手给抓住 肉身被幽冰紫燕点燃 顷刻间肉身就化成了虚无 但是 他们竟然对自己心狠手辣 在肉身即将燃烧完那一杀 直接施展自暴 以自暴的力量挣脱天神之手的叔父 夺取一丝空隙 把神魂给逃走了 那三个猎人在逃命之中 竟然不惜自暴肉身 让神魂遭受重创 宁愿以残魂逃走 也不要落在杜飞云手中 很快 他们三人的残魂 就消失在大雪山上 杜飞云一招不成 没能把那三个猎人也杀掉 却只是冷哼一声 并不去追赶 因为 那寒冰神龙 已经潜入了寒潭 足足千丈 再不去追赶的话 杜飞云的神石 就无法渗透寒潭千丈以下 就会失去寒冰神龙的气息 那冰晶清廉 也得不到了 走 杜飞云毫不犹豫地 将还在发愣的飞红衣 蓝腰抱起 以闪电般的速度潜入寒潭 向着寒冰神龙追去 第769章浩瀚星海 寒冰神龙的速度太快了 尤其是在避水寒潭之下 它的速度更是快如闪电 游起来如鱼得水 杜飞云不单要承受着 强烈的寒气侵蚀 还要抵挡越来越强大的恐怖压力 更要带着飞红衣 下潜到潭水下方2000丈深处 就算是飞红衣这样的天神后期强者 也难以抵挡那彻骨的寒气与压力 全靠杜飞云以强大的神力保护着他 这才能安然无恙地继续下潜 一人一龙 这一前一后的追逐 足足下潜了两万丈深 终于到达了寒潭的底部 此时也已经进入大雪山地底一万多丈深 此时 就连杜飞云的神力也难以支撑 那彻骨寒气与恐怖压力 不得不祭出了炎帝顶来抵挡 毫无疑问 在这寒潭的底部 就算是那六个天神后期的金牌猎人 也要立刻被冻成冰渣子 被恐怖的压力碾压成鸡粉 四周一片黑暗 根本看不清任何物事 杜飞云勉强释放出神石 才能观察到四周千丈方圆的景象 寒潭在这里 已经变做了万丈方圆 四周的岩壁上督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空洞 从四面八方都有水源汇聚而来 使得这处寒潭永不枯竭 逃到这里来 寒冰神龙已经无处可逃 寒潭到了这里已经是底部了 寒潭的四周都是坚硬的岩壁 最下面则是一个有黑的深渊 看上去空荡荡的 其中有一阵阵磅礴的神力波动传来 即便寒潭的水压力再怎么大 在那空洞的深渊上面 却是丝毫不能压下去一分 更没有一丁点的潭水渗透进去 就仿佛 那处寒潭是一处特殊的空间 看上去近在咫尺 却相隔着无穷远的距离 离此空间不通 自然也不会与寒潭交融 寒冰神龙带着冰晶青莲 逃到了这里 已经是无处可逃 正焦急地在坛底乱窜 似是在寻找着出路 见寒冰神龙已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 杜飞云现在也不着急了 就缓缓地逼近 同时观察着坛底的情形 很快 他就发现一个问题 那寒冰神龙在坛底四处逃窜 却无论如何 也不敢接近那处有黑的深渊 似乎对那个黑洞非常畏惧 这不禁让杜飞云感到一阵好奇 那处黑洞到底是什么 为何会让寒冰神龙如此畏惧 观察了一阵 也趁机缓和了一下剧烈的神力消耗 逐渐地杜飞云觉得体内损失的神力 又补充回来 恢复了精神 便不愿再等下去 朝寒冰神龙一点点地靠近 那寒冰神龙平时看来也很少来到这潭底 估计他虽然在水潭里生活得很轻松悠闲 但是在这寒潭底部 在恐怖的压力和寒气下 也难以坚持太长的时间 看到杜飞云步步紧逼而来 寒冰神龙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胁 他的智慧能清楚地让他知道 在这寒潭底部还能坚持的人 绝对是强大到他不能抵挡的 于是当杜飞云驾驭着炎帝顶 朝他逼近的时候 他焦急无措地在寒潭底部四处乱窜 甚至不惜爆发出强大的神力 去狠狠地攻击一旁的炎帝 妄图打穿那坚硬而厚实无比的炎帝 潜入到山石中逃走 虽然他是寒冰神龙 最理想的环境就是待在寒潭水之中 但是并不代表他不能离开寒潭 即便是施斩土盾在山石里穿行 他也还是可以逃走的 只可惜 这潭底四周的炎帝 已经是不知多少年月累积下来的 坚硬到不可想象 任凭他怎么冲撞 费尽全力也没能把炎帝 打出哪怕一丈深的坑洞 没能打穿炎帝逃走 而杜飞云又逐渐接近他不足千丈 死亡的阴影已经笼罩了他 寒冰神龙便是无计可施的情况 无奈之下他爆发出全部神力 施展出土盾 要穿透那炎帝逃走 只可惜 在他周身刚刚爆出冰蓝色的神力时 杜飞云就生生地掐断了他的希望 只见杜飞云把手一招 就有强大的神力击射而出 朝他的脑袋狠狠地轰来 如果他继续施展土盾逃走 还要耗费一段时间 杜飞云的攻击 则会在十分之一刹那就击中他 敖乌 他迫不得已只能扭头后退 愤恨不甘地朝杜飞云怒吼一声 继续在坛底寻找躲避的地方 但是 杜飞云已经不再给他机会 炎帝顶中绽放出磅礴浩荡的金色信仰之力 疯狂地涌出 凝聚成一道金色光束 狠狠地朝寒冰神龙刺去 一旦他被信仰之力击中 便会被影响神智 接下来就会陷入被动 绝对难以坚持片刻 就会被信仰之力给度化 变成杜飞云的信徒 到时候 不管是他还是冰晶青莲 都会落入杜飞云的手中 就在这时 千军一发的时刻 寒冰神龙的一双乌黑毛子中 闪过一道决绝的坚定神色 他竟然一扭头 浑身爆发出刺眼的冰蓝色光滑 朝他一直畏惧的黑色深渊里钻了下去 哗啦 巨大的水声顿时响起 那黑色的深渊本来是被一层透明的无形力量所阻隔 此时被寒冰神龙全力撞击 连续好几次之后 那透明的无形力量 终于被撼动 破碎出一条极小的缝隙 于是 巨大的吞噬力陡然传来 无穷无尽的避水 疯狂地涌入那条细小的缝隙里 就爆发出剧烈的水声 而寒冰神龙 也立刻被那裂缝里的吞噬之力 给整个吞进了黑色深渊里 不见了踪影 完了 这寒冰神龙竟然宁愿冲进黑色深渊里 也不愿落在我的手上 这一下 寒冰神龙跑了 冰晶青莲也不见了踪影 杜飞云的计划和希望完全落空了 该死的 那冰晶青莲何其难寻 我反复寻找对比了蟒星海里的地形 才推测出这处大雪山的寒潭里有冰晶青莲 没想到却被寒冰神龙给卷跑了 冰晶青莲这种可遇不可求的药材 还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找到 不行 我绝对不能就这么放弃了 杜飞云的面色一变 心中正焦急地思量着对策 可是无论他怎么算计 也都算不出再找到冰晶青莲的可能 错过这一次 很可能要爆汗终生 杜飞云 我们要追下去吗 那寒冰神龙既然都敢下去 肯定是死不了的 你要不要也追下去看看 这时 飞红一说话了 他非常清楚冰晶青莲对杜飞云有多么重要 所以话语中隐隐有建议杜飞云去追踪的意思 好 那我就去追 我倒要看看这个畜生能逃到哪里去 杜飞云点点头 同意了飞红一的提议 事实上还有句话他在心里没说出来 既然寒冰神龙都不怕死 我有炎帝顶守护防御 还怕什么危险 说完 杜飞云便带着飞红衣 驾驭着炎帝顶 也疏得钻进了那正在不断吞噬寒潭水的缝隙中 黑色的深渊里 仿佛绝对的虚空一样 没有任何事物的存在 炎帝顶被吞入其中 也没有惊起一丝波澜 那些疯狂灌入其中的寒潭水 竟然诡异的瞬间被蒸发消失掉 当然 这些都不是杜飞云关心的问题了 他现在最想知道的是 这黑色深渊有没有尽头 尽头在哪里 寒冰神龙和冰晶青莲呢 他们又逃到哪里去了 安静而黑暗的深渊里 炎帝顶被那强大的吞噬力 给拉扯的不断往下方坠落 冲向遥远的不知名的地方 而这个过程 持续了仅仅不足一刻钟 漆黑一片的深渊里 就再次出现了亮光 杜飞云和飞鸿一两人 只觉得眼前出现一片璀璨的星辰光辉 并且以极快的速度靠近 眨眼间就钻进了那浩瀚而刺眼的星光之中 花 犹如破开水面一般的声音 炎帝顶终于冲出了那一片璀璨的星光 来到一处空旷而幽暗的环境 两人方才已经穿过了一层空间壁垒 此时冲进了这陌生的空间 两人都是双眼昏花 晕了好一阵才恢复正常 而这个时候 杜飞云最先恢复过来 她的神识立刻延伸出去 开始打量四周 查看自己和飞鸿一的处境 很快 她就看清楚了 这里是一片浩瀚的星空 无边无际 幽暗而静谧 四周都是一片漆黑的玉外星空 高天上点缀着大大小小的星辰 离得近的足足有山包那么大 离得远的只有芝麻那么大一点 相同的是 每一个星辰都散发着幽幽的光辉 把清冷而幽静的星辰之光 洒满了这片星空 这里非常的安静 没有任何声响 连一丝风声都没有 静谧而幽远 沧桑而凝重 仿佛这片星空亘古长存 迄今为止历经无数年岁月 都不曾有任何改变 也不曾留下痕迹 飞红一也逐渐清醒过来了 看到杜飞云正漫步在星空中 打量着四周的漫天星辰 他也是呆愣了好一阵 才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哇 这里是星海吗 这就是玉外星空吗 不得不说 飞红一其实也是很可怜的 至少和杜飞云相比是这样的 他是神界土生土长的神族 自幼时就只能看到神界的山川和月 只有在夜晚才能看到星空 而杜飞云则不一样 他是下界飞升而来的 在玄黄世界时 曾无数次置身于虚空之中 看到过很多很多 域外星空的瑰丽景象 而飞红一是从来没有看过的 所以现在才会这么吃惊 这么震撼 看 那个寒冰神龙在那里 这时 飞红一敏锐的神识和眼神 察觉到远处百里之外 星空中漂浮着一个 黄豆大的蓝色光点 他仔细探查一番 顿时发现那正是 他们追逐的寒冰神龙 走 我们去看看 杜飞云眼神一扫 就发现那蓝色光点 漂浮在虚空中 动也不动 正是寒冰神龙 于是他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 便带着飞红衣飞到近前去 来到跟前 两人才看清楚 这个在远处看上去 很小的蓝色光点 正是寒冰神龙 他足足三百丈大小的巨大身躯 在这浩瀚无垠的星空里 当真只是一个小光点 关键问题在于 寒冰神龙晕过去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浑身上下也没什么伤害 更见不到丝毫的血迹 就这么直接晕过去了 安静地漂浮在星空里 动也不动 杜飞云 这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这星空里还有别人 袭击了寒冰神龙 否则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晕过去了 飞红衣眨巴着眼睛 观察着寒冰神龙 还伸出脚踢了他两下 试探他是不是真的晕过去了 飞红衣不明白情况 但是杜飞云却很快想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 顿时脸上露出笑意来 颇为好笑地说道 嘿嘿 没想到这个寒冰神龙这么倒霉 现在我可是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他抓住了 至于他为什么晕过去吗 这个是很简单的 越是兼顾强大的世界 空间壁垒就越加强大 穿破空间壁垒的冲击力 就更大的不能想象 神界的空间自然是最强大坚硬的 所以穿透神界壁垒来到这处空间 所受到的冲击力非常恐怖 我们俩待在我的药顶里 有药顶的保护 还是被巨大的冲击力给冲撞的头晕眼花 这个寒冰神龙再怎么厉害 也不可能毫发无伤 就直接被冲击力给冲撞的昏过去了 看他这样子 估计没有个几十年是醒步了 这下算是便宜我们了 杜飞云微微一笑 说着便祭出炎帝顶 释放出磅礴的信仰之力 将寒冰神龙完全笼罩 信仰之力非常精纯强大 笼罩寒冰神龙之后 便朝他的脑海内侵蚀 正在洗刷度化他的神魂和意志 可以想见的是 寒冰神龙即将在昏迷之中 就被杜飞云的信仰之力给度化 等他一觉醒来之后 就会变成杜飞云的信徒 与此同时 一边度化这个寒冰神龙 杜飞云一边寻找那冰晶青莲 他非常担心 冰晶青莲承受不住穿透空间的冲击力 很可能会毁掉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多虑了 冰晶青莲外部的水泡已经破裂了 但是冰晶青莲还是毫发无伤的 被寒冰神龙抱在怀里 保护得非常好 所以没有损伤 哼 这畜生倒是知道冰晶青莲的好处和难得 竟然宁愿自己受伤 也要保护冰晶青莲 一边笑骂着 杜飞云将冰晶青莲收入炎地顶内 同时加大了信仰之力的输出 这时他发现寒冰神龙逐渐地有了动作 原本他非常安静地昏迷着 此时神魂意志被信仰之力洗练 他产生了极强的抵抗之力 与信仰之力争斗起来 畜生还不速速归一本神主杜飞云一生冷鹤 石海里的金色小人顿时绽放出璀璨的金光 信仰之力变得更加强大 寒冰神龙的身躯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 他的神魂潜意识地产生了无比强烈的抗拒之心 誓死不从杜飞云的度化 甚至 当杜飞云再次加强信仰之力的时候 他的神魂竟然被激发了最深层次的潜意识 开始控制自己的身躯和神力急剧地膨胀起来 不好 这个畜生要自爆 杜飞云没料到 这个寒冰神龙的意志如此坚定 竟然在昏迷中还能反抗这么激烈 实在坚持不住的时候 竟然要自爆 好 好一个畜生 既然你如此求死 那我就成全你 见寒冰神龙的自爆无法阻止 求死的意志已明 杜飞云不禁一阵气闷 于是他眼珠子一转 就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只见 他伸手发出无比强大的神力 一巴掌拍在寒冰神龙的脑袋上 这一掌蕴含着强大至极的力量 哪怕是一座万丈高山 也要被他给直接拍成平地 当然 杜飞云这一巴掌 并不是要把寒冰神龙拍死 而是以极强的力量 直接把他的神魂 从肉身内逼破出来 哼的一声闷响 寒冰神龙的神魂 从肉身内被逼出来 有如利剑一般射向星空深处 只见 那冰蓝色的龙形虚影 在星空里飞行了足足数十里距离 再也抑制不住强烈的膨胀 顿时怦然爆炸开来 寒冰神龙终于还是自爆了 从此神魂俱灭 不存在于这个世上 但是 他的肉身却保存了下来 老妖龙 这下可便宜你了 你这个老小子 这次可是一步登天了 这寒冰神龙 当你祖宗都绰绰有余 却要让你占据身躯了 杜飞云一边笑着 一边伸手打开了岩地顶 岩地顶里顿时飘出来一道 若隐若现的神魂 不过他的实力很弱 只有虚仙境的实力 杜飞云以神力保护着他 他的神魂才没有被星空里的压力 给压迫溃散 嘿嘿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下老子可算发达了 修罗老头 老子就说吧 跟着杜飞云准有好处 听到一阵洁洁的大笑声 飞红衣顿时下意识地 往杜飞云身边靠了靠 眼神有些厌恶地 看着那个干枯瘦小的猥琐老头 心里还在想杜飞云 怎会有这么猥琐难看的信徒 第七百七十章 星辰灵火 妖龙皇以神魂状态 在炎帝顶内修炼生活了无数年月 一直也没能找到合适的肉身 寒冰神龙誓死不愿接受杜飞云的度化 神魂在星空中自爆了 肉身却保存下来 就此便宜了妖龙皇 杜飞云以神力护持着他 让他进入了寒冰神龙的身躯里 他顿时美滋滋地窜进了这具新肉身里 去炼化和掌控这具失去神魂的肉身 哇 太强大了 这就是天神强者的力量吗 太恐怖了 妖龙皇刚刚接触寒冰神龙的肉身 还没能跟肉身融合 就感受到无比强大的力量 他知道这寒冰神龙的肉身是何其恐怖 顿时就惊讶地吼叫着 发泄着心里的兴奋 好了 别鬼叫了 老老实实待在顶内去修炼吧 给你十万年时间 要是不能把寒冰神龙的肉身给炼化完成 那我就把这肉身给别人了 杜飞云美好气地把寒冰神龙拎起来 一把扔进了炎帝顶里 直到寒冰神龙肉身消失在药顶时 星空里还回荡着妖龙皇那兴奋的大笑声 好好 没问题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这具肉身据为己有的 把妖龙皇这个扩造的家伙打发走了 杜飞云这才耳根清静下来 他可以预料到最多十年之后 妖龙皇就能跟寒冰神龙的肉身完全融合 实力起码相当于天神境界 倒是他就又多一个天神强者的助手 炎帝顶内十万年时间 神界中不过才十年时间罢了 这点时间他等得起 杜飞云 这处星空世界虽然规律壮阔 动人心魄 但是我们要怎么回去啊 难不成我们一直都要被困在这里 终于把寒冰神龙和冰晶清莲都弄到手了 飞红一也欣赏了很久的星空美景 便开始考虑着该怎么离开这片空间 不要着急 我们四处找找 看看有没有出口 杜飞云显得比较冷静 对于穿梭不同空间这种事 他并不陌生 当然了 神界的空间壁垒肯定是强大无比 轻易不能穿透 不过有炎帝顶在手 他根本不会担心 恩 也只能这样了 飞红一有些担忧 他看得出来杜飞云也没有头绪 不知道离开星空的办法 两人只能在星空里转有搜寻下去 看能不能寻找到线索和机会了 就这样 杜飞云带着飞红一 两人并肩漫步在幽暗而寂静的星空里 脚下是无边的黑暗 头顶是熠熠生辉的星辰 四周无穷远处 有密密麻麻的星光在闪耀 与杜飞云并肩走在这宁静的星空之中 飞红一忽然间觉得 心里很安静 整个的精神都彻底放松下来 这里没有神界的喧嚣和浮华 没有终日的勾心斗角 厮杀和挣扎 更没有来自于十万巨一蒙兄弟的羁绊和牵挂 只有一片安宁祥和 冷静清幽的星空 只有一个神秘而强大的他 不知不觉之间 飞红一觉得似乎置身于梦幻之中 肩并肩陪着杜飞云行走在星空里 是那么的温馨和惬意 他渐渐地迷恋上这种感觉 这种不起波澜 如春风话语般的温柔与宁静 竟然悄然地就植入了他的心底 如果能和他一直这样走下 那该有多好 逐渐地 飞红一觉得这星空里不再黑暗 星光也不再冷淡 是那么的温馨祥和 他多想就这样陪他一直走下去 远离神界的世俗纷扰 远离那里的腥风血雨和刀光剑影 不知不觉的 飞红一爱上了这种感觉 自他有生以来的十万年里 他从未体验过这种空灵寂静的状态 两个人一言不发 沉默地行走在星空里 却好似默契深厚 不需要一丝动作和言语 也能体验到那种懵懂的心动 恍惚间 他觉得遥远处的星光不再暗淡 不再冰冷 逐渐地变得耀眼和温暖 难道 这才是我心里的本意吗 飞红一的眼神迷离着 心不在焉地跟着杜飞云漫步星空 心里却浮现出这样一丝触动 想到自己刚才那大胆的想法 他不禁有些羞难 白皙精致地撬脸上 悄然地浮现出一丝红韵 然而 下一刻 美妙无比的感觉 这种如梦如幻令他心醉的美好时光 却止步于杜飞云的一句话 快看 那是什么 杜飞云陡然停下了脚步 而飞红一还沉浸在思绪之中 情不自禁地往前走 杜飞云伸手一把抓住了他的好腕 啊 什么 飞红一如梦初醒 翘脸上现出一丝尴尬 不敢去看杜飞云的眼睛 压抑着心中的羞涩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朝前望去 只见 在两人前方无穷远的星空深处 有一颗极其耀眼的星辰 正散发出夺目的星辰光滑 甚至 飞红一能够感觉到 从那颗耀眼的巨大星辰中 释放出一股一股温暖火热的气息 把这一万里幽冷的星空 也感染得温暖起来 咦 刚才那不是我的错觉 这竟然是真的 飞红一顿时恍然大悟 刚才他还觉得眼前的星光 越来越璀璨 让他感到一阵迷离 深周的温度也越来越暖和 他本来以为是自己的心境变化导致的错觉 没想到这都是真的 远处真有这样一颗星辰 两人顿时安静地站在星空里 隔着无穷远的距离 打亮着那颗朦胧的银白色星辰 飞红一的烟红小嘴惊讶地张开着 兴奋而惊讶地低声呼道 哇 好漂亮的星辰 我从来都想不到 近距离观看一颗星辰 竟然可以归立到如此地步 这星空的景象如此归立壮阔 若是我们能一直在星空里漫步畅游 那该有多好啊 啊 杜飞云颇为惊讶地扭头看了飞红一一眼 旋即才陡然明白过来 顿时轻笑出声 呵呵 小妞你可能搞错了 虽然星空里的诸多星辰的确看上去很规立 但并不是每一颗星辰都能像这一颗那么灿烂 耀眼和夺目的 很显然 飞红一误会了 他以为星空里的每一颗星辰都是一样的 像眼前远处那颗巨大星辰一样 笼罩着朦胧的银白色月华 像一颗浑圆的宝珠 表层还缭绕着云雾一般的火焰 被杜飞云这么一说 飞红一才知道自己丢了脸 顿时感到一阵尴尬和汗颜 心里还在愤愤地嘀咕着 哼 不就是欺负老娘没见识过星空景象吗 杜飞云这个该死的家伙 他是下界飞升而来的 当然无数次见识过星空的美景了 竟然拿这个来求我 实在太可恶了 好了 你也别嘀咕了 我看那颗星辰有点古怪 我们还是到近前去看看吧 看到飞红一那愤愤不平的表情 杜飞云哪里还猜不到他的心理想法 只是微微一笑并不点破 旋即就带着他在星空里快速飞行着 朝那颗银白色的巨大星辰飞去 从遥远处看 那颗星辰足足有墨盘那么大 通体浑圆而晶莹 表层笼罩着一层朦胧的银白色月光 四周还有一些云雾般的白色光滑在摇曳飘荡 把无穷的银色月滑洒向星空 显得非常壮观和瑰丽 杜飞云知道 普通的星辰都是冰冷而幽暗的 不可能像这颗星辰那么耀眼夺目 所以它能够肯定 这颗星辰很可能是恒星 一颗生命极其久远悠长的星辰 这一点从它的体积和光滑 以及散发出的温度便可看出来 很快 杜飞云的猜想就得到了证实 这颗星辰果然如同太阳那般 越是靠近温度就越高 两人往那颗星辰靠近了百万里距离 就已经热的是大汗淋漓 飞红衣早就簇着眉头 一身薄纱般的红色长裙 也被淋漓的香汗给湿透 显现出曼妙而诱人的身段 令人响入飞飞 杜飞云虽然实力要强悍得多 可她也是感觉到一阵燥热难耐 每时每刻她都要消耗巨额的神力 来保护自己和飞红衣 以免被那炽烈而强大的火焰力量给伤害到 迫不得已之下 杜飞云只好祭出了炎帝顶 带着飞红衣躲进了炎帝顶里 继续朝那颗星辰接近 前方的情况还未知 也不知是福是祸 所以她不敢让自己神力消耗太大 必须要保持良好的状态 以应对即将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 果然进入炎帝顶后 有了炎帝顶的防御和保护 两人顿时觉得舒服惬意许多 待在炎帝顶里一边向那颗星辰接近的同时 两人就开始揣测和推断那颗星辰的来历 飞红衣对星空的情况一无所知 她自然不可能帮杜飞云解决心中的疑问 杜飞云只好询问她一些关于蟒星海的传说 希望能够从其他方面找到一些佐证 飞红衣也知道那颗星辰有点古怪 见杜飞云如此慎重 便把自己所知道的消息 都全部告知给杜飞云 两人渐渐陷入了沉默 杜飞云猝着眉头 静静地观察那颗越来越近的星辰 同时还在猝眉思考分析着 飞红衣替她着急 有心想帮她解决问题 奈何摸不着头绪 脑海里一片混乱 正在胡思乱想 三个时辰之后 岩地顶已经来到那星辰面前不足百万里处 此时外面的温度已经达到极恐怖的程度 哪怕是天神后期强者 也要被那银白色的光滑给烧成灰烬 这时 飞红衣忽然兴奋地喊道 啊 我懂了 我终于懂了 以前我一直怀疑 为什么这一片颜面无尽的山川大泽 被称为莽星海 现在我懂了 因为在这片地狱的中间 藏着这样一个空间 这里有浩瀚的星空 不就是星海吗 杜飞云也是眼神一亮 微微汗手点头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来 表情上挂着兴奋和期待的意味 嗯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我有一个更令人惊喜的猜想 我一直苦苦寻找的星辰灵火 很可能就在这里 第771章 天神中期 当初杜飞云离开太狱城的时候 古大师赠送给他一块神龟碎片 他经过很久的研究之后 发现那是星辰灵火的地图 而且 根据他的反复对比调查 他确定星辰灵火就在莽星海内 只是他一开始没想到 星辰灵火竟然会出现在这片星空里 星辰灵火在天地灵火榜中排名第六 威力之强大不可思议 比杜飞云之前吞噬炼化的幽名紫燕 更加神秘莫测 众所周知 星辰之火焰力量最强悍的只有两种 太阳真火和太阴真火 而这两种真火虽然强大 却远远不足为奇 更称不上是天地灵火 这是连普通神族都能吞噬炼化的东西 星辰灵火是太阳真火与太阴真火结合而生成的 它之所以威力强悍 名列灵火榜第六 正是因为它足够奇特 足够强大 太阳真火与太阴真火 是阴阳两仪的极致 几乎没有交融的可能 但同时它们又都是来自于星辰之光 星辰的火焰 所以又是同根同源 而星辰灵火的形成 就是需要将一个极小极小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可能性来实现 让太阳真火和太阴真火相互融合 最终才能达到阴阳协调 两仪交汇的特殊境界 这才能够形成星辰灵火 别人不知道那星辰灵火的珍贵 杜飞云又怎会不知道 事已 他在观察那颗星辰许久之后 发现其银白色的光滑中 蕴含着无比强大的火焰力量 而且火焰力量时而刚猛 时而柔和 威力十足而不暴躁 绵绵悠长而不失雄魂 所以他立刻就猜想到 那颗星辰上的火焰 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星辰灵火 哈哈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寒冰神龙啊 我还真是要感谢你全家呢 终于确定自己找到星辰灵火了 杜飞云的心情当然很激动兴奋 又想起自己追逐寒冰神龙 误打误撞才进入这片星空 来到蟒星海的内部 找到了梦寐以求的星辰灵火 他当场就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 飞红衣正在观察 那颗晶莹耀眼的星辰 为其美景而感到赞叹 此时却忽然听见身边的杜飞云 发出一阵大笑声 壮若癫狂 顿时促起眉头发问 末了杜飞云只是物字笑个不停 却不去与他解释缘由 他便微微醋眉 担忧地喃喃自语道 该不会是傻了吧 呃 傻妞你说什么 这时 杜飞云却忽然止住笑声 转过头来望着飞红衣 哦 没什么 没什么 你继续 飞红衣不想招惹麻烦 更不想和杜飞云斗嘴 心里暗自嘀咕着 恩 看到之前你对我有情有义 为了救我宁愿放弃寒冰神龙的份上 老娘就不跟你这个小屁孩计较了 不过 看他笑得那么贼 肯定是得了天大的好处 估计就是面前这颗星辰了 飞红衣心里正揣测着 就听到杜飞云收敛了笑意 满脸庄重严肃地望着前方百万里之外的星辰 头也不回地对飞红衣道 小妞 我们先去看看四周的情况 然后我再给你一个天大的好处 恩 天大的好处 飞红衣一愣 没明白杜飞云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心里还在嘀咕着 好处不好处的无所谓 只要杜飞云别再喊他傻妞就行 实在是难听死了 很快 杜飞云就戴着飞红衣 驾驭着炎帝顶 靠近了这颗巨大星辰十万里范围 在这里就已经是两人能够承受的极限 那星辰内传来的恐怖火焰和高温 不断地侵蚀着炎帝顶 虽然炎帝顶乃是造化圣器 不会被这星辰灵火给伤害 但是火焰的力量哪怕稍微渗透一丝 都会让杜飞云和飞红衣身受重伤 紧接着 杜飞云便吃力地释放出神石 驾驭着炎帝顶 环绕着这颗星辰一圈 巡视和探查附近的情况 看看有没有其他神族的存在 虽然杜飞云觉得除了神王巨头之外 几乎没有哪个神族能在这里立足 但是小心使得万年船 他必须要保证安全 幸运的是 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他终于环绕这颗巨大的星辰一圈 探查清楚了四周并无一个神族存在 这才终于安心 接下来 他就和飞红一两人 安静地待在炎帝顶内 服用了大量的天地灵才和神丹妙药 入定修炼了整整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才开始真正的吞噬炼化这星辰灵活 杜飞云 你这是要搞什么 难道我们不离开这里了 就要在这里修炼下去吗 对于杜飞云的举动 飞红一感到很好奇 虽然他隐隐约约猜测到 这颗星辰肯定隐藏着极大的秘密 那些火焰也是极其厉害的东西 但是杜飞云不告诉他 他当然不会知道 此时他要面对的就是明镇万界的天地灵活 不要着急 听我的没错 我说过要给你一个天大的好处 你就相信我好了 只管按我说的来 杜飞云根本不告诉他实情 也不可能把星辰灵活的消息告诉他 否则消息万一泄露出去 对他们两人都是有害无益的 我干嘛要听你的 为什么要按照你说的来 你要是让我在这里一直待下去怎么办 你要是趁我修炼非礼我怎么办 总之我不干 除非你跟我说清楚 否则我才不要听你的 关键时刻 飞红一的火辣脾气又来了 他认定这件事里面有猫腻 杜飞云不跟他说清楚 他就拒绝不从 傻妞 我很郑重地告诉你 你要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害你 另外 我们在这里最多待50年时间 绝对不会让你一直待下去的 杜飞云收敛了笑意 十分诚恳严肃地跟他打了保票 末了 杜飞云还加了一句 至于非礼你这件事 哥要是想非礼你 你现在还能好端端地坐在这 早就给哥生孩子去了 啊 飞红一顿时被杜飞云说得愣住了 旋即才反应过来 顿时又爆发出一阵怒吼 混蛋 杜飞云 你不要脸 谁要给你生孩子了 你这个无耻的混蛋 虽然两人打闹嬉笑了一阵 不过飞红一也并不是不识大体的人 他只是不喜欢杜飞云这种轻挑的话 跟他赌气而已 很快 他就按照杜飞云所说的办法 与他一起修炼 开始按照他教术的修炼路线 去慢慢地吞噬炎地顶外面的星辰灵火 那星辰灵火非常强大 任何神王巨头境界之下的神族 沾染上了就要被烧成灰烬 当真是可怕至极 不过杜飞云准备的十分充足 早在太育城炼药司的时候 他就准备了很多极品神丹 那些都是用来抵抗天地灵火的灼烧 保护自己的肉身和神魂 以免被灵火所伤的专用神丹 杜飞云操纵炎地顶 只留出那么极其细微的一丝缝隙 一次只释放了不足一根 发丝粗细的星辰灵火进来 那发丝粗细的星辰灵火 一进入炎地顶内 就立刻被杜飞云和飞鸿一两人 联手吸纳到炼丹空间内 两人开始炼化这一丝灵火 虽然两人早已服用了大量价值连城的神丹 肉身和神魂都得到了洗炼和保护 不至于被星辰灵火给烧伤 可是当两人将这一丝细微的星辰灵火 吞噬到体内炼化时 依然觉得浑身剧痛犹如针刺 那种火辣辣的触感让人痛不欲生 但是 在杜飞云的鼓励下 飞鸿一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于是 在经历了三个月极其痛苦的煎熬之后 两人终于成功地将这一丝星辰灵火给炼化了 星辰灵火已经被两人炼化了一丝 在体内石海深处凝结出一个气旋来 接下来的吞噬炼化过程 就要简单容易得多 这一次杜飞云让炎帝顶 一次性释放了两缕筷子粗细的星辰灵火 让两人来吞噬炼化 一个月后 两人再次将星辰灵火炼化 石海的灵火气旋增大许多 也愈发坚固 于是杜飞云再次让炎帝顶 吸收了两缕胳膊粗细的星辰灵火 两人又用掉了一个月时间将其炼化 就这样 两个人一直都沉浸在修炼之中 循序渐进的吞噬炼化星辰灵火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当飞鸿一在中途行转一次 便陡然察觉到他和杜飞云两人 深周都缭绕着银白色的星辰灵火 而他俩却毫发无损 这时候 星辰灵火已经在他们两人的石海里 凝结出一颗类似于金丹的丹丸了 下一步就要将其凝结成类似猿鹰的东西 等到大城的时候 星辰灵火就会再凝聚成一尊银白色的小人 就像是他们的神魂那样 修行无岁月 不知不觉之间 两人竟然脱离了炎帝顶 就这么直接暴露在那颗星辰面前 沐浴在无穷无尽的星辰灵火之中 这时候 当他们彻底脱离炎帝顶的保护 可以自由自在地吞噬炼化星辰灵火时 已经是十万年过去了 当然了 炎帝顶内的十万年 只是神界的十年时间罢了 当飞鸿一和杜飞云两人齐齐醒来时 便发现自己吞噬星辰灵火已经大成 十海内出现了一尊晶莹剔透的银白色小人 他们已经可以随意操控星辰灵火了 飞鸿一朝杜飞云看去 顿时愕然地发现 杜飞云不知不觉都进阶到天神中期了 而他自己的修为进展 更是极为恐怖 已经达到了天神后期圆满 触摸到了神王巨头的门槛 似乎随时都会顿悟 领悟到天地造化之力 然后进阶神王 第772章两一星河 此时杜飞云和飞鸿一两人 已经脱离了炎帝顶的保护 正自意地徜徉在那巨大星辰的外围 无穷无尽的星辰灵火充斥着每一个角落 他们被星辰灵火包裹着 丝毫没有不适的感觉 反而如鱼得水 异常地舒畅 这十万年里 他们两人一心一意地吞噬炼化星辰灵火 现在早已将海量的星辰灵火 凝聚成一尊银白色的小人 存放在自己的石海里 星辰灵火已经是他们的一部分 任由两人随意地操纵和运用 当然 他们这些年吸收炼化的星辰灵火 也是很恐怖的 连那颗巨大无比的星辰 都变得暗淡了许多 不再像之前那么耀眼 将星辰灵火炼化完成之后 两人并不急着离去 继续往那颗星辰上前去 因为杜飞云知道 这颗巨大的星辰 能够诞生出星辰灵火 这种天地至宝 其本身就拥有着 难以估量的价值 一边往那星辰上靠近 飞红一还在为自己 和杜飞云的实力提升之巨 而感到惊讶 他满脸的兴奋 翘脸带着一丝红韵 杜飞云 这到底是什么火焰 怎么会如此强大 我们修炼了不到百年时间 你就直接提升到天神中期 我更是达到天神后期圆满 只差一点点就能进阶神王了 直到现在 杜飞云都没有告诉他 星辰灵火的消息 不过 飞红一也猜到了大概 只是还不敢确定而已 傻妞 我问你 进阶神王巨头 最关键的条件是什么 当然是炼化一丝造化力量 领悟了造化之力 才可以进阶神王啊 飞红一想也不想就答到 这个问题在神界人尽皆知 那你现在只差一点就能进阶神王 你说那火焰是什么力量 啊 难道那火焰中的力量 就是造化之力吗 难怪我感觉到它无比浩瀚和深奥 我参悟了好久都没明白 没想到 竟然是造化之力 能够蕴含造化之力的火焰 也就只有天地灵火了 哈哈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竟然有幸能够看到传说中的天地灵火 神界无数人都梦寐以求的造化之力 竟然如此幸运地让我遇到了 杜飞云 你可真是我的福星 我爱死你了 飞鸿一得知自己恋化的竟然是天地灵火 其中还有造化之力存在 当即就愣神了好久 兴奋地手舞足蹈 下意识地就脱口而出 说出这番话来 说完之后 他自己才察觉到异样 颇为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但饶是如此 也依然难掩他心中的兴奋和激动 造化之力 那是何等难得 整个神界里 大部分神王都是有幸得到大地至尊的指点 被赏赐一缕造化之力 炼化之后才得以进阶神王巨头 所以 神界的五位大帝都有许多神王门徒 这些神王们对其示弱神明 恭敬一场 当然 也有极少数的天神后期强者 机缘巧合地得到一丝造化之力 领悟炼化之后才进阶成为神王 这种人少之又少 几率小得可怜 整个神界也找不出一百个 可想而知造化之力是多么珍贵 如果飞鸿一不遇到杜飞云的话 他又不可能跟大地至尊攀上关系 此生此事都将停留在天神后期境界 直至死去 而现在 他竟然得到了造化之力 只要用心感悟和炼化 成就神王巨头也是指日可待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杜飞云 现在 他终于明白杜飞云之前的那句话 说要送他一个天大的好处 当时他还不相信 现在他是彻底的相信了 也为自己之前对杜飞云的质疑 而感到自责和惭愧 嗨嗨 你爱我可以 但是千万别碍死我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杜飞云被他火辣辣的话 给弄得稍微有点脸红 尴尬的咳嗽一声 旋即才带着飞红衣 落在星辰表面上 到了 来让我们看看这颗星辰 到底有什么秘密 星辰上的星辰灵火 浓郁到了极点 犹如水流一样 别说是其他天神强者了 就算是普通的神王巨头来此 也绝对不能待多久 支撑不了多长时间 而他俩则不一样 现在早已将星辰灵火炼化 这如大海般浩瀚的火焰 对他们而言就是绝佳的补品 根本不能构成危害 飞红衣更是贪婪地吞噬着四周的星辰灵火 卖力的凝面石海中的银白色小人 口中还不忘嘖嘖赞叹道 哇 这星辰表面的灵火 比外面的更加精纯强大 不行 我要把我的灵火全部洗炼一遍 让它们更加强大才行 说完 飞红衣就端坐在坑凹不平的星辰表面 开始炼化吸收星辰内部散发出来的最精纯的星辰灵火 杜飞云也不去阻止他 自顾自地在星辰表面上游走 脸色凝重严肃地探查四周的情况 整整三天时间过去了 杜飞云都一无所获 这颗星辰的表面十分荒芜 只有最坚硬的尘埃石头和无穷尽的灵火 根本没有任何生灵的存在 看上去这颗星辰似乎跟其他的没生命的星辰是一样的 但是 杜飞云逐渐地发现一丝端倪 他的神石始终笼罩着小半个星辰 一直在观察情况 他终于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星辰虽然看起来很平静 可是他竟然像是在呼吸一样 很有节奏地律动着 那种感觉就像是这颗星辰如同胎盘一样 其中有一个生命正在孕育 平稳而微弱地呼吸着 杜飞云一开始还以为这是自己的错觉 为了印证自己的发现 他飞到星空中隔着数万里的距离 又观察了一天 才终于确认这个发现 在星辰表面上 因为星辰太大 他能看到的地域很小 无法察觉到星辰内部的律动 但是在数万里的空中 能够观察到小半个星辰的状况 他就发现星辰内部 果然在平稳缓和地律动着 这个发现让杜飞云很兴奋 他立刻就猜想到 这颗星辰之所以能诞生出 星辰灵火这种宝物 其秘密就藏在星辰内部核心处 于是他立刻返回到星辰上 决定潜入星辰内部去看个究竟 但是很可惜 星辰表面非常的坚硬 就算他实力强大 动用了极品神器宝剑 也只在星辰表面 破开一道百丈深的沟壑 就再也难以下潜 这时飞红衣也修炼完毕 石海内的星辰灵火 全部转换成最精纯的灵火 看到杜飞云在星辰表面忙碌着 他好奇地询问了几句 就知道了杜飞云的想法 决定陪杜飞云一起潜入到星辰内部去查看 看杜飞云神色凝重的 醋眉沉思 飞红衣也挺焦急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咕噜噜地转着 旋即恍然大悟道 我说杜飞云你怎么这么笨呢 你想进入星辰内部 为什么要破开一道裂缝进去 咱们不是炼化了灵火吗 直接以火盾之术向下潜入不就行了吗 听到飞红衣这么一说 杜飞云也是一愣 旋即便笑着道 嗯 不错 这个办法可行 咱们就这么办 于是两人联手施展火盾 化身成一缕细微的星辰灵火 向星辰内部潜入 当然 星辰内部不单全是星辰灵火 大部分地方都是极其坚硬的岩石和少见的金属 于是两人便转换成土盾和金盾 一路往星辰内部潜入 如此一来 倒也顺利 只是两人的神力消耗颇大 不过 当两人潜入星辰内部万丈深处之后 就发现一个问题 这星辰内部的温度越来越高 星辰灵火更加纯净 而且压力也大到初期 就算以他俩的强大实力 也难以抵挡那骇人的高温和恐怖的压力 飞鸿一顿时犯难了 想不到好的办法 但是杜飞云不怕 他笑着祭出了炎帝顶 和飞鸿一一起进入顶中 倾尽整个要顶的力量 继续往星辰内部潜入 终于 当两人驾驭着炎帝顶 潜入到星辰内部19万丈深处时 才来到了星辰的内部核心 这时 两人的四周已经没有了山石和金属等物 眼前所见是一个巨大无比 无边无际的空旷地带 在两人面前是一片无银的空白地带 空白区域中充满了黑白两色的气流 非常宁静和谐的流转不息 两者相互交融 显现出极其浩瀚而深奥的气息 在那一层厚实无比的黑白两色气流之中 包裹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圆球 那个圆球很奇特 整个就是火焰气流凝聚的 不过一半是黑的 一半是白的 交汇在一起 如同太极图那样 生生不息 而且这个圆球正在平稳而有规律地律动着 发出一声声肉耳听不到 只有心灵才能感应到的沉闷声音 就像是人的心跳声 这个圆球给人一种极其古怪的感觉 仿佛它并不是一个死物 而是一个孕育着生命的胎盘 杜飞云略微一思量 脸上便露出了兴奋和激动的表情 当即便忍不住握着飞红衣的小手说道 哈哈 我们发达了 我知道了 这黑白两色的圆球 就是这颗星辰的星河 它是阴阳二气凝聚而成的 浑然天成 和太极阴阳之妙 有运转造化的奇效 这就是传说中的两一星河啊 我们发达了 有这两一星河存在 要多少造化之力都有啊 第773章 融合阴阳 并非是每一颗星辰都有星河 只有恒星才有 而向面前这颗巨大的星辰 其星河更是巨大无比 而且极端少见 星辰都有着其特异的属性 有的属风 有的属水 有的属火 有的属土 总之大多数星辰都在五行之中 然而 也有少见的星辰具备特殊的属性 比如面前这颗星辰 拥有的就是阴阳两极属性 也正是它这特殊的属性 才让它在亿万载岁月之后 诞生出了星辰灵活 这种阴阳两极灵活 而它的星河 当然就是阴阳两极星河 两极星河在诸天万界都是极其少见的 寻常人连听都没听说过 而它的功效也是非常神奇的 能够融合阴阳二气 运转两极 转动造化 产生源源不断的造化之力 造化之力 是每一个天神后期强者 进阶神王巨头所必须的力量和领悟 拥有了这颗两极星河 就代表着将拥有不计其数的 神王巨头 并且一旦将两极星河吞噬炼化掉 就能够拥有掌控操纵阴阳 运转造化的力量 由此可见 这颗两极星河是多么的珍贵 飞红衣虽然不懂得其中的奥妙 但是听到杜飞云说 掌握了这颗星河 就能拥有无穷无尽的造化力量 还是兴奋的满脸红韵 眼神中闪烁着丝丝精亮的光彩 杜飞云 咱们怎么办 把这个星河弄走吧 这样的珍宝 绝对不能放过啊 飞红衣一手插腰 一手指着面前那不停鼓动的两衣星河 满脸的贪婪和渴望之色 非常霸气的一挥手 就要带杜飞云去抢夺这颗星河 那模样和气势像极了女土匪山大王 杜飞云很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飞红衣被他的眼神一扫 这才陡然察觉自己不经意间露出了本性 很不好意思地善善一笑 大眼睛眨巴眨巴地望着杜飞云 表现出一副无辜的模样 本来他以为杜飞云要挖过他 肯定会说他贼性不改之类的话 没想到杜飞云却是无声地咧嘴一笑道 傻妞你说的不是废话吗 这种天地奇珍我怎么可能放过 不过嘛 我们是没办法弄走他的 只能先把他炼化了再说 哦原来你小子比我还贪婪 飞红衣托了个长音 贼兮兮地望着杜飞云 露出一个鄙视的笑容 杜飞云丝毫不觉得尴尬 反而理直气壮地挺胸说道 哼 这种天地奇珍被埋没在这荒芜的星空里 岂不是太可惜太浪费了 当然要物尽其用 被我炼化了 早就出几个神王巨头来 才能体现出他的价值吗 说完 杜飞云便不再等待 立刻就操纵着炎帝顶 冲进了阴阳二气之中 施展出大吞噬术 如惊吞牛饮一样的吞噬着阴阳二气 那阴阳二气都是最精纯最本源的星辰灵火 对于两人提升星辰灵火品质的帮助极大 但是 这阴阳二气还是很狂暴 很阴柔的灵火 两人刚刚吞噬入体内要炼化 就瞬间把火辣辣 阴森森的刺痛感传遍两人周身 两人顿时陷入了冰火两重天之中 此时此刻 杜飞云和飞红衣的状态看上去非常可笑 都是半边身子赤白如血 半边身子漆黑如墨 一张脸也是绿了又青 青了又绿 眉头连连跳动显得极为痛苦 杜 杜飞云 我受不了了 飞红衣在那极其痛苦的折磨煎熬之中 还未坚持实习时间 就发出痛苦的闷哼声 烟红的嘴唇紧紧地咬着 几乎要滴出血来 啊 这阴阳二气太狂暴了 必须要经过调和才能炼化 我太鲁莽了 杜飞云也是眉心暴跳 额头青筋暴出 他本以为两人炼化了星辰灵火 再来炼化这阴阳二气会很容易 却没想到还是低估了阴阳二气的威力 不行 我好难受 又冷又热 我坚持不住了 飞红衣的神魂急剧地衰弱 神志逐渐地陷入模糊 竟然要昏迷过去 原本 他和杜飞云并肩盘膝坐在炎地顶里 吞噬炼化阴阳二气 此时逐渐支撑不住 要昏迷过去 顿时身躯倾斜 软软地向杜飞云身上靠了上去 见飞红衣晕了过去 杜飞云大吃一惊 正要结束修炼去搀扶他 帮他查看治疗伤势 却没想到当飞红衣靠在他身上那一杀 耳边与脑海中陡然响起一道沉闷的声响 嗡 随着那犹如闷雷般的轰鸣声在脑海里乍响 一种极为复杂的感觉 瞬间传遍了杜飞云的周身 那种感觉非常的微笑 就像是在沙漠中即将可死的旅人 陡然间跳进了绿洲湖泊里 又像是汗流加倍的时候 忽然有凉风袭来 说不出的舒畅和惬意 而飞红衣已经昏迷过去 神志渐渐地模糊起来 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的感觉 杜飞云只知道 他正在感叹着奇妙的转折时 忽然察觉到有一只柔弱无骨的小手 攀上了他的脖梗 一张吐气如蓝的烟红小嘴 竟然贴在了他的脖子上 杜飞云顿时又是一阵 面色变得极其古怪 他缓缓地扭过僵硬的脖子 就看到眼前有一张精致而妩媚的翘脸 正以不足一指的距离 紧贴着他的面颊和脖子 喂 飞红衣你干什么 哥可不是随便的人啊 你醒醒 快醒醒啊 看到飞红衣那双眼惺忪 眼神迷离的模样 尤其是他妩媚精致的 翘脸上泛着粉色的红韵 烟红的可爱小嘴正喷着丝丝热气 在他的脖子上雨点般落下 杜飞云顿时浑身燥热 心里一阵难受 只可惜 他强行结束修炼 伸手要去搀扶飞红衣 却察觉情况变得更糟糕了 阴阳二气变得愈发狂暴 瞬间又开始侵蚀他的肉身和神魂 使他痛苦不堪几乎要咆哮起来 而飞红衣仍然如痴如醉 一双玉壁大半裸露在外 紧紧地缓着他的脖子 娇艳欲滴的双唇 在他的脖子和脸颊上不断落下 口中还在发出嘀嘀的呢喃声 他低头一看 更是暗角糟糕 飞红衣本来就穿着惹火的红色长裙 胸前裸露出大半白皙娇嫩的胸脯 此时衣衫竟然滑落 露出了一对儿白嫩嫩 软绵绵的大白兔 那对大白兔随着飞红衣的动作 紧贴着他的胸膛 不时地被挤压变换出各种形状 那嫩滑酥软的触感 让杜飞云一阵面红耳赤 不行 不行 我要淡定 要淡定 杜飞云心中默念着 强行闭上双眼 不再去看他胸前以你的唇光 心中提醒着自己 现在正在修炼中 体内狂暴的阴阳二气还没稳定 要是心神失守 和他发生什么事了 那就要走火入魔了 杜飞云好不容易稳定心神 伸手扶住飞红衣的肩头 把他从自己身上推开 另一只手伸到他胸前 要帮他把滑落的衣衫盖上 然而 就在这时却是一变陡升 飞红衣的俏脸 陡然变得一阵黑白相间 小嘴一张便喷出一溜血溅来 如此情形 杜飞云哪里还不明白 他这是被吞噬到体内的阴阳二气给重创了 他立刻强忍着体内暴乱的阴阳二气 伸手搭住他的脉门 以神识查探他体内的情形 顿时按道糟糕 果然如他所料 那狂暴的阴阳二气 犹如脱江野马一般 在他体内和石海里疯狂冲撞 这么片刻时间就把他的肉身 经脉和石海给冲击的乱七八糟 再脱下去 不到十息时间 他就要被毁掉肉身 连神魂都要遭受重创 到时候没有几万年时间都修养不好 若是飞红衣清醒着倒还好 杜飞云能帮他压制伤势 可是他现在昏迷了 神志错乱不清醒 杜飞云自顾不暇 又怎么帮他 杜飞云心里正焦急万分 飞红衣却十分的躁动 仅凭着本能的意识 再次紧紧地抱住了杜飞云的脖子 小嘴在他的脸上 嘴唇上疯狂地亲吻着 不但如此 他还发出痛苦的呢喃声 柔软而笔直的一双玉腿 也盘在杜飞云的腰间 整个人都贴在杜飞云的身上了 此情此景杜飞云也是手足无措 正要再次推开他 却陡然发现一个问题 本来飞红衣体内的阴阳二气十分暴乱 他的也是一样 此时两人亲密地抱在一起 那阴阳二气却调和得多 而且两人体内的阴阳二气相互交融 竟然逐渐平和下来 咦 这是怎么回事 杜飞云顿时一愣 不可思议地感受着体内的变化 他沉思一阵 顿时露出一丝笑意来 终于明白了缘由 我懂了 两仪即是阴阳 正所谓孤阳不声孤阴不长 必须要阴阳调和才算两仪 才算圆满和造化 而女人属阴 男人属阳 所以这阴阳二气的调和之道 也正和男女的交和之道 没想到啊 这阴阳二气可不是随便谁都能练化的 必须要男女双修同时练化才行 杜飞云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 而飞红一虽然不明白 但是陷入昏迷中的他 却凭着本能行事 他现在只知道和杜飞云亲热 才能减轻痛苦 一旦离开杜飞云就会痛不欲生 于是 在杜飞云思索原因的这段时间里 他已经将身上的长裙退下 露出了白皙曼妙的洞体 浑身上下只穿着一条小屑裤 一双粉嫩笔直的长腿紧紧地盘在杜飞云腰间 正在不断地索取 而杜飞云的衣衫也被异乱情迷的他给扒了下来 他紧紧地搂着杜飞云急于进行阴阳调和的双修 却因为没有一丝经验而摸不着门路 杜飞云则不然 他早已和两个老婆双修过无数次 对此当然是轻车熟路 只不过 在飞红衣整个人骑在他腰间 把那处柔软嫩滑的花蕊笼罩他的某处歼挺时 他却颇为无语地仰面望天 神色自责地喃喃自语道 雪薇 丁儿 是老公对不起你们 老公这次失身也是迫不得已 我是为了救这个傻妞的 所谓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我相信你们会原谅我的 说完 杜飞云一脸自责地闭上眼 心里将自己谴责了一遍之后 这才伸手揽住了飞红衣的风雨妖枝 开始挺动腰身 把那火热的剑插进了滑腻温暖的剑匣之中 飞红衣这时虽在昏迷中 却也感受到一阵痛楚 当那火热的雾势进入他体内时 依然是秀眉促起 痛得闷哼一声 第774章 本王会对你负责的 修行无岁月 寒暑不知年 杜飞云和飞红衣两人 沉浸在美妙的双修制中 尽情享受着雨水之欢与阴阳交态的乐趣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或许有十万年左右 总之很漫长 当杜飞云渐渐醒来的时候 便察觉到气氛有些异样 深周方圆十丈之内 都充斥着淡淡的女人体香 那种如蓝如色的味道 让杜飞云心神宁静 非常舒适 之前跟飞红衣在一起的时候 她就很享受这种处子体香 不过现在 她和飞红衣有了夫妻之时 飞红衣也在她的征伐之下 完成了从少女到少妇的转变 不过她的体香却依然未减 她扭头望向身边 飞红衣依然安静地躺在地上 姿态以你而浅全 浑身不着寸缕 把晶莹光泽的美好肌肤 都裸露在外 散发出诱惑的气息 哎 好一个天生媚骨的游物啊 回想起之前 这不知多少万年中 两人不断地云与交欢 飞红衣那妩媚入骨 娇柔可人的姿态 仍然让她回味无穷 此时在看到她妙体横沉在眼前 杜飞云依然是心头悸动 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 连膝地抚摸着她的动体 她的一头青丝扑散在脑后 白皙精致地翘脸上 还残留着欢愉之后的余韵 白皙的脖梗下 是一片如羊之玉的胸脯 一对浑圆的风影上 两颗粉红的樱桃吸引着她的目光 再往下便是平坦白皙的小腹 一些稀疏的毛发 遮不住她那粉嫩诱人的妙处 修长挺拔的双腿叠在一起 她侧着身子 双手搂着杜飞云的风腰 一片风润挺翘的香臀 完全暴露在空气中 散发着晶莹的光泽 即便是有了两个老婆 和红颜知己的杜飞云 也不得不承认 飞红衣的确是上天赐予的游物 任何男人都会为之而着迷沦陷 当然 现在她考虑的并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该怎么善后 她坐在地上 一手撑着脑袋 一手揉着眉心 表情和心情都颇为无奈 之前的事情她记得很清楚 当时两人正在吞噬炼化阴阳二气 飞红衣差点走火入魔 如若不予施救 她便会有性命之忧 所以她舍身相救 两人才发生了一段缠绵匪测 意乱情迷的双修之旅 飞红衣将自己最珍贵的真操和厨子原因都交于她 她也得到了难以估量的好处 这次双修之后 她成功地炼化了阴阳二气 两人一起把那两仪星河给炼化了大半 她的实力竟然进阶到天神后期 实在堪称恐怖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她当然要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虽然她有很多缺点 但至少她是个敢做敢当的汉子 这件事不论谁对谁错 就算是飞红衣主动求欢 热情奔放地推倒了她 她也必须要负责任 负起一个男子汉应当负的责任 只是 她心里还是有些犹豫和纠结的 她和飞红衣相识的时间并不长 对她还不够了解 两人若是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夫妻 以后会不会有婚姻不合之类的问题 再者 她已经有薛冰和宁雪薇两个老婆了 还有几个红颜知己在人间等她归来 她在神界里又找个老婆 这样到时候 她怎么和两位心爱的妻子交代 最后就是 飞红衣的脾气性格火辣奔放 万一她醒来之后大发雷霆 跟她决一死战怎么办 就算飞红衣打不过她 万一飞红衣是真操如生命 要寻死灭活自我了断 她又该怎么处理 难 太难了 太纠结了 杜飞云无奈地猝着眉头 脑海里思绪如潮 一时间有些理不出头绪 而就在这时 她察觉到腰间的那一双柔软滑腻的玉壁 有了动作 缓缓地松开之后 便听到一声销魂尸骨的闷哼声 飞红衣轻轻地呢喃了一句 渐渐有了动作 收回双手揉了揉眼睛 这便睁开眼 醒了过来 啊 痛死老娘了 飞红衣醒来之后 便感觉到四处传来一阵阵火辣辣的痛楚 忍不住猝着眉头 口中呼痛 见飞红衣醒来了 杜飞云有些尴尬 也有些无奈 心里还没想好怎么解决这件事 于是她便不出声 继续保持盘膝坐地的姿势 闭着双眼一言不发 装作不知道飞红衣醒来了 飞红衣从地上坐了起来 低头看了看自己赤裸的动体 又扭头看看身边同样一丝不挂的杜飞云 翘脸上现出一抹红韵 眼神有些羞涩 不过转瞬即逝 被她隐藏得极好 她也是坐在地上 揉了揉眉心 晃了晃昏沉的脑袋 沉默了一阵才想起之前发生的事情来 杜飞云装作一无所知 不闻不动 却忽然撇到飞红衣的翘脸上 露出一丝兴奋的激动表情 眉开眼笑的仰天大笑道 哈哈 老娘终于成功了 从此以后老娘也是神王巨头了 谁能想到 飞红衣竟然眉心眉废到这种地步 醒来之后竟然是这种反应 杜飞云顿时被她雷得差点翻倒在地 不过她也非常吃惊 心中震惊万分 她万万没想到这次双修飞红衣的收获竟然这么大 直接领悟了造化之力 进阶到神王巨头境界了 神王巨头 整个神界也不过数千人罢了 那是何等强大的存在 任何一个神王巨头 都是一方霸主 成就万事为业 飞红衣从来不敢奢望自己有进阶神王的一天 现在却如愿以偿 这种天大的好处让她激动的不能自已 疼得一下站起来 也不顾浑身赤裸 春光碧露 兴奋的在杜飞云面前踱步 口中还在激动的叨念着一些语无伦次的话 哈哈 献赤神王 老娘再也不怕你了 当年的仇老娘一定要报 据一蒙的兄弟们 老娘当初曾说过 要带你们打出一片天地 现在老娘终于可以实现诺言了 献赤城周边那些得罪过老娘 跟老娘有仇的混蛋们 这次老娘回去 一定要挨个收拾你们 哇哈哈 杜飞云啊杜飞云 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 老娘简直爱死你了 说到最后 飞红衣实在太激动了 忍不住跑到杜飞云身边 从她背后搂住她 低下头来 把樱桃小嘴印在杜飞云的脸上 巴唧一下亲了一口 杜飞云顿时心中抱汗不已 脸色变得非常古怪 飞红衣浑身不着寸缕 此时紧紧地搂着她 两人亲密无见 她胸前那一对风影都贴在她的后背 被挤压变换出诱人的形状 那种柔软酥嫩的触感 让她心中一阵悸动 杜飞云 别装睡了 老娘知道你早就醒了 杜飞云还在心里纠结着 该怎么解决这件事 该怎么跟飞红衣说 没想到她却主动开口了 她的两扮烟红可人的嘴唇 贴着杜飞云的耳朵 吹出一丝热气 小声地在她耳边说着 行了 别装算了 老娘知道你脸皮薄害羞 但是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老娘都不怕 你还怕什么 飞红衣都这么说了 杜飞云又怎么装得下去 只好睁开眼来 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 伸手握住飞红衣 还着她脖子的双手 有些尴尬地说道 傻妞 真的对不起 这件事是个意外 请你听我解释 听到她的话 飞红衣柔软的玉璧 依然亲密地搂着她脖子 不肯放开 笑着说道 解释什么 你当我不知道 你那点小心眼 你一开始就知道 阴阳二气 是要双修才能修炼的 所以你小子就动了心眼 故意诱惑我说 给我个天大的好处 然后趁着我们修炼 阴阳二气的时候 趁机占有了老娘 跟老娘双修 啊 杜飞云顿时满脸爆汗 她完全没想到 飞红衣竟然这么善于联想和猜想 自作聪明地说出这个结论来 可问题在于 她压根就没想过会这样啊 啊 什么啊 难道老娘说的不对吗 飞红衣秀眉一条 与其微微不悦 没 没有 杜飞云满脸苦笑 却无从辩解 这事她就是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 怎么 看样子你很情不怨啊 难道你小子不想跟老娘双修 还是说你小子觉得自己亏了 飞红衣顿时收敛了笑意 翘脸上露出称怒 伸出柔软的小手 捏着杜飞云的耳朵 转了一圈 啊 痛啊 我没有不情愿 我很乐意 啊 你快放手啊 我真的很乐意 杜飞云的脸色连连变幻 耳朵被飞红衣这个角色 由雾给揪得通红 却又不能辩驳什么 只好连连告扰 嗯 这还差不多 看到以前总是欺负她的杜飞云 现在变得如此乖巧忍让 飞红衣的心里说不出的痛快 只觉得所有的委屈 都烟消云散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看你小子愁眉苦脸的样子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老娘把你给怎么样了 你小子少得了便宜卖乖 老娘这辈子都没被男人碰过 连处子原因都给了你 你小子还想怎样 不论如何 飞红衣说的这都是事实 杜飞云无可辩驳 只好点点头道 好吧 我杜飞云男子汉大丈夫 敢做敢当 现在生米都做成熟饭了 我愿意对你负责 杜飞云以为自己妥协退让了 表明态度之后 飞红衣就会消气 没想到他却兴演邓元 语气不善地问道 什么 应该是本王对你负责才对 你别害怕 本王是很专一的 不会抛弃你 本王会对你负责的 现在老娘既是山大王 又是神王 自称本王也名副其实 这样吧 为了对你负责 你就给本王做压寨夫人好了 第775章猎人岛主 神马 你竟然让哥给你做压寨夫人 我靠 飞红衣你怎么不去死 炎帝顶内 响起杜飞云的咆哮声 此时的他表情愤怒又古怪 实在是无奈到极点 啊 你不喜欢啊 飞红衣双眼眨巴眨巴地望着他 露出一副很无辜的表情 皱着眉头想了一阵说道 也对哦 压寨夫人太难听了 那就不要这个称呼了 杜飞云这才消气 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不再说话 然而 飞红衣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再次勾起他的怒火 以后本王要带领兄弟们 占领城池 开创万事基业的 本王就是名副其实的神王巨头了 要不这样吧 本王就册封你为王后 你看怎么样 啊 杜飞云实在受不了 飞红衣故意卖萌 装无辜的表情了 顿时痛苦地咆哮着 我看怎么样 我看你妹啊 哥是爷们 纯的 你懂吗 你见过男人当王后的吗 被杜飞云吼了一顿 飞红衣却一点也不生气 反而越发开心了 笑着点点头说道 有啊 本王的天神世界就是女儿国啊 里面的国王就是女的 他有三千个男妃子呢 我草 杜飞云再也忍不住了 顿时报了粗口 却不再开口跟飞红衣争辩什么 他发现了 飞红衣就是那种女权至上的人 连他自己的天神世界 都被他安排成那样 可想而知 他的秉性如何 好了好了 亲爱的王后 别生气了 本王会非常宠爱你的 飞红衣看到杜飞云 满脸郁闷地坐在地上 动也不动 正跟他生闷气 顿时笑得更加花枝乱颤 以前是杜飞云每次把他气得抓狂 现在他终于翻身了 看到杜飞云被他气得无可奈何 就觉得心情特别舒畅 美得魂儿都快飞了 总之 他的快乐是建筑在杜飞云的痛苦上 杜飞云也是郁闷 他就是愈发开心 杜飞云沉默了好一阵 在心里恨恨地鄙视自己一番 暗暗嘀咕道 他娘的 我还在想怎么给他交代 怎么安慰他 要对他负责呢 搞了半天我自责不已 人家却像没事人一样 反过来调侃我 他比我还看得开 我还真是傻 既然此时发展成这样 杜飞云也就不再纠结了 至少没有出现 飞红一大发雷霆的情况 这让他安心很多 想了一阵 他就开口对飞红一说 傻妞 现在我们把阴阳二起修炼成功了 你进阶到神王初期境界了 我也达到天神后期 距离神王境界不远了 那我们也该离开这里了 不过 这个两仪星河实在太庞大了 我们吸收了足足八万年时间 都还没练化完 剩下的这一半也不能浪费了 我们得把它弄走 恩 这个简单 看本王的 飞红一点点头 表示赞同杜飞云的决定 旋即他身形一闪 便又穿上了火红的长裙 遮住了诱人的春光 伸出脸藕般的双臂 施展出道道灰蒙蒙的神力 朝那剩下的两仪星河卷去 杜飞云知道 飞红一进阶神王了 神力完成了蜕变 融合了造化之力 他所释放的那灰蒙蒙的神力 便是造化的力量 拥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强大能力 只见 方圆数千万里的巨大星河 被他的神力笼罩之后 开始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 被他给提了起来 这玩意能放进你这尊药顶礼吗 一边把星河提起来 飞红一扭头温度飞云 这炎蒂顶他根本不了解 虽然他知道这可能是一件强大的神器 但是那两仪星河非常强大 不是普通神器能够装载的 所以要问问杜飞云再说 没问题的 你只管把他射拿过来吧 好 飞红一点头 银牙一咬 脸色变得凝重 轻贺一声 便以神力裹着那巨大无比的星河 将其收到炎地顶外 这时 杜飞云心神移动 操纵着炎地顶 打开一条巨大无比的通道 将整颗星河都给装了进去 这星河进入炎地顶中 顿时就引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杜飞云把它安置在炼丹空间内 每时每刻都运转着 久久归一大阵 让炎地顶不停地吞噬着 这星河散发出来的造化之力 源源不断的造化之力 从星河中散发出去 灌输到八级世界里 八级世界一直在不停地扩张增大 靠的就是一种混沌气息 那是天地万物一切的本源之力 造化之力虽然非常强大和神秘 但是这种力量仍然要弱于混沌之力 两者属于不同的境界和层次 当然 有了造化之力的灌输之后 也能够补充八级世界的混沌之力 使得八级世界的成长速度更快 其中的灵气更加充裕 在里面生活的生灵 修炼速度提升得更快 好了 我们该走了 将星河安置好之后 杜飞云也不再继续浪费时间 带着飞红衣便离开了星辰 来到星空中 这时候的星辰 不再像之前那么耀眼璀璨 失去了星河的它变得暗淡无光 与其他那些冰冷死寂的星辰一样 没有生命没有温度 沦为了一颗最普通的星辰 杜飞云两人在星空里飞行许久 最终找到了离开星空的出口 在岩地鼎的帮助下 成功地突破了空间壁垒 回到了满星海之中 两人再次出现在大雪山附近的山巅上 迎着呼啸的冷风 顶着飘飘洒洒的大雪 望着不远处的大雪山 都是心生感慨 在18年之前 他俩来到大雪山 为了抢夺冰晶雪莲 飞红衣差点被几位金牌猎人给杀掉 时隔多年之后的今天 两人再次回到大雪山附近 却勿视人非 杜飞云已进阶天神后期 飞红衣更成为了神王巨头 一切大概都要归功于命运和造化 飞红衣心里也是感慨万千 虽然他表面上依旧如往日脾性火辣 对杜飞云也是不断调侃和挖苦 两人不停地斗嘴 其实 他心里最感激的还是杜飞云 若不是遇到他 他此生就只能做一个小小巨一萌的山大王了 停留在天神后期直到老死 正是因为杜飞云 让他获得了天大的机缘 融合了造化之力 进阶成为神王巨头 从此可以攀登更高的实力境界 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 至于对杜飞云的感情 他和杜飞云相处时间不算久 可是他早已了解到 杜飞云的脾气性格 从当初在寒谈上 杜飞云为了救他而放弃冰晶雪莲和寒冰神龙 甚至不惜与六位金牌猎人厮杀时 他就已经感动了 只不过 他不是个多愁善感的女人 也不善于表露心计 所以一直埋在心底 他对杜飞云 虽然谈不上爱 却也不讨厌 而且还很感恩 所以两人双修了 有了夫妻之时 他也没什么后悔或者生气的 敢爱敢恨才是他的性格 嬉笑怒骂随心所欲 才是他向往的生活 跟杜飞云在一起 他很开心 而且也获得了天大的好处 这就足够了 两人立在山边 遥望着大雪山 沉默了许久 飞红衣才主动握着杜飞云的手 将他搂在怀中 难得一见的温柔一次 飞云 谢谢你 若不是你就没有现在的我 无论如何 我都要谢谢你 另外还有请你知道 我不怪你更不恨你 你也无需自责了 杜飞云这才心头释然 谢去了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 微笑着点头 转身搂住了飞红衣的腰肢 两人依偎在一起 静静地一言不发 享受着难得的安宁时光 不过 我觉得我们马上就有麻烦你了 过了一阵 杜飞云才松开他 表情平静地望着远处的一座山脉 双眼微微眯起 眼神中有一抹寒光闪过 什么麻烦 飞红衣眉头一条 顿时显露出自信而霸道的气势 爱飞你不要怕 管他是谁 只要敢对你不利 本王就让他有来无回 飞你妹啊 走 我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杜飞云瞪了他一眼 旋即带着他飞过天空 落在百里之外的一座山峰上 杜飞云落在一处临寻的乱石林中 重重的一跺脚 脚下的巨石便怦然炸裂粉碎 大地塌陷下去 露出一个宽阔的石室来 两人无需下到石室中 以神石一扫便可看到 石室中布置着两座防傲复杂的阵法 仍然在运转不息 看清楚那两个阵法之后 杜飞云的双眼顿时眯起 露出一丝丝寒光 这是两个监视和传讯的阵法 看样子是在监视大雪山周围的动向 主要目标就是那处避水寒潭 也就是针对我们的 应该是这样 飞鸿依赞同的点点头 又接着说道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 设置这阵法的就是猎人岛的人 当初你杀了他们几个金牌猎人 却又被逃走了几个 猎人岛肯定得知了消息 然后派人设置阵法监视这里 等着我们露面 杜飞云赞同的点点头 傅又眉头一条问道 那你觉得猎人岛这次会怎么对付我们 又会派出谁来呢 金牌猎人就是猎人岛的猎人中的最强者 猎人岛总共才不过十多个金牌猎人罢了 被你杀了几个又废了几个 这么大的事肯定会惊动岛主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次猎人岛的岛主流星神王 肯定会亲自出手的 第776章流星神王 此时 在莽星海的内部 距离大雪山足足八千万里之外的 一座延绵万里的山脉内 一座位于山腹内部 却独立于神界之外的异度空间里 有一座风景如画的庄园 这里灵气充裕 资源丰富 乃是一处宝地 一间简单而庄重的 青石磊气的石屋内 一个身着青色长袍的中年男子 正盘膝坐在榻上 双手平放在身前 正在参物静修 屋内的一张桌上 悬浮着一面光滑四溢的镜子 那并非实物 而是以强大法力所凝聚的 闪烁着一以光辉的同时 散发着高深莫测的气息 陡然 镜子上金光大作 照耀的石屋满眼金光 在那镜子中有神力变换 很快便凝聚成一幅画面 画面中是一座万丈的大雪山 空中雪花飞舞 寒风凛冽 在不远处的一座较矮的山峰顶端 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 正并肩而立 那男子穿着黑袍 一头白发如雪 那女子生的妩媚娇艳 着一身鲜利的火红长裙 这两人正是杜飞云和飞红衣 坐在榻上的中年男子 陡然睁开双眼 一双狭长的眼中闪过锐利的冷光 这一睁眼 整个石屋内就像是有一道闪电滑过 中年男子的眼神落在那镜子上 专注而认真的看着镜中的情形 眼神似乎穿透了时间和空间 牢牢地锁定在杜飞云的身上 似要将她看穿一般 好一阵之后 只见画面中的两人 飞上高天往其中一座山峰飞去 从镜子里看 两人竟然越飞越近 很快 镜子中就出现了之前发生的一幕 杜飞云跺脚将大地震塌出一个洞 露出一间石室和其中的阵法 他挥手发出一道神光 将石室和阵法都毁掉了 镜子中的画面 至此为止才陡然破碎消散 又恢复了黑暗 金光逐渐的淡去 中年男子这才收回眼神 面色疑惑地望向门外 口中喃喃自语道 此人虽然厉害 感知非常敏锐 竟然能察觉到我们在窥视他 可就算如此 他也不可能有实力 杀掉小六和小七他们几个 中年男子猝眉思虑了一阵之后 才身影一闪从榻上跳下来 落在了地面上 有些感情去和好奇的声音 在屋内回荡着 人却已消失在庄园里 不论如何 本王也要亲自去看看这两人有何异常 他们敢杀掉本王最器重的左膀右臂 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杜飞云和飞鸿一离开了大雪山 往莽星海深处进发 继续去寻找下一种药材 杜飞云 难道你就不怕猎人岛的报复 还敢继续伸入莽星海 你不知道 莽星海深处那可是猎人岛的势力范围啊 呵呵 猎人岛的报复 我就怕他们不来 尤其是那个流星神王 我正等着他自己送上门来呢 还免得我去找他 离开大雪山时 飞鸿一有些纳闷 为什么杜飞云一点也不担心 不但不离开莽星海 竟然还要深入 如此一来就不可避免的 要与猎人岛接触 尤其是猎人岛现在监视着他俩的动向 肯定会有强者前来报复的 连流星神王都极有可能出面 杜飞云 虽然我知道你很厉害 也有强大的底牌和秘密 但我还是不得不提醒你 那流星神王可是货真价实的神王 比起我这个刚进阶的神王要厉害得多 我们俩短期内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飞鸿一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流星神王进阶神王巨头境界 已经有超过十万年的岁月 实力深不可测 而他飞鸿一虽然也是神王巨头 但是刚进阶没多久 在实力境界上根本不能与流星神王相提并论 并非是他胆小怕事 而是他不得不为两人的安全考虑 他不想看到杜飞云受伤 更不愿看到杜飞云落在猎人岛手里 尽管他和杜飞云还是每天没事就斗嘴 但是他不得不承认一件事 他越来越发现自己记挂这个家伙 一刻也不想和他分开 傻妞 你就别长他人稚气灭自己威风了好吗 我既然敢继续深入蟒星海 等流星神王来自投罗网 当然有相应的底气 而且我有件事没有告诉你 当初你塞给我的那个木匣子里面 存放着一块玉检 里面记载着一道天地灵火的消息 而这个玉检就是流星神王送给献赤城主的 这件事杜飞云一直没跟飞红一说 此时他听到这个消息 也是忍不住愣了一下 玄机脸上露出凤凯的神色 一双粉拳雨点般的落在杜飞云的背上 气鼓鼓的喝骂道 好你个杜飞云你这个混蛋 老娘真没想到那个木匣子那么贵重 早知道当初就不塞给你了 你竟然瞒着老娘到现在 气死老娘了 杜飞云也不动怒 任凭他在自己身上敲打撒气 只是嘿嘿一笑 伸手在他那风营的翘臀上捏了一把 示意他稍安勿躁 这才接着说下去 天地灵火是什么东西 我想你应该知道吧 咱们这次炼化的那种火焰就是星辰灵火 也是天地灵火的一种 飞红一虽然没听说过天地灵火 但是听杜飞云这么一说 他顿时明白了天地灵火是多么珍贵的东西 那是蕴含造化之力 能够让天神强者进阶神王巨头的存在 其珍贵已经不能用神识来衡量 当真是无价之宝 于是他顿时明白了杜飞云的意图 一双水灵的大眼中露出笑意 望着杜飞云道 那你的意思是 等流星神王来找我们 然后我们再把他给干掉 这样就能夺取那个天地灵火的消息了 恩 正是这样 而且 不仅如此 如果流星神王落在我们手上 我还要把猎人岛的宝藏都搜刮干净 另外让猎人岛给我把其他的药材都找齐了 飞红一顿时一惊 没料到杜飞云的胃口竟然这么大 当即便笑道 哇 没想到你这小子这么卑鄙 这么贪婪 杜飞云顿时满脸黑线 美好气地白了飞红一一眼 理直气壮地解释道 我那叫物尽其用 如果他自投罗网 我当然要照单全收 这怎么能叫卑鄙贪婪 切 这还不叫贪婪卑鄙贝 飞红一也是鄙夷地撇了他一眼 不过转瞬便露出妩媚的笑意 双臂亲密地还住杜飞云的脖子 附在他耳边 匿匿地说道 不过本王就喜欢你这样的性格 简直太合心意了 两人又调笑打闹了一阵 便来到了一处宽阔无比 灵气盎然的湖泊上空 这时杜飞云才拿出地图 神石笼罩湖四周探查情况 过了一阵便确定了 这就是目标所在 紫心草应该就在这里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以紫心草的生长习性 肯定生长在湖水下方数千丈深处 杜飞云的话 飞红一当然是身心不疑 两人便收起了地图 身形一闪潜入到湖中 分头在水下寻找紫心草的踪迹 这处湖泊非常有灵性 灵气和资源充裕至极 其中生着无数水族妖兽 虽然实力并不强大 但盛载数目众多 两人没有节外生枝 不去惊扰那些妖兽 耗费了两个时辰的时间 就在一处水下石窟中 找到了紫心草 杜飞云兴奋地将紫心草采集起来 放进了炎帝顶里 满心欢喜地对飞红一说道 现在我已经找到两种药材了 还差十种材料 不过我相信很快就会全都找到的 嗯 我相信你 我也会陪你把这些药材都找齐的 飞红一也是替他感到高兴 正微笑着点头 忽然间却是面色一变 杜飞云也察觉到异样 两人顿时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表情变化 便一言不发 非常默契地窜出了湖底 飞到了高天上 此时 湖泊上空的高天上 原本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 却变得阴风怒嚎 乌云密布 空气中飘洒着沸沸扬扬的雪花 下方那灵气盎然的湖泊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结成冰 天地间变得肃沙而冰冷 两人立在高空中 全身戒备 很快就看到远处的天际 自空中陡然亮起一道冰晶光滑 一道蓝色的门户陡然打开 从其中走出一行人来 直奔着他俩而来 那一行人共有九个 为首的乃是一个穿着青色长袍 留着山羊胡须的中年男子 他气质淡然而阴寒 眼神凌厉却金光内敛 只有偶尔眼光流转时 才显现出射人心魄的启示 在中年男子的身后 恭敬地跟着八个身穿铠甲或者皮甲的男子 其中三个中年人 五个年轻人 这八人都有着天神后妻的实力 气息也非常强大 不过对前边的中年男子非常恭敬 看到这一幕 杜飞云和飞红衣对视一眼 都大致猜到了来人的身份 果不其然 那中年男子自虚空漫步而来 看似轻松惬意至极 却是眨眼间就横跨数万里距离来到湖泊上空 与杜飞云两人隔着万丈距离站定 小子 抱上你的身份 本王会给你个全尸 中年男子眼神平静地望着杜飞云 比逆天下的气势显露无遗 丝毫未将杜飞云放在眼中 仿佛主宰生死的至尊神帝一般 第777章 岛主不如神主 那中年男子的气势非常强大 即便是寒而不露 却依然隐隐散发出骇人的气势 毫无疑问 任何神王境界之下的神族 面对这位轻袍中年男子的时候 都会情不自禁地低下头 展现出最恭敬的一面 而杜飞云却丝毫不为他的强大气势所迫 仍然是淡定而从容 仰着头朝中年男子露出细血的冷笑 反唇相激道 老小子 抱上你的身份 小爷也会给你个体面的死法 杜飞云的话音刚落下 一直安静失利在中年男子身后的那八个神族 便奇奇地赫然色变 人人都是目光灵力地盯着杜飞云 显露出凶狠的杀鸡 小子 你找死 爬虫一样的角色 也敢对岛主不敬 小子 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看我来取你狗命 似是表现自己的忠诚一般 又或者是他们真心尊敬那中年男子 总之他们八人都是一份填膺 表情愤怒 杀鸡赢费 一副要将杜飞云生丝活泼的架势 哈哈哈哈 中年男子不怒返笑 仰天大笑树生之后 才目光怜悯地望着杜飞云 嘴角泛起一抹玩味的笑意道 多少年了 多少年没有人敢这样跟本王说话了 小子 你是第一个 也肯定是最后一个 或许 当实力境界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 便能够像这个中年男子一样 云淡风轻 不为外物所获 饶食杜飞云知道他来意不善 也不禁为他的气度所折服 暗道此人果然有强者风范 绝非他身后那八个喊打喊杀的蠢货可比 好了 小子 名人面前不说暗话 本王乃是猎人岛的岛主流星神王 想必你定然听说过本王的名头 流星神王的语气很平静 丝毫不为此而自豪或者狂妄 他的那股隐隐不发的比逆天下的气势 乃是发自骨子里的 仿佛与生俱来一般 根本无需刻意伪装什么 他既然是流星神王 那他身后恭敬势力的八人 当然是猎人中的佼佼者 金牌猎人了 杜飞云文言 故作一愣的表情 玄机才笑着抱拳做一道 哎呀 没想到是流星岛主驾到啊 真是久仰久仰 幸会幸会 他嘴上说着久仰 可神色表情丝毫不见恭敬 哪里有半点久仰的意思 而飞红一就更是态度傲慢了 不单一言不发 而且连一丝应有的尊敬都没有 只是眼光审视着流星神王 心里盘算着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 于是两人的态度和反应 顿时就激怒了流星神王身后的八个人 在流星神王自爆家门 表明身份之后 杜飞云两人还敢如此傲慢狂妄 这不是打他们脸吗 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是什么 小子 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见到尊贵的猎人岛岛主 你竟然敢不跪 我一定要杀你 听到那八人的话 杜飞云丝毫不动怒 只是莫测高深的一笑 自信地朝那八个人说道 虽然在你们眼中岛主很尊贵 不过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岛主不如神主哦 那八人顿时一愣 心里还在想 神主是什么人物 流星神王却是看穿了杜飞云的心思 也不跟他斗嘴 不再拖延时间 脸色陡然转寒 心意一动 方圆百万里便赫然风云变幻 化作了一片冰天雪地的冰封世界 小子 在大雪山上 你杀了本王手下最器重的三个金牌猎人 还打伤了另外三个 这笔账本王今天要和你算清楚 本王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 一是交出所有财产之后 在本王的面前自问谢罪 二是 你们两人自封神力让本王处罚 然后加入猎人岛为本王效忠 流星神王这两句话 便将这件事彻底摊开说明 一点回旋的余地都不曾留下 更重要的是 他之所以提出第二个选择 让杜飞云和飞鸿一加入猎人岛为他效忠 就是因为他看出杜飞云和飞鸿一两人 都是实力强悍的高手 尤其是飞鸿一 不但是角色有物 更是最近达到神王境界 如果能够加入猎人岛为他所用 那将是极大的助力 到时候猎人岛就再也无需偏拘一鱼 躲在莽兴海内 他流星神王甚至有资本去角逐献赤城主的位置 只可惜 流星神王聪明算计 算盘打得好 却还是希望落空了 杜飞云和飞鸿一两人仿佛听到天下最好笑的笑话一样 两人都是笑得前仰后合 看着流星神王的眼神如同看傻逼 哈哈 你真是笑死老娘了 你他娘的吃错药了吧 嘿嘿 老小子 说吧 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 飞鸿一和杜飞云两人都是口舌伶俐的主 平时两人斗嘴调侃 练就了一副好口舌 此时挖苦那流星神王 更是配合默契 把夫唱妇随的精髓发挥到极致 只把那八个金牌猎人气得快要吐血 饶使流星神王超然物外 心态古井不波 也被他俩的话气得暴怒 彻底失去了继续谈判的耐心 当即便一声抱贺道 两个小辈 你们找死 今天本王要让你们跪在本王面前求饶 然后再绝望地凄惨死去 岛主 这两个爬虫一样的人物 怎能劳动您的大驾 您若是对他们动手 岂不是污了您的双手 是啊 岛主 让属下为您分忧 属下等人 一定将这对狗男女 勤拿到您面前 任凭您处置 八个金牌猎人 顿时一起请战 要在流星神王的面前好好表现 起料 流星神王却并未点头应允 而是脸色阴沉地说道 你们八人 联手对付那个小子 格杀勿论 这个女子 本王亲自来对付他 流星神王看出来 飞红一是神王巨头 可那八个金牌猎人 却境界不够 根本看不出他的实力深浅 于是对流星神王的话感到一阵恶然 不过 他们只是愣神瞬间便恢复正常 毫无任何疑问地点头领命 转身联手朝杜飞云扑来 小子 受死吧 小子 享受你生命最后的时光吧 亚赫 去死吧你 八个金牌猎人联手 威力强大的不可思议 已经非常接近神王巨头的实力了 这八人精通合击之术 施展的是一道剑阵杀阵 八人都持着极品神器的宝剑 挥舞之间剑光闪烁 神光四溢 把万里高空都映染得一片璀璨 面对八人的围攻 杜飞云临危不乱 一副成竹在胸的架势 丝毫没有任何慌乱和逃跑的意思 这不禁让那八人有些失望 紧接着 在八人即将把倒到金光神树 都倾洒在他的身上时 他终于动了 只见 杜飞云的手中多出一把极品神器的宝剑 左手捏着剑指贴在身侧 右手握着宝剑斜指脚下 耳后看似随意的一剑挥出 顿时 万里晴空都被一道璀璨而冰冷的星光遮蔽 那是一道无比高贵冷艳的星光 仿佛不存于世间 格式而独立 绽放出最冷漠最璀璨的光芒 星辰神音剑 只听到杜飞云口中一声轻贺 下一个刹那 那犹如漫天星光的剑芒 便席卷而来 将八位金牌猎人完全包裹其中 剑光的碾压之下 八位金牌猎人赖以自信的见证 犹如纸糊的一般脆弱 顷刻间就被剑芒给斩破崩碎 紧接着 那八位金牌猎人便双眼一黑 只觉得一股阴寒凌厉到极点的气息 刺穿了自己的肉身 心脏和神魂 然后便奇奇地昏迷过去 璀璨的星光笼罩之下 万物都暗淡无光 纵使那八位金牌猎人 联手施展的剑树神光 也被摧枯拉朽的斩成碎片飘散 星光收敛之后 高天之上只剩下杜飞云一个人 安静地站在空中 一手赋于身后 一手握着宝剑 至于那八个金牌猎人 却已经是失去了踪迹 不知是死是活 而这个时候 流星神王和飞鸿一两人 已经厮杀在一起 两人隔着数万丈的距离 都未曾持出神器 只是以自身所学施展神术 互相对轰着 而这时 杜飞云和八位金牌猎人 交战的情景 恰好被流星神王看在眼里 看到杜飞云仅仅一招 便将八位金牌猎人 给全部灭杀 饶是流星神王 心智坚毅 古井不波 也是双眼瞪大 满脸的不可置信 这怎么可能 流星神王的心中充满震撼 他怎么也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那八个金牌猎人的实力 他再清楚不过了 可是猎人岛十几万猎人中的 最强者 真正万里挑一的存在 每一个都堪称神王巨头 指下无敌的存在 现在八个金牌猎人 却被杜飞云一招灭杀了 那他是什么实力境界 难道他也是神王巨头 流星神王自认 以自己神王初期的实力 也能够灭杀那八位金牌猎人 但是也做不到杜飞云那么轻松 那么干脆利落 而且流星神王已经观察杜飞云很久 他怎么也不可能是神王 分明只是天神后期实力罢了 趁着流星神王满心震撼的空挡 飞红衣敏锐地抓住时机 一双柔弱五骨的小手 如穿花蝴蝶般翻转起来 双手一搓便将蕴含造化之力的阴阳二气 给释放出来 他的神力形成一个圆形的阴阳鱼图案 在他双手间瞬间生成 并且威力暴增 达到极其害人的程度 然后 当那阴阳鱼图案凝结成实质时 他才一声轻贺 双手向前一拍 将那威力恐怖的阴阳二气 狠狠地砸向了流星神王 与此同时 杜飞云的身影也骤然出现在流星神王的身侧 一言不发地就动手偷袭他 他换掉了手中的极品神器宝剑 祭出了岩地饼 释放出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朝流星神王笼罩下去 第778章修罗镇玉节 流星神王只是愣神了瞬间 就遭到杜飞云和飞鸿一的疯狂反扑 面对飞鸿一所发出的阴阳二气 流星神王的脸色非常凝重 眸子深处尽是震撼与不幸 以他神王的身份和见识 他当然看出来那阴阳二气很不简单 与天地灵活有着相同的神奇能力 虽然 大多数神王都能挡住普通的天地灵活 但是这阴阳二气明显比天地灵活高级 而且还是从飞鸿一 这个神王手中发出的 其威力之大可以想象 流星神王一声轻鹤 显现出神王巨头应有的自信和风采 他左手一圈一滑拍出一道冰蓝色的旋风 朝那阴阳二气席卷而去 而他的右手这时则握成拳头 狠狠地朝身侧袭击而来的杜飞云砸过去 这一拳凝练了天地之威 仿佛连天都要被他砸碎 大地都要为之沦陷 当真有毁天灭地的威能 但是结果却让他满心愤怒和不可置信 他是在必得的这一击 他认为至少能将杜飞云的攻击破除 没想到根本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竟然被那黑色的深渊漩涡给吞噬了 这是什么神术 我的权力一击 蕴含了多么强大的威能 这个黑色漩涡竟然能将其吞噬掉 流星神王的心中震动莫名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轰出去的巨大拳影 陷入那黑色漩涡之中 犹如泥牛入海便再无踪影 与此同时 他左手拍出的冰晶旋风 狠狠地跟阴阳二气轰击在一起 砰 高天之下顿时爆发出一道极其害人的爆炸声 这声音之大传遍了方圆千万里 连莽星海深处的神兽和神族们 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两位神王的权力对轰 引起了害人的巨变 璀璨耀眼的神力光滑蹦践出去 犹如丽人一般将方圆千里都切割成碎片 天空破碎了 大地崩裂塌陷了 山川河水都化作积粉消失不见 这方圆千万里的范围 都被漫天的雾矮与黑云笼罩 伸手不见五指 阴寒彻骨的吓人 飞鸿一刚刚进阶神王境界不久 竟然凭着阴阳二气的强大 跟流星神王打了个平手 两人都被对方的强大威力 给震得到退出老远 气血与神力都是一阵翻涌 而杜飞云则趁机减了个大便宜 竟然以吞噬天地神术 将流星神王的小半神力 给趁机吞噬掉了 原本流星神王虽然对他很戒备 可是主要目标还是飞鸿一 对他也就没有全力以赴 现在流星神王给轰飞出去 倒退到万里之外 神力也被强行夺取吞噬了三成 他才陡然意识到杜飞云的强大 混账 难不成这小子也有神王境界的实力 否则区区一道大吞噬术 绝不可能有如此强悍的威力 流星神王心中大害 这件事太匪夷所思 饶是他亲眼所见 并且在杜飞云手上吃了亏 也还是不能相信这个事实 他乃是修炼了数百万年的神王巨头 剑矢盒等广博 杜飞云施展的吞噬天地神术 便是脱胎于三千大道中的大吞噬术 这一点他很清楚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会如此震撼和不可置信 然而 双方正在厮杀争斗之中 飞鸿一和杜飞云两人 都不会留守 更不会浪费时间 让他继续去怀疑 去揣测 黑白两色的光滑 顿时再次亮起 凝聚成一口巨大的长刀 自高天上披斩下来 斜着开天披地的威势 将天空都划破出无数道缝隙 狠狠地朝流星神王头顶披下 那是飞鸿一施展的神术攻击 他以阴阳二气凝聚成刀 蕴含造化之力 破开虚空 一往无前地袭来 杜飞云也不甘示弱 他最近练成了星辰神音剑术 又将其与自身的真武剑道融合 还把幽冥紫燕和阴阳二气 也融入其中 开创出一种更加威猛霸道的剑道 幽冥生死剑 一道万丈的剑光亮起 自杜飞云手中飙射而出 以超越光速的速度 刺向流星神王的后背 这道剑光非常诡异 也十分的霸道威猛 主题是黑白两色的阴阳二气 但剑光中缭绕着紫色的火焰 看上去声势浩大 剑光袭来 距离流星神王还有千里远 他便察觉到无与伦比的阴寒气息来袭 这阴寒气息来自于杜飞云的发出的剑光 明明缭绕着火焰却如此阴寒 这让流星神王心中疑惑 也更加戒备 父辈受敌之下 流星神王依然不曾慌乱 双手分开 拍出双掌 把两道万丈高下的神光虚影拍出 那是两道身高万丈的巨大怪物 身躯瘦若临寻 犹如干柴一般 浑身有黑 双眼赤红如血 背后还生着双赤 手中持着一双带锯齿的长刀 这两个怪物让杜飞云愣了一下 玄机他立刻就认出来 这两个怪物分明是修罗 修罗振欲结 流星神王一声大喝 那两道修罗虚影便浑身黑光大作 气势瞬间暴增数倍 显现出神王巨头的威势 双手握着锯齿长刀 狠狠地劈向杜飞云和飞红衣的攻击 这修罗振欲结 乃是流星神王的压箱底绝学 如今情势危急 他不得不动用了这个底牌 神界的诸多神王 大多数都是师从大帝门下 才得到造化之力 进而进阶成为神王 但是他不同 他和飞红衣的际语相似 都是机缘巧合的得到造化之力 进而进阶神王 他得到的造化之力 来自于他在某处上古神迹里 发现的修罗尸骨 当他将那修罗尸骨链化到自己神魂中之后才得知 这具修罗尸骨生前竟然是修罗一族中的皇者 实力达到了神王境界 所以说 所以说 流星神王的造化之力便是修罗赈于尽 而他也是修罗道的传人 在很久很久之前 或许是太古时代 神界中最强大的强者 大多数都是下界非生的魔族 属修罗道与血魔道的神族最强大 但是亿万年之后的今天 神界中最强大的种族 是土生土长的神族 以及神兽一族 修罗道和血魔道的强者极其少见 再者 神界的五大至尊神帝 有两个是神兽一族 三个是真正的神族 血魔道和修罗道的强者 当年与这两个种族 发生过长达百万年的厮杀 如今血魔道和修罗道近乎消弭 是不受神族待见的 一旦暴露就会有危险 所以 流星神王根本不会透露这个消息 而且也很少施展真实实力 以免暴露身份 但现在不同 非红一是货真价实的神王 杜飞云虽不是神王 实力却堪比神王 情形如此危急 流星神王也顾不得保密了 只有权力施展绝学 先将杜飞云二人击败再说 他的秘密暴露之后 那么结果就只能是你死我活 要么杜飞云二人沉浮于他 要么死在他的手下 且不说杜飞云和非红一两人 见到陡然出现的修罗虚影 心中是何感想 但就是这瞬息万变的战狂 生死搏杀的惨烈 也让他们只是迟疑短短一刹那 便不得不打起精神应对 这两个修罗虚影果然强悍 都是悍不畏死的存在 持着双刀就捂出一碗刀光 直思要斩破天地虚空 力量蛮横强大到极致 飞红一以阴阳二起凝聚的剑光 虽然蕴含造化之力 威力强大 但却还是被那修罗给斩碎 两者谁都没占到便宜 杜飞云这边的情况亦然 那修罗壮狂的挥舞双刀 竟然以一碗刀光 将他发出的幽冥生死剑给破掉 当然 幽冥生死剑的威力 也是极其恐怖害人的 那修罗在破掉剑光之后 自身也是光滑暗淡 气息不稳 神力不济 在修罗虚影奋力抵挡幽冥生死剑时 杜飞云便再次出手 右手托着炎帝顶便发出吞噬天地神术 朝那修罗虚影笼罩而去 那修罗虚影并非实体 只是流星神王的神魂法相罢了 破掉幽冥生死剑之后 自身也消耗颇大 受了伤 顿时无力抵挡吞噬天地神术的威力 几乎要被吞噬到炎帝顶中 如此情景 顿时让流星神王再次瞪掉了眼珠子 他万万没有想到 杜飞云竟然如此强悍 连他的神魂法相都要吞噬 混蛋啊 这个妖孽怎么如此不可思议 他哪里是实力堪比神王 他简直比普通神王都要厉害 诚然 这下流星神王算是明白了 从开战时他就大错特错了 他一直把飞红衣当作劲敌 却没料到杜飞云实际上比飞红衣更加强悍 更难以对付 混蛋小子 这是你逼我的 若不杀你我难消心头之恨 半个神魂法相被吞噬天地神术给束缚 正在顽强的挣扎 想要脱离炎地顶的吞噬 流星神王顿时不再犹豫 祭出了自己的本命法宝 王品神器 离魂钩 去死吧 流星神王挥舞着黑色的离魂钩 滑出一道黑光 朝杜飞云的咽喉盏来 那黑光死寂而阴寒 蕴含着强大的寂灭气息 无声无息而且速度快到如同瞬移 刚一挥出就来到杜飞云的咽喉前 第779章 神主威武 那一刻看到流星神王放弃了自己 竟然全力进攻杜飞云 而且威势强大无比 飞鸿一顿时满腔担忧 杜飞云 小心 不过 当他情不自禁地喊出这句话之后 就发现似乎自己多虑了 杜飞云又怎会是那么轻易被打败或者击杀的呢 当 一声轰鸣声响起 深圳环宇 方圆千万里内实力较弱的妖兽们 都直接被阴波给震死了 流星神王的王品神器离魂沟 没能击中杜飞云 却被炎帝顶挡下来 两者相撞 激荡出漫天的神力光滑 无与伦比的飓风狂飙而出 把蟒星海内数百万里的山川大河都摧毁成废墟了 炎帝顶毫发无损 杜飞云气定神闲 离魂沟却被弹得倒飞出去 流星神王更苦不堪言 脸色变得苍白如纸 嘴角溢出鲜血 这是什么宝物 竟然连我的离魂沟都无法撼动 甚至离魂沟的气魂都在哀鸣 好像非常恐惧那尊要顶 今天 杜飞云带给流星神王太多的震撼 以至于此时他都被震撼到麻木了 一张脸表情极其精彩 正死死地盯着那黑色药顶 猜测这是什么神器 不过 马上他的眼前陡然爆发出璀璨无比的白光 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将他包裹起来 一阵撕心裂肺的巨头 传入他的体内 他只觉得自己的皮肤 毛发和血肉都在瞬间消融瓦解顿 顷刻间就被摧毁了肉身 在身受重伤那一刻 流星神王才想起来 刚才杜飞云趁着挡住离魂沟的同时 扔出了两尊高达千丈的巨人 本来他还以为那是杜飞云的傀儡或者侍卫 没想到这两尊巨人直接自爆了 这才产生无比强大的力量 直接把他的肉身摧毁了 那两尊千丈高下的巨人 正是杜飞云斩杀剑羽公子之后 抢来的极品神器剑神傀儡 他一次性消耗了二十万神石 塞进了剑神傀儡里面 让两尊剑神傀儡同时自爆 顿时将流星神王打得支离破碎 肉身崩溃 只剩下神魂 虽然这两件星剑神王炼制的极品神器非常珍贵 是难得一件的珍宝 但是杜飞云把他们自爆掉也不心疼 反正他也学会了星辰神音剑术 这两尊剑神傀儡也没有太大用处 再者能够把流星神王炸成重伤 这两尊剑神傀儡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死得很有价值 啊 你这个混账 蝼蚁 蛆虫 本王绝对饶碌了你 只剩下神魂的流星神王 显现出的是一尊修罗虚影 这是他的半个神魂法像 至于他的另一半神魂法像 那个修罗虚影被杜飞云刚才趁乱吞噬收取了 镇压在炎地顶里面 流星神王此时已经暴怒到疯狂 这是他有生以来 六百万年时间里吃亏最大的一次 也是受伤最重的一回 他双眼变作一片赤红 喷着愤怒的火焰 死死地盯着杜飞云和飞红衣 好一会儿才收回灵力疯狂的眼神 转身便向远处逃走 他虽然恨已滔天 恨不得把杜飞云和飞红衣八匹抽筋 但是他绝不是莽撞之人 现在他已落入下风 若是还不逃走 下场就只有一死 只要他能逃走 逃回到猎人岛去 那里是他的老巢大本营 他就有办法对付杜飞云两人 而且 肉身被毁 神魂法相被夺走一个 虽然伤势很严重 但并不致命 他只需要修养疗伤十万年 便能够复原如初 只可惜 杜飞云和飞红衣两人 都察觉到他的意图 当然不会放虎归山 任他逃走 两人毫不迟疑地便追了上来 流星神王伤势颇重 而飞红衣和杜飞云却神采奕奕 只是三个呼吸的时间 双方才飞出去万里距离 杜飞云就追上了他 流星神王顿时满心交集 眼中闭光一闪 便咬牙下定决心 只见 他双手中的锯齿长刀 在面前狠狠一滑 便撕裂了天空 身影一闪 就要钻进那裂缝中 利用顺移之术逃回猎人岛 在神界 神王境界以下的神族只能飞行 而神王境界的实力 则能够撕裂空间 进行顺移和空间穿梭 流星神王这是算准了 飞红衣是神王巨头 他能够顺移 但杜飞云还不是神王 或许他还不会顺移 只要不被杜飞云缠上就没事 他的威胁最大 飞红衣他倒是无所谓 一个刚进阶的神王出七罢了 又没有王品神器 战斗力很一般 然而 他的算盘打得好 自以为计划可行 逃走有望 只可惜接下来的情景 却是让他一颗心彻底沉落谷底 眼中浮现出绝望的神色 只见他刚刚撕开面前的空间 就察觉到天地间陡然一片漆黑 有一尊巨大无比的黑色药顶 将方圆万里都笼罩封锁了 这个黑色药顶他并不陌生 之前就是这尊药顶挡住了离魂沟的攻击 还将离魂沟反正的受损 只是万分之一刹那的时间 药顶就把这片空间全部笼罩 完全封锁住了 流星神王纵然有撕裂空间 进行空间穿梭的能力 却根本对这药顶无计可施 他非常愤怒 很不甘心地挥舞着锯齿双刀 狠狠地披斩着药顶 只可惜这药顶坚固到无从想象 他的锯齿双刀都被震碎了 那药顶的墙壁上 也没能留下任何一点痕迹 好了 不要徒劳挣扎了 被困在炎帝顶里 你的死期也就到了 杜飞云和飞鸿一两人 也不追赶他了 两人不急不缓地肩并肩走来 杜飞云还面带戏谑冷笑地 望着流星神王 听到杜飞云的话 流星神王顿时一愣 旋即赤红的双眼陡然睁大 现出惊骇的神采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这是炎帝顶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这就是炎帝顶 怎么样 现在你该死心了吧 杜飞云笑着点点头 一番话让流星神王 满脸绝望地跌坐在地上 一副失魂落魄的表情 流星神王当然听说过炎帝顶 就算他没见过 也不了解那尊传说中 属于天地奇真的盛气 但是他却知道炎帝的名声 神魔两界的很多太古往事 他都知道一些 他当然知道太古时代的神魔大战 以及五帝伐天的事情 炎帝那是人间五帝中 最彪悍卓绝的一位 其威名冠绝天下 神魔两界的大帝至尊 也是为之如虎 虽然他也不过只是个大帝至尊 但是因为炎帝顶这尊造化圣气 使得他具备傲视群雄的本钱 难怪 难怪我的王品神器 丝毫伤害不到这要顶 气魂也畏惧不堪 没想到 这竟然是一尊造化圣气 天意如此 天欲灭我啊 消失了亿万年之久的造化圣气 竟然重陷在神界 而且是对付我 难道我就如此命苦吗 修行者都是逆天改命之人 别说是神族和仙人了 就算是人间的修士 也是不相信命运的 可是心智坚毅的神王巨头 流星神王 此刻却深深地相信了 这就是命运 而他就是命运之下的牺牲品 看到流星神王魂不守舍 神智恍惚地 爹坐在地上喃喃自语 一副无语问苍天的架势 杜飞云也是生出一丝同情之心 便很仁慈大度地开口说道 好了 流星神王 你也莫要沮丧 此乃天意不可为 我是个仁慈的人 所以念在你修行不义的份上 我可以不杀你 只要你沉浮于我 我就给你一条生路 听到杜飞云的话 流星神王缓缓抬起头来 眼神直直地盯着他 脸上尽是自嘲的苦笑 摇摇头叹道 只恨我有眼无珠 竟然招惹了炎帝传人 才落到如此地步 可笑我之前还口口声声 让你们沉浮于我 没想到现在的结果 却是颠倒过来了 这的确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 不久之前 只高气昂的神王巨头 现在成了阶下囚 命不久矣 流星神王 你是个很聪明的人 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正所谓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只要能活下去 其实归顺于强者 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 这样 我杜飞云给你一个承诺 只要你沉浮于我 我便可帮你达成一个心愿 你不想让猎人岛壮大发展 入侵献赤诚吗 这个我帮你来完成 以后献赤诚就是你的 另外 你乃是修罗传人 这个身份在神界不宜曝光 否则会引来大麻烦 但是有我在 你就大可放心 我保你平安无事 虽然我现在还不是神王 也许你会觉得 归顺于一个天神很丢脸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只要我愿意 随时都能进阶神王 最后 我想你自己也明白 炎帝顶重现神界 这意味着什么 只要你沉浮于我 以后少不了你无穷的好处 杜飞云极其自信地侃侃而谈 不曾威逼流星神王 只是动之以情 小之以利 但他越是这样说 流星神王就愈发明白 自己若是拒绝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不得不说 杜飞云所说的条件 让他很动心 他是个极聪明的人 他当然明白归顺于炎帝传人 会有怎样的好处 另外 现在他也是迫不得已 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只要拒绝杜飞云的提议 他的下场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 被杜飞云镇压炼化成神力 来壮大自身 杜飞云说完之后 这空间里忽然多出来好几个人 一个就是最近才出关的妖龙皇 另外八个人 则是之前流星神王带来的金牌猎人 这九个人全都毕恭毕敬地 站在杜飞云身后 满脸虔诚地微笑 望着流星神王 眼神怜悯而自信 喂 那个什么流星的 快答应杜飞云吧 他说得很对 跟着他就有无穷的好处 你看我老妖龙 就是极好的例子 想当年老夫还是个 很弱小很纯洁的小龙 那时候我遇到了杜飞云 妖龙皇这时候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开始言传身教 讲述了自己从悲惨到幸福的历程 这祸最近才炼化了寒冰神龙的身躯 已经达到天神初期实力了 当然兴奋地早不到北了 流星神王沉默了许久之后 才颓然地点点头 无奈地答应了杜飞云的提议 好吧 其实我也是别无选择了 既然如此 我便臣服于你 也希望你能信守诺言 看到流星神王臣服了 最兴奋的却不是杜飞云 而是妖龙皇和那八个金牌猎人 他们九个人竟然齐齐地山呼道 恭喜神主收服神王强者 神主威武 神主无敌 看那八个金牌猎人表情恭敬而虔诚 流星神王当然明白 他们已成了杜飞云的信徒 不久之前 他们八人还对流星神王毕恭毕敬 奉若神灵 此时却对杜飞云虔诚无比 这可真是世事变幻莫测 打脸不过夜啊 第七百八十章 寻找汉海心眼 现在 猎人岛的岛主流星神王 也臣服于杜飞云 被他度化成了信徒 如此一来 猎人岛也就变成了他的附属势力 猎人岛的十几万天神强者 以及庞大的资源领地 都是他的囊中之物 事实上 在落败的那一刻 流星神王还是非常不甘心 非常郁闷的 他乃是神王强者 还有太多太多神奇的手段 没有施展 只可惜 在杜飞云和飞鸿一两人的夹击之下 他根本没有施展的机会 就被杜飞云以蛮横粗鲁的 强大武力和法宝给镇压了 后来炎帝鼎的出现 就让流星神王落败之后 心中最后一丝侥幸也彻底瓦解 下意识地便认定杜飞云是炎帝传人 再加上他深知炎帝鼎的强大 便不得不妥协臣服了 说起来这件事 杜飞云的确是有些侥幸的 如果不是流星神王太轻敌 要是有机会让他全力施围 施展手段和计谋 杜飞云也不可能这么轻松 把流星神王收服 可事实就是事实 也没有什么如果 流星神王败了 臣服于杜飞云 也算是他运气不好 正撞到了枪口上 战事已休 杜飞云便带着众人 前往猎人岛去了 对那个神奇的猎人岛 他还是很好奇的 莽星海如此神秘 附近的几座城池 又对猎人岛虎视眈眈且恨之入骨 杜飞云更要去瞧瞧 有流星神王引路 众人便少了赶路之苦 直接撕开了空间 打开一条空间通道 跨越数千万里距离 来到了猎人岛上 世人皆知 猎人岛位于满星海深处 却无人知晓 其实猎人岛并非在满星海深处的山川大泽里 而是在一处隐秘的空间中 流星神王也是一代奇才 乃是镇导宗师 这猎人岛四周的种种镇法 便是他所布置的 神界不同于仙界 仙人更倾向于感悟天地奥妙 借助天地之力 所以对法宝 镇法和丹药的研究 是非常深厚而强大的 而神族更注重自身的修炼和提升 将力量和规则修炼到极致 对借用外力的法门并不是太重视 或者说 神族与仙人最大的区别在于 仙人逍遥物外 感应天地运用其力量 而神族精修己身 成就神为统一众生 获得众生信仰的力量 两者只是修行的理念和路线不同 但结果和目标都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追求大道永恒 正因为如此 在神界中 炼药师 炼器师 符咒师和镇法师的数量非常稀少 而达到神王境界才能进阶的宗师 那更是屈指可数 似乎除了五位大帝之外 整个神界里的各种宗师 也不足百人 让杜飞云想不到的是 流星神王竟然就是一位镇法宗师 他这样的人物 就算是到青云大陆 符文圣塔的分店去 也能当上长老 杜飞云很纳闷 他为何甘愿偏居一鱼 埋没在莽星海里当一个岛主 流星神王告诉他真正的原因 一是因为他修罗传人的身份 不想暴露 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二是因为他当年还未进阶神王时 也曾是符文圣塔的镇法大师之一 只是因为得罪了权贵 且一怒之下杀了某个大家族的三个儿子 所以被逐出符文塔 来到满星海里避难 流星神王的遭遇不禁让杜飞云感兴趣 他将自己在炼药司里得罪剑语公子和兴建公的事 讲给了流星神王听 惹得他也是同病相怜 同时对杜飞云的霸气和手段实力感到钦佩 当年他可没有杜飞云这么厉害的手段和心计 把对方玩弄于鼓掌之后 还能灭杀掉对方 他当年可是受尽了屈辱和折磨 最后抱着必死的决心与对方死磕 这才造成这个结果的 两相比较之下 他当然钦佩杜飞云的手段和实力 再加上之前杜飞云说过 只要他愿意随时都能进阶神王境界 这无疑让流星神王对杜飞云更加感到神秘莫测 臣服于他之后心中的一丝不甘和屈辱 也逐渐的变淡了 置身于雄奇险峻的猎人岛内某座万丈高峰上 杜飞云迎着烈烈狂风 眺望着整个猎人岛 就那么安静地站在山边 却让身后的流星神王和飞红衣等人 产生一种高山洋指 冤庭越智的感觉 神主 流星已经归因于您 这猎人岛的偌大企业 便也是您的产业 只要您一句话 流星便会召集猎人岛各大执事 长老和堂主们宣布这件事 同时 您若是有兴趣的话 流星便让出这岛主之位 让神主您来担任 不知神主意下如何 在众多信徒之中 流星神王无疑是最强大的一位 杜飞云对他也格外优待 其他的信徒 哪怕是天神后期强者 对他也是非常狂热和虔诚的 有点近乎失去理智的疯狂 那是因为杜飞云的信仰之力太强大 洗恋他们的神魂意志 将他们度化归一 但流星神王不同 他乃是神王强者 杜飞云的信仰之力虽然强大 也只能勉强镇压住他 不可能使他虔诚听从 但是有炎帝顶在 其中亿万万生灵的信仰之力汇聚 再加上这件圣器本身的强大威力 这才能够镇压和度化流星神王 让他永远不能叛变 但是达到神王境界之后 已经可以窥破大道奥秘 知晓前世今生 洞悉世间一切 不可能轻易失去神志 变得虔诚狂热 所以流星神王现在的状态 一心归一沉浮杜飞云的同时 还保持着清醒状态 拥有自己独立的思维和意见 回到猎人岛之后 他带着杜飞云巡视观察了一圈 最终众人停留在这高山之上 他才趁机表露诚意 向杜飞云提出建议 愿意献出猎人岛的岛主之位 不过杜飞云却白白手拒绝了 这个就不必了 我对当什么岛主也没兴趣 还是你继续担任吧 另外我现在还不是神王巨头 出任岛主也会引起诸多猜疑和麻烦 杜飞云说的很有道理 他刚来到猎人岛 除了流星神王 猎人岛的其他十几万猎人 还没有被杜化成信徒 他若是出面当岛主 难免引起骚乱 而且他暂时不想让自己 收服猎人岛的消息泄露出去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既然如此 那就谨遵神主预令了 流星神王也不多说什么 一切按照杜飞云的意愿形式 玄疾又关心地询问道 神主 您若是最近要进阶神王 需要密的闭关修炼的话 便留在岛中吧 有属下在 保证不让您受到任何打扰 而且您修炼需要什么资源 尽管告诉属下 属下必将全部办妥 嗯 也好 我这次来猎人岛也正有此意 这个提议杜飞云倒是接受了 旋即屈指一谈 便有一块预简飞到了流星神王手中 他接过来一看 这块预简中记载这十种药材 都是非常稀奇少见的 流星 本作要炼制九阳金丹 还缺少这十种药材 你就帮本作把这件事办妥吧 杜飞云吩咐下去 流星神王便立刻点头应试 虽然这些药材很少见 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但是流星神王丝毫不皱眉头 当即就开始传令吩咐下去 神主 这其中三种药材 岛中的宝库里就有 另外七种药材虽然少见 但是蟒星海内也是有的 属下已经吩咐了十几万猎人们 全部出动 务必将这七种药材找到 流星神王的办事效率很高 不出片刻就把事情安排妥当了 众人站在高峰上就看到 有无数猎人已经领着命令出发 离开猎人岛去蟒星海里寻找去了 神主 修炼所需的种种丹药和神石 以及密室都准备妥当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流星神王尽心尽力地将一切安排妥当 生怕杜菲云有一丝不悦 这无疑让杜菲云和飞鸿一两人都很满意 杜菲云点点头笑着夸了他两句 旋即才接着说道 本座现在已是天神后期顶峰 距离神王初期只有一步之差 不过想要进阶还差一样东西 流星 当初你送给献赤城主的那个木匣子 在我这里里面记载着一处灵火的信息 你且告诉我 本座要进阶神王初期 就正需要这个灵火来助力 听到杜菲云的话 飞鸿一和流星神王两人都是微微一愣 他俩都知道进阶神王需要炼化一丝造化气息 而之前杜菲云炼化的阴阳二气 星辰灵火都含有造化气息 为什么他还要找另外一种灵火 当然 虽然心中有这般疑问 流星神王却不会问出来的 只是恭敬地点头应试 然后拿出了一块龟壳碎片 那正是杜菲云梦寐以求的万象神龟碎片 其中记载着汉海心炎的位置 好了 流星你就留守在猎人岛疗伤吧 本座先去寻找汉海心炎 有事的话你便传讯给我 之前在战斗中 流星神王被杜菲云打伤 摧毁了肉身不说 神魂也遭受重创 急需疗伤恢复实力 本来他是可以把流星神王带在身边疗伤的 但是想到他在猎人岛疗伤更方便 便让他留在了猎人岛 说完之后 杜菲云拿着万象神龟碎片 带着飞红衣离开了猎人岛 往莽星海深处飞去 他已通过万象神龟碎片的记载得知 汉海心炎的位置并不在青云大陆 而是在苍云大陆边缘的天海之中 第781章无声剑派 整个神界的格局就像是大海中的小岛一般 苍云大陆 青云大陆 天罗大陆 天元大陆 真龙大陆 五块大陆 占据着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 每块大陆之间被天海隔着 在五块大陆之外 就是无穷无尽的天海 海外孤岛等等 那里是神界最神秘最凶险的地方 谁都不知道其中到底有什么 整个神界有八成的地域 是那无边无际的天海 剩下的两成陆地便是五块大陆 所有的神族与神兽等等生灵 便生存在这里 青云大陆和苍云大陆是相邻的 前者位于南方 后者位于东方 而汉海心炎的位置 就在东南方的边缘天海之中 莽星海已经是青云大陆的最南方了 只要越过莽星海的范围 就能够到达天海 往东南方飞行半个月 便可以到达汉海心炎所在的位置 两人确定了方向之后 便离开了猎人岛 然后飞红衣就拉着杜飞云 直接撕开了空间 运用顺移之术 穿越了近一里的距离 来到青云大陆的边缘 此刻 两人正站在一座孤绝的高峰上 脚下是万丈深渊 笼罩着浓浓的云雾 看不清下方的情形 前方已经没有路了 因为面前就是天海 苍云大陆和青云大陆 就被这条约莫千万里宽的天海鸿沟 给分割开来 天海是神界最凶险的地狱 就连神界十大险地都丝毫比不上天海的万一 所以飞红衣也不敢贸然施展顺移 否则顺移经过天海的途中 万一发生什么危险 那可就坏事了 小妞 照我说 我们干脆就顺移穿过天海算了 我现在赶时间去找汉海心眼啊 杜飞云当然很着急 从她进入神界那时起 就一心要尽快修炼到神王境界 然后找机会返回下界 去救出父母和姐姐 红颜知己们 现在她很快就能达到神王境界了 当然心情急切 说起来其实她挺郁闷的 她不单恋化了幽冥紫燕 还有星辰灵火和阴阳二气 更有造化圣气炎地鼎的造化之力 来洗脸身躯和神魂 换作普通天神强者 现在早就进阶神王巨头了 比如飞红衣就是这样 一到星辰灵火就早救了她的神王之位 可她似乎天生就与众不同 修炼意图从来都比别人艰难百倍 别人炼化一到灵火 得到造化之力就能进阶神王 她偏偏就不行 总而言之一句话 她现在即将进阶到神王境界 但是还差一点火候 这根本不是闭关苦修能够弥补的 所以她才认定 只有在炼化一到灵火 她才能进阶神王 于是寻找汉海心眼 就成了她现在最主要的目标 爱飞不要着急吗 本王也是为了你安全考虑 你看本王一路跟随你来寻找灵火 负责保护你的安全 要是瞬移之中出现危险 那本王该会多么内疚啊 本王不想让爱飞你受到任何伤害 所以我们还是慢慢飞过去吧 而且难道你不觉得身为本王的爱飞 有本王陪着你漫步云端 悠闲地跨过天海 一路看风景如画 江山无限 是一件很美好 很有诗意的事情吗 对于杜飞云的不满 飞红衣一改火爆的脾气 选择了轻言细语的劝解 她乃是神族 身躯在神族中属于中等个头 却比杜飞云要高出一个头 于是山峰上就出现这样一幅画面 飞红衣搂着杜飞云的尖头 居高临下地望着杜飞云 满脸的宠溺之色 伸出一只手来勾着杜飞云的下巴 温柔而细腻地开导她 幸好的是 这幅场景没有别人看到 否则杜飞云真要羞愧地找个缝钻进去 飞红衣 你他娘的有完没完 歌是纯爷们 你少叫我爱飞 听着都要起鸡皮疙瘩 杜飞云神色严肃地脱离她的怀抱 伸手按住她那双不安分的手 语气严厉地教训着她 没想到飞红衣丝毫不生气 也不放弃 又伸手去搂杜飞云 同时还伸出牵牵玉指去捏住杜飞云的下巴 一副花花公子调戏梁家的模样 爱飞不要生气吗 本王这也是为你好了 我靠 三天不挨打 你还上房接瓦士吗 杜飞云怒了 这段时间只要她跟飞红衣独处 飞红衣就是这般反应 弄得她都快有心理阴影了 于是杜飞云板着脸训了她一顿 还不见笑之后 终于动用了终极大杀器武力征服 只见 杜飞云伸手便握住她的双手 然后一把将她拦腰抱起在怀中 另一只手仰起来 就朝她那柔软挺翘的疯臀上拍下去 啪啪啪啪 一连拍了好几巴掌 杜飞云的手掌打在那柔软风盈的香臀上 一边感受着她的惊人弹性 一边还声色严厉地教训道 我叫你不听话 我叫你乱喊称呼 我叫你调皮捣蛋 我叫你不尊重你男人 好一阵之后 杜飞云才结束了严厉而香艳的教训 把飞红衣放了下来 飞红衣满脸通红地瞪着她 却咬着嘴唇没有说话 刚才她倒是想反抗来着 问题是压根反抗不了 只能任由杜飞云蹂躏了 看到飞红衣不再瞎闹了 眼神中满是委屈地盯着她看 杜飞云这才解气 心中有浓浓的成就感和得胜的喜悦 但是脸上依旧不动声色 平静地朝她道 走吧 我们该过天海了 似乎是猜到杜飞云心中得意 飞红衣挺不服气的一掘小嘴儿 瞠怒地瞪了杜飞云一眼 旋即便恢复如常 又恢复了那般不正经的模样 似乎是为了故意气度飞云 她故意做出一副羞哒哒的模样 双手捏着衣脚 转过身去做出娇羞的姿态 声音细如文娜的道 哎呀 爱飞你刚才打得人家好舒服哦 人家还想要怎么办 杜飞云顿时像是被掐住脖子一般 一张脸也仗成了酱紫色 双眼瞪大望着飞红衣 好半赏才一声咆哮道 我勒个去 你这傻妞真是没完没了啊 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哈哈活该啊 飞红衣顿时恢复平时那豪放的山大王气质 一手插腰指着杜飞云 哈哈大笑道 不知为什么 看到你不开心 我就感觉很开心 哇哈哈 小妞不要跑 大爷我今天不发威 你还当我是hello kitty了 你给我站住 话音落下 杜飞云便追了出去 飞红衣则一边娇笑着 一边飞速往前跑 两人就这么一前一后的追逐过 要跨越天海 这一截天海鸿沟 足足有千万里宽 以两人的速度 也不过是一个时辰的事情罢了 当然了 虽然在跨越天海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波折 比如有大批不长眼的神兽围攻两人 但是在两位拥有神王战斗力的强者面前 那些神兽最终都落得一个非常幸福的下场 那些天神境界 魔神境界的神兽都被杜飞云给度化了 变成他的信徒之后 扔进了炎地顶的八级世界里去了 飞红衣不忘挖骨杜飞云 说他是个贪婪自私的家伙 这些神兽在天海里生活得好好的 他非得把人家都度化成信徒 杜飞云却理直气壮 说自己这是在做善事 天海里生存状况恶劣 这些神兽终日里厮杀不停 没准什么时候就挂了 他把这些神兽度化收进炎地顶里 那是给这些神兽们超脱 给他们一个温暖幸福的家 让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 安心修炼 飞红衣不得不承认 杜飞云的口才和狡辩能力 是在超乎他的想象 他说不过杜飞云 只能自己生一阵闷气 又咕噜噜地转着大眼去想办法 打算找回场子 气起杜飞云 很快 两人跨过了天海 来到苍云大陆的范围 便直奔着汉海新岩所在的位置而去 沿途中两人经过了十几座城池 不过都选择了绕开 并没有进入城池中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风雨城东边 千万里之外的天海边 那汉海新岩大概就在这个位置了 杜飞云拿出神龟碎片来比照一番 就发现那汉海新岩的位置 应该是在离海边约莫千万里的海中 于是两人便一路飞行往天海深处进发 一个时辰之后 两人就进入天海深处千万里距离 这时候 杜飞云在海面上空停下来 神石如水银泻地般散发出去 笼罩着四周数百万里方圆 开始探查一切 有可能出现汉海新岩的地方 只可惜 杜飞云仔细寻找探查了两个时辰 也没能找到一丁点线索 更不曾发现有什么地方 有可能出现汉海新岩 这方圆千万里的范围内 都是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 海底都是很普通平凡的土地和沟壑巨石等等 连强大点的神兽都没有 更别提出现与汉海新岩有关的线索了 不过 这片地域中有一座约莫数十万里大小的海岛 引起了杜飞云的注意 那片海岛孤悬于海外 处在荒芜而贫瘠的大海之中 但是很奇怪的是 这片海岛上却灵气充裕到极点 乃是一处少见的修行宝地 如此类似于灵脉的修炼宝地 当然早就被大势力占领 杜飞云和飞鸿一两人靠近那海岛探查一番之后 就发现这个海岛上盘踞着一个宗门 叫做无声剑派 杜飞云 你说那神龟碎片既然描述着 汉海心眼就在这片区域 那么他会不会是在那座海岛上 第782章混入门派 左右也无法找到任何线索 杜飞云正在簇沉思之际 飞鸿一提出了这个猜测 顿时引得杜飞云一阵簇 应该不可能 这座海岛上的宗门势力强大 应该是有神王巨头坐镇的 若是有神王巨头坐镇 没有理由发现不了汉海心眼 若汉海心眼在这里 只怕早就被这个宗门给占为己有了 嗯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 我觉得我们还是去看看比较好 反正我们都来这里了 怎么也找不到其他线索了 不如去那海岛上打探打探 万一有所收获呢 飞鸿一这么一说 杜飞云考虑一阵 便接受了他的怂恿 于是两人暗中前行来到了海岛上 这海岛外围布置着防御大阵 不过对他们两人来说如同虚设 他俩很轻易的就进入其中 海岛上物产资源都很丰盛 看得出来是该势力悉心培育的 海岛上生活着大约有上百万人 其中有数万人都是实力强大的神族 天神强者不在少数 看得出来 这个宗门应该还是比较强大的 两人的神识略微一扫 就看到那宗门的巨大山门上刻着四个字 无声剑派 他俩是来打探情况的 自然不能大张旗鼓 于是便隐匿行踪进入了海岛 收敛了气息混进宗门四周的山区里 很快便来到一个小村庄中 整个海岛的面积有几十万里方圆 却只有百余万的人口 所以海岛上还是很荒凉的 大部分地域都是寻常人难以进入的山川大泽和险地 当然了 杜飞云和飞鸿一两人却知道 那些地域都是无声剑派培育的资源灵地 其中大多数都有灵石矿脉 神石矿脉和药元之类的 无声剑派的山门位于海岛中间 位于海岛上的最高峰 山市险峻 插天如云 下街灵气 上街神光 那数万个实力强大的神族 便都在山门内修行居住 而山门之外四周便分布着大小约莫数百个村庄和城镇 没有达到魔神实力的那些修士 便都居住于这些村庄和城镇里 毋庸置疑 神界里的人也并非都是实力达到魔神境界的强者 大多数还是和人间修士一样的弱者 不过他们都是神界土生土长的神族 出生便是先天神灵血脉 修炼起来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两人掠施手段就变换了模样 隐藏了气息 装作过路的旅人 进入到这个叫做小石村的村庄里 小石村在附近几个村庄里算是较大的 足足有两千多户人家 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杰丹镜 实力到化神镜之间 至于杜杰镜的强者只有一两个 杜飞云稍微改变了容貌气质 跟飞红衣扮作一对神魂净实力的普通神族夫妻 走进小石村之后便住进了村中唯一的客栈中 客栈里来往的人较多 的确是个打听消息的好地方 两人在客栈里住了一天时间 便听到很多很多消息 对这个海岛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 比如海岛上的神族都隶属于无声剑派的旁支 大多数都与无声剑派内的弟子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整个海岛上的神族 潜力优秀 实力进展飞速的天才 都被吸纳到无声剑派中修炼培养 其他神族则生存在海岛上 为无声剑派打理产业 繁衍生息出更多更优秀的神族后代 每隔十年时间 无声剑派就会大开山门 选拔招纳优秀的神族修士进入门派 两人来的也很是凑巧 再隔两个月 就又到了无声剑派选择弟子的日子了 所以 现在整个小石村里的神族 几乎都在刻苦修炼 为两个月后的无声剑派 招纳弟子大会做准备 每个人都幻想着 能够被无声剑派看中 能加入无声剑派 然后便能一步登天 平步青云 得知这个消息 杜飞云和飞鸿一就动了心思 打算趁着这个机会 混入无声剑派中 去山门内打探查看一番 当然了 事实上 以他们两人的实力 巧无声息地前进无声剑派 也不是不行 可无声剑派内 肯定有神王强者坐镇 而且还有厉害的 护山大镇 一旦两人潜入无声剑派 引起对方的警觉 少不得要爆发一场大战 他俩只是来打探情况的 还不敢确定 汉海心炎 会不会出现在这里 如是这样 就稀里糊涂地 跟无声剑派的神王巨头 劫头截仇厮杀 那有些不太明智 神界之中强者林立 高人无数 他们两人出来乍到 对苍云大陆不甚了解 对无声剑派的情况也很陌生 当然要谨慎行事 不过 这海岛上的人口 都隶属于无声剑派的管辖 都有严格的登记程序 杜飞云两人是外来者 没有合法的身份 要去参加无声剑派 招纳弟子的选拔 还有些小麻烦 不过这个麻烦不大 很快就被杜飞云 给轻松解决了 他直接找到了小石村的村长 暗中以神魂震慑之法 将小石村村长的神魂迷惑控制 让村长给两人登记造册 制造出一个合法的身份 然后 两人就待在客栈里修炼 同时等待无声剑派打开山门 终于 两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 杜飞云和飞红一从修炼中醒来 便连妹离开了客栈 前往无声剑派的山门前了 此时 整个海岛上的神族都沸腾了 无数的青年才俊 怀着迫切而兴奋的心情 来到无声剑派的山门前 当杜飞云两人到达山门前 巨大的广场上早已聚集了数千神族 都在安静地等待着 杜飞云和飞红一两人很低调 如同其他神族一样 来到广场上就寻了一处空地站定 静静等待山门开启 只不过 飞红一的美貌和妩媚气质太吸引人 而且他与杜飞云双修之后 有了雨露滋润之后 更加明艳动人 不可方物 在哪里都是惹人注目 生出瑕疵的有物 所以 他很快就吸引了许多年轻俊艳的目光和注意 深周至少有上百个神族男子 都在目光之热地盯着他看 心里响入飞飞 一开始这些神族男子们还能保持淡定 只是暗中打量关注 但是当很多人都发现 飞红一身边的杜飞云 只是一个相貌普通 恐无有力的普通神族之后 这些人的心思就有些活泛了 很快就有一个自命风流 穿着打扮非常滑贵 气质看似高雅的年轻神族男子来到近前 面带微笑地望着飞红一 彬彬有礼地打招呼问道 你好 在下赤飞 不知小姐怎么称呼 飞红一早就发现四周无数男人注视着他 对他很是禅闲御地的诸葛像 这让他不禁心中有些恼怒 不过旋即一响 又非常得意地朝杜飞云示威 还不忘自夸道 爱飞你看到没 本王的魅力已经无人可挡了 你还不乖乖臣服于本王的裙下 切 那是他们有眼无珠 要是他们知道你是个山大王 彪悍的河东时 估计他们早就吓跑了 杜飞云对他的自吹自擂很不感冒 美好气地摆了他一眼 飞红一顿时很生气 想要跟杜飞云理论一番 又怕引人注意 于是只能忍气吞声 现在 这个叫做赤飞的年轻男子来搭讪 他顿时找到了打击杜飞云的办法 一双水灵灵的毛子 咕噜噜的一转 便也带着微笑 很是小家碧玉的朝赤飞一礼道 小女子名叫红一 不知公子您有何贵干 他本来就生的妩媚勾人 这一柔情款款的表现 再加上温柔的轻声细语 便立刻引得赤飞双眼痴迷 心跳加速 被他给迷的神魂颠倒 脸上露出爱美的笑意道 红一小姐 你也是来参加无声剑派的弟子选拔大会吧 这可真是太好了 在下也是苦修千年 立誓要败入无声剑派 不如这样 红一小姐 我们结伴而行如何 在下的师叔祖在无声剑派内 乃是德高望重的长老 只要红一小姐愿意与我联手 我们便可轻易败入门中哦 赤飞的话说得隐晦 但是意思却很明显 只要飞红一跟他走 愿意跟他做道理 他就能想办法 让飞红一也加入无声剑派 飞红一看到他的诸葛像 就是心中一阵恶心 连话都不想多说 不过为了跟杜飞云赌气 故意气一气杜飞云 还是忍着没有发作 只不过 他正准备婉言拒绝的时候 杜飞云却笑着开口说话了 哎 老婆 你看这位赤飞公子也挺和善的 他还有个师叔祖在无声剑派内当长老 不如咱们就跟他一起吧 我们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 以我们的实力无声剑派未必肯收纳 不如我们就请赤飞公子帮帮忙吧 杜飞云说着话 表情和语气都显得很心直口快 一看就是那种一根筋的鲁莽货色 这不由得让赤飞公子眼底闪过一丝轻面 看向飞红衣食 眼神愈发温柔和贪婪了 太暴敛天物了 如此动人心魄的游物 竟然跟了这样一个愚蠢低贱的莽夫 简直是气煞我也 不行 本公子一定要得到这个游物 绝对不能让他明珠蒙尘 哎 本公子的心胸实在是太宽广 太不爱了 赤飞的心里还在感慨 却没发现飞红衣的脸色逐渐变了 不过 飞红衣的翘脸上笼上一层寒霜 却不是因为赤飞 而是因为杜飞云的话 杜飞云 你个混蛋 老娘怎么说也是你的女人 你怎么能把老娘往外推 这个什么鸟飞的 看起来就恶心巴拉的 你竟然让老娘跟她走 老娘真相一巴掌把你们两个都拍死 飞红衣暗地传音给杜飞云 正在愤怒地咆哮着 心里还感到很纳闷 本来她想气气杜飞云 怎么反过来她自己气得吐血 杜飞云却像没事人一样 第783章圣地隐秘 飞红衣每次斗嘴都赢不了杜飞云 总想着找机会搬回来 打击一下她 所谓女以越级者容 看到四周广场上 无数男子都为她的妩媚而清新痴迷 她心里当然很有成就感 可惜她最在乎的杜飞云 却根本没有一点这种感觉 这让她很失望也很不服气 于是赤飞前来搭讪的时候 她就想借此机会气一气杜飞云 如果她和赤飞和颜悦色的交谈 表面上看上去相谈甚欢的话 杜飞云肯定会被气得暴跳如雷 杜飞云一旦不开心 她就觉得很开心 到时候就能借机会好好打击调侃杜飞云了 一想到这她就觉得兴奋和期待 只可惜 这个赤飞公子实在是太肤浅 也太没有定力了 还没说两句话就直接提出了这个要求 这让飞红衣很恶心 身为神王巨头 这些神族在她眼中就如同蝼蚁一般 若不是为了故意气度飞云 她怎么可能跟蝼蚁交谈 只是她没想到 她正准备发作 杜飞云却说出那番话来 将一个普通神族小人物的心态 和一个鲁莽耿直的男人的性格 表现得非常逼真 这就让她非常愤怒了 她堂堂神王强者 竟然要跟这个蝼蚁般的人物 合颜悦色 还要忍受她目光的骚扰 不行 绝对不行 于是 她的翘脸沉下来 眼神冰冷地望着赤飞 淡淡地说道 赤飞 我已经有夫君了 你不要有飞分之想 赤飞顿时一愣 她完全没料到 飞红衣前后反应 竟然差距这么大 这让她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但她满心都是飞红衣 早已被迷得神魂颠倒 哪里还会多想 仍然不放弃地说道 红衣小姐 虽然你已有夫君了 不过都是一起双修的道理罢了 说到底还是为了提升实力 若是能找到更强者做夫君 又有何不可呢 在下不单实力达到魔神境 而且还是风雨成赤家的长子 赤家未来的家主 红衣小姐 我说句不太恭敬的话 无论是身份还是实力 我都比你身边的夫君要更强 你这样的角色有物 也只有我这样的强者 才能给你想要的一切 你说不是吗 诚然 赤妃的话也有些道理 在神界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 大多数女子就算寻找道理双修 也只是为了提升实力罢了 嫌有人能够从一而终 只要时机合适 能够提升实力 很多女子都会与不少于一个男子双修的 更何况 在场来参加无声剑派选拔大会的 基本上都是没有正的神位 还不曾亏得大道的凡间修士 像赤妃这样的魔神 当真是最强者了 而且她还有个身份 就是风雨城的少城主 她父亲是风雨城的城主 风雨神王 她这样的身份 可谓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无限荣光尊贵的 不知有多少角色女子前来投怀送抱 过去的千年时间里 她至少跟不下上千个女子双修过 而飞鸿一在她看来 乃是万中无一的绝世游物 是她此生仅见的最动人的女子 再加上杜飞云和飞鸿一两人 现在都是神魂镜的实力 在她看来乃是蝼蚁般的角色 她能耐着性子跟飞鸿一说这么多 一是想让她死心塌地跟着她 二来是为了顾及无声剑派的面子 不想在无声剑派山门前 惹出某些不必要的麻烦 比如强强民女 只可惜 她自以为是的话语 在飞鸿一听来 却是那么可笑 令她心中恶心又厌恶 双眸之中 寒光一闪就要发作 傻妞 别闹 正是要紧 没必要为了这种小角色而动怒 就在这时 杜飞云的声音传入飞鸿一耳中 她这才压下心头怒火 沉默不言 没有当场发怒 只不过 她却把怒火都牵在杜飞云身上 传音朝她咆哮道 杜飞云你个混蛋 你看你出的什么馊主意 让我们假扮神魂净实力 这下被鄙视了吧 一个小角色也敢当着你的面耀武扬威 还要抢你的女人 老娘看你怎么收场 别急别急 等我跟她好好玩玩 杜飞云丝毫不动怒 笑嘻嘻地安抚着飞鸿一 只是 是非却不知两人的交谈 还在自明得意 广场上其他人也有认识她身份的 听到她的字数之后 都是窃窃私语 对她投来敬畏的眼神 风雨城跟海岛只有一海之隔 两者之间也会经常有来往 寻常人没听过赤飞的名号 但是有几个见识广的人知道 传开之后就让众人都明白了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之骄子 见飞鸿一沉默不言 是非心中得意不已 还以为她正在考虑 于是就再次抛出一个重大的诱惑 红衣小姐 我相信以你的聪明机制 应该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另外 我还可以告诉你个秘密 只要你跟了我 我就可以带你加入无声剑派 不单能让你实力飞快提升 百年内杜劫成就神位 还能带你进入无声剑派的圣地去参悟 那圣地乃是无声剑派最神秘 也最强大的底牌 其中神力充裕到令人发指 据说蕴含某种神奇的能力 只要进入其中参悟修炼几年 便可平步青云 亦非冲天 获得难以想象的好处 是非这句话是用传音之法说的 只说给飞鸿一一个人听的 只不过杜飞云也听得到 不由地心中移动 于是 这时忽然有一道白光 自天际飞来 落入杜飞云手中 赫然是一块传心欲剑 他拿着欲剑 神识侵入其中一看 便脸色一变朝飞鸿一道 红衣 族中有大事发生 族长让我尽快赶回 对不起 我不能陪你了 我先走了 有事记得传讯给我 说完 杜飞云也不顾飞红衣的反应 身影一闪就窜出了人群 急匆匆地离开了广场 与此同时 他的声音在飞红衣的脑海里响起 傻妞 先委屈你一阵了 你就先虚语微疑 跟着这个小子进入无声剑派吧 我觉得他刚才说的圣地 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杜飞云一走 这赤飞就更加兴奋了 没有杜飞云在场 他纠缠飞红衣也更加方便了 红衣小姐 你这个道理还真是无情啊 招呼都不打就直接跑了 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实在太不尊重你了 不如这样吧 就由我带你进入无声剑派吧 我刚才说的话 你可以慢慢考虑哦 赤飞心中对杜飞云很是鄙视 这种神魂净实力的小人物 在他眼中完全不值一提 他也能猜得到 杜飞云很可能是怕了他的权势和实力 知道自己守护不了 飞红衣这个有误道理 于是才编造谎言离开 这无疑让他更加自信和从容 飞红衣不说话 心里却是冷笑连连 更不忘出言打击杜飞云道 嘿嘿 杜飞云啊杜飞云 你还真是丢人啊 竟然害怕一个顽固小子 连自己女人都抛弃了 他当然知道杜飞云不可能真的这样做 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故意刺激杜飞云的 就想看到他生气暴怒的模样 只是他的话还未说完 脑海里就响起杜飞云的声音 傻妞不听话了是吧 哼待会儿非得加法伺候 我一天不打你屁屁 你就不会听话 听到杜飞云又提起打屁屁这件事 飞红衣不禁翘脸一红 心头一热 有些凶难 但是他这幅模样却被赤飞看到 不由的一阵目眩神迟 心跳加速 当真是被迷的沦陷了 于是 在无声剑派还未开启山门的时候 赤飞就动用关系 带着飞红衣进入了无声剑派 直接去报名登记 成为了无声剑派的内门弟子 在无声剑派中 杜洁净实力只能成为外门弟子 魔神境界实力才能进阶为内门弟子 天神强者那就是真传弟子了 赤飞和飞红衣成为内门弟子之后 飞红衣便提出了要修炼提升实力 想要去圣地中参悟一番 之前赤飞夸下海口 说能带他进入圣地 在圣地里修炼可谓是平不清云 一飞冲天 这下飞红衣提出要求 他顿时不好拒绝 他本来就被飞红衣迷得神魂颠倒 如今飞红衣又略施小记 顿时让他言听计从 前去找他的师叔祖去了 他的师叔祖在无声剑派里可是实权派长老 他又是风雨神王的儿子 未来的风雨城主 这次他加入无声剑派 也是两大势力联手的象征 所以他的要求很快就被允许了 早在千万年之前 这片海岛还是一片荒芜无人烟 是无声剑派的祖师无声神王 发现了圣地 然后占据了这个海岛 开创出无声剑派这一大基业 所以圣地就是无声剑派的立牌根本 寻常弟子没有资格进入 就连真传弟子也只能在即将进阶时 才能进入其中参悟 是非身份尊贵 又借口说自己想进入其中参悟 而无声剑派也有意卖给风雨神王一个人情 这才能轻易允许他们进入 无声剑派的圣地在后山中 两位内门执士带着赤飞和飞鸿一来到圣地入口 便打开了入口的传送阵法 两位执士留在山外不能进去 赤飞则带着飞鸿一一起进入到圣地之中 通过传送阵法之后 两人只觉得面前一按 再次落地时就已经来到数万丈的地底 这时飞鸿一就发现正身处于一个巨大的山洞中 这山洞内充满了浓郁至极的神力和灵气 让人身心舒畅飘飘然 那些神力的来源则出自于山洞中间 那个被一座祭坛镇压着的巨大深渊 飞鸿一静静地感应探查着山洞内的一切 忽然间他捕捉到一丝极其熟悉的气息 顿时双眼之中闪过一抹一彩 因为那一丝熟悉的气息赫然是造化之力 至此他终于肯定杜飞云苦苦寻找的汉海心眼 就在这处圣地中 第七百八十四章你死的不冤 既然是圣地 无声剑派当然将这里打造得如铜墙铁壁一般 外围布置了不下数万种阵法 来到圣地飞鸿一才暗暗感到庆幸 幸好他和杜飞云没有直接暗中潜入这里 否则光是那数万种阵法都要让他们头疼好久 既然感应到造化的气息 猜测到汉海心眼有可能就在这里 飞鸿一当然不肯浪费时间 身影一闪便朝那祭坛奔去 这座祭坛明显是无声剑派的祖师无声神王所建造的 蕴含着磅礴无比的神力 以及神王意志的威严 寻常神族进入圣地后 情不自禁便被祭坛中古老沧桑的气息感染 又被神王意志所震慑 当然都毕恭毕敬 如朝圣一般虔诚 老老实实地待在圣地外围边缘修炼 根本不敢靠近祭坛 比如赤飞就是这样 此时他正满脸崇敬地端坐在山洞边缘 离祭坛非常远 根本不敢盯着祭坛打量 更别提靠近了 不过 他正准备修炼时 却发现飞鸿一竟然身形如电 一闪之下便冲到祭坛上 飞鸿一的反常举动 令他大惊失色 惊出一身冷汗 红一小姐 你在做什么 那是神圣的祭坛 不容任何人亵渎和靠近的 你快回来 对赤飞的大声呼喊 飞红一却充耳不闻 脚步轻盈地落在巨大祭坛的边缘 神石便油染散发开来 侵入到祭坛内部观察着 当然 他知道这祭坛是无声神王所打造 为了不惊扰到无声神王 他的神石探查得非常小心翼翼 一看飞红一竟然不理会他的话 赤飞顿时恼怒无比 他非常清楚圣帝对于无声剑派的重要性 进入圣帝之前 他的师叔祖长老无比慎重地叮嘱过他 千万不能靠近祭坛 否则便要受到重诚 此时看到飞红一的举动 他顿时怒吼道 贱人 你没听到我的话吗 我让你滚回来 飞红一虽然漂亮妩媚 乃是绝世游物 可毕竟只是个神魂净实力的小角色 他赤飞虽然贪恋美色 却不想因此而受到重诚 更不想让无声神王因此而迁怒于他 一边怒骂的同时 他也顾不得对祭坛的敬畏 身形一闪就要冲到祭坛边上 把飞红一给抓回来 他心里还在暗骂着 早知道就不带这个女人进入祭坛了 待会儿离开祭坛之后 一定好狠狠地责罚这个女人 现在他已经进入了无声剑派 在这无声剑派里就是他的天下了 任他为所欲为 这个女子也是无能为力的 他决定了 一定要先将这个女人推倒 好好享用蹂躏她之后 再把她给杀掉以绝后患 然而 他的心中正在如此幻想着 却察觉自己的身子将立在原地 根本动弹不得 奋力地想要飞起 却是纹丝不动 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察觉到身子竟然不听使唤了 一丝神力也使不出来 是非顿时满腔疑惑和恐惧 哎 小伙子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你喜欢我的傻妞 我不怪你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辱骂他 更不能生出龌龊心思 就在赤飞满心恐惧的时候 他的耳边陡然传来这么一句话 这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赤飞有些熟悉 他赫然扭过头去一看 竟然是之前在山门外广场上 提前离去的杜飞云 啊 这一景象顿时让赤飞惊叫起来 他万万想不到杜飞云怎会出现在这里 你 你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杜飞云笑吟吟地望着他 夺步来到他的面前 居高临下地望着他 笑着说道 不是你带我进来的吗 我什么时候带你进来的 你对我到底做了什么 赤飞的心中充满了恐惧 他虽然不知道杜飞云是怎么进来的 但是飞红衣的反常举动和杜飞云的出现 无疑让他预料到 一定有极其重大的事情发生 我没有任何兴趣对你做什么 你就别自作多情了 现在嘛 我要很感谢你带我们俩进入圣地 然后呢 你就可以安心地去死了 杜飞云满脸欣慰地拍拍他的头 然后手掌微微移动 顿时便有澎湃无比的神力涌出 直接将赤飞的肉身给震成了积粉 被禁锢在原地不得动弹的赤飞 肉身瞬间崩溃消散 只剩下了神魂 整个过程快地令他瞠目结舌 完全没有钉点反抗之力 当然 察觉到自己肉身被毁之后 赤飞顿时双眼瞪大 神魂都在恐惧地颤抖着 你们 你们在利用我 你们根本不是要加入无声剑派的 临死之前 赤飞终于恍然大悟 他现在才知道 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两人伪装出来的 他们的真实实力强大到令他无从想象 由此他也立刻猜测到 对方只是利用他进入圣地而已 恩 恭喜你答对了 所以我打算奖励你 虽然你很好色 竟然勾引我的傻妞 而且还想杀人灭口 我本来想折磨你一番再杀你的 现在我可以让你痛快地死去 就不折磨你了 杜飞云笑嘻嘻的侃侃而谈 似乎是在讨论午饭该吃什么一样轻松 根本不像是在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这无疑让赤飞恐惧到极点 他知道对方动了杀机 而且有绝对的实力 可以轻易杀死他 就在这时 在祭坛上探查情况的飞红一 似乎发现了什么情况 便朝杜飞云喊道 飞云快来看看 这里面有点古怪 他回头一看 赤飞竟然还没死 只剩下神魂还在速速发抖 见杜飞云还在和他磨鸡 便猝着眉头催促道 飞云 你跟这种小角色废什么话 赶紧杀了完事 我们还有正事要办呢 飞红一完全没将赤飞这种小人物放在眼里 语气中杀他如吃饭喝水般简单 这些都被赤飞看在眼里 他又想起之前飞红一 那小家碧玉的模样和怯生生的气质 顿时感到一阵气血翻涌 心中涌出无穷的悔恨和不甘 你们这两个贱人 你们竟然利用我 你们不得好死 杜飞云你要是敢杀我 我父亲风雨神王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明知对方杀意已决 是非自知已是在劫难逃 为求活命 只好把父亲的身份抬出来 寄希望于风雨神王的名头 能够让对方忌惮 不敢下手 这样只要他能逃出圣地 就能够得到无声剑派的庇护 性命就无忧了 到时候他一定会千百倍的折磨 虐杀杜飞云两人 只可惜他万万想不到 杜飞云却压根不在乎什么 风雨神王的威慑力 淡淡笑着说道 真是抱歉 风雨神王什么的 我还真没听说过 另外有件事需要告诉你 我和傻妞都是神王实力的巨头 傻妞这样的绝世有物 也只有我才能配得上 而你竟敢生出觊觎之心 所以你死的不冤 说完 杜飞云再也不给赤飞说话的机会 挥手一掌拍在他的神魂头顶 顿时赤飞只觉得神魂溃散 意识陷入永恒的黑暗 就此灰飞烟灭 永别于世间了 做完这一切 杜飞云身影一闪便来到祭坛上 在飞红衣的指点下 神石侵入祭坛之中 打探祭坛内部的情况 两久之后 杜飞云也察觉到一丝端倪 便猝没道 这祭坛应该是无声神王建造的 不过下方好像是镇压着什么东西 杜飞云你说 这个祭坛会不会是用来镇压汉海心炎的 对于飞红衣的疑问 杜飞云笑着否定了 不可能 若是无声神王见到这汉海心炎 就算不能将其炼化 也必然会将其谨慎地保护起来 绝对不可能将其镇压着 而且 汉海心炎这种天地灵火 虽然威力强大无比 但是不至于让神王巨头束手无策 那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要不我们下去看看 如果我猜的没错 这个祭坛不单是镇压封印汉海心炎的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那就是引动吞噬汉海心炎的力量 灌输到这个圣地里面 为无声剑派的精英弟子提供修炼宝地 杜飞云一边说着 眉头却再次促起 似是自言自语的疑惑道 只不过 这黑色深渊的下方 到底有什么东西 竟然让无声神王都恐惧 竟然不惜建造祭坛来镇压封印呢 走 我们下去看看 在这里苦思冥想是得不到任何结果的 唯有亲自去查探一番 才能找到事情的真相 为了寻找到汉海心炎 杜飞云便带着飞红衣 潜入到下方祭坛中 一路朝黑色深渊深处潜入 这黑色深渊并不算太深 只有万丈左右 两人很快就来到深渊的底部 这时 两人就看到 深渊底部是一层空间壁障 有着无声神王所布下的封印阵法 这就完了 汉海心炎呢 飞红衣很是疑惑 汉海心炎所发出的造化气息 的确从这里而来 可是这里完全看不到汉海心炎的所在 傻妞别四处看了 汉海心炎不在这里 那在哪 在下面呢 杜飞云说着 指了指脚下的空间壁障 第785章 第785章光明圣火 杜飞云既然说汉海心炎在两人脚下 飞红衣当然相信他是对的 不过他对脚下的空间壁障很好奇 杜飞云 你说这里为什么会有空间壁垒呢 难道下面是不同的世界 我们会不会又跑到星空里去看星星啊 上次在满星海 飞红衣是人生第一次见识到真正的星空 那一次他是大宝眼福 看到无数瑰丽的星辰和星河景下 所以猜测到下方有可能会通往星空时 飞红衣显得很是兴奋雀跃 又开始幻想着 这次会见到怎样绚烂的星空景下 只可惜 杜飞云却笑着摇头打断了他的幻想 有可能不是星空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这个深渊应该是海眼 下面很可能是海底世界 果不其然 杜飞云说的没错 当两人驾驭着岩地顶 将空间壁掌击穿之后 便迅速被磅礴无比的吞噬之力 给吞噬到深渊之中 两人迅速地朝下方落去 这巨大深渊中充满了无穷尽的海水 斜着刺骨的寒气 不断地侵蚀沿地顶 上方空间壁障被打开之后 圣地内的祭坛顿时爆发出璀璨的神光 所有的阵法都在瞬间被激发出来 圣地内的造化气息和磅礴神力 也陡然间被抽空 朝着祭坛涌去 不好了 飞云 祭坛的阵法被激发了 那个无声神王肯定察觉到我们的行踪了 怎么办 切 管他呢 还是先找到汉海心眼再说 如果他真的敢追来 大不了我们俩再把他也干掉就行了 有十几万天神强者当属下的猎人岛主 都成了我的信徒 这个无声剑派的祖师 也算是个小岛主了 他跟流星相比如何 杜飞云既然都不在意 飞红衣当然也不担心 听他说的很有道理 便收敛了心思 正在这时 就听到杜飞云道了一声 小心 然后 岩地鼎就穿过幽暗无际的海眼 怦然跌落到一团巨大无比 且耀眼夺目的火焰之中 哇 杜飞云你快看 这团千万里方圆的火焰 是不是就是汉海心眼呢 岩地鼎跌落海眼底部 来到了无边无际的海底世界中 却直接跌落到一团纵横千万里方圆的 巨大火焰之中 这火焰呈现出赤白色中夹杂着一丝海蓝色 非常的晶莹剔透 置身于海底世界的最顶端 散发着无穷尽的热量和光芒 还不断溢出澎湃的造化气息 飞红衣顿时确定 这很可能就是汉海心眼 嗯 没错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灵活汉海心眼 杜飞云点点头 脸上也是充满了喜悦 历时数月的奔波之后 终于找到了汉海心眼 他当然心怀激动 然而 两人还未能高兴一阵 就忽然察觉到不对劲 有一道极其强大的气息 飞快地靠近 眨眼间就到了附近 不过 那道强大气息的主人 却停留在汉海心眼的外围 不敢接近这团巨大的火焰 与杜飞云两人遥遥相望 这时候 杜飞云和飞鸿一两人 才释放出神识朝那道气息打量过去 顿时眼中都现出了诧异的神色 只见 来人赫然是个绝色女子 只不过这个女子的外貌和形象 实在有些怪异 她有着一张精致到 令任何女人都未知极度的俏脸 一双天蓝色的眼睛 好色蓝宝石 挺拔的穷鼻和樱桃小口 也分外妩媚 还有一头疾腰的卷居金发 在杜飞云看来 这就是一个美丽到极点的外国妞 大洋马 只不过 眼神在往这女子的身上打亮时 这个想法立刻就被推翻了 因为 这女子虽然有着一双挺拔傲人的双风 白皙的脖梗和胸脯 还披着一件珍珠之旧的薄衫 但是她的下半身没有双腿 竟然是一条长长的鱼尾巴 额 美人鱼吗 杜飞云和飞红衣两人对望一眼 都同时流露出古怪的神色 喃喃自语着 就在这时 杜飞云两人还在打量着那个女子的时候 那个角色美人鱼开口说话了 只不过翘脸上拢着寒霜 双眼之中闪烁着杀鸡与冰冷的意味 神族 你们为何要入侵我们海族的国度 我们东海已经和无声神王达成协议 双方互不侵犯互不影响 你们为何还要自毁约定 这美人鱼的话 在杜飞云看来 就像是一个外交大使 在眼里的谴责对方践踏公约 公然入侵本国地狱时的模样 只不过 他的话中却透露出太多的信息 一时间令杜飞云和飞红衣两人沉默下来 正在思考分析着他的话 海族的国度 杜飞云和飞红衣两人的神石 立刻延伸出去 透过汉海新岩的包裹 朝四面八方延伸开来 笼罩了约莫数千万里的地狱 果不其然 两人的神石看到 这方圆千万里范围内 有着无数奇形怪状的生灵在生活着 他们建造了村庄和城池 也有着如同神族一样的各种势力和城镇 而且那些奇形怪状 千奇百怪的生灵也懂得修炼 其中不乏势力强大者 战斗力堪比魔神和天神 想必 这些古怪的生灵 就是美人鱼口中所说的海族了 同时 这里的村庄城池等等 也就是海族的国度了 总而言之 这海族是一个很特别的种族 除了外貌和修炼方法 与神族不一样 其他都没什么两样 另外 飞红一发现海族似乎与妖族有些类似 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妖族天生智慧低下 只有修炼到实力高深之后 才会开启灵智 变得聪明 但是这些海族不同 他们出生便与神族类似 也有着极高的智慧 我们东海已经和无生神王达成协议 双方互不侵犯 这句出自于美人鱼口中的话 又让两人浮想连篇 很快就猜到了一些端倪 神界之中 陆地占据两成的面积 天海占据了八成的地域 最是神秘和广阔 而天海又分为东南西北等等海域 划分出各种势力国度 这个海底世界位于苍云大陆的东方 应该东海范围了 这里可能就是东海国度 更关键的是 杜飞云猜到了 无生神王当年在发现汉海新年之后 肯定来到过海底世界 然后可能与东海国度发生了纠葛 很可能双方大战一场 然后打成了平手什么的 才不得不立下约定 双方互不侵犯 这样一来 就可以解释圣地和空间避障 以及祭坛的存在了 杜飞云猜到了 肯定是无生神王和东海国度 联手在海眼中铸就了阵法 封印了空间避障 保证双方互不侵犯 只不过无生神王比较狡猾 虽然将海眼镇压封印住了 却仍不死心 不愿放弃汉海新年的造化之力 于是他才建造了祭坛 从空间壁垒的缝隙中 不断地吞噬吸取汉海新年的造化之力 形成了圣地中磅礴的神力景象 借此来发展壮大无生剑派 杜飞云就是杜飞云 只是从美人鱼那简单的一句话中 就跟飞红衣两人推断出这么多信息来 他告知给飞红衣之后 顿时引得飞红衣一阵点头赞叹 美人鱼一看杜飞云两人 沉默许久都不说话 也不曾露面 脸上的寒霜越来越浓 眼中的杀鸡越来越明显 你们准备躲到什么时候 难道你们以为 你们躲在我们东海的光明圣火里 就可以安全了吗 如果你们再不离开的话 我就会让我们神王陛下前来 将你们驱逐出去 到时候还要去无声剑派问罪 这美人鱼的话 再次透露了一些讯息 不过有了之前的推断和定论 杜飞云和飞红衣两人 几乎是马上就猜到了其中的隐情 这个汉海心眼 在杜飞云眼里只是一种天地灵火 没想到却是东海国度的光明圣火 而且看样子这个东海国度的实力也不弱 不但面前这个美人鱼是神王强者 甚至还有更厉害的神王陛下 杜飞云和飞红衣两人 在炎帝顶里待了这么久 心里已经把情况了解得大概 眼看着那美人鱼就要动怒 似乎要出手了 杜飞云和飞红衣便离开炎帝顶现身了 两人置身于汉海心眼之中 一前一后地缓缓朝美人鱼走去 脸上都带着和善的笑意 杜飞云朝美人鱼拱拱手 彬彬有礼地说道 这位美丽的小姐真是非常对不起 我们夫妻二人是在探险寻宝 却因为不知名的原因闯入一座阵法 然后来到了跪地 刚才你唧里呱啦地说了一通鸟语 我们实在是没听懂 所以才耽误了一会儿时间 还请见谅 杜飞云这话是用神识传音之法说的 神族和海族是两个不同的种族 说话不一样 但是用神识交谈却毫无障碍 当然了 这只是杜飞云的借口而已 以他们神亡境界的实力 几乎没有什么听不懂的口音之类的 也不存在言语不通的情况 虽然那美人鱼很气愤两人的贸然闯入 但是见杜飞云两人和颜悦色 而且态度很诚恳的道歉解释 他这才稍微消气 不过 他还是没能放松对杜飞云两人的警惕 暗中传讯了通知了东海国度的东海神王陛下 然后才一正词言对杜飞云说道 两位神族阁下 虽然你们为此事做出了解释 我也愿意相信你们是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到东海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请两位等待片刻 我们东海神王陛下马上就到 陛下他有事要询问你们 美人鱼这么说了 杜飞云和飞红衣两人也不着急 便笑着点点头答应了 然后杜飞云就拉着飞红衣 坐在汉海心眼里面 跟美人鱼攀谈起来 美人鱼小姐 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干什么的 看样子你似乎对这个汉海心 呃 对这个光明圣火很尊敬啊 美人鱼其实心里非常不耐烦 对杜飞云两人充满了敌意 但是他也知道杜飞云两人的气息非常强大 堪比神王强者 很不惹 所以他还是耐着性子跟杜飞云聊了起来 我叫索娜 我是东海神王陛下麾下的光明圣女 我的职责就是守护我们海族的光明圣火 第七百八十六章借用一下 杜飞云待在汉海心眼里跟索娜聊得不亦乐乎 飞红一在旁边直翻白眼 暗中伸出十中二指正在揉令他腰间的软肉 可惜这货似乎毫无感觉 对飞红一的小动作完全视而不见 把飞红一气得小嘴撅着 暗地嘀咕着 这货肯定又看人家圣女漂亮 动了什么不纯洁的心思 而事实上 飞红一还真的冤枉了杜飞云 他的确是动了不纯洁的心思 不过不是对索娜 而是对汉海心眼 索娜虽然对杜飞云两人充满了戒备和敌意 但是在东海神王到来之前 碍于对方的实力强大 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回答杜飞云一连串的提问 很快 他就得到了解脱 因为东海神王终于来了 一道碧蓝色的身影 自远处飞快地闪现而来 前一刻还在百万里之外 眨眼间就斜着磅礴无比的气息 出现在汉海心眼外 来者是一个穿着打扮都非常骚包的中年男子 至少他这副形头 在杜飞云和飞红衣的眼中 显得过于华丽了一些 他有着一头海蓝色的长发 身材奇长面孔英俊 鼻梁高挺而且双眼如蓝宝石一般 薄薄的嘴唇四周 还有一圈看上去显得比较成熟沧桑的小胡子 他头顶上戴着一顶巨大的王冠 有如漏斗一样上宽下窄 套在他的头上就像是个陀螺一样 他身上穿着一件蓝色的袍子 袍子上绣着海龙的图案 上面布满了明亮的金丝玉璃 还有许多璀璨的宝石 他的腰上系着一根与王冠同样华丽的腰带 很粗也很宽 同王冠一样 上面雕刻着海族特有的特殊纹路 点缀了不计其数的宝石和神石 尤其是腰带扣里面的那一颗拳头大的宝石 更是极其罕见的冰魄石 价值连城 是所有修炼者都梦寐以求的宝物 至于他脚上的鞋子 杜飞云都不忍多看了 那完全是一双用宝石和金丝玉璃包裹起来 用最华贵的练剂材料所制作的 看上去就闪闪发亮 非常耀眼 当然 他浑身上下 最耀眼的莫过于他手中持着的一杆权杖 那是一根用最珍贵的 有着亿万年历史的海心玉铸就的 权杖上刻满了神秘玄奥的花纹 顶端是两只手掌的形状 手心中捧着一颗烤老大小的宝石 杜飞云认识那颗宝石 那玩意赫然是海心石 这东西可是震海之宝 引动海心石的力量便可操纵一万里海域 掌控整个东海的力量 这玩意在神界里貌似只有几颗 都掌握着四海神王和海皇的手中 牛逼 饶食杜飞云自认见多识广 也不禁为这位东海神王的非主流打扮而感到佩服 忍不住伸出大拇指赞叹道 哥们你真是太远见着实了 知道海底国度黑暗无光 所以随身带满了闪闪发光的宝石 你就是个移动的灯泡啊 很显然来人正是东海之主 东海神王杜飞云和飞鸿一两人 对他没什么敬畏之心 倒是对他的装束更加感兴趣 只可惜东海神王似乎跟索娜这个圣女 对杜飞云两人也是充满了敌意 英俊白皙的脸孔上挂满了怒容和寒意 一双宝蓝色眼睛狠狠地盯着杜飞云两人 语气更是凌厉非常 两位神族阁下 为何你们要自毁约定 擅闯我们东海国度 你们这是在挑衅我们东海国度的威严 难道你们想跟我们东海开战吗 作为东海之主 东海神王的话 或许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杜飞云两人看来 就显得有点反应过激了 我去 你这人也太能扯了吧 我们两人只是不知情误闯阵法 来到你们海底世界而已 怎么到你嘴里就上升到 要和你们东海开战的高度了呢 说真的 杜飞云对这种动不动就把小时扩大化 上升到某种高度的人 非常的讨厌 所以他对这个东海神王的第一印象 非常糟糕 笑话 你们分明是从无声剑派的祭坛里下来的 你们是故意打穿了空间壁垒 入侵我们东海的 还想狡辩吗 东海神王持着闪闪发亮的权杖 朝杜飞云一指 言辞犀利多多逼人 眼神更是锐利非常 一句话就把杜飞云的谎言给戳穿了 但是杜飞云丝毫不感到尴尬 谁让他的脸皮也厚到一定境界了 哎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说了我们不是来入侵你们东海的 你们这黑不溜溜的海底世界 哥才没兴趣入侵占领呢 我只是有事想跟你商量一下而已 你要是就这个态度 非要把我们当敌人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了 胡说 你这个神族小子 不准你侮辱我们东海 我们东海绝不是漆黑冰冷的海底世界 在光明圣火的笼罩下 我们的世界与你们神族的陆地世界一样 也是充满光明和温暖的 神族小子 你现在立刻给圣火道歉 否则的话 为了维护我族圣火的威严 我将以圣火的名义 向你提出生死决斗 东海神王还没说话 那个圣女唢娜就不干 非常愤怒地盯着杜飞云 义正词言地指责她的错误 没办法 圣女唢娜就是守护光明圣火的 杜飞云说 这里是漆黑冰冷的海底世界 显然在她看来 是侮辱了她心中的圣火 尼玛 这海族都是些什么玩意啊 怎么一个个都跟吃错药了一样 让我跟圣火道歉 我去你妹的 这玩意不过就是个灵火而已 我连幽冰紫燕和星辰灵火都吞噬修炼了 还要向区区排名第十的汉海心言道歉 杜飞云顿时怒了 虽然之前她就看出来 海族非常的排外 对神族更是充满了莫名的敌意 但是她没想到这东海神王和圣女唢娜 都是一样的不可理喻 或者说 在她看来简直有些神经病 当然 飞红衣对她的嘀咕是非常赞同的 她现在对圣女唢娜和东海神王也非常不爽 杜飞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 对付神经病 唯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比他们更神经 东海神王 圣女唢娜 两位海族阁下 我出来跪地 本来无意和你们发生争斗 不过你们的态度让我非常失望和痛心 我这个人不会说话 如果得罪了你们 你们来打我呀 一边的飞红衣听到杜飞云说话 本来还很纳闷 这货一直都很不讲理的 怎么突然间这么彬彬有理了 难道她转性了 但是听到最后一句话 她顿时被雷得里嫩外交 心中暗道 这才是杜飞云吗 东海神王和唢娜两人 本来是气势汹汹的 可是也被杜飞云这话给刺激得够呛 两人愣了好一阵 还没从巨大的心理落差中行转过来 之前他们听杜飞云的话 还以为他要选择忍其吞声的妥协呢 没想到最后一句话 却把他俩给调戏坏了 神族小子 你找死 东海神王顿时怒了 右手一挥手中的权杖 那硕大的海心石上 顿时激发出璀璨的光滑 形成树道丰锐无匹的利刃 朝杜飞云和飞鸿一两人当头斩下 索娜本来也想出手攻击的 要把杜飞云狠狠教训一顿 但是他似乎对汉海心眼非常尊崇 杜飞云两人待在汉海心眼里 他犹豫了好一阵才出手攻击 而且在出手攻击之前 他竟然还很神精致地祷告了几句 似乎在跟汉海心眼道歉 东海神王不傻 他知道杜飞云和飞鸿一都是实力强悍的强者 很不好惹 但是他乃是神王后期顶峰 放眼整个神界 也只有大地境界的至尊 才能力压他一头 他有自信将杜飞云两人打败 但是很可惜 事情的结果非常出人意料 让他和索娜都感到一阵面面相去 面对他和索娜的攻击 杜飞云两人竟然选择了不闻不问 直接寄出了一尊黑色药顶 然后待在药顶里不出来了 东海神王和索娜两人 倾尽全力地攻击了好一阵 也没能把他俩怎样 攻击全都落在炎地顶上 连根矛都没打下来 一丝一毫的痕迹都不曾留下 这个结果让东海神王两人认清了现实 杜飞云是真的有恃无恐 于是他不得不转变了态度 收敛了杀器 将敌意和杀鸡都深藏于心中 平静地开口询问 要求开诚布公地谈一次 两位神族阁下 你们都是实力强大的强者 所以我认为 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次 盲目的战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且 你脑子有毛病啊 要打架也是你 要和谈也是你 你想怎样就怎样 你当这是你家啊 杜飞云美好气地撇撇嘴 待在炎地顶里正在吃水果 这一句话 顿时把东海神王气得暴跳如雷 飞红衣悄悄扯了扯他的衣角 小声地提醒道 杜飞云 这里好像还真的是他们家哎 呃 好吧 杜飞云陡然发现 似乎还真是这样 便又扯着嗓子朝东海神王吼道 就算这是你家又怎么样 我跟你说人话 你非要说鸟语 我跟你好好谈 你非要打架 这都是你自找的 东海神王和索娜的脸色都非常难看 两人沉默了许久之后 东海神王才不得不开口问道 两位阁下 请原谅我们之前的冲动 但是 我想你们有什么要求 都可以提出来 只要合理不抢人所难 我都可以答应 但是有个前提 你们必须要离开东海 回到陆地世界去 永远不能再来我们东海 东海神王的态度转变这么大 主要还是因为杜飞云显露出强大的实力 现在既然他都这么说了 杜飞云也就见好就收了 嗯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我也就不勉强你什么的 只要你们把这个汉海 哦 把这个光明圣火借我用一下就行了 第787章背黑锅 纳尼 神马 杜飞云的话音落下 就有两个人惊讶地开口惊呼道 当然 前一句是紫燕麒麟说的 后面是飞红衣说的 这小妞跟杜飞云 腻在一起太久了 也学会了她的古怪话语 他俩之所以这么惊讶 主要还是因为 对杜飞云脸不红心不跳 说出那句话感到汉颜 他们对这货的脸皮之后 无比震惊 哥们 你这太没节操了吧 是啊 杜飞云 那汉海心颜 可是人家东海的圣火呢 你没看到刚才你对圣火不敬 那个美人鱼都差点要跟你生死决斗吗 你现在直接说找人家借这东西 人家能答应你才是怪事 飞红衣说的没错 这种事东海神王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至于那个金发美人鱼所那 就是杀了他 他也不可能答应杜飞云的 神族小子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这是自寻死路 神族小子 你们太卑鄙无耻了 没想到你们说来说去 还是有目的故意入侵我们东海的 你们就是冲着圣火来的 东海神王和索那两人 顿时被杜飞云的话给气得脸色发黑 两人都是杀鸡迎废 愤怒地谴责杜飞云的同时 还在暗中积蓄神力 随时打算跟杜飞云开战 哎 虽然我知道我的这个要求 可能是有点过分 不过没办法 你们说对了 我还真是冲着这个圣火来的 没办法啊 谁让祭坛吸取神力气息的速度太慢了 根本不能维持门中弟子的修炼呢 我们这也是无奈之举啊 前一句杜飞云说的挺理直气壮的 后面一句声音却小了很多 几乎微不可查 似乎是在自言自语的感叹 不过 东海神王和索娜还是很清晰的听到了这句话 两人不由的脸色一变 更加愤怒了 果然如此 你们这群卑鄙的神族 你们果然是无声神王那个混蛋派来的 你们神族是最不守约定的混蛋 东海神王以前跟无声神王交战过无数次 两人实力半斤八两 谁也奈何不得谁 却又对对方恨之入骨 虽然两者和解了 也在无声剑派和海底世界中间布下了阵法封印和空间壁垒 但是无声神王显然贼心不死 还建造了祭坛偷取圣火的力量 而无声神王建造祭坛 暗中吸取圣火力量的事情 东海神王显然是知道的 只不过他不愿因此小题大做 再跟无声神王开战 所以选择了默认 现在 听杜飞云的话 似乎无声神王根本不满足于此 所以派了杜飞云和飞鸿一两人 前来海底世界 这架势是要强行夺取圣火了 这让东海神王怎能不愤怒至极 东海神王和索纳两人愤怒暴躁至极 再也忍不住怒火 寝刻间便发动了强大的攻击 将漫天的神树光滑朝炎帝顶笼罩下来 与此同时 东海神王还传出了讯息 号令东海内其他几位神王前来相助 杜飞云和飞鸿一两人 惬意悠闲地待在炎帝顶内 正在通过炎帝顶吞噬那汉海心眼 根本就懒得理会东海神王 见到东海神王两人暴怒焦躁的模样 紫燕麒麟和飞鸿一两人都是朝他伸出了大拇指道了一声高鸣 老大 你这招实在是太腐黑 太损了 人家无声神王这下可算是冤枉透顶了 直接替你背黑锅了 紫燕麒麟发现杜飞云是越来越对他胃口了 他自己本来就是个腐黑的主 以前在华夏时游历天下 也曾干出过无数荒诞不羁的事情 只是来到神界后实力低微 无从施展 所以一直不曾展露出来罢了 什么叫背黑锅 杜飞云一边施展吞噬天地神术 吸收炼化汉海星炎 一边翻翻白眼朝紫燕麒麟说道 那个无声神王本来就不是个好鸟 他自己偷偷建造祭坛 偷取汉海星炎的力量 被东海神王发现了 这能怪我吗 呃 你牛 你牛 紫燕麒麟善善的笑笑 对杜飞云的无耻程度又多了几分认识 飞鸿一正在专心修炼 吞噬汉海星炎的力量 也懒得去理会杜飞云 否则的话 他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打击西落杜飞云的机会 一个时辰之后 东海内的好几位神王强者 都收到了东海神王的传令 纷纷赶来了 东海神王简单地说明情况之后 这刚刚到来的四位神王 就同仇敌忾地盯着炎帝顶 愤怒地爆发出实力 全力攻打炎帝顶 炎帝顶虽然是造化盛气 如今在杜飞云手中 也能发挥出两三成的实力 能够保证他们在六位神王强者的围攻下 还不会受到伤害 但是 这六个神王也不是异于之辈 就算炎帝顶能挡住他们的神术攻击 杜飞云的修炼进度 却要受到影响 如果继续让这几个神王纠缠下去 杜飞云想要吞尸炼化汉海心炎 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他可没时间在这里浪费 如此情景 当然让杜飞云有些恼怒 当即便要停止修炼 去给这些神王们一个教训 不过 飞鸿一这个时候展现出了善解人意的一面 他当先停止修炼 对杜飞云嘱咐道 飞云你安心修炼 尽快吞尸了这个汉海心炎 就让我去会会他们 飞鸿一早已修炼了星辰灵火和阴阳二气 正所谓贪多不滥 他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一直在专心修炼这两种力量 这次他也没打算吞尸炼化汉海心炎 他刚才只是帮助杜飞云吸收汉海心炎 加快他修炼的速度而已 傻妞 虽然你有灵火傍身 战斗力不俗 但是这几个神王可不好惹 你千万别大意 尤其是那个东海神王 就连我现在都不是他的对手 没事 你别担心 我又不会出去跟他们对拼 我就待在这个要顶里面 他们也奈何不得我 况且 我进阶神王境界不久 战斗意识还需要很久的磨练 正好拿那四个神王初期的家伙 练练手 飞红一这么一说 杜飞云一看 那四个刚来的神王 也的确是神王初期的实力 他这才放心 对于炎帝顶的能力 他还是非常自信的 现在的他有炎帝顶在手 只要不被三个以上的神王后期强者围攻 就可以安全无余 当然 如果真到了生死一发的境地 除非是至尊大帝强者 否则神王强者也不可能杀掉他 只是 他想要打败像东海神王这样的神王强者 也是不现实的 飞红一很快就玩得不亦乐乎 尽情地投入到战斗中去了 他有炎帝顶的庇护 根本不怕对方的攻击 而他自己 则在不断地思考和琢磨 反复练习和使用新参悟出来的神术 不断地攻击那些神王们 把他们打得是鸡飞狗跳 热闹非凡 东海国度的神王强者不少 但是他们与世隔绝 内部又非常和谐 不像神界陆地上的神族们 终日里不断厮杀争斗 他们似乎缺乏战斗经验 空有神王巨头的实力 却没修炼出几种相应的王品神术来 以至于 这六个神王强者们 围攻了炎帝顶很久 也没能使出让人惊艳的手段 没能对炎帝顶造成一丁点伤害 反而被飞红一给打得狼狈逃窜 要不是东海神王坐镇 估计那几个神王初期的强者 还真不是飞红一的对手 当然了 飞红一要是真刀石枪的跟对方实战 估计三两下就要败阵逃跑 他这是依仗着炎帝顶的强大防御 才敢如此肆无忌惮的 把对方对那个魔刀石来修炼 而东海神王等强者 在汉海新颜外打斗 又非常放不开 就算有厉害的底牌和大招什么的 也完全不敢动用 万一他们动用了底牌绝招 没能把杜飞云干掉 却把他们的光明圣火给毁掉了 这可就是一抽亿万年的大罪恶了 这光明圣火对东海国度来说 就像是太阳之鱼凡间的凡人 重要性不可言喻 这可是海底世界唯一的光明之源 如果圣火受到毁灭和损害 海底世界再次陷入无尽冰冷漆黑的情况 那么大批量的海族都要死伤惨重了 实力强的海族或许还能生存 但是实力弱的海族 就没办法在海底世界生存了 如果浮出海面到潜海中去生存 就又要面临神族的大肆捕杀了 那对海族来说是近乎王族灭种的灾难 汉海新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正因为如此杜飞云和飞红衣等人 可以打得肆无忌惮 可东海神王等人却投鼠忌气 颇为头疼 双方就这样坚持了半个月之久 东海神王越来越不淡定了 甚至好几次他都想向海皇求救 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 炎帝顶内杜飞云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 光明圣火的火焰也越来越暗淡微弱了 很显然 杜飞云已经吞噬了海量的汉海新言 估计很快就要将其完全炼化了 而就在这时 一个不速之客闯入了海底世界 当东海神王看到来人时 顿时面色巨变满脸的杀鸡和寒意 来人是一个穿着白袍的中年人 浑身上下没有任何事物 只是手中拎着一把看似很普通的长剑而已 这个中年男子放在神界中绝对是丝毫不起眼的存在 但是东海神王却知道 这人是神王强者中 督百里挑一的存在 一手无声剑术修炼到万物济灭 天地无声的程度 并且达到了近乎于大道的反扑归真 万象归原的境界 无声神王 他终于出现了 无声神王 你好卑鄙 你竟然自毁约定 派人闯入东海抢夺圣火 东海神王见到郑主来了 顿时杀气暴涨到极致 只是 无声神王显得很疑惑 颇为无辜地反问道 东海神王 你什么意思 只可惜 东海神王还未来得及解释 无声神王还没搞明白状况的时候 岩地顶陡然爆发出一阵璀璨的赤白色光滑 羞地离开汉海心眼 朝上方的海眼顿走了 与此同时 杜飞云的声音在海底世界响起 无声掌叫 你要求的事情我们已经完成 接下来就该进行我们的交易了 我们在贵派密室内等你 话音落下时 岩地顶早已飞进了海眼 穿过了空间壁垒 很快回到了陆地上 与此同时 岩地顶内的紫燕麒麟和飞红衣 都是笑作一团 紫燕麒麟一边捧腹大笑 一边朝杜飞云竖起大拇指道 我靠 老大你真是绝了 演习天赋爆表啊 杀人夺宝我来 背黑锅你去 老大你真是无耻啊 第788章举沙 杜飞云对无声剑派没什么好感 所以略施小记 让无声神王背个黑锅 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本来按他的想法 遇到汉海心炎了 非得把他完全吞噬掉不可 不过他也考虑到 这汉海心炎对东海国度非常重要 一旦被他完全吞噬了 那里可就成漆黑冰冷的世界了 弱小的海族们都要惨死 虽然他对东海神王和圣女唢呐都很讨厌 不过却不至于因此而迁怒于整个东海的海族 让那些弱者们生灵涂炭 这种灭绝人性的事他是不会干的 正是如此 他在吞噬修炼到足够的汉海心炎之后 便没有继续吞噬下去 当然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无声神王终于察觉到祭坛下的异样 也来到了东海 于是他就将计就计 在无声神王刚刚到达东海国度 还没弄清楚状况的时候 他就直接逃之夭夭了 顺带的 他还稍微挑拨了一下东海神王和无声神王 让他们去头疼就好了 而此时 他驾驭着炎帝顶已经来到了陆地表面 回到了无声剑派的圣地中 可惜这圣地的祭坛都被破坏 圣地也早已不是神气昂然的宝地了 变得非常幽冷黑暗 跟普通山洞也没什么区别 他也懒得在无声剑派逗留 炎帝顶一闪便离开圣地 打算离开这座海岛 返回猎人岛去 临走之际 他还不忘以神识探查了一下海底世界的情况 那里正在上演的一幕 让他和飞红衣都是当场笑了出来 那无声神王现在正满脸愤怒和憋屈 在被东海神王几个人围攻 无声神王只觉得自己倒霉极了 本来他一心不问世事 连无声剑派都交给了门徒来打理 一心闭关修炼 冲击剑道至高境界 寻求那永恒不灭的大地至尊境界 只可惜他正在闭关中 就察觉到无声剑派内有异样 他所能吸收到的神力和造化气息 越来越微弱 原本这也没什么 他是神王巨头 知道的事情比寻常神族更多 从数百万年前他就发现 神界的神力气息越来越匮乏 到现在修炼越来越艰难 这件事他一开始疑惑了很多年 后来当他终于确认这个事实的时候 便惶恐地四处寻音问果 查阅了无数的点集 最终他才某个残破的太古传记中 找到了蛛丝马迹 经过反复的参悟和推测之后 他终于得出一个结论 这世上无论是仙魔人三界 实力再怎么强大的强者 只要没有超脱大地至尊的境界 最终都难免一死 没有人能够永恒的长生不灭 而且这个世界也是有寿命的 大约每三亿六千万年是一个纪元 每一个纪元的更新交替 都代表着这世界的毁灭和新生 而很不凑巧的是 如今距离太古之初 恰好是三亿六千万年 这世界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人武衰 气运衰竭 生机衰竭 世界崩灭 所有生灵种族都将随着世界一起湮灭 得知这个消息 他终日里忧心忡忡 所以才更加急切地要闭关修炼 努力冲击到至尊大地境界 寻求那渺茫的一线生机 天人武衰这场天地浩劫将至 本来修炼之中 神力气息逐渐枯竭 这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但是十天之后 他发现自己根本吸收不到 足够的神力和造化气息来修炼 这就让他察觉到非同寻常了 于是他连忙结束闭关 来到圣地祭坛中一看 顿时就大为光火 只觉得一股怒火冲消而起 当场就差点要爆发开来 但是他很快冷静下来 他知道这是有人潜入无声剑派来 捣毁了门派的根基圣地 这肯定是高手所为 紧接着 他就从门派直视的口中得知 这圣地在毁掉之前 只有风雨神王的儿子赤飞 带着一个绝色女子进来过 得知这个消息 无声神王当然恼怒 恨不得把那赤飞给杀了解气 可惜他知道赤飞已经死了 当务之急便是找出真凶和原因 于是他一边通知了风雨神王 一边潜入海眼 进入东海去查探情况 谁知他刚来到东海世界 还没弄清楚是什么状况 就看到一流白光飞向海眼 逃出了东海世界 而东海神王几位神王 则恨不畏死地朝他围杀而来 尤其是他也听到了 最后杜飞云临走时的那句话 使得他不由地心中更加暴怒无比 什么交易 你他妈是谁啊 我认识你吗 只可惜 无声神王再怎么愤怒 再怎么憋屈 无论他怎么解释 东海神王就是不相信 因为他们也正在气头上呢 想想看 东海神王带着几位神王 看护着光明圣火 杜飞云却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把光明圣火给吞噬了大半 而且毫发无伤 大摇大摆地逃走了 这让东海神王怎能不气地吐血 东海神王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说过无数次了 我的祭坛和圣地被毁了 我也正在调查事情真相 你为什么不问原有的就来围攻我 无声神王果然不愧是一代剑道王者 仅凭着一口朴实无华的古剑 便施展出万物济灭 天地无声的超绝剑术 抵挡住东海神王等几人的攻击 虽然他非常的狼狈 被东海神王几个人打得只能疲于防守 但是好在没有受伤 无声神王 你羞的狡辩 这次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东海神王显然被气到内伤 绷着脸不愿多说 只顾着挥舞权杖 倾尽东海之力 反复攻杀无声神王 东海世界被剿得天翻地覆 汉海心沿四周一片璀璨 神光交错 连海水都被吞噬蒸发到虚无 几位神王厮杀的鱼波 蔓延开来 轻易便将方圆数百万里内的城池和村庄 给摧毁成一片废墟 无数海族遭了池鱼之殃 东海神王 我最后再说一次 如果你们还要一意孤行的话 那我可就要发动秘法 将你们东海的城池毁掉摆坐 把你们的海族生灵屠杀一晚 无声神王修炼的乃是有我无敌 有死无声的绝杀见到 天地之间除了自己 无物不可杀 像屠城百座 屠杀亿万海族生灵这种事情 他曾经就做过一次 也正是那次他愤怒之下 屠杀了百座城池的海族 才迫使东海神王不得不妥协 跟他立下约定 现在 他再次抬出这个大杀器来 东海神王不由地愣了一下 才非常不甘地罢手休战 无声神王 这件事绝对没完 你派人潜入我们东海 来偷盗我们的圣火 你就是我们东海的生死仇敌 我们不死不休 混账 你胡说 我一直在闭关修炼 哪里有兴趣来偷盗你们的圣火 你说的人 我根本不认识 被东海神王冤枉 又莫名其妙地背了黑锅 无声神王怎能不怒 哈哈 无声神王 你真是无耻到极点 刚才那人临逃走之前 还跟你说你们的交易完成 跟你约定在你们无声剑派密室见面 怎么 你还想狡辩吗 你 无声神王悲愤之下便要破口大骂 但是他陡然捕捉到东海神王话里的寓意 顺时间他便想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顿时 他的眼神中弥漫出无穷的杀机 声嘶力竭地朝东海上方的陆地怒吓道 小贼 你竟然嫁祸给我 我是要杀你 说完 无声神王也不跟东海神王纠缠 身影一闪便朝海眼顿走 要返回无声剑派 与此同时 他的声音传到东海神王的耳中 东海神王 我们都被人耍了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刚才逃走之人 你若是想报仇 就来帮我擒拿他 东海神王顿时愣在原地 猝着眉头考虑分析了很久 最终还是觉得 今天无声神王的反应很不正常 很不符合他平时孤傲冷酷的性格 或许 他们真的冤枉了无声神王 于是 在迟一片刻之后 东海神王便一挥权杖 带着几位神王追了上去 只留下索娜看守着汉海心炎 再说杜飞云 本来他驾驭着炎地顶 逃出了东海世界 正要离开海岛 往猎人岛的方向返回 这次他可是收获颇风 在成功吞噬炼化了汉海心炎之后 实力终于暴涨到天神后期顶峰 只差一步之遥 就要进阶神王 现在他的瓶颈已经不再是瓶颈 实力境界和对大道的领悟都已达到 造化气息也完全具备 只要他密的修炼参悟个几年时间 就能顺利地进阶成为神王巨头 从此以后 他便可以逍遥神界 遨游天地 也能早日回到玄黄世界 去解救依然被困在 理想乡里的亲人朋友 然而 他心里盘算得好 正兴冲冲地往猎人岛赶回 在离开海岛 跨越天海的时候 却遭到了一股强大气息的狙击 那是一道贯穿天地的巨大神斧 从风雨城的方向升起 顷刻间便朝炎地顶展了下来 这一幅斜着造化气息 威力汗天动地 所过之处空间纷纷被撕裂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眨眼间就跨越千万里距离 来到炎地顶上方 杜飞云心神一领 眼神微微眯起 他看得出来 这绝对是神王巨头强者在狙击他 但是 面对这一击 他却不慌乱 心神一动 便操纵着炎地顶运转起来 澎湃的神力疯狂运转 炎地顶化作万丈大小 神府狠狠地斩击在炎地顶上 顿时爆发出无比强烈的金铁焦鸣声响 传出了千万里远 高天下的天海 海水被爆发的神力 给炸出千丈的巨浪 海中的无数妖族都遭了殃 无辜枉死 孽障 还我而命来 杜飞云正如林大敌地戒备着风雨成方向便传来这一声怒吼 与此同时 一道巨大无比的灰暗身影 挥舞着一双翅膀 请客间来到炎地顶前不远处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自无声剑派的上空 也腾出了五道巨大的身影 那正是无声神王等五位神王 也身影闪烁地朝炎地顶包围而来 这一下 杜飞云便被几位神王给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双方在天海上空万丈处对峙着 大战一触即发 第789章 您好恶心 从风雨城里飞来的那个神王强者 是一个身着灰袍的神族中年男子 面目刚毅而冷俊 气势凌厉而阴寒 一座城池内或许会有不止一个神王强者 但是最强者肯定是城主神王 这个中年男子有着神王后期顶峰的实力 而且通过他刚才的那句话 就让杜飞云确定 这人可能是风雨神王 与此同时 无声剑派的上方 无声神王率先飞来 一身不一之身仗剑的他 看上去非常质朴 只是那冲天的杀气 却使得他好似一柄利剑 只要刺破云霄一般 在无声神王的后面 还有四个神王也跟着过来了 这几个人杜飞云不陌生 正是东海神王和另外三个神王初期的强者 这一下子 六个神王强者纷纷将气息锁定了杜飞云 直奔着炎帝顶而来 将他围困在其中 他已经是插翅难逃了 哈哈 杜飞云啊杜飞云 这次你闯大祸了吧 六个神王强者一起来杀你 我看你怎么办 炎帝顶内 飞红衣丝毫不为他感到担心 反而还幸灾乐祸地望着他 一副看好戏的架势 让杜飞云恨得牙痒痒 真想把他按在地上 嗯 打一顿而已 当然了 就算被六位神王围攻 杜飞云也不曾惧怕 只是心里在想着 这次正好趁机检验一下自身的实力 看看提高到了什么程度 灭障 你竟然残忍杀害我的儿子赤飞 我赤玉与你不共戴天 无论如何 今日我都要让你横尸此地 为我而偿命 众位神王都是一份填膺 恨不得将杜飞云杀之后快 不过要说谁的怨气与怒气最盛 那毫无疑问是风雨神王 他的宝贝子虽然纹固无端 干过无数丧尽天良的坏事 但那也是他风雨神王的独子 寻常神族看在他的面子上 根本不敢为难赤飞 而现在 杜飞云竟然杀了他的独子 他怎能不愤怒至极 生死了杜飞云的心都有了 混账小子 你利用赤飞 潜入我无声剑派 破坏本门圣地 还偷到光明圣火 嫁祸给我 今日我无声神王 绝不饶你 紧随风雨神王之后的 就是无声神王了 他的怒气也是相当的恐怖 所谓男人有两大不能忍 一是戴绿帽子 二是背黑锅 而杜飞云就让他背了天大的黑锅 差点引起无声剑派和东海国度的死战 他怎能不杀鸡赢 该死的爬虫 你三番两次侮辱我海族 更盗走我东海的光明圣火 你死定了 今天谁也救不了你 东海神王挥舞着手中的权杖 微风凛凛的望着杜飞云 嘴角浮现出一丝阴森的冷笑 之前杜飞云有炎帝顶庇护 他和几位属下的神王都奈何不得杜飞云 早就心中蓄满了怒气 此时 有无声神王和风雨神王来住 他相信杜飞云这次绝对是在劫难逃 必然要身死于此的 只不过 几位神王在天海上空大发怨气 义正词严的斥责贺骂杜飞云 他自己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根本都懒得露面理会这几个神王 只是待在炎帝顶里正在跟飞红衣商量事情 那个傻妞啊 虽然哥的实力是很强很强的 但是对方人太多 估计要耍流氓玩群殴 所以呢 我现在暂时还拿他们没什么办法 不如这样 你先帮我抵挡一阵如何 杜飞云这次倒是说了实话 虽然他现在即将进阶神王境界 可毕竟还不是神王 天神境和神王境之间 虽然只有一步之遥 却是天差地远 他虽然有信心在几位神王的围攻下保持不败 却根本不可能击败对方 啊哈哈 飞红衣可是第一次见杜飞云吃憋 此时看他那有点心虚的表情 顿时觉得太爽了 太有趣了 顿时就毫不留情地打击杜飞云道 真没想到啊 天不怕地不怕的杜飞云 竟然也有认怂的时候啊 嘖嘖嘖 你还真是脸皮够厚啊 强敌环似当头 你竟然龟缩在药顶里保命 让你的女人去替你厮杀争斗 你这脸皮怎么就能这么厚呢 嗨嗨 饶是杜飞云再怎么淡定 也忍不住老脸一红 被飞红衣说得有点尴尬 不过 他马上又变得一整词言起来 非常严肃和正经地望着飞红衣道 傻妞啊 人们常说 夫妻好似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你我虽然有很多次夫妻之时 但是现在我被一群神王围攻 自身难保了 你还是快快逃命去吧 我不会怪你的 逃你个头 杜飞云 你太小瞧老娘了 老娘虽然实力低微 身份低微 还是个山贼出身的女山大王 但老娘也有一颗铁骨蒸蒸的心 也有一身傲骨 你要怕了就自己逃走吧 老娘自己一个人去迎战 飞红衣非常不屑地瞥了杜飞云一眼 正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 忽然觉得气氛不对 扭头一看 就发现杜飞云正满脸贼笑地望着她 而紫燕麒麟则满脸同情地看着她 暗自摇头不已 哎 老大这人太无耻了 连自己媳妇都要忽悠 傻妞啊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就当你答应了哦 啊 杜飞云 你这个混蛋 你他娘的框我 飞红衣终于反应过来了 杜飞云那是激将法呢 不过却也晚了 她话都说出来了 断然不会再收回去 于是 她只好气鼓鼓地瞪了杜飞云一眼 旋即便持着长剑 负气之下要离开炎帝顶 去跟几位神王战斗厮杀 只是 杜飞云却适时地拉住了她 这次她一改常态 不再嘻哈笑闹 表情和语气都很温柔地对飞红衣说道 红衣 我明白你的心思 你是绝对不会抛弃我的 你既能与我同甘 亦能共苦 这些我都是知道的 我们老家那边有句俗话说 能为老公擦屁股的媳妇 才是好媳妇 所以 我觉得红衣你肯定是个好媳妇儿 杜飞云神色温柔地说完这句话 一旁的紫燕麒麟 却泛起了嘀咕 暗自疑惑道 我草 有这句话吗 我怎么没听说过 至于飞红衣 此时则是表情大变 瞪打双眼 满脸怒气地瞪着杜飞云吼道 神马 你他娘让我给你擦屁股 你怎么不去死啊 杜飞云你个混蛋 你好恶心啊 啊 杜飞云和紫燕麒麟都是一脸菜色 像是被掐住了脖子 两酒后杜飞云才哭笑不得的望着飞红衣道 哎 傻妞你能不能别那么邪恶好吗 哥说的话是很纯洁的 你怎么老是往邪恶的地方想呢 哼 懒得理你 无耻 飞红衣瞪了他一眼 懒得理会他 便要施展神术 与那几位神王厮杀 这时杜飞云再次打断了他 伸手在面前一滑 空间中顿时光滑大作 一道金色的门户被打开了 一道魁违的身形从里面走了出来 来人正是许久不见的流星神王 他似乎伤势已经恢复了 气势和脸色都恢复如初 流星神王来到杜飞云面前 恭敬地拱手道 神主您召唤我来 有何吩咐 杜飞云伸手朝顶外的几个神王一直到 诺 我这次在海底世界闯了点祸 这六个神王要杀我 我现在还没进阶神王 暂时还拿他们没什么办法 所以就让你和飞红衣两个人 先帮我抵挡一阵 谨遵神主御令 以流星神王对杜飞云的 忠诚和虔诚 就算杜飞云说让他去当炮灰送死 他也不会有什么犹豫的 所以当杜飞云说清楚事情之后 他毫无疑问的就点头领命 准备开战了 嘿嘿 傻妞 刚才你那模样太傻了 竟然还想单枪匹马去跟那几个神王打架 诺 我给你找来个帮手 你俩别离开岩地顶 就待在里面跟他们玩玩好了 当然 你们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帮我守护好岩地顶 不能让他们打扰到我修炼 这次我要进阶神王境界 等我闭关结束的时候 再好好收拾他们 杜飞云这么一说 飞红衣这才稍微消气 心里平衡了不少 他总算知道了 杜飞云还是很在乎他 不愿意让他孤身犯险 所以早就有了安排 让刘星神王来帮忙 他和刘星神王联手 又有岩地顶的庇护 就算打不过那六个神王 至少也能保证安全无鱼 起码不会影响到杜飞云的修炼 只是他到现在还有点疑惑 颇为不解地朝杜飞云问道 咦 刘星他不是在猎人岛疗伤吗 猎人岛距离此地足有一万里 就算他赶来也要半天时间 你是怎么召唤他来的 杜飞云嘿嘿一笑 再次鄙视了飞红衣一番 哈哈 这你就不懂了吧 要不怎么说你是傻妞呢 恩 刘星是我的信徒 他的神王世界 自然也就是我的神王世界 而我的神王世界 就是这要顶里的八级世界了 所以 我想让刘星出现就很简单 只要他回到自己的神王世界 就能回到这要顶里来 以后不管他身在何方 只要心念一动 就可以来到我的要顶里 或者回到原地 这比顺仪可牛逼多了 哦 虽然我听不明白 不过似乎很厉害的样子 飞红衣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然后眨巴着大眼睛问道 那 杜飞云你能让我也拥有这种能力吗 随时都能从亿万里之外来到你身边 那多好啊 要不怎么说女人胸大就无脑呢 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飞红衣的胸够大 所以知道这个道理之后 立刻就想到了这一点 在他看来 如果跟杜飞云分开了 要是想念杜飞云的时候 心念一动就能回到他的身边 那多好啊 只是杜飞云却朝他诡异的一笑 附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可以啊 只要让我把你度化了就行 到时候我就能对你为所欲为了 哼 想得美 去死吧你 飞红衣瞪了他一眼 一脚踹在他屁股上 把他踹飞到炼丹空间深处 流星 走 我们去会会这几个流氓 哦不对 是神王 说完 飞红衣很帅气的一挥手 带着流星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去跟那几位神王切磋去了 第790章歌也是神王了 无声神王和风雨神王等六位神王 早已迫不及待地朝炎帝顶发起强悍的攻击 要将杜飞云灭杀于此 不过他们太低估了炎帝顶的强悍防御 有飞红衣和流星神王两人接掌炎帝顶的部分操纵权 在他们两人神王强者的防御下 炎帝顶成功地抵挡住六位神王的所有攻击 就连他们六人联手发出的最强一击 也没能撼动炎帝顶分毫 杜飞云对炎帝顶的强大很自信 将这件事交给飞红衣和流星神王之后 他便在炼丹空间里闭关修炼去了 原本他就达到了天神后期顶峰实力 这次吞噬炼化了汉海心炎之后 终于水到渠成 突破了天神后期的瓶颈 即将达到神王初期 当然 就算他已经能够轻松进阶神王 却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闭关苦修 幸好炎帝顶的功效神奇 他心神移动便让炎帝顶内的 九九归一大阵运转起来 炼丹空间里的时间流速和神界相比 提升了上万倍 神界中过去一天 他在炼丹空间里就修炼了近三十年 实力正在飞速地上涨 他完全沉浸在修炼之中 细心体悟那造化气息带来的神奇改变 以及其中蕴含的大道法则和力量 努力地让造化气息改变自身 为自身所用 杜飞云在不断修炼 变强的同时 炎帝顶外的战斗 也早已进入白热化 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 无生神王数次施展剑岛神术绝学 以其最锋锐犀利的剑术 也没能破开炎帝顶的防御 不由的脸色发黑 眼神中的愤怒和杀气越来越浓 风雨神王的怒气最盛 与无生神王又是好友 于是两人就联手施展绝学 只可惜还是没能撼动炎帝顶 东海神王和三位属下的神王们 似乎完全没兴趣单独去攻击炎帝顶 因为他们早在海底世界的时候 就见识过炎帝顶的强大和不可思议 于是只有当无生神王和风雨神王两人联手攻击时 东海神王四人才会从一旁协助攻击 只可惜却都是无功而返 炎帝顶就那么悬浮在空中 一动也不动地任由诸位神王进攻 众人使出全力也没能撼动其分毫 这无疑像是响亮的一巴掌 狠狠地抽在诸位神王的脸上 让他们的自尊心受到挑战和打击 试想 哪位神王不是比逆天下傲视群雄的强者呢 在场的几位神王都是绝对的强者巨头 何曾遇到过这种情况 于是 这无疑更加激发了几位神王的怒火和战意 当然了 他们也并非鲁莽之辈 尤其是无生神王 他是最先冷静下来的 于是便跟东海神王打了招呼 又劝说风雨神王一番 让诸位神王都停止了攻击 诸位 我们已经连续进攻两天时间了 这两天里我们手段进出 几乎连底牌都施展出来了 却仍然没能攻破这尊药顶的防御 我想 我们是时候该冷静一下了 这样继续鲁莽的攻击是毫无用处的 无生神王发话了 他的身份较为特殊 既跟风雨神王是朋友 又和东海神王有点纠葛 虽然东海神王一如往常 对无生神王的恨意丝毫没有减弱 但是这个紧要关头 大家都有共同的敌人 所以他也忍住了 听从无生神王的建议 诸位 这尊药顶显然非常强大 普通的王品神器 就算是品质达到极品的程度 也不可能在我们几人的围攻下 毫发无伤 所以我可以肯定 这尊药顶绝非王品神器 肯定是大帝至尊 才能炼制的造化神器 无生神王侃侃而谈 见几位神王都是默认地点点头 他顿了顿 又接着说道 这尊药顶甚至可能是传说中的圣器 一句话就让诸位神王眼神发亮 眼底闪烁着明亮而贪婪的神采 无生神王心底冷笑一番 又接着说道 虽然圣器这种传说中的东西 只在凡间出现过 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而造化神器 大多都是掌握着五位大帝至尊的手中 以及五位至尊大帝的门徒手里 这个混账小子 看起来似乎并不是五位大帝至尊的门徒之一 至少我从未见过他 所以 由此我便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 这尊药顶有可能是造化神器 说不定是这个混账小子从哪里弄来的 第二 这尊药顶很有可能是圣器 或许他机缘巧合得到了此宝物 想必大家都看到了 这小子身高八尺 银发黑毛 乃是凡间人族血统 并非我们神界的神族 所以后者的可能性极大 无声神王的思维敏捷 分析的也头头是道 听他这么一说 几位神王都是心头火热 眼神赤裂地望着要顶 蠢蠢欲动 现如今 经无声神王这么一说 他们更加下定了要必杀杜飞云的心思 这不仅仅是为了报仇 更为了抢夺这尊有可能是圣器的药顶 无声神王 虽然你说的很有道理 这要顶有可能是圣器 但是就算我们每个人都妄想将其得到 也只是空想而已 这要顶如此强大 我们根本将它无可奈何 东海神王虽然对要顶也心动不已 但是他对无声神王非常防范 也很小心警惕 于是便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是 东海神王你说的没错 我们的确是拿这尊要顶没办法 可是那混账小子凭着要顶的强大防御 龟缩在里面不出来 难道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一边说着 无声神王的脸上露出一丝阴森的冷笑 自信地道 就算我们暂时拿它没办法 可这个混账小子也不敢露面 拿我们更没有办法 我有个提议 不如我们联手施展空间挪移术 将这尊要顶直接挪移出神剑 扔到域外时空中 一直处于暴怒中的风雨神王 这时也冷静下来 眉头一簇便疑惑道 你这个建议不错 将要顶扔出神剑 放在域外时空中 既可以将此子困在那里 又能够避免神剑其他神王发现要顶 对我们来说当然有益而无害 只是这样一来 恐怕我们也难以得到这尊要顶了 风雨兄你多虑了 只要我们将要顶投放到域外时空中 然后我们几人联手 也进入域外时空困住他 不再是蛮横的攻击 而是联手练化他 那就算多费一些时间 也是有极大希望的 无生神王终于把自己的计划全盘拖出 顿时引得东海神王和风雨神王都眼神闪烁 牟子中布满了期待和兴奋的神采 莫了为了增加自己这个计划的说服力 无生神王又接着说道 想必诸位都体会到一件事 神界这数千万年来 神力和灵气一直在不停地逐渐衰弱 我们修炼难度也是成倍的增长 那我就有一个很可靠的推测和定论告诉你们 相信你们听完之后就会明白 现在不是我们要抢夺这尊药顶 而是这尊药顶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线生机 紧接着 无生神王就把自己查找资料 在太古典籍中找到蛛丝马迹 最终推论出天人武衰这件事说了出来 顿时引得几位神王大为恐慌和担忧 对药顶也更加贪婪和迫切 很快 几位神王就达成了共识 决定按照无生神王的计划行事 不过 东海神王还是提出了最后一个疑问 既然如此 如果我们成功地杀了这个小子 抢夺到这尊药顶 那他最后的归属怎么决定 各凭本事 无生神王自信的一笑 东海神王考虑一番 便也自信地点头同意了 毕竟 论实力他并不弱于无生神王 论人数他们东海有四位神王 就算无生神王和风雨神王联手 也不过才两个人罢了 这个提议对他非常有利 炎帝顶里 飞红一和流星神王两人 几乎是拼尽了权力 才得以让炎帝顶在六位神王的权力攻击三天之下 能够保持安然无恙 现在 看到几位神王忽然停止了进攻 而且还凑在一起正在商谈 飞红一就敏锐地察觉到 这几个人肯定有阴谋 果不其然 很快 六位神王便将炎帝顶围拢 联手施展出一道并不算特别深奥少见的亡品神术 空间挪移术 顿时 有阴晕的白光大片大片的升起 犹如遮天的迷雾 将炎帝顶笼罩其中 而后 一股磅礴无比的巨大力量传来 炎帝顶顿时不稳 开始急剧地颤抖着 同时 炎帝顶四周的天空也勃然变色 昏暗无比 开始出现一道道巨大的空间裂缝 不好 这几个混蛋要施展空间挪移术 把我们全都扔进域外时空中 流星神王见多识广 立刻就看出这几位神王的意图 顿时担忧地失声吼叫着 飞鸿一也知道空间挪移术的威力 更明白一旦被流放到域外时空中 会有怎样不可预测的危险 尤其是此刻杜飞云还在闭关修炼中 根本不能受到打扰 跟他们拼了 无论如何 绝对不能让他们影响到飞云的修炼 飞鸿一低声冷喝 旋即跟流星神王两人联手 催动体内所有神力 不顾一切的运转炎帝顶 抵挡那空间挪移之力 呼 几位神王联手的力量果然强大 飞鸿一顿时受到力量反振 体内神力空乏之下 无暇保护自身 顿时被振的喷出一口鲜血来 显然是受了伤 飞鸿一受伤 抵抗的力量顿时大减 炎帝顶四周顿时咔嚓咔嚓地 爆出空间裂缝 炎帝顶也开始往那空间裂缝中坠落 完了 飞鸿一暗叫不好 心中一片绝望 却无可奈何 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将他那沉落谷底的心 又拉了回来 傻妞 就算被流放到狱外时空中 也不要紧的 你何必这么拼命呢 他回头一看 杜飞云竟然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边 正一把搂住亮枪不稳的他 揽着他的腰身 一脸的关切 飞鸿一感受到他掌心传来一阵澎湃神力 正在治疗恢复自己的伤势 又感应到他强大的气息 顿时惊喜地道 你突破了 恩 杜飞云自信地点头一笑道 现在 哥也是神王了 第791章 因你们一把 六位神王正催动空间挪移树 眼看着炎帝顶已经无力支撑 反抗的力度越来越小 众人都是一阵兴奋 逐渐地 炎帝顶在不断挣扎反抗中 终于被拖到了空间裂缝的入口处 这时只听得无声神王一声大喝 空间挪移 起 紧接着 六位神王齐齐发力 爆发出无与伦比的磅礴神力来 阴晕的白光陡然间化作一片赤白 耀眼夺目 令人无法直视 下一刻 当白光消散之际 炎帝顶早已消失了 天空中的空间裂缝也不见了 天际又恢复了晴朗 而且六位神王也不见了踪影 毫无疑问 炎帝顶被拖进了御外时空中 六位神王也跟着赶了过去 一处幽暗无际的虚无空间里 四周尽是阴森冰冷彻骨的寒流 这里没有光线 没有空气也没有灵气 只有无尽的黑暗 这就是御外时空 比起杜飞云以前 在人间时所纵横的御外星空 更加的残酷和危险 传说 神界与仙界的御外时空里 环境恶劣残酷到极点 连天神强者都无法存活下来 而且御外时空里 布满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物 还有莫大的凶险与危机 在御外时空的深处 还有一个残破的太古空间 据说那是仙魔大战的战场 其中埋葬着无数仙魔英灵 当然 这些都只是传说而已 谁也无从考究 而现在 这片幽暗冰冷的御外时空里 却闯进来几个不速之客 当先进入御外时空的 是一尊三尺大小的黑色药顶 这药顶上笼罩着一层浓郁的白光 被拖到这片空间之后 便一动不动地悬浮着 紧随其后 有六位身上笼罩着 磅礴神光的神王强者跟进来 他们刚刚进入这里 便将那黑色药顶给围了起来 终于成功了 诸位 这里绝对没人打扰我们 现在就让我们联手 将这尊药顶炼化了吧 说话的人正是无声神王 这个计划是他提出来的 此刻计划成功了一半 他当然非兴奋 立刻要与诸位神王联手炼化药顶 东海神王和风雨神王 也是非常兴奋激动 虽然他们被杜飞云祸害的不浅 都遭受了莫大的损失 但是只要将这尊可能是圣气的药顶炼化掉 那么一切损失都能够弥补了 好 我们来联手炼化它 几位神王顿时满怀期待地在炎地顶四周站定 分作六个方位 乘六合之士围拢炎地顶而盘膝坐下 开始施展炼化的手段 顿时有六道非常耀眼夺目的神光 自六位神王的身上击射而出 笼罩在炎地顶上 开始入侵炎地顶的防御阵法 而这个时候 炎地顶里的情形 却是几位神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九九归一大阵的核心空间里 也就是炼丹空间中 杜飞云正惬意悠然地躺在榻上 手里端着酒中再品尝着美酒 身旁还放着许多珍惜的神界特产果品 绝世游物飞红衣 难得一见的温柔一次 正已在他的床榻边 为他垂腿松骨 流星神王恭敬地施力在黑暗的角落中 眼神透过炎地顶望向顶外的那些神王 眼神中充满了戏血和怜悯 作为杜飞云的头号信徒 也是信徒中的最强者 他现在终于真切地感应到杜飞云是多么强大 那绝对是空前绝后 灭绝人性的 杜飞云这次成功进阶到神王初期 成为神王巨头的一员 带来的变换是骇人听闻的 炎地顶内的八级世界 全都因此而扩大了整整十倍 神力和灵气都浓郁了十倍 在其中生存的生灵们 瞬间就有一碗之数都突破了瓶颈境界 他达到了神王巨头的境界 已经能够发挥炎地顶这间盛气的两成威力 瞬间就解开了不计其数的封禁 和他从未接触到的地方 同时 顶内的神力和造化之力也达到了恐怖程度 由此而带来的好处就是 炎地顶内的八级世界里 所有生灵的实力都普遍提升一个层次 更甚至 一幅极其神奇的场景出现了 竟然有八级世界的原住民 修炼到了杜结镜顶峰 杜结之后直接飞升成为魔神强者了 而且 那些飞升的魔神们还是在炎地顶中 只不过已经有资格进入药元世界和炼丹空间 有资格进见杜飞云了 这可是绝对的奇迹 这就表明杜飞云的顶内世界 也像人神魔三界那样强大 拥有独立的世界体系和架构 而杜飞云就是这个世界的造物主 如果这些还不够震撼的话 那么下一件事 就真正让流星神王彻底震惊到无以复加 他本来是刚刚恢复伤势 实力还未完全恢复 而杜飞云的进阶 直接带给他天大的好处 让他的伤势立刻复原如初 而且他还突破了修炼上的瓶颈 进阶一个层次 虽然他只是从神王中期进阶到中期顶峰罢了 可是他太清楚这次进阶代表着什么了 若是他自己修炼 或许得百万年时间才能达到 可杜飞云的进阶 直接帮他瞬间突破了 由此可见 杜飞云的实力是多么强大和难以想象 连他这位神王中期的强者 在杜飞云面前都感觉自身渺小的如同蚂蚁一般 正因为如此 他此刻对杜飞云的崇敬 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看到顶外那几个神王正兴冲冲的图谋炎地顶 觉得很好笑 飞云啊 这几个流氓要强行抢夺炼化你的药顶呢 你难道不准备教训他们吗 飞鸿一也一直关注着顶外的情况 虽然杜飞云进阶神王带给他巨大的震撼 也使他彻底放下心来 他相信有杜飞云在 这几个神王的下场绝对很凄惨 只是 他还是很纳闷 杜飞云突破神王之后 竟然不去威风凛凛的大杀四方 跟那几位神王大战三百回合 竟然要他来服侍 惬意地在这里享受 教训他们 那当然了 这几个混蛋竟然想杀人夺宝 我当然不会放过他们 五 来 给我捏捏大腿 杜飞云一边端着酒中演了一口 一边回答飞鸿一的话 完了还不忘朝飞鸿一指了指自己的大腿根 飞鸿一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骂了一声色狼 当然没去理会他的无耻要求 伸手在他腰间软肉上掐了一下 不怀好意地道 那你现在还躺在这里干嘛 还不快去把他们收拾了 啊 原本很惬意地享受着 没想到又触怒了女大王 杜飞云被他的手指好一顿蹂躏 顿时脸色善善地笑着说道 哎 别急吗 先让这几个家伙高兴一会儿 待会我再让他们体验一下 从天堂瞬间跌落地狱的感觉 哦 虽然我不太明白的意思 不过似乎很厉害的样子 嘿嘿 你好阴险啊 切 那能叫阴险吗 那叫代表正义去惩罚消灭他们 杜飞云撇撇嘴 反驳了飞红衣的话 两人又开始温柔而肉麻地说着悄悄话 以及享受着飞红衣的悉心服饰 这时候 炎帝顶外那五彩的防御阵法光芒 陡然间破碎消散掉 几位神王的神光 立刻就毫无阻碍地侵入到炎帝顶内部 无声神王等人的面色一喜 忍不住就兴奋地叫着 哈哈 这个混账小子果然已经毫无抵抗之力了 这要顶的防御法阵已经被我们破除 现在我们就能轻松炼化掉它了 顿时 几位神王都加大了神力输出 使尽全力地侵入炎帝顶内部核心阵法 开始炼化和抢夺炎帝顶的控制权 而这时候 在杜飞云的授意下 飞鸿一和流星神王 也逐渐地放弃了抵抗 任由那几位神王入侵顶内世界 当然 炼丹空间乃是核心中的核心 杜飞云虽然收回了外围的防御抵抗 这炼丹空间和八级世界 是绝对不会放出去的 又是三天时间过去 六位神王才终于将外围和内部防御阵法全部炼化破除 这时候的炎帝顶就像是个完全不设防的城池 等待他们这几位强盗的入侵 哈哈 这药顶是我们的了 只剩下最后的药顶核心空间了 诸位加油 几位神王都被即将到来的巨大收获冲昏了头脑 满心都是兴奋和喜悦 全力以赴的炼化七十八级世界和炼丹空间 现在炼化炎帝顶已经到了最后一步了 只要将这九个空间炼化炎帝顶就彻底属于他们了 只是这时候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或者说这应该也在杜飞云的预料和算计之内 几位神王在炼化抢夺炎帝顶的九大空间时 发生了内讧和争抢 最先发难的是东海神王 他本来正在炼化耀元空间 坚持了好久之后 药元空间陡然间露出破绽和漏洞 被他趁机而入 神力侵入到其中 当他看到药元空间内浓郁至极的灵气时 就惊呆了 旋即看到那漫山遍野的天才地堡和药材 就是一阵狂喜 只可惜 这时候其他几位神王都还在苦苦炼化 没有任何进展 看到他这边有所突破 无声神王和风雨神王两人 立刻神力入侵而来 展开抢夺 东海神王顿时就破口大骂起来 无声神王 风雨神王 你们这些神族真是不讲信誉的扎子败类 你们不去炼化自己的目标 竟然趁机跟我抢夺 你们这两个混账王八蛋 嘿嘿 东海神王 我之前就说过 各凭本事 你抢不过我们 那是你没本事 无声神王无耻的一笑 旋即便和风雨神王联手 震荡排挤东海神王的神力 把他给赶出了耀元世界 混账 我跟你们拼了 东海神王本来就对神族充满戒心和敌意 此时更是勃然大怒 立刻就与属下三位神王联手 朝无声神王和风雨神王攻去 顿时 六位神王在抢夺炼化炎帝顶的同时 也发生了内讧和争斗 非常的激烈 反正他们现在已经认定 杜飞云是毫无防抗之力了 这炎帝顶就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现在他们开始争夺炎帝顶的归属 也是非常正常的事 然而 一变陡声 就在他们剧烈争夺的时候 炎帝顶陡然光滑大作 释放出一股无与伦比的吞噬之力 那吞噬之力强大到令他们绝望 瞬时间 炎帝顶外六位神王的身躯 猝不及防之下 就被吞噬到炎帝顶里 与此同时 炎帝顶陡然爆发出璀璨的红光 所有防御阵法瞬间启动 将这六位神王给围困在顶内 轰 九九归一大阵启动 八大世界瞬间运转开来 爆发出骇人的镇压之力 瞬间就将六位神王给镇压住 当然 东海神王的三个属下实力很弱 直接被镇压住 已经是必死无疑了 东海神王和无声神王 还有风雨神王 实力最强 虽然被镇压住 却还在反抗不止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他们双眼瞪大 满脸不可置信 心中也不满了震撼和绝望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是已经将这尊要顶的防御阵法 全部解除了吗 难道那小子故意射陷阱 等我们上钩 瞬间 三位神王强者便猜到了这一切 顿时满脸死灰色 而这个时候 杜飞云的身影终于出现 他带着流星和飞红衣 高卧在云端 惬意地享受着美人美酒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下方被镇压的三位神王 嗨 三位 晚上好啊 杜飞云陡然出现 而且毫发无伤 脸上挂着成竹在胸的笑意 这一切都显示着 他们的猜测没错 这肯定是杜飞云的阴谋 而他们现在身陷淋雨 除了反抗和愤怒之外 再无其他办法 你 你对我们做了什么 怎么会这样 无声神王愤怒地咆哮着 混账王八蛋 你真是阴险 你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 东海神王一边奋力抵抗着那磅礴无比的镇压之力 一边声嘶力竭地吼叫着 看到三位神王愤怒暴躁的模样 杜飞云由衷地笑了 哦 没啥 只是小小地阴了你们一把而已 杜飞云不以为意地笑笑 朝无声神王举杯示意 然后一饮而尽 走下了云端来到众人面前 他脸上的笑意逐渐收敛散去 换作一副冰冷的神色 居高临下地望着三位神王 比逆天下的气势悠然迸发 现在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臣服于我或者死 第792章 善解人意 东海神王的三个属下 都是神王初期的实力 最先被杜飞云镇压 已经被彻底禁锢住 而东海神王 无声神王和风雨神王三人 都是神王后期的强者 短时间之内 杜飞云还无法将他们度化 或者炼化 三人本来对炎帝顶是在必得 已经是胜利在望 却没想到骤然间发生变故 一颗心跌落谷底 既愤怒又绝望 因为他们本来以为 杜飞云已经毫无反抗之力 可是却没想到 杜飞云这是诱敌之计 竟然在最后关头 一举将他们全部镇压在顶内 而且杜飞云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真真正正的神王强者 气息强大到让三人都感到心惊 在杜飞云的身边 还站着流星和飞鸿一两人 这两人都是神王强者 三位神王强者 再加上炎帝顶着尊圣器 对付他们三个神王 简直是轻而易举 所以他们三人都是满心绝望 心如死灰 但是作为神王强者 他们还有太多的底牌和手段 当然不可能就这样轻易放弃抵抗 三人奋力反抗炎帝顶的镇压的同时 还不忘苦思冥想各种手段 以其能够逃脱炎帝顶的镇压 只是杜飞云如今身为神王 当然清楚神王强者的强大 他早有防备 一边镇压三位神王的同时 他分出一部分心神 控制着炎帝顶 将东海神王的三个属下 都逐一地度化成信徒了 等他将三个神王都度化成信徒之后 已经是两年时间过去了 此时 东海神王三人仍未放弃挣扎 还在奋力地反抗着 杜飞云将那三个实力较弱的神王度化之后 实力再次晋升一个台阶 除了自己之外 已经有五位神王强者相助 如此一来 东海神王三人逃脱的希望更加渺茫 杜飞云 你最好赶紧把我放了 这件事我可以既往不救 否则的话 海荒缅下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的 即便你实力再怎么高强 在海荒缅下的面前 你都是蝼蚁一般的存在 东海神王无疑是损失最大的 圣火被盗走 三位得力属下也被度化 自身也难逃一死 他心知今日难以幸免于难 无奈之下便抬出了海荒的名头来 压迫杜飞云 希望他能够有所忌惮 海荒乃是神界中 除了五位至尊大帝之外的 另外一位神帝境界的至尊 名声可谓是镇骨朔金 五位大帝至尊 统领神界陆地上的生灵 而海荒则统领天海所有生灵 管辖着四海 论及权力地位来说 实际上海荒比五位至尊大帝还要尊贵 而且就实力而言 海荒也是不输于任何一位大帝的 换作其他任何人 只要东海神王抬出了海荒的名头 都不得不慎重考虑一下 自己是否得罪得起海荒 毕竟 东海神王乃是海荒麾下的四海神王之一 乃是他的左膀右臂 东海神王被杀 海荒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 但是很可惜 东海神王遇到的是杜飞云 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家伙 一个随心所欲不受羁绊的家伙 所以毫无疑问的他悲剧了 呵呵呵 东海神王啊 现在你知道怕了 要拿海荒的名头来压我了 之前你图谋我的要顶 想要杀我的时候 怎么不这么想啊 哥一直不想和你们争斗厮杀的 从在海底诗戒的时候就是 可惜是你们多多相逼 让我现在不得不灭了你们 你们这都是旧游自取啊 杜飞云 你少在那里装枪做事 我无声神王此生还不曾低头求饶过 我见你也是剑道宗师 但是你却没有丝毫宗师气度 只要你还是个强者 如果你还是个男人 你可敢与我公平比试一场 看看你我的剑道造诣 究竟孰优孰劣 无声神王一生苦修剑道 冷酷不尽人情 却也是傲骨铮铮 即便如今落在杜飞云手上 他也不愿失了傲气 只可惜他不像东海神王这样 还有强大的靠山 所以只能以激将法 妄想与杜飞云比试剑道 就算不能打败杜飞云 也可以找机会逃走 只是 他这点心思 又哪里逃得过杜飞云的眼睛 再者说来 这种低级的激将法 对杜飞云来说 几乎毫无用处 嘿嘿 无声神王 我看你是修炼的脑子坏掉了吧 你都是我的阶下囚了 我干嘛还要和你比剑 再说了 我是不是男人跟你没关系 我的女人知道就行了 还有 我不和你比剑 我承认我输了 你技高一筹 你最剑了 杜飞云嘿嘿一笑 一番话说出来 只把无声神王气得吐血 一张脸都仗成了猪肝色 说完之后 他又望向风雨神王 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冷笑道 风雨神王 你有什么想说的 是不是也要抬出什么靠山啊 现在我给你最后一刻钟时间 留下你的遗言吧 风雨神王一直都很沉默 只是那眼神却无比怨毒地盯着杜飞云 恨不得将其生吞活泼 他那猙獰的模样非常吓人 杜飞云 就算我死了也不会放过你的 神界之大是你无从想象的 你这样的嚣张狂妄之人迟早会死于非命的 嗯 这个倒是真的 你说对了 神界之大的确是我无从想象的 我也的确是有点小狂妄 不过很可惜 我是否会死于非命 你却看不到了 你现在就要死了 说完 杜飞云身躯一阵 一道磅礴澎湃的神力气息迸发出来 炎帝顶被他操纵着瞬间运转起来 倾尽九大世界之力 朝风雨神王的头顶狠狠镇压下去 杜飞云 老夫跟你拼了 风雨神王看到杜飞云拿他开刀 当下就要灭杀他 他顿时眼瞳紧缩 一股怨毒而疯狂的气息油染生出 他怒吼一声 竟然施展出了最后的底牌 自爆 神王之躯何等强大 亿万年不腐不烂的存在 蕴含着天地间最强大的造化气息 一旦自爆开来 那威力绝对是毁天灭地的 足以毁灭任何一个大世界 风雨神王这是自知必死无疑 临死也要重创杜飞云 他相信自己自爆的威力 足以将任何大地境界之下的强者 都轰杀成渣子 就算杜飞云不被轰杀 只要被他炸成重伤 他也就死而瞑目了 因为他知道 一旦他将杜飞云打成重伤 东海神王和无声神王两人 就会乘胜追击 将杜飞云斩杀 那也算是为他报仇了 果不其然 风雨神王瞬间发动自爆 那强大到难以想象的力量 陡然间爆发开来 顿时将杜飞云发出的神力气息给冲散 将炎帝顶的镇压之力给冲击崩溃 风雨神王死了 他的自爆终于震脱了炎帝顶的镇压和束缚 将杜飞云的神力震散 把他震得倒飞出去 脸色发白 他没有在这世上留下一点痕迹 除了那不满整个炼丹空间的璀璨神光 东海神王和无声神王两人 陡然间察觉到身上的镇压之力已清 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两人都是聪明人 顿时就意识到这是个极佳的机会 两人立刻拼尽全力爆发神力 要振脱炎帝顶的镇压 不过 饶是如此 炎帝顶依然将他俩镇压的不能动弹 如此情形 让无声神王两人都是脸色发黑 愤怒至极 两人对视一眼 瞬间就做出了相同的决定 也要破釜沉舟的拼一次 自爆 当然 他们两人的求生欲望无比强烈 并不是真的自爆 只是自爆自己的肉身而已 只要还能剩下神魂 他们疗伤个百万年 就能再次重回巅峰 砰 砰 一瞬间 两位神王就发动了肉身自爆 那璀璨的神光 瞬间充斥着整个炼丹空间 两人身上的镇压之力 也顿时被爆炸冲击的溃散 而且 他们两人看到 在他们发动自爆之后 原本就脸色苍白的杜飞云 直接被璀璨的神光覆盖 闷哼一声就消失在神光里 彻底被自爆的威力淹没了 哈哈 杜飞云 你也有今天 老夫今天是要杀你 东海神王和无声神王两人 都是大喜过望 虽然自爆之后只剩下虚弱的神魂 但是两人仍然不肯放弃朱砂杜飞云 只不过 他们的神石覆盖了整个炼丹空间 也没能找到杜飞云的踪迹 不对 我们先逃出去再说 无声神王察觉到不妙 立刻就带着东海神王 要趁着自爆的余波冲击炼丹空间的时候逃出去 只可惜 两人往外冲击的时候才发现 他们三人的自爆 竟然都没能撼动这处炼丹空间 那强大防御阵法依然将他们禁锢着 根本逃不出去 片刻之后 当炼丹空间内自爆的余波和漫天的神光 终于渐渐消散的时候 无声神王和东海神王两人 也终于冷静下来 脸色变得非常阴沉难看 他们终于确定 三人自爆的威力 都没能破开这处空间 所以他们的自爆 简直是无谓的牺牲 更加让他们疯狂暴怒的一幕出现了 杜飞云不知何时又出现在炼丹空间里 满脸笑意的踱步而来 神色怜悯地望着无声神王和东海神王 哎 说起来真是惭愧 本来我要度化你们三人 还需要至少数十万年时间 我可等不了那么久 没想到 你们三个如此善解人意 竟然自己自爆 你们对我实在是情深义重啊 要是不将你们二人收服我的信徒 随从在我的左右 我可真是对不住你们的一番美意啊 杜飞云说完 便微笑着伸出右手 炎帝顶顿时再次运转起九九皈一大阵 磅礴绝伦的镇压之力 瞬间笼罩下来 直接将虚弱不堪的两位神王给镇压住了 与此同时 整个炎帝顶内八大世界的信仰之力 都汇聚而来 笼罩着两人 慢慢地度化他们 在即将失去自我意识 被杜飞云度化的前一刻 东海神王和无声神王还非常疑惑和震惊 这炼丹空间究竟何等强大 竟然连三位神王巨头的自爆 都无法撼动分毫 第793章九阳金丹 三大神王强者 一个自爆神王 两个被杜飞云给度化成了信徒 虽然 度化东海神王和无声神王 用了杜飞云接近十年的时间 不过这些相比起他的收获 实在微不足道 迄今为止 杜飞云的班底实力已经非常雄厚了 可以说在神界横着走都毫无问题 不单他自己是实力强大的神王 手下更云集了东海神王 无声神王 流星神王 飞红一和三个东海的神王强者 加起来 杜飞云手下拥有足足七个神王 加上他自己就是八位神王巨头 这种强悍到极点的势力 试问哪座城池的城主 哪个门派的长教能够比拟 虽然 无声神王和东海神王 自爆了神王之躯 只剩下了神魂 实力已经是大打折扣 不过在炎帝顶内 疗伤修养个几十万年 他们就又能够重回巅峰了 将这些事情都解决之后 杜飞云便离开了苍云大陆 返回到猎人岛 无声神王被他收服了 无声剑派现在也属于他的势力 而东海神王虽然被他收服 但是东海国度却很快会被海皇 任命新的神王陛下 当然 这也表示海皇不久之后 就会得知杜飞云收服了东海神王的事情 至于需要多久 这就无从得知了 回到猎人岛之后 刘兴就有一个好消息告诉杜飞云 当初他交给刘兴的九阳金丹的单方 其中的药材已经全部被齐了 虽然 这些药材都是极其稀有的珍贵药材 在神界里乃是万金难求的东西 但是猎人岛势力极大 十几万天神强者出动 千方百计的打探和寻找 最终还是把这份单方的药材给凑齐了 杜飞云奔波操劳这么久 就是为了集齐九阳金丹所需的材料 现在终于找齐了这些药材 他当然要开始炼丹 只要九阳金丹炼制成功 可怜的紫燕麒麟 就无需终日里待在炎帝顶里无所事事了 他就可以重塑身躯 陪杜飞云一起行走神界 纵横天下了 这可是紫燕麒麟一直以来的梦想 当然 杜飞云为他所做的这一切 艰辛的付出 他都看在眼里 对杜飞云的感激当然是无以复加 也认定了此生都要跟随在杜飞云身边的决心 虽然 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两人都是来自华夏的华夏血统 但更多的是杜飞云脾性对他胃口 杜飞云为他所做的付出 猎人岛内 流星神王主持着整个岛内的事务 依然是往日那个叱咤风云的岛主 杜飞云在岛内秘食中炼制丹药 有四位神王为他护法 至于飞鸿一 此刻早就趁着杜飞云炼丹之际 溜出了猎人岛 返回县赤城去了 当然 飞鸿一可不是一个人回去的 他带着东海神王和无声神王 微风凛凛地回到了他的老巢 据一蒙所在地黑水城 本来东海神王和无声神王 被杜飞云收服之后 忠诚度与虔诚度是出奇的高 根本不愿意离开杜飞云左右 只不过 飞鸿一连哄待下 就把两位神王骗走了 变成了他的跟班侍卫 东海神王和无声神王两人 其实也挺无奈的 不管是论身份 还是论实力 他们都无需尊敬飞鸿一 更不用听他号令 但是很可惜 飞鸿一现在杜飞云身边的女人 而且是他身边唯一的女人 仅仅是这一点 就让两位神王不得不妥协 N 杜飞云是他们俩的神主 那飞鸿一毫无疑问 就是神主夫人了 连神主夫人的命令都不听 那他们俩以后还要不要混了 于是就这样 无声神王和东海神王 被飞鸿一拐回了巨义盟 非常威风地召开了一次大会 宣布解散巨义盟 本来他失踪了很久 两位侍女说他被人拐走了 帮众们都是群情激愤 要为他报仇 只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 巨义盟帮众们都没找到他 于是又选拔出来一位新盟主 只不过 飞鸿一忽然归来 而且实力达到恐怖的神王境界 还带着两位神王巨头当跟班 顿时就把那些谋权篡位的家伙 和新盟主给吓尿了 乖乖地交出了权力 只是 飞鸿一现在眼界开阔 也不在乎巨义盟这个势力了 一心只想陪着杜飞云走遍神界 浪迹天涯 所以就要解散巨义盟 只是 巨义盟由来已久 诸多帮众们又都是走投无路的神族 一旦解散掉 这些帮众们就要陷入 无止境的追杀之中 于是 在许多帮众哭天枪地的劝解中 飞鸿一又不得不宣布 解散巨义盟的决定作废 巨义盟仍然存在 不过 他虽然继续担任盟主 但是却不问帮那事情了 将大权都交给一位心腹 然后 他就只带走了两位灵力的贴身侍女 在两位神王强者的陪同下 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县赤城 百年前 他还未认识杜飞云的时候 在县赤城那可是人人喊打的女山贼 他哪里敢公然在县赤城露面 如今 失忆时宜 他公然出现在县赤城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衣锦还乡 风光一把 同时也是要报当年异剑之仇的 当年巨义盟组建没多久 那时候他这个女山大王 才进阶天神后期没多久 巨义盟就遭到了县赤城的围剿 那一次 巨义盟的帮众死伤惨重 濒临解散 县赤城主的侍卫 也把飞红衣打成重伤 差点一剑砍掉了他的脖子 这个仇他一直铭记于心 于是今天便回来报仇了 当然 或许是为了增强威势 他才把两位神王也骗来 这就是摆明了 要光明正大地 去羞辱县赤城主的 后来 据县赤城的坊间巷里的传闻说 那一日飞红衣依然如故 穿着火红长裙丝带 带着侍卫与侍女 就公然飞入县赤城 而后县赤城的成卫军清朝而出 要抓捕这个女贼手 只可惜 飞红衣只是冷笑树生 还不曾出手 他身后的两个侍卫 就将数千成卫军高手 全部放倒在地 而且施展了高深莫测的神术 将这些成卫军全都变成了白痴傻子 没有几万年是恢复不过来了 然后 飞红衣就大摇大摆地来到城主府 登门拜访县赤城主 具体经过 外人就无从知晓了 只是那一日县赤城中人声鼎沸 所有人都跑去看热闹了 据说 无数的城中居民都看到 原本微风凛凛不可一世的县赤城主 被飞红衣的侍卫从城主府内拎出来 奄奄一息的凄惨模样 分外显眼 然后 飞红衣的侍卫 还把县赤城主 给扔在城中心广场上 布下了封印阵法 让县赤城主在广场上 赤身裸体地呆了三天 做完这一切之后 飞红衣才带着侍女和侍卫 飘然远去 深藏公与名 这件事 一度在县赤城内 引起地震般的轰动 这股浪潮甚至传遍了周边几个城池 县赤城主 也是威名扫地 据说被气得当场吐血三声 其后的很多年里都未曾露面 飞红衣返回猎人岛的时候 翘脸上还带着得意的笑容 看上去心情非常好 非常爽 也难怪 机遇在心中数万年的仇恨 今日终于得意宣泄和报复 她能不爽吗 刚进入猎人岛 回到杜飞云的身边时 杜飞云已经炼丹完毕了 看到她一副春风得意的模样 还感觉有点疑惑 只是 杜飞云问她为啥这么高兴 她却不肯多说 杜飞云还是询问了东海神王 才得知事情经过的 不由的摇头苦笑 这傻妞太调皮了 不过这些都是小插曲 杜飞云也没放在心上 傻妞既然愿意胡闹 就随她去好了 反正现在她手下强者众多 欺负区区一个城主 那还真是小题大做了 她在炎帝顶内待了三年时间 用尽心血 终于将九阳金丹炼成了 飞红衣回来的时候 其实也正是她炼丹完毕 开颅曲丹的时候 当一颗黄灯灯 金灿灿的金丹出现在众人面前时 众人都不由地屏住了呼吸 凝望着那颗九阳金丹 一时间 不但是紫燕麒麟 就连诸位神王们 也都感觉到一阵强烈的诱惑 生出要将这颗金丹服用的幻想 当然 他们是不会做的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 乃是因为这种极品神丹 论品阶虽然不如枉品神丹 可是论药效和珍惜程度 丝毫不亚于枉品神丹 众所周知 神界之中 宗师级炼药师最为稀少 其次是宗师级镇法师 然后才是宗师级炼器师 杜飞云现在是神王强者 炼药手段更上一层楼 只要是王品神丹以下的丹药 只要有丹方和材料 没有它炼制不出来的 所以 他就是神界屈指可数的十几位 宗师级炼药师之一 若是他现在肯加入药神功 立刻就能成为长老级别的存在 也正是如此 诸位神王都明白这一点 所以心中稍微幻想一下 就由衷地感到幸福和期待 有一位宗师级炼药师做神主 似乎也是个很不错的事情 只要他们受了伤或者需要丹药 有杜飞云这个炼药宗师在 还怕弄不到好的神丹吗 对紫燕麒麟这样一个天神境界的神兽 杜飞云都能够这么关怀备至 他们这些神王 肯定会被杜飞云更加重视的 一想到这里 他们对杜飞云的虔诚和忠诚度 也无形地提高了不少 不多时 紫燕麒麟就激动地服下了九阳金丹 用去了半个月时间 在几位神王的帮助下 很快就凝聚了身躯 实力也达到了天神后期 另外 杜飞云当场允诺国 不单是紫燕麒麟 众多信徒之中 谁若是能达到天神后期 他都会为其提供造化之力 使其尽快地进阶成为神王 做完这一切之后 杜飞云此次外出历练 终于宣告结束 于是他就准备带着众人返回太狱城了 太狱城是他来神界落脚的第一个地方 那里还有古大师和安禄大师 这两位对他情深义重的老者 在等待他重返炼药司 当然 他所不知道的是 太狱城里不单有两位 德高望重的老者等着他 还有许多居心叵测的强者 也在守株带兔 苦苦等待他的返回 第794章 守株带兔 太狱城 炼药司内 一间隐蔽的密室内 炼药司执政官安禄大师 正坐在书桌前 翻看着手中的一本药方典籍 这时 古大师推门而入 跟安禄大师打了招呼之后 就来到他面前不远处的椅子上坐下 古大师的脸色有些凝重 看得出来心情并不好 眼眸之中含着深深的担忧 安禄师兄 北山妖蒙的隐悦天狼 和星剑宫的星剑神王 最近真是越来越狂妄了 竟然大肆进入太狱城 暗中监视我们炼药司 就在刚才 我出城往南山去了一趟 一路上就有好几个星剑宫的弟子跟踪我 哎 这也是无奈之举啊 平日里这北山妖蒙也好 星剑宫也罢 多少要顾及我们炼药司的靠山 不敢对我们有所冒犯 可是现在却不同了 因为飞云得罪了北山妖蒙 又破坏了星剑宫的计划 还杀了星剑神王的首席弟子 这两方势力当然对我们虎视眈眈 再加上不久之后 要神功的巡查长老团 就会来到我们太狱城 上一次巡查团来的时候 还是八千多年前 那时候我们炼药司内 虽然称不上人才纪纪 却也还过得去 可是现在不同了 我们炼药司内人才凋零 老一辈日薄西山 小一辈还未成长起来 可谓是大傻江青 这次巡查团的长老们来了 肯定会将这里的情况 如实上报 到时候要神功 重新委任执政官和长老 我们这些老东西 也就只能回要神功复闲了 安禄大师虽然保持平静 可是语气也掩饰不住 浓浓的担忧 这一切的事情 他都非常清楚 只是他虽然心忧如焚 却不能表现出来 否则炼药司上下早就乱了军心 恐怕更加糟糕 古大师也沉默了 皱着眉头 思虑着解决的办法 眼神中满是痛心和失落 这炼药司是他和安禄大师的心血 十几万年前 他们从药神功调任到这里时 那时候炼药司刚经过一次大动荡 是他们二人齐心协力 呕心沥血地将他培养起来的 炼药司就像是他们亲手扶养长大的孩子一样 现在这个孩子却要被抹杀掉 他们怎能不痛心 思来想去 两位大师都没能找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 最后也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杜飞云身上了 时至今日 百年过去 他们依然忘不了 当年杜飞云在斗丹大会上的耀眼表现 现在杜飞云就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 挽救炼药司的关键 安禄师兄如今已是百年过去 飞云也快回来了 咱们是不是做些准备 听到古大师的话 安禄大师点点头赞同道 准备当然是要做的 北山妖蒙和兴建公都立志要将飞云擒拿击沙 为他们的弟子和门人报仇 现在早已在太玉城四周布下天罗地网 搜寻飞云的所有消息 既然飞云这段时间就要返回太玉城了 我们也要提醒一下他 千万不能让他中了埋伏 唉 可惜当时我们没有跟飞云留下传心预见 否则现在传讯将这里的情况告诉他 也能让他有所防备 古师弟 你也无需自责 为今之计 我们只能另想办法了 这样吧 你即刻下令让炼药司所属的所有炼药师们 都散步在太玉城周边 去打探关于北山妖蒙 兴建公和飞云的消息 一旦有所发现 立刻汇报于我 好的 也只能这样了 希望飞云他吉人自有天象 不会中了奸贼的圈套和埋伏 说完 古大师便离开了密室 前去传令部署去了 安禄大师独自留在密室内 捧着药方点击却无心观看 陷入了沉思中 却说太玉城南方百万里之外的南山中 此时正是明日高悬 阳光普照的正午时分 连绵起伏的山脉 在阳光的灰耀下描绘出淡黑色的曲线 山顶上都笼罩着阴暈的金光 百年之前 兴建公的千余位弟子 就是这里布下了埋伏 遵照建宇公子和云兰大师的命令 在此埋伏猎杜飞云的 只不过 那次埋伏却让兴建公遭遇了无数年来 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和损失 千余位弟子都被擒拿镇压 从此 杳无音信 兴建神王的首席嫡传弟子 剑宇公子和弃种栽培的炼药大师云兰 都双双允命于此 时隔百年之后的今天 这南山主峰四周的山脉里 依然有不少实力高强的神族 在其中活跃着 肉眼当然看不见山体内的情况 若是以神识去观察 就不难发现 四周的十几座山峰内部 都隐藏着上百个天神境界的神族 而且 每座山峰的内部都被布下了强悍的阵法 十几座山峰联合在一起 就会组成一个超级神阵 王品的神阵 诸多神族们 就在这些山峰的内部潜伏着 静静地等待着什么 与太玉城相隔千万里之遥的星剑宫内 辉煌大气的一时大殿上 伟岸而神武的星剑宫长教 星剑神王 正老神在在地端坐于首座上 在首座下方的贵宾席上 正有三位同样气息强横的神王强者 正享受着星剑宫的顶级美酒和神果 四位神王强者相谈甚欢 左方第一位端坐的是一位穿着蓝色袍子 手中持着折扇的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做书生雅士打扮 留着道计 戴着羽冠 手摇折扇倒是有几分文雅风流的姿态 此人并非神族 而是凡间飞升到神界的神族 在这残酷恶劣的神界里 苦修千万年终于达到了神王前期的实力 他屡次化险为夷 在神界混得风生水起的缘故 凭借的就是一手出神入化的正道修为 左方第二位的中年男子 有着一头亚麻色的头发 脸型瘦削而尖锐 双眼泛着悠悠的绿光 两鬓还布满了绒毛 这俨然是一张人狼的脸 很显然 这位气息阴冷而嗜血的神王 便是北山妖萌的盟主 隐悦天狼 至于右手边首席座位上端坐的中年男子 则是仪态非凡 养尊处优到极点 装束打扮非常华贵 浑身都挂满了名贵的宝石和珍稀物饰 跟东海神王的模样有得一拼 若是古大师和安禄大师在此 便可以认出来 这人赫然是久久不曾露面的太狱成城主 太狱神王 只是 却不知这几个原本毫无干系的神王巨头 又因为什么原因 竟然在兴建宫内齐聚一堂 商议大事呢 三才兄弟 这次可真是要多谢你了 余帝之所以远赴海外去贵岛上请你前来相助 实在是余帝的震道造诣非常难堪 而那个残忍毒害我首席弟子的贼子 又非常的诡异多端 着实难以对付 兴建神王发话了 他朝那个做书生打扮的神王拱拱手 表示道谢 这书生不自称神王 而是自好三才书生 在海外占领一座岛屿 开山立派收了几个徒弟 也是逍遥自在 兴建道兄客气了 你我西年曾是旧时 这点区区小事 在下其有不邦之理 这次道兄尽管放心 有在下的兴罗抖转大阵 任凭他是神王巨头 也绝对难以逃脱出去 恩 如此就有劳三才兄弟了 兴建神王满意的点点头 又朝隐悦天狼和太狱神王说道 隐悦兄弟 太狱兄弟 虽然我们三人一直以来 鼎立于太狱城周边 也是太狱城周围三大势力 过去这些年 我们彼此之间有些矛盾和误会 不过现在我想这些都过去了 不值一提 现在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利益 只要灭了杜飞云那个贼子 就可以为我徒弟报仇 为隐悦兄弟的袍弟报仇 同时 炼药司没有杜飞云这个炼药天才 不久之后等巡察团到来 就肯定会被取缔换人 这些年 炼药司和炼奇司 还有阵法司三司 在太狱城里作威作福 仗着背后势力之手遮天 对我们很不利 只要这次我们三方联手 便可将炼药司连根拔起 到时候我们便能入主炼药司 再慢慢侵占炼奇司和阵法司 嘿嘿 不久之后 太狱城就将是我们大家的了 兴建神王这一番话 说得鼓动人心 那太狱城主也是暗暗点头 脸上露出微笑的表情 显然 他也是非常赞同这个提议的 太狱城就像是一块大蛋糕 以前是他们三方势力 加上三司的势力 共享这块蛋糕 谁不想多拥有一些份额和权力呢 谁又不想掌控整个太狱城呢 事已 太狱城主会跟兴建神王几人 同流合污 也是很好理解的 再说了 几人早已商议制定了计划 太狱神王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对这件事做事不理就行了 就能得到极大的好处 四位神王正在举杯畅谈着未来的计划 忽然兴建神王的贴身侍卫飞奔而来 致议是大殿门口汇报道 掌教大人 南山的流龙师兄传来讯息 杜飞云那贼子已经现身 即将经过南山 陷入埋伏中 嗯 真是好消息 哈哈 不枉我们等待一百年 此贼终于出现了 兴建神王顿时哈哈大笑 将酒杯一摔 便带着诸位神王们 齐齐赶往南山去了 与此同时 探育成炼药司内 也有一道传心预检 飞到了古大师的手中 他一看预检中的内容 顿时也是赫然色变 满眼担忧 急匆匆地去跟安禄大师商议对策去了 第795章 求我也没用 作为安禄大师和古大师来说 平时只是仗着要神功的庇护 探育成的几大势力 就算虎视眈眈 也不敢有所动作 至少 在明面上 无论是哪家势力 都要给炼药司几分面子的 可若是论及真实战斗力 炼药司就差强人意了 根本没有神王镜巨头坐镇不说 连天神境界的强者也为数不多 所以 得知杜飞云在南山遇袭之后 安禄大师立刻就带着古大师 前往城主府去找太育神王去了 虽然现在 隐悦天狼和星剑神王 对炼药司敌意甚深 甚至有些撕破脸皮的意思 但是太育神王毕竟是太育城的城主 对炼药司还是要保持几分客气的 两位大师 如今也只能寄希望于 去求见太育神王 希望他能够出面阻止这件事 将杜飞云救下来 甚至 为此 古大师和安禄大师 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哪怕是欠下太育神王一个大人情 送他一件绝世宝物或者神丹 也在所不惜 很快 两人就来到城主府 有侍卫前去禀报之后 便带着他们二人前去觐见太育城主 太育城主也是方才返回城主府的 兴建神王等人前往南山去了 他却什么也不用做 只需要待在城主府里静观其变即可 只是 他没想到炼药司真的已是穷途末路了 执政官安禄大师竟然来求见他了 当安禄大师和古大师两人将来一说明之后 太育城主便面现南色 陷入了沉思之中 沉吟了一阵之后才面带歉意地摇头说道 安禄大师 古大师 真是非常抱歉 对于这件事我也是无能为力的 你们还是请回吧 城主大人 求求您了 现在这关头也只有您才能救下我们二人的关门弟子了 城主大人 只要您愿意出面阻止兴建宫和北山妖蒙 老夫愿意拿出九星珠来做谢礼 以报答您的恩情 并且 我们炼药司将欠下您一个人情 以后只要您需要帮助 我们便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建太阳城主拒绝了他们二人的请求 安禄大师和古大师都是一脸的失望 却仍然不肯放弃 两人言辞恳切地请求着他 既希望于那九星珠和炼药司的一个人情 能够打动太阳城主 九星珠是古大师毕生最珍贵的收藏 乃是一件绝世宝物 虽然不是什么王品神器 却是极品神器中的极品 这九星珠乃是以九颗大师界的星辰所炼化 一旦施展起来可攻可守 甚至能够连通九处空间来去自如 功效非常神奇 太阳城主早就听说古大师有这个宝贝 对此也是非常动心的 差点就答应了两位大师的请求 不过他想起了几位神王的约定 还是忍住了这个想法 摇摇头拒绝了 隐月天狼和星剑神王都是神王巨头 也是一方豪雄 根本不受我的节制 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命令他们 这件事我管不了 你们求我也是没用的 还是另请高明吧 说完 太阳城主也不管两位大师的苦苦哀求 便令侍卫将两位大师请出去 可谓是一点颜面都没给两位留 若是平时 太阳城主就算地位尊贵 见到安禄大师也需要礼让三分 现在竟然如此跋扈 就是因为他看出了炼药司的艰难处境 安禄大师和古大师乃是要神宫派下来的 就算他们在要神宫里有好有强者 传讯请他们前来相助 解救杜飞云 那要神宫的人也需要很久才能到达 到时候杜飞云恐怕早就死于非命了 正是如此 他们二人才不得不忍气吞声 卑躬屈膝地前来向太阳城主求救 当然 两人根本没想过因为太阳城主的嚣张跋扈态度而感到生气 他俩现在最挂忌的还是杜飞云的安危 被赶出了城主府之后 两人顾不得生气 便立刻下令 召集了所有炼药司所属的炼药师 浩浩荡荡地就往南山开拔了 安禄师兄 飞云是我们炼药司唯一的希望 这次就算是拼掉老命 我也要誓死守护他的安危 将他平安带回炼药司 古师弟 别说了 师兄也是一样的想法 我们都一把年纪了 大陷将至 命不久矣 这次即便是死战到底 我们也绝对不能让我们的关门弟子 被奸邪小人之被毒害 神族与仙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少了许多计谋和算计 却多了几分血性和豪迈 所以古往近来亿万年里 神族从来不缺乏热血男儿 慷慨赴死的豪侠 仙人们嘲笑神族 说他们是无脑鲁莽之辈 神族反击仙人们 说他们畏首畏尾 贪生畏死 是以自古仙神不两立 也不仅仅是因为某些纠纷 更多的还是因为理念不同 很快就有两千多位神族聚集而来 在两位大师的带领下 浩浩荡荡地开赴南山 远远的隔着万里距离 众人都能够看到南山上空光芒璀璨 神力耀眼有五彩斑斓的神力碎片与阵法幻影 再闪耀不息 如此情景 让安禄大师和古大师 暗松一口气的同时 又立刻加快速度 朝战场上赶去 既然交战还在继续 就表示杜飞云应该还没死 可是他们也必须要尽快加入战斗 牵制住北山妖蒙和星建宫的人 给杜飞云制造逃跑的机会 来到战场边缘 安禄大师和古大师朝战场上的情况一看 顿时两人就变了脸色 脸色愤怒地跳脚骂娘 星建宫和北山妖蒙的兔崽子们 你们太他娘的狠毒了 只是对付一个区区天神强者罢了 竟然占用十几座山峰布下了王品神阵 诚然 他们看出来了 星建宫和北山妖蒙这次是铁了心 要杀掉杜飞云 竟然不惜派出上千名精锐的天神强者 布置了王品神阵 这是完全不给杜飞云留一点活命的机会 安禄师兄 我们现在怎么办 古大师被弃得不轻 心中杀鸡盈废 恨不得立刻上去跟星建宫和北山妖蒙的人 拼个你死我活 不过他知道那也于事无补 当务之急还是救出杜飞云 这十几座山峰都是神阵的阵机 只是我们却不知道哪一座是核心 无可奈何之下 我们也只能先联手进攻其中一个阵机 争取将阵法破坏掉 给飞云制造逃出来的机会 好 就这么办 两人商议了对策 立刻便下令进攻 于是 两千多位实力参差不齐的神族 便联手朝最近的一座山峰轰击而去 这座山峰内有一百多位天神境界的强者 正在主持着阵法 两千多位炼药司的炼药师 虽然大多数都是魔神境界 少部分天神境界的实力 但是联手进攻之下 威力非同小可 而且 那一百多位天神强者 此刻正在全力运转阵法 对付杜飞云 根本无法分心抵抗 于是两千多道神术攻击 如雨点般落在这座山峰上时 顿时就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几十个倒霉的天神强者 被那些神术齐齐击中 来不及做出防御之下 就被轰成了重伤 顿时之间 这座山峰上的天神强者死伤近半 输出的神力锐减 原本运转的很协调的阵法 瞬间就出现了倾泻和纰漏 立刻十几座山峰正中间的那座山峰 就爆发出一道无与伦比的金光 冲销而起 咔嚓咔嚓的爆响声 立刻四下爆出 十几座山峰顿时被震碎 崩塌溃陷成山石土堆 那些天神强者们 也是死伤惨重 这个强大的亡品神阵 竟然因此而被破掉了 安禄大师和古大师两人 目瞪口呆地望着一切 看着场中那惊天动地的变化 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单是他们两人 就连其他炼药师们 也都觉得匪夷所思 咦 我们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只是攻击一下 就破掉了亡品神阵 其实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杜飞云本来是被困在阵法中的 他自以为实力强大 又有几位神王强者属下 所以非常自信 这也就导致 他忽略了亡品神阵的威力 尤其是有三才书生 星剑神王和隐约天狼 再加上近两千个天神强者 所主持运转的亡品神阵 威力更是强大到不可思议 任何神王强者都绝对逃不出去 肯定会被镇压致死的 但他也是非常强悍的 虽然被困在阵中 却丝毫不落下风 竟然与几位神王属下联手 抵挡住亡品神阵的同时 将三才书生 星剑神王和隐约天狼 也全部都给困住 流星神王乃是宗师及阵法师 所以他的任务就是破解这个亡品阵法 本来双方都保持着军事 谁也奈何不得谁 所以才会在这里僵持一个时辰 胜负其实早已分出 只要流星神王再用半天时间 就可以将这座亡品神阵破除 到时候这里所有的星剑宫 和北山妖蒙的人都要死 连那三位神王也不例外 只不过 事情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变化 安禄大师和古大师 带着两千多位炼药师到来 竟然打破了那微妙的平衡 让十几座阵机中的一个 出现了插持和纰漏 顿时之间 流星神王就视如破竹地 破掉了几座阵机 杜飞云也趁机发动反击 一举将十几座阵机全部摧毁 这下就把亡品神阵给破除了 而北山妖蒙和星剑宫的人 也要提前宣告死亡了 第796章王者无敌 如果没有古大师和安禄大师 以及他们带来的两千多位炼药师 杜飞云也不会陷入险境 一样可以解决掉眼前的麻烦 不过 那大概需要一两天的时间 而安禄大师等人的到来 无疑是将这个时间给提前了 囊括了方圆千里的亡品神阵 瞬间被杜飞云给破除了 那十几座山峰内隐藏的 诸多天神强者们 顿时就倒了大霉 一个个都受到阵法威力的反噬 当场暴毙了一大半 少部分虽然没死 也是重伤的下场 漫天璀璨神光之中 一尊黑色药顶升起 高悬于天空中 一道耀眼的金光绽放开来 犹如蓄日一样洒下 把方圆千里笼罩着 那些受伤的天神强者们 只要还没死亡的 都被这纯粹的信仰之力给笼罩 正在被毒化 紧接着 高天上空间陡然破碎 几道人影 狼狈不堪地从空间裂缝里逃了出来 一个个都劈头散发 口鼻带血 正满眼怒火的四下寻找着什么 下方 安禄大师和古大师 以及炼药司的炼药师们 早都已经看呆了 尤其是当他们看到 这突然出现的几个狼狈身影 更是犹如被重锤猛击心脏 一个个都露出 不可置信的疯狂表情 因为 这几个衣衫褴 像叫花子一样的几个人 赫然是星剑神王 隐悦天狼和三才书生 试想 堂堂神王巨头 无论是神界何处 都是受亿万人敬仰膜拜的强者 哪一个不是光芒万丈 谁又曾见过 三个神王巨头 竟然都这么狼狈不堪 一瞬间 诸多炼药师们 都觉得自己花了眼 出现了幻觉 这一定是幻觉 三位神王巨头 怎么可能被杜飞云 整得这么惨呢 这一定不是真的 否则的话 这个世界也太疯狂了 仅仅只是百年时间不见 杜飞云就从一个天神强者 变成了能够蹂躏 三位神王的巨头强者 这简直太惊世骇俗了 可是 偏偏这一切又是真的 让他们不得不相信 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尤其是 当隐悦天狼和星剑神王两人 看到他们带来的大批精锐弟子 都是天神境界的强者 此时却是死伤惨重 幸存的少数人还在被杜飞云度化 他们两人顿时疯狂了 啊 杜飞云 老夫跟你拼了 杜飞云 你好恶毒的心肠 我一定要杀了你 这次为了设计围杀飞云 北山妖蒙和星剑公 几乎是派出了绝大多数的精锐弟子 为的就是一锤定音 将杜飞云灭杀 可是现在北山妖蒙和星剑公的精锐弟子 天神境界的强者们 死伤了大半 幸存的人也都被杜飞云给度化了 这一下 等于是直接把星剑公和北山妖蒙的根基给摧毁了 就算星剑神王和隐悦天狼两人 能够逃出生天 可是北山妖蒙和星剑公 也将就此荡然无存了 两人耗费毕生心血组剑的势力 就这样被杜飞云给瓦解了 他们怎能不怒火滔天 杀气凛然 呀 去死吧你 猪血斩 破军杀权 星剑神王手持星剑 脚踏七星 步走龙蛇 剑是舞动之间勾动天地巨变 亿万里之外的浩瀚星辰都为之操纵 磅礴浩瀚的星辰之力疯狂涌入他的剑间 以示猪血斩狠狠地斩出 朝炎帝顶当头披下 星剑神王这是动用了底牌绝招 要一击破灭杜飞云的防御法宝 然后再将其击杀 隐悦天狼也是一样 袍帝之死 北山妖蒙精锐全军覆没 毕生心血就此瓦解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拜杜飞云所赐 让他心血沸腾 天狼遗族的傲血被彻底激发沸腾 那一刻 他施展出了天狼族的禁忌绝学 破军杀拳 以一只万丈大小的银色拳影 朝炎地顶狠狠地轰去 太古时期 仙魔大战的时候 天狼族的先祖 也曾是活跃在大战中的超级强者 一身不败破军拳 可谓是纵横天下 不知诛杀了多少仙人 时至今日 亿万年后的今天 不败破军拳再次重现 却不知能否如当年天狼先祖那样的霸气绝伦 风骚无双 面对两位神王巨头的轻力进攻 杜飞云却是纹丝不动 仍然呆在炎地顶里 正在度化那幸存的千余位天神强者 在旁人看来 杜飞云这是以不变应万变 使出的应该是不动如山的神术 正在全力防御 只不过 没有人知道 他根本没想过防御或者什么不动如山 他只是懒得理会这两个神王而已 响当 轰咖 巨大的剑影和拳影 狠狠地轰击炎地顶上 顿时爆发出无与伦比的爆炸声 恐怖的冲击波 瞬间席卷方圆百万里 南山四周本是连绵起伏的高山 这一下被肆虐的神力风暴横扫之后 立刻就变成了光秃秃的沙土丘 好似一片荒漠 也幸亏安禄大师等人激警 之前看到两位神王强者出现 便意识到不妙 于是众人往后撤退了百里地 而且联手布下了防御结阵 这才没有被恐怖的冲击波给毁灭 只是 两位神王强者的联手攻击 威力如此的恐怖 连一个大世界都能轻易毁灭 可是攻击在炎地顶上 却没能将炎地顶打伤一星半点 甚至连他的位置都没能撼动 仍然纹丝不动地悬浮在空中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星剑神王傻眼了 隐月天狼呆住了 两人自以为必杀的一击 竟然没能将炎地顶撼动分好 这无疑极大的打击了他俩的信心 使他们的心瞬间跌落谷底 一股叫做绝望的情绪 顿时充满了心头 有这个要顶存在 我们就杀不了杜飞云 若不是杀了他 我们之前所有的损失和仇恨 都不能报复回来 这怎么可以 两人的心里非常的绝望 如果不能杀了杜飞云报仇 那他们之前所受的伤害 又将怎样弥补 不过 很快他们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因为炎地顶上爆发出的金光 很快就消散了 此时 北山妖蒙和星剑宫的精锐弟子 全部都被杜飞云给度化了 然后 杜飞云现身了 他出现在炎地顶的顶端 居高临下地望着空中的三位神王 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 一手赋于身后 一手做指点江山壮道 孩子们 虽然你们丧心病狂 罪大恶极 屡次冒犯神主的危险 妄图谋杀本神主 不过 神主是仁慈博爱的 本神主会宽恕你们的罪行的 只不过 为了避免神界其他云云众生 遭受你们的毒害 本神主还是决定 以德抱怨 用正义和爱来感化你们 将你们收为侍从 带在身边悉心调教 这才是感念上天之德 才是正道啊 此时此刻 杜飞云屹立于要顶之巅 挥斥方求 指点江山 在淡淡的金光映照下 宛若救苦救难的圣人一样 当真是慈悲仁爱的化身 其实 众人所不知道的是 他勉强支撑着 神神叨叨地说完这些话之后 自己都有点好笑 他当然要杀了这三个神王 或者杜化掉 但是直接施展残暴手段来对付他们 未免显得过于凶残 估计会凶名昭著 所以才故意装得那么神圣 没办法 这年头出来混都得会赌金 演戏 就算是干着杀人放火的够大 起码表面上还得说着 我这是为你好 我是为了让你过上更幸福的生活等等 一番话说完 杜飞云把手一指点 顿时 炎帝顶的诸位神王们 便齐齐现身 将星剑神王三人给为拢 然后 炎帝顶爆发出强大无匹的信仰之力 朝星剑神王等人镇压下来 金光将他们笼罩 一刻钟之内 三位神王还剧烈反抗 甚至不惜自曝 妄图逃走 不过 在诸位神王的镇压下 有杜飞云在场 他们三人连自曝都做不到 逃走那更是奢望 半个时辰之后 星剑神王 隐悦天狼和三才书生 就都放弃了抵抗 彻底被信仰之力给镇压住 被杜飞云收进炎帝顶里镇压起来 以后有时间再慢慢炼化他们 做完这一切 南山四周才恢复平静 敌人皆已消失不见 杜飞云这才落下云端 来到安禄大师等人的面前 见过飞云长老 参见飞云神王 杜飞云带着东海神王 飞红衣 刘星等人 刚刚落地来到安禄大师面前 就看到两千多位炼药师们 齐齐的弯腰鞠躬下拜 善呼着参见神王的口号 就连安禄大师和古大师 竟然也弯腰拜见杜飞云 声称见过飞云长老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杜飞云愣了一下 怎么才百年不见 他的身份就变化这么大 连称呼都变了 安禄大师 古大师 你们两位可是我的恩师 也是我很尊敬的两位老者 你们可千万不要如此 莫要折煞了飞云 杜飞云狂妄不假 可那是对敌人 对安禄大师和古大师这种真心为自己好的人 他一点架子也没有 飞云 看到你平安归来 我们实在是太高兴了 你能有如此成就 我们两人就算是明日就回归九幽 也能瞑目了 是啊 飞云 看到你今日的成就 我真的是此生无求了 另外 以你如今神王境界的实力 绝对是炼药宗师的身份 一旦上报给药神功 你就一定是长老的身份 身份地位还在我们之上 我们如此称呼也是理所当然的 其他炼药师们的举动还好说 出于对神王巨头的尊崇 他们行礼也很正常 而两位大师这样对杜飞云行礼 却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虽然看似合情合理 但杜飞云还是坚持拒绝了 连忙将两位大师搀扶起身 然后 众人便连妹返回太育城 途中 两位大师很是嘘寒问暖地 询问杜飞云 彼此交谈了许久 而当杜飞云得知 之前两位大师拉下脸皮 低声下气地去向太育城主求救 却碰了一鼻子灰的时候 杜飞云的眼神就逐渐变了 哼哼 这个太育神王看来是活腻歪了 既然如此 我便去送他一程好了 第797章报应不爽 杜飞云决定要去杀了太育神王 并不是因为两位大师曾去哀求他 却被他不留情面地拒绝了 而是因为杜飞云已经降星剑神王 和隐悦天狼三人收服 自然也就知道了四位神王私下里的约定内容 知道了太育神王暗中图谋对付炼药司 预置他于死地的事 这样的人难道还不该杀 正是如此才让杜飞云再听到两位大师 讲述了之前曾苦苦哀求他的事之后 杜飞云更加的恼火 迫不及待地就来到了城主府里 一个时辰之前 太育神王刚刚把安禄大师和古大师给打发走了 此刻正悠闲地待在自己的别院里 品尝着上等的神茶与果品 还有两个角色侍女在一旁为他服侍 当真是极其享受 甚至于一边端着茶杯轻轻踹饮的同时 太育神王的心情太好 以至于他还哼起了不知名的小调 他当然有高兴的理由 灭杀杜飞云对星剑宫和北山妖萌来说很重要 对他来说却不值一提 他最关心的还是扳倒炼药司 一个时辰前 炼药司的两位大师齐齐登门拜访 苦苦哀求他出手相助 这就表示炼药司已经是穷途末路 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所以他有十万个理由相信 杜飞云现在已经被蓄谋已久的三位神王给灭杀了 而炼药司也将命不久矣 他要做的就只需要等 安静地等到要神功的巡察团到来 然后炼药司就会被取缔 其中的权力组织就会被重新洗牌 那时候才是他出面发力的时候 然而他心里算计得很圆满 正悠然自得地等待那一刻的来临 却不知为何 心跳忽然漏了半拍 一股极其危险的警罩陡然自心中升起 他本来惬意地躺在软榻上 此时赫然睁开双眼 坐了起来 就发现两个漂亮的侍女已经昏迷过去了 而他的别院四周的侍卫也早已不见了踪影 整个别院里就剩下他自己满脸的惊疑 这时 他的耳边忽然传来一道声音 是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声音带着淡淡的笑意 如春风般和煦 太玉成主好兴致啊 谁 太玉成主顿时毛骨悚然 刷的一下站了起来 满脸戒备 如林大敌地转过身去 这才看到身后不知何时 竟然站着一个穿着黑袍的年轻男子 这年轻男子一身黑袍 银发 面孔英俊而刚毅 剑眉星目 有一股如星辰般浩瀚的气质 又有一种如利剑出鞘的锋芒 最关键的是 这年轻男子的模样 他觉得很熟悉 似乎在哪里见过 杜飞云 你是杜飞云 陡然间 太玉成主想起来了 此人正是杜飞云 在兴建宫内与几位神王商议大事的时候 他曾见过杜飞云的画像 难怪会觉得眼熟 哈哈 看来太玉成主真是博实啊 竟然连我也认得 太玉成主此时脸色大变 心头有一种极其不妙的预感 他哪里还能像杜飞云这样谈笑风生 联想到某些不好的猜想 顿时 他就指着杜飞云道 你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不是在男 你不是在南山被埋伏了吗 你不是应该被兴建神王他们杀了吗 怎么会跑到我的城主府里来呢 看太玉成主激动的语无伦次 杜飞云便笑着替他说完了接下来的话 太玉成主愣了一下 心中逐渐的冰冷下来 他是个聪明人 已经从杜飞云的态度猜出了 猜测到 恐怕他最不愿接受的那个结果 终于还是出现了 当然 城主毕竟是城主 神王巨头毕竟是神王巨头 太玉神王就算心中震惊 却也不至于畏惧害怕杜飞云 便针锋相对地指示着他贺问道 是又如何 你这个大胆刁民 竟敢擅闯城主府 来人啊 将此贼格杀勿论 好了 你就别装模作样了 你整个城主府的侍卫全部都睡觉去了 你喊破喉咙也没人理你的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太玉神王心中已经下意识地便释放出神识探查 结果发现杜飞云所言不虚 果真是这样 顿时他就满心地担忧和惶恐 干什么 当然是取你狗命 至于原因 你心知肚明 杜飞云神色一寒 终于显露出了杀鸡 双眼凌厉地盯着太玉神王 什么 你竟然想杀我 本王与你无冤无仇 太玉神王故作大吃一惊的模样 口中还在惊呼着 暗地里却已经在积蓄神力 催动这别院里的阵法 妄图巧然间对杜飞云进行致命打击 只可惜 让他感到疑惑和绝望的是 那些一直布置在暗中的神阵 此刻竟然失去了联系 无论他怎么催动 都毫无反应 好了 我也懒得跟你废话 既然你还不死心 那我就成全你 让你的老伙计们来教育你吧 杜飞云也懒得去看太玉神王 装模作样的辩解 便直接挥手 打出一道金光 顿时 兴建神王 隐悦天狼和三才书生 都出现在别院里 恭敬地站在杜飞云身后 驯服得如同宠兽一样 啊 他们 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三位神王的突然出现 而且都是一副恭敬驯服的模样 瞬间深深地震撼了太玉神王的心 让他一颗心都差点跳出了嗓子眼 不可置信地望着这一切 犹如身在梦幻中 太玉神王 你还不快快跪下认错 太玉神王 当初我们联手谋划要对付神主 现在我们都已幡然悔悟 认识到自己的罪孽深重 已经诚心归顺于神主 你还要执迷不悟吗 太玉神王 快快认错悔悟 归顺于神主才能幸免一死 否则今日我们便将你就地正法 太玉神王心中还在惊疑不定 却只见兴建神王三人舌战春雷 声音严厉地朝他大喝一声 一副若他不跪地求饶 就要打得他生活不能自理的架势 可谓是威风凛凛到极点 这太玉神王顿时傻眼了 他万万想不到 之前还与他举杯言欢 一起畅谈未来大事的几位神王 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这显然是被杜飞云给杜化成信徒了 太玉神王还在迟疑什么 难道你想死 星剑神王怒吓一声 魁伟的身躯抬脚迈出一步 右手掌心中有一抹星辰光滑在闪耀吞吐 凝聚成风锐的剑芒 似乎随时都要将太玉神王斩杀当场 杜飞云 你欺人太甚 难道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屈服吗 我跟你拼了 眼看着今日难以脱身 太玉神王也不再伪装什么 声嘶力竭的大吼一声 做事便朝杜飞云飞扑而来 身上绽放出璀璨的神光 施展出极其强大的王品神术来 面对太玉神王的扑杀 杜飞云纹丝不动 根本不去理会 只是目光冷冷地锁定着他 星剑神王三人早已蓄势待发 此时再不犹豫 身形一闪便赢了上去 三人联手施展神术与太玉神王对攻 但就在太玉神王即将扑到杜飞云面前 与三位神王交手的那一杀 他却陡然撕开身边的空间 纵身一跃就要钻进空间裂缝里逃走 看样子他根本就没想过 要跟杜飞云正面搏杀 有三位神王在场 他是毫无胜算的 所以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逃走 只不过杜飞云岂会算不到这一点 又怎会让他轻易逃走 顿时杜飞云翻掌一拍 往身前不远处的虚空狠狠地拍了一掌 那刚刚顿入空间裂缝的太玉神王 就如遭雷疾 身躯剧烈颤抖 哇得吐出一口鲜血 扑通一声就跌落在地上 眼看是受了伤 星剑神王三人 顿时如狼似虎地扑上去 施展出神力禁锢 将受伤尾顿在地的太玉神王 给牢牢地按住 使他不能动弹 怎么 现在还想逃吗 杜飞云踱步来到太玉神王面前 居高临下地望着他 太玉神王被按住匍匐在地 满头满脸都是灰尘 口鼻里更是流着血 听到杜飞云的话 他低着头 身躯剧烈地颤抖着 一股冲天的愤怒和屈辱 使他不能自已 却又无法发作 只把自己憋得满脸发黑 双眼赤红 两久之后 太玉神王才喘着粗气 红着眼睛 抬起头来 声音嘶哑地望向杜飞云道 杜飞云 请你放过我 我没有出手埋伏你 你我根本没有丝绸 只要你放了我 我可以把太玉城城主的位置让出来 并且远离青云大陆 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 如何 没有人想死 太玉神王也一样 到了这个份上 他依然不肯放弃挣扎 还在做最后的抗争 希望杜飞云能够放他一马 你这是在求我吗 听到杜飞云冷漠 高高在上的声音 太玉神王将心中所有的屈辱和悲愤都压下 终于还是点点头道 是的 我求求你放过我 饶我一命 你求我也没用 从你决心对付炼药司开始 就注定了你的下场 杜飞云冷笑一声 将太玉神王当初说给两位大师的话 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 那一杀 太玉神王身躯巨阵 面如死灰 他终于明白 之前他对安禄大师和古大师 趾高气昂地说出那句话时 是多么的可笑和无知 之前两位大师苦苦哀求他 他绝情地说你求我也没用 现在轮到他苦苦哀求杜飞云 得到的是相同的回复 这难道就是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只是 后悔也为时已晚 随着杜飞云翻掌拍下 一道璀璨耀眼至极的金光 将他笼罩其中 几位神王联手镇压他 使他完全不能反抗 那信仰之力 很快就洗练了他的神魂意志 使他逐渐地陷入了迷惘和昏睡之中 第七百九十八章要神功 碳玉神王的下场 毫无疑问的和星剑神王等人一样 都被杜飞云给度化成信徒了 迄今为止 杜飞云的炎帝顶中 承载着亿万万的生灵 全都是他的信徒 那绝大多数还未达到魔神境界的信徒 就不必多说了 光是魔神境界实力的信徒 足有上万 天神境界的信徒也有三千 至于神王境界的信徒也有十一个 包括流星神王 风雨神王 东海神王 无声神王 星剑神王 隐月天狼 三才书生 太玉神王 还有东海神王属下的那三个神王 这样的一股势力 无疑是极其强大骇人的 恐怕也只有神界的五大神帝至尊 才有这么多神王信徒或者门徒 放眼整个神界 杜飞云当真是能够横着走的 即便遇到再怎么强大的势力门派 也都能够应对自如 不过 这两天他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的信仰之力非常强大 强大到普通神王都望尘莫及 可是仍然有限 并非是无穷无尽的 以前他动辄用信仰之力度化敌人 每次都轻而易举 非常顺利 但是这次度化太玉神王 足足用了他三百多年时间 而且期间好几次都差点出现问题 信仰之力有些溃散和崩乱的征兆 难道说太玉神王的实力太强大了 才导致他度化的如此艰难 不是 肯定不是 太玉神王的实力真要比较起来 比风雨神王 无声神王和东海神王还是要差一些的 最后 杜菲云反复思索印证了许久 才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 信仰之力也是有承受底线的 当被度化洗恋的信徒过多 或者信徒们的实力太强时 信仰之力也就不够用了 以杜菲云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最多还只能度化一尊神王巨头 就再也不可能度化神王境界的强者了 否则的话 他的信仰之力就无法驾驭这么多的神王强者 有些镇压不住了 到时候就会出现信仰之力溃散崩乱 轻者走火入魔 功力全毁 重者身亡 多年前杜菲云发现了信仰之力的妙用 沉浸在度化一个又一个信徒 成为亿万生灵信仰的神主的自豪感之中 那时候他曾异想天开的幻想过 以后遇到一个神王巨头 就把他度化了 这样持续下去 度化个千百个神王 就能称霸神界了 现在想想 这无疑是滑稽可笑的 先不说神帝至尊强者 不可能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但就说他的信仰之力 就算比普通神王强大百倍 也绝对无法驾驭那么多的神王信徒 于是 现在杜菲云已经想好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 就再度化一个神王巨头 凑齐十二神王信徒的数量 从此以后就专心修炼信仰之力 绝对不会再度化神王巨头了 把这件事弄清楚之后 杜菲云就打定了心思 接下来好好修炼一段时间 也趁机在太狱城里整顿一番 然后就要考虑重返玄黄世界的事了 当初他飞升神界 为的不是成就神王业位 而是为了有朝一日成为神王巨头 重返玄黄世界 将归缩于理想乡内避难的亲人们 都解救出来 并击败粉碎龙界和龙帝的称霸之心 另外还有就是 他要返回玄黄世界 去找那八大仙王报仇 尤其是东华仙君和霹雳仙子 这两人当初给予杜菲云的伤害最大 正是他们绝了他的非仙之路 使他不得不弃仙成魔 成为冷血无情的魔神 他现在不但有着神王之中 堪称无敌的实力和势力 更有着一身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剑术 神术 若是能回到玄黄世界 杀那八大仙王如土狗 只是 他又将如何回到玄黄世界呢 自古以来 便有诸天万界之说 诸天之中有三千大世界 三亿小世界 其实 时至今日杜菲云才明白 那些只是普通修士们的认知 在仙魔的眼中 这世间只有三界之说 仙界 神界和人间界 那三千大世界 三亿小世界 不过都是人间界罢了 三界当然有三界的规矩 彼此之间既有着密切的联系 又不能直接连通 关系很复杂 人间界的修士可以飞升到仙神两界 仙神两界的强者巨头 也能下界去往人间界 只不过 都是需要遵从规矩的 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来往三界 这是天道规则 这是大道的意志 就算是神王 先王巨头想去人间界 也需要神帝 先帝至尊的同一许可 并且帮助其打开时空通道 才可以 也就是说 杜菲云现在要想返回玄黄世界 必须要找到某位神帝至尊 得到这位神帝的许可 帮他打开时空通道 才行 只是杜菲云根本不认识 哪个神帝至尊 人家又怎么可能会为他打开时空通道呢 这一点果断是行不通的 这也正是杜菲云这几天来 忧心忡忡的原因 如果不能重返玄黄 不能解救父母亲人 即便他成就神王巨头 在神界里逍遥自在 又有什么意义 不过 万幸的是 安禄大师在得知 他如此忧心忡忡的原因之后 思虑了好一阵 过几天之后 竟然告诉他一个 令人振奋的消息 要神宫的势力极大 几乎能够与神帝至尊 平起平坐 若是能够得到 要神宫公主的赏识 没准可以让要神宫的公主 帮忙开辟时空通道 返回玄黄世界去 当然了 杜菲云如今只是个 普通炼药师罢了 还未去要神宫分布验证 进阶炼药宗师 根本没有资格 觐见要神宫的公主 至于让公主 为他开辟时空通道 那更是空谈了 不过 有线索总比毫无希望 要强得多 于是杜菲云在考虑 斟酌了一番之后 就接受了 安禄大师的指点 决定等待半个月之后 要神宫巡察团的到来 到时候 等炼药师的事情安定下来了 他就前往要神宫分布 去进行晋级考核 成为炼药宗师之后 身份地位就会大涨 没准有机会觐见公主 这件事就有希望了 于是 杜菲云就趁着这半个月的时间 安心地修炼 苦修剑术 炼药之术 在太玉城内 也过得是安静而悠然 太玉城主虽然被他度化了 但是太玉城里 没有走漏半点风声 寻常神族 也根本想象不到这件事 只是北山妖蒙和星建宫的瓦解 在太玉城造成了极大的震动 不少人猜测 这是太玉城主密谋策划的 不过无人可以验证罢了 无人知道的是 如今依然平静的太玉城 却早已是杜菲云的天下 很快 半个月时间过去 要神功的长老巡察团 也如期而至 来到了太玉城的炼药司 这一天 炼药司的机密意识店中 来了九个陌生面孔 这正是九位巡察长老 为首的长老名叫曹破天 是个相貌威严 身材魁梅 有着一头银发和白胡须的高大老者 曹破天端坐在首位上 其他八位长老依次落座 而安禄大师和古大师等 一众炼药司的指示们 只有安静地站在一边 听从长老们训话指示的份 场中唯有一个人例外 那就是杜菲云 他不单没有站着 而且还坐在曹破天的身边 俨然是一副平起平坐的架势 一切只因为杜菲云 如今神王境界的实力 实力是个好东西 他可以让人拥有一切想要的 身份和地位都不在话下 当曹破天等九位长老到来之后 安禄大师便事先觐见 汇报了一番情况 虽然炼药司如今人才凋零 令长老们很不满意 可是当安禄大师告诉曹破天 炼药司出了一个不是奇才 他和古大师的弟子杜菲云 竟然达到神王境界 成为炼药宗师的时候 曹破天等长老的表情立刻大变 都是瞪大了双眼 一脸不可思议的模样 后来 当曹破天等长老 亲自验证了杜菲云的实力之后 众人不由的心服口服 大呼捡到宝了 连连恭喜安禄大师和古大师 因为 诸位长老们都明白 有杜菲云这样一个宗师级的徒弟 他们两人的身份地位 也将水涨船高 受人尊敬 毕竟 放眼整个药神宫 五块大陆上所有炼药司加起来 整个宫中的炼药宗师 也不足百人 哪一个都是呼风唤雨的一方豪强 在药神宫里 只要成为宗师级炼药师 就会被公主授予长老的身份 就如同这九位巡察长老一样 他们也都是宗师级炼药师 在药神宫内地位非常尊崇 可是 他们已是垂垂老矣 日薄西山 而杜菲云则是如旭日出生 朝气蓬勃 同样都是宗师级炼药师 可两者的意义绝对不同 正因为如此 杜菲云才能够得到九位长老的尊重和礼遇 因为他们都知道 不久之后杜菲云就将成为长老团的一员 并且因为他够年轻 天才 必定会成为要神宫内风头最盛的几人之一 现在跟他打好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一番长篇大论之后 曹破天便做出了最后的总结 对炼药师的发展表示了肯定 对安禄大师和古大师两人也提出了赞誉和表彰 并且代表药神宫给予了两人身份地位的提升和物质上的奖励 最后 炼药师得以继续传承下去 药神宫也将加大力度扶持太育成炼药师 同时 杜菲云将会跟着长老团 前往青云大陆药神宫分布 进行宗师级炼药师的考核 一旦他考核通过 就会成为药神宫的长老之一 从此便能够进入药神宫的核心管理层 有机会亲眼见到公主 第799章 《浩宇神王》 青云大陆的药神宫分布 在遥远的北方少号城中 距离太育城足有一个月的路程 不过 巡察团的长老们和杜菲云都是神宫实力的巨头 所以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到了少号城 巡察团长老们的到来 无疑受到了药神宫分布的热烈欢迎 这里只有四个炼药宗师坐镇 大师级的炼药师倒是不少 神界的城池大多都一样 很宽阔很雄伟 神族人口也众多 城池内很繁华 杜菲云对观赏风景没什么兴趣 到了药神宫分布 就按照长老们的要求 去特定的炼药房里进行宗师测试 各地的炼药师条件简陋 没有相应的设施条件 也只有要神宫分布的炼药房 才能承受宗师级炼药师施展 进阶宗师级炼药师很简单 其一是实力达到神王巨头的境界 这一点很好验证 而第二点就是炼制出三种网品丹药 这个规矩是死的 而且也是必须完成的 网品神丹只有宗师级炼药师 才能炼制出来 这是万万做不得假的 对杜菲云来说 这无疑是件很轻松的事情 他只用了一个月时间 就在炼药房里炼制出了三种网品神丹 当然都是最普通的网品神丹 恢复神力的神王丹 治疗肉身伤势的太灵丹 治疗神魂伤势的预员丹 一个月后 他走出了炼丹房 将炼制完成的三颗网品神丹 交给了巡察团的长老们 长老们一番品鉴之后 便确定了这三颗网品神丹的身份和品质 然后就正式册封杜菲云为炼药宗师 同时代替药神功授予杜菲云长老称号 要神功的长老有不少 起码不下百人 长老也只是一种称号而已 并不是职位 有的长老只需要效忠于要神功即可 不需要分担任何工作 还能从要神功领取大量的资源奖励 而有的长老则手握实权 在要神功内拥有极大的权势 很显然 杜菲云暂时只属于第一种 无权无视的长老 空有长老身份 却没有接手长官具体事务 这也是要神功的规定之一 新进阶的长老们 必须要过万年时间 才能在宫内担任重要职位 巡察团的长老们 将杜菲云进阶测试弄完之后 就返回了要神功总部 去跟公主复命去了 而杜菲云则需要留在要神功分部里 不管是静心修炼也好 自己发展势力也好 总之只要待在清云大陆范围内 并且随时听候要神功的指挥即可 这世上从来都是如此 想要享受要神功的丰厚待遇 和高额资源回报 就必须要效忠于要神功 为要神功卖命 杜菲云完全没料到 事情竟然是这种结果 本来她还以为 能尽快见到要神功的公主呢 却没想到还要继续 在少号城里等下去 等到有机会了 才能去要神功总部 等待的时间无疑是漫长而无聊的 幸好有飞红衣 刘星等一众神王陪着她说话 还有紫燕麒麟 妖龙皇和修罗摩蒂等人插磕打混 她这才不至于太无聊 无奈之下 她也只好在少号城里等待下去 同时留意着任何有可能 觐见到公主的机会 平日里她一边修炼 一边苦修炼丹之术 另外有机会就指点妖龙皇 紫燕麒麟 修罗摩蒂等人的修炼 现如今她的身份实力急剧提升 众人也是水涨船高 颇有些艺人得到鸡犬升天的味道 连妖龙皇和修罗摩蒂都达到了天神境界 至于紫燕麒麟 更是早就接近了神王巨头的境界 只等时机成熟 杜飞云赏给她一道造化气息 便可进阶神王 就这样 时间不及不缓地过去了半年 杜飞云虽然心忧如焚 着急早日回到玄黄世界 但是也只能耐着性子等候 同时不断地传信询问那几位巡察团的长老 看看能否找机会觐见公主 后来 巡察团的长老们告诉杜飞云 公主一直在闭关修炼 寻求永生不死的大道 短时间不可能露面 杜飞云这才终于死了心 看来 这条路是行不通了 至少短期内她不可能通过要神功这条路 返回玄黄世界了 这无疑是个令人沮丧的消息 但是杜飞云并不绝望 也不气馁 她思来想去 最后想起了一件事 当年她从玄黄世界飞升到神界来的时候 是修罗神王帮助她呼唤了魔血神王 魔血神王打开了神界通道 才让她飞升到神界来的 很显然 神界通道是掌握在魔血神王的手中 如果她能请动魔血神王 没准可以下界返回玄黄 当初飞升的时候 修罗神王曾告诉她 如果有困难的话 记得去苍云大陆的修罗神宫找她 就算修罗神王不在 找到管家李老二也是可以的 她现在找不到魔血神王的位置 只能先去苍云大陆的修罗神宫 找到管家李老二帮忙 看能否联系上魔血神王 当然 有件事杜飞云心知肚明 当初杜尹仙王 东华仙君 霹雳仙子都看出来 炎帝顶乃是造化圣器 对此都垂涎不已 而修罗神王等神王 虽然跟诸位仙王打得不可开交 但是难保修罗神王 不会知道造化圣器的消息 杜飞云几乎可以肯定 修罗神王只是想拉她一把 卖她一个人情而已 双方并没有亲密的关系 如果修罗神王知道她拥有造化圣器 那毫无疑问是会出手抢夺的 正因为顾虑到这件事 所以自从飞升到神界之后 到现在杜飞云都没找过修罗神王 就是怕出现这种情况 而现在 她是绝对不用担心这件事了 不说别的 修罗神王现在估计未必打得过她 还不说她手下一帮十一个神王了 所以 她根本不怕修罗神王 生出歹心来抢夺她的炎帝顶 再者说 修罗神王现在没准 还在玄黄世界那边跟先王们打生打死呢 未必回到神界了 于是 考虑到这些 杜飞云才放心大胆地离开了青云大陆 一路朝着苍云大陆赶去 十天之后 她就来到了苍云大陆的药神功分部 以她炼药宗师的身份 进入药神功分部 当然得到了礼遇 她来药神功分部 一是为了打停修罗神功的位置 二是为了跟苍云大陆的药神功分部 打个招呼 如果真得跟魔血神王等人发生冲突 起码有药神功长老的身份 也让对方有所忌惮 只不过 刚在药神功分部里办完这一切 走出药神功分部的时候 露天宇却遇到一个人 一个面色匆匆 前来求见炼药宗师的强者 神王巨头 这是一个中年男子 身材魁梧高大 头戴金官腰玄玉带 而且有着神王巨头特有的威压气息 一看就是城主之类的 手握大权的人物 本来 遇到一个城主也不是什么大事 可问题关键在于 这位神王强者的身上 有股让杜飞云觉得熟悉的气息 同时 那位神王强者也下意识地朝杜飞云望来 他愣征了好一阵之后 紧紧地盯着杜飞云 好半嗓才陡然瞪大双眼 爆发出一道杀鸡凛然的惊呼声 是你 杜飞云自己也有些闹不明白 这人脑子有病吧 看他那凶神恶煞 咬牙切齿的模样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们有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呢 而事实上 当这位神王巨头木法冲冠 双目赤红地朝杜飞云 发起袭杀的时候 杜飞云才终于明白了原因 混账贼子 竟然是你杀了我儿 敏刘 难怪这么多年 我都感应不到我儿的气息 竟然是你这个畜生干的 受死吧你 敏刘 就是当初杜飞云 在太狱城南山探险时 找到幽冥紫燕时 遇到的那两个人之一 另外一个似乎叫特亚 而这位敏刘 被杜飞云给杀了 前来营救他的侍卫们 其中有严统领 把情况也都告诉了杜飞云 敏刘的父亲是苍云大陆 浩宇城的城主 这人当然就是浩宇神王 浩宇神王早已猜测到 儿子敏刘遭遇不测 却苦苦寻觅也无结果 当初他从苍云神帝座下 听到回府之后 得知这个消息几乎被气得吐血 早就发誓要把杀害儿子的仇人 碎尸万段 今日在要神宫分布门口 竟然让他遇到了杜飞云 从杜飞云身上感受到了 敏刘 严同龄等人的气息 他顿时就明白过来 就是杜飞云杀了他的儿子敏刘 哈哈 我儿在天之灵果然灵验 竟然给了我这么大一个惊喜 让你这个贼子出现在我的面前 今日就算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你 浩宇神王一声怒吓 悲愤而苍凉的大笑声中 蕴含着无边的怒火杀气 他握着一口造化神器常见 不由分说地就朝杜飞云当头斩下 一副不把杜飞云劈死不罢休的架势 浩宇神王且慢 莫要冲动 他是我们 自要神宫内部飞出一道人影 乃是一个虚发皆白的老者 此人乃是炼药宗师之一 也是要神宫分布的主事长老 他当然知道杜飞云的身份 是要神宫的长老之一 所以关键时刻 他连忙现身要阻拦这场厮杀的发生 因为杜飞云是自己人 而浩宇神王要神宫分布也惹不起 因为他是沧云神帝座下的门徒之一 第八百章三界崩乱 只可惜 想要充当和侍老的药神宫分布主事长老 却看到了他最不愿看到的一幕 浩宇神王明显已经被儿子被杀的愤怒 给冲昏了头脑 还没等到主事长老把话说完 就一股脑将最强横的王品神术砸了下去 那一杀 风锐 霸道的剑芒 陡然间刺破了苍穹 划破了空间 在万分之一刹那的时间 就披斩到杜飞云的头顶 完了 主事长老以及要神宫分布的其他几位炼药宗师们 都一脸的惊骇与担忧 面如死灰色 呆呆地望着浩宇神王那强横的一击 浩宇神王跟要神宫分布的炼药宗师们也算熟实 彼此打交道也不是一两次 他们当然知道浩宇神王的实力 已经达到神王后期顶峰 无限接近于大地那种层次的存在 毫不夸张地说 就算是在场的四位炼药宗师们联手 也绝不是浩宇神王的对手 因为他的强大超乎想象 绝对碾压任何神王强者 更何况 他是苍云神帝的门徒 对大道感悟 神力 规则的领悟要高深许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一把造化神器 整个三界 无论是神界还是仙界 造化神器和造化仙器的数量加起来 都绝对不超过一百之数 这些夺天地造化的终极法宝神器 只有大地至尊这种无上帝者才能铸造出来 寻常神王所炼制使用的王品神器 在造化神器面前连个渣子都不算 一千把一万把捆起来 都不够造化神器一刀砍的 所以 一位掌握了大地赐予的造化神器的神王 绝对能够傲视三界 横行天下 除了大地强者 无人能动 综上所述 当浩宇神王的造化神器常见 攻至杜飞云的胸前时 所有人都情不自禁惊呼出声 满脸的绝望 因为 所有人都相信下一个刹那就是杜飞云横尸当场的时候 他不过是个年轻的神王罢了 还是神王初期的实力 在浩宇神王面前只有被一招秒杀的份上 可问题关键在于 杜飞云也是炼药宗师 身份尊贵的长老 除了要神宫的公主与几位大帝之外 他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 一旦杜飞云在要神宫门前被杀了 那要神宫的几位直视长老们 一定会被公主那滔天的怒火给淹没 要神宫最年轻有为的长老 在自家门口被别人给一招秒杀了 要神宫公主会怎样愤怒和疯狂 那是显而易见的 那不是赤裸裸的抽公主的脸 那不是把她的面子扯下来在脚底横踩 如果是某位闲得蛋疼的大帝这么干也算了 公主她不至于为了一个长老去跟大帝强者死磕 可浩宇神王就算在牛逼 也只是个神王城主罢了 在公主的面前 她毛都不算一根 怎么办 我们该做什么 天哪 一刀杀了我们吧 为什么我们就这么倒霉 几位执事长老的心和表情都苦逼到了极点 那种感觉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阻止浩宇神王他们做不到 不阻止的话 又必然会被公主的怒火给撕成粉碎 半个时辰之前 在药神宫里几位长老还跟杜飞云客套寒暄 对这个药神宫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宗师长老感到羡慕和敬佩 现在却只有无穷的怜悯和惋惜 事实上不但是几位长老们就连浩宇神王也是胜权在握 脸上尽是大仇得报的快位和得逞之意 甚至她的心中已经在考虑一个问题 不能一击秒杀杜飞云 一定把她的神魂抽离出来 然后施展天底下最残酷的刑罚 将她煎熬折磨永生永世 如此才能消解她的心头之恨 然而就在众人都以为杜飞云必死无遗的时候 一副让所有人都惊掉眼珠子的画面 活生生地展现在众人面前 只见面对浩宇神王当凶刺来的那一剑 那霸道无双 风锐绝伦的剑芒 竟然砰的一声刺在了一口黑色药顶上 那是一口百张大小的黑色药顶 浑身透露着古朴无华的沧桑古老气息 一种叫做岁月沉淀的凝重感 布满了整个药顶 药顶通体漆黑 看不出是什么材料所做 但顶身上那九条飞舞转动 栩栩如生的黑龙 却是非常的耀眼夺目 让人一看之下就难以忘怀 他 他竟然挡住了这一剑 几位执事长老们 都是一副见鬼了的表情 嘴巴张大的能塞下一个拳头 浩宇神王那一剑 超越了所有人的认知 蕴含着天地治理 无上威严 仿佛苍天的怒火一样 换作他们自己谁也不可能躲开 只有闭目等死 可杜飞云竟然就挡住了 更关键的是 浩宇神王那口被命名为太浩的造化神奇长剑 以最锋芒的剑尖刺在这口药顶上 竟然没有像往常那样 热刀入黄油 一般讲药顶破开 把它砸成细碎的积粉 然而爆出一阵尖锐刺耳的金铁焦鸣声 竟然震颤嗡鸣不止 这 天哪 难道那药顶也是造化神器 否则他怎能挡住太浩神剑而毫发无伤 四位宗师长老们吃惊了 震撼了 呆住了 连浩宇神王自己也满脸讶异 双眼爆出金光 狠狠地瞪着杜飞云 满脸震撼 拥有造化神器做法宝神兵的神族 只有两种身份 一种是大地的直系亲属 一种是大地的门徒 也只有这两种身份的人 才有资格获得大地至尊的赏赐 为其耗费千万年功力锻造一口造化神器 很显然 神界五位大地中有近十个子嗣 约莫六个圣子 四个圣女 这些人浩宇神王大半都认识 即便不认识也有所耳闻 偏偏里面没有杜飞云这好人物 难道说 此人也是某位大地的门徒 浩宇神王的心中浮现出这个猜想 也只有这样 才能解释杜飞云手握造化神器的事实 但是很可惜 他没有求证的时间 因为杜飞云在以炎帝顶挡下太号神剑之后 两者僵持仅仅不足十万分之一刹那 杜飞云就发起了堪称最强烈的反击 毫无疑问 浩宇神王是杜飞云有生以来 遇到过的最强者 也是最难对付的一个敌人 因为他有着大地之下堪称无敌的实力 而且还手握着太号神剑这种造化神器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杜飞云这次使出了毕生最强之威 当然 他并没有一股脑地将手下十一位神王召唤出来 那样不单无法达到最大威力 反而会把他拥有十一位神王信徒的事情 给当众暴露出来 那样的话 无疑是对几位大帝的威严的挑衅 他一定会被几位大帝关注 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关注 这些都不是现阶段的他能够承受的 所以 他使用了另外一种方法 依然是运用炎帝顶的九九归一大阵 疯狂地运转起来 在短短万分之一刹那 就把整个炎帝顶内八大世界 亿万万生灵 上万魔神 数千天神 十一位神王的力量 全部抽取聚集到炎帝顶上 吞噬天地 他使用的还是那吞噬天地神术 只不过 这一次汇聚了整个炎帝顶的力量 亿万万生灵和十一位神王强者的信仰之力 这吞噬天地神术 早已不是什么王品神术了 造化神术 当神力太过于强大 造化的力量太过于强横的时候 量变就终于引起了质变 在造化之力的升华之力 杜飞云这原本是一招王品神术的招式 直接超越了王品神术的范畴 晋升到一个所有人都难以企及的高度 造化神术 这种规格和威力的神术 古往今来也只有参悟了大造化 领悟了天地治理 看破虚空未来 生死轮回的无上大地才能够施展 现在 杜飞云这个奇葩 竟然将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 给彻底展现在了众人面前 当然 不可否认的是 这九成都市炎地鼎的功劳 没有炎地鼎这种造化圣器的存在 就算给杜飞云一件造化神器 他也绝对不可能 在瞬间爆发出如此强悍的招式 领悟到一丝那飘渺无际的造化神术意境 轰 没有恐怖害人的威力与景象发生 只有一股压抑到极限 让方圆亿万里内 所有神族的心脏都猛然一致 口鼻间鲜血狂飙的声音 在刹那之间爆炸开来 一团万里大小的黑色深渊 展现在高天之上 撕裂了天空 空间避障 把杜飞云和浩宇神王都包裹其中 笼罩得严严实实 什么都看不出清楚 要神宫内的神族们最惨 实力较弱的都被直接震晕了过去 四位实力最强的长老们 也被震得满脸苍白 衣衫蓝绿 口鼻中疯狂地溢出鲜血来 与此同时 方圆亿万里范围内的两座城池 近十亿的神族们 都在那一沙听到心中 陡然爆发出一股强横到无比的轰鸣声 然后就直接两眼一黑 被震翻在地 纷纷昏迷了半个月才行转过来 而这个时候 人们才惊愕地发现 天地巨变不知何时已经开始了 这原本晴朗的神界天空 不知何时竟然变得千疮百孔 一个个黑悠悠的黑洞 犹如一张张是人的怪兽巨口 让人心底发慌 尤其是 人们发现 要神宫分布附近 整片整片的天空都崩塌溃陷掉 那由大道法则形成的无形空间壁垒 也早已被破坏的犹如筛子一般 大窟窿小眼的 无边无际的天空 就像一张马子的脸 到处都布满了大大小小不规则的黑洞 不知通往何方 难道三界崩乱了吗 难道天地要崩塌溃陷了吗 一时间 神界各处的神族们 都发现了那巨大的天地灾变 都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而只有苍云大陆 要神宫的人们才知道 这场像极了三界崩乱的灾变 始作俑者是杜飞云和浩宇神王 这两位神王巨头 只不过 从那一日两人决战厮杀之后 就一同被黑洞给吞噬了 从此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